这个男人被扔在60度高温的沙漠 却被系统提醒气温将以每分钟0.2度的速度持续上升 他缓缓起身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告诉他已经被烤得有三分数了 果然 他的后背早已被沙子烫得皮开肉绽 但他更好奇的是 自己究竟是如何来到这里呢 于是他开始四处张望 可到处都是一些破烂不堪的建筑 很快他发现一只藏在马桶里的生物 中度积变 恶垛 危险指数 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已经穿越 而这个弹窗系统或许是作为穿越者的福利 不过这个手铐又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自己穿越成了罪犯了吗 可他的目光只是停留在手铐上三秒 立马又弹出信息 系统告诉他 这表面是个手铐 但实际上是达官贵族的监视器 接着系统又给出建议 毁坏手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目前更重要的是找到水源 男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很不妙 但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只能堵一堵这条路是否有水源 而此时在高塔第四层 男人挣扎求生的过程正在直播 不少达官贵族破口大骂 他们一致千斤赌男人会死 可他却硬生生存活了几十分钟 那个蓝色区域本是急温事件 但没想到男人却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 与此同时 男人一边走着路一边数着时间 他开始链接记忆中的那些关键词 这里有贵族 有怪物 还有监视 所以说 自己所身处的地方 恐怕只是一场贵族之间的生存赌局 不知不觉 男人已经走了近五十分钟的路 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已经升到了七十度以上 突然 男人听见前方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他尝试用手接了一些水 没想到在如此高的温度之下 这些水竟然还是冰凉了 这也就意味着 地下水的温度开始是很低的 所以才来不及升温 于是他开始加快步伐 终于在转角处找到下水道的路口 不过井盖显然被撬开了 可他没有多想 直接一脚把井盖踹飞 现在要破局的方法只有一个 首先要抠下去再找到高坛路 这时男人突然弯起嘴角 这既然是个赌局 那肯定有这个世界的贵族们正在注视着 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用双手比划出国际友好手势 而在高塔四层内 这一幕的确引起了不小功能 此时一名贵族愤怒的摔碎酒杯 认为这小子就是庄家请来的业人 而在贵宾看台上 一个戴着青铜面具的女人 斥责着对方没有认真检查货源 对方惶恐地解释着 那货物确实是来自底层的起来 并毫无天赋序列 在通话结束后 一个白发老头低头连声叹起 立马吩咐下属假扮成人形恶朵保护物干的 要制造出让贵族们误以为是恶朵杀死 而眼前这个穿着盔甲的男人 拥有二阶四段的半生之力 天赋序列是七五五钢铁武装 白发老头还让他时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否则让这些怪物嗅到一丝负面情绪 就会疯了一班去攻击他 男人利索地前往塔外传送的 他知道即便自己死了 也不能让货物活着 男人从小就缺乏情绪的共情能力 即便被对方一块砖头砸下去 他不仅不会恐惧 就连眼皮也都不眨一下 就算参加亲生父亲的葬礼 也未曾流下过一滴眼泪 男人叫白雾 是是行政大队的特径 尽管他能够连连破下树桩连环杀人碎尸案 但在同事的嘴里始终都是一个怪胎 直到他们在拘捕一个嫌疑犯的那一晚 地名歹徒因为拘捕从而拔出手枪 正好射杀了站在正前方的白雾 也正是这样他才穿越来到了这个末世 白雾继续顺着通道走去 凭借出色的分析能力 他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赌局 也总会有人偷偷控盘 他又走了一段路 突然听到前方传来脚步声 白雾诡异地笑了笑 客人要来了 而另一边 一个全身被铠甲包裹的男人 正往白雾的方向走去 而白雾此时躲在转角处一言不乏 系统却提醒他 此人谨慎多疑 于是在男人即将走到转角处之时 蜿蜒的管道内传来白雾的声音 拥有半生之力二阶四段和钢铁武装的人 还走得那么慢 你用的该不会是硬度时间吧 男人脚步声停了约一秒 随即变得相对急促 白雾继续珠心 我猜你在想 为何我会知道你的天赋序列是吧 男人又停下了脚步 思绪显然已经受到了干扰 白雾癫狂大笑 这么恶劣的环境 一个乞丐存活这么久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猜有不少人都希望我死吧 所以你才会被派过来击杀我 还是那个被安排的可怜品 说到这里 男人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 而白雾也在此刻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 而在他头顶上的一只恶多 显然是嗅到了负面情绪 朝着对面男人的方向慢慢蠕动 下一刻 恶多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男人飞扑而去 男人来不及做出反应 整个身体就被一张开裂的锯口瞬间涌入 男人不断发出撕心裂肺的惨脚 但恶多只管拼命地撕裂着他的身边 在15分钟后 恶多已经吃饱喝足 而男人的鲜血也顿时染红了整片水 等恶多松开了尸体后 白雾这才不慌不忙地来到男人身边 经过一番搜索 他找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圆盘 系统发来提示 这是一个回程装置 从哪来的就回满去 可就在白雾刚想要离开的瞬间 对话框又陆续谈了出来 当前区域搜索都4.5% 恶多剩余35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尚未获得 白雾摆脱了手铐后笑了笑 随后便扭动了回程装置 不知道塔内是否更有趣 很快白雾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画面一转 在塔外调查军团的第七营地内 闭名队员急忙忙地前来汇报 姓名白雾 年龄不知 估计189 性别难 此时正在擦拭常见的第七队队长 突然停了下来 男人名为古清玉 外号五九 他不由皱起了眉头 这就没了吗 地旁的第13队队长刘牧立马仰头大笑 看来你们七队的审讯水平一落千丈啊 哈哈哈哈 审讯组组长全程低头 弱弱地解释 无论对那小子用什么手段 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审讯手法的弊端 最后我们反倒成了被提问的一方 此话一出 刘牧立马来个精神 卧槽 你们到底抓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五九的脸色一沉 那家伙到底问了些什么 审讯组组长如实回答 问的问题很奇怪 例如高塔一供几层 恶多又是如何产生的 那些半生之力啊 天赋序列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他居然在那里装 听到这里 刘牧一脸兴奋 这家伙甚是有趣 我这正好缺乏人手 把他送过来给我吧 五九还以为他是想招揽过去做审讯员 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刘牧坏笑道 看来你对那家伙也挺感兴趣 五九表示 在五个月前 一个放高利贷的来报案 他说欠他一辟不债务的穷人消失了 而且这种人口失踪的案件似乎也不少 刘牧很是不解 这种事根本不在他管辖内 怎么又掺了一脚 于是我顺腾摸挂 直到我查到了某个赌局 那是四层的庄家开的赌局 把这些穷人放到了蓝色区域 听闻此言 刘牧顿时汗言 这群人怕不是疯子吧 五九表示 或许白色区域已经不够刺激了 然后朝审讯组组长挥了挥手 蓝色区域的急温世界和激变恶毒 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 随后银屏上出现了白雾的话 五九表示 这个小角色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法 在塔外存活近两小时 却没有吸引到一支恶朵 而且还把庄家派取的杀手给干掉 结束后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一个女人 听声音很年轻 刘牧很好奇 明明似曾对我们调查军团一向不怎么友好 可又为什么不找高塔真御军呢 这时五九开始疑惑 那女人的目的 显然是让我抢在庄家的前面 就下白雾 接着她又问刘牧 对了 你的审讯业务不是很牛吗 要不你亲自会赢 刘牧哈哈大笑 那我就去看看 她到底是个什么神仙 五九自顾自的南南刀 这么好的一把刀 要好好养着呢 在七百年前 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迎来了末日 周围的环境也开始急剧变化 而那些被称为恶朵的怪物不断涌现 人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 但所幸的是 一座高塔突然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给予了人类最后活下去的希望 没人知道它的过去 也没人知道它为何而解 不过在往后的数十年里 人类意外发现了对抗恶朵的力量 半生之力 这种力量能够大幅度增强人类的各方面素质 例如速度和体能 半生之力与训练无关 想要提升必须要出塔 简单的说 在塔外生存的时间越长 半生之力的增幅就越高 而我们身上的物品在塔外也会产生变化 时间越久 效力越夸张 我们将其统称为祭灵 还有天赋序列 就等同于超能力 目前已知的总共有1024种 而且序列越是靠前 能力也就越是稀有和强大 可绝多的人都是普普通通 都在1000至700这个范围内 至于500网上的 像五九和刘牧这种 便是整个军团的王牌成员 截至目前为止 调查军团最强的战士五九 在塔外的蓝色区域独自生存了24点 即便是自视甚高的镇域军团 也数次递了橄榄枝 希望五九能够加入镇域军 当然 在这种地位决定一切的末世 高塔镇域军团和塔外调查军团 都是由五层统治接同成立编制 而镇域军团里都是贵族子弟 因此他们向来都不在乎平民的生死 也常常将我们调查军团 称为难民军团 经过男人的介绍 白雾对这个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 其实这个世界是鼓励人们出台的 只有这样才会变得越来越近 一名女队员激动地说道 现在五九的半生之力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八截 是极少数能够正面与高级变恶朵抗衡的存在 就在这时 刘牧突然闯了进来 两名队员有些惊讶 怎么是刘队 你怎么来了 刘牧也没说废话 直接让他两先行离开审讯室 白雾平静地晃动着手中的准备 就像是负面情绪的绝缘体 刘牧大大咧咧地坐下 小子 那么我就开门见山说了 话还没说完 白雾当即打断 我愿意加入你们 刘牧顿时呆入木鸡 这对话跳脱到他没反应过来 见他没反应 白雾继续说道 只是我不会去你的队伍 我想留在这里 此话一出 刘牧激动了起来 等 等等等一下呀 你又是怎么知道我 白雾这才解释 是因为审讯 说明你们对我身份并不清楚 而且你们没有处理掉我 那就意味着 跟把我扔去塔外的不是同一物 既然你我之间不是敌人 那这么麻烦的审讯 以及我在塔外的所作所为 除了想要招揽我加入 好像也没有别的可能吧 最后从那两名审讯员的反应来看 你的到来并不在他们意料之内 所以你并不是他们分队的队长 还有 你的盾牌应该是损坏了吧 没想到寄灵的物品也会损坏 看来和你交手的恶毒 比我遇到的那只还强出血度 刘牧突然想不起自己来的目的 顺着白雾的话问了下去 你又是如何得知我用盾的 白雾解释道 我在塔外见到的杀手 脑袋被力爪贯穿 可以推断恶朵进攻会选要害 你的手腕骨下13厘米处 有一道疤 而且作为调查军团的分队长 实力肯定不会差 身体的自愈能力也觉得非常人能及的 塔内也很难有人能在你手上留疤 再说也没有这样做的立场 B班人的腕关节处是凸起的 而你却是恰恰相反 也只有常年用盾牌的人才会有这种特征 用盾也都留下了疤痕 更加说明了盾已经损坏 刘牧文言后顿时冷汗直流 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来这里要干什么 白雾又指着指手腕处 抬起盾护住脸的时候 恶朵的爪子刚好就会击中手腕下13厘米处 说到这里 刘牧不由紧紧握拳 心思如此缜密 必须要弄到13对台形 白雾又指向文件 你们给我介绍的天赋序列周期品 只有700往后的 现在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天赋序列周期品 你若是能帮我弄来的话 也许我会 可花音未录 当白雾再次抬头的时候 眼前已经是空空如影 此时刘牧正风风火火地冲往资料室 快来个人帮我将完整的天赋表拿过来 15分钟后 刘牧气喘吁吁地回到审讯室 你好像 好像对高塔的一些尝识 很欠缺啊 白雾说道 我失忆了 刘牧愣了愣 以你的表现 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理由吧 白雾却说 你最好相信 那些抓我的人很有可能在善后工作上 为了方便 暴力地抹掉了我 刘牧笑道 行吧 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 整个下三层 序列最靠前的人是五九 序列256 急影 目前已经很久不再出现过更加靠前的序列 从统计来看 绝大多数觉醒者 不管在塔外多久 都是排列在700以后 你可以看看天赋序列76 绝对溶解 那是在20多年前 一个底层的矿工意外觉醒 这个序列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 可白雾没有丝毫羡 反而直接说出了结论 我猜那人的下场不会好 刘牧也没有隐瞒 是的 那个矿工不仅失踪了 而且事情也很快被压了下来 高塔镇域军团 当时的最高军团长 并没有积极调查这个案件 而是杰利将关于这个人的信息目处 白雾的目光注视着天赋序列24 普雷尔之眼 能在视线聚焦处 看到风格合乎自己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进阶 未知 天赋序列24 普雷尔之眼 能在视线聚焦处 看到风格合乎自己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进阶 未知 白雾这才知道 自己所看到的对话框并不是系统 而是自己觉醒的天赋序列 可是这具身体为何会有如此靠前的序列 从半生之力的增幅来看 也并不像有出过塔外的样子 接着他又询问 这里的机构会强制检测天赋序列吗 刘牧表示 天赋序列属于个人私有 不少人都是藏着不曾透露的 白雾松了一口气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接着他又追问 那天赋序列 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吗 刘牧解释道 是的 只能觉醒一种 不过第六层传下来的说法 只要击杀某些极为强大的恶毒 也可获得额外的序列 只是这种恶毒 就算真的有 你也最好祈祷千万别遇上 白雾陷入了沉思 普雷尔之眼的确不适合战斗 即便是进阶了估计也不是用于战斗 必须想办法出他 弄到别的天赋才行 这时刘牧突然来到白雾身边 这序列表我给你弄来了 你看是不是也 话音未落 白雾当即把天赋序列表塞了回去 对不起刘哥 你是个好人 但我选择第七队 刘牧连忙询问到底为何 而白雾却表示 他在先前的审讯里得知 第七队在24个分队里出塔 是最为频繁的 刘牧实在不甘心 如果你这么想出塔 我也是可以把你调去先锋组 一切要求你来提 可白雾却连连摇头 十三这个数字 不太吉利 如此粗糙的理由 气得刘牧差点原地裂开 画面一转 白雾跟着第七队 乘坐电梯前往底下900米 五九表示 既然你已经加入我们队 那作为底层公民的身份 肯定少不了 另外 我们会帮你在高塔底层 安排一间住宿 房租每月400塔斯 需要你自己支付 白雾一边听一边打量着五九 很快对话框出现 原来五九是一个身高 只有一米五九的小矮 难怪会被称呼为五九 而他的身上也藏着 第六层很感兴趣的秘语 这时五九突然自我介绍 我叫补清玉 你可以称呼我补队 白雾往前走了几遍 闭脸欢笑的回应了 好的 五九 五九脸色铁青的回头瞪了一眼 自己的外号肯定被这样的家伙给泄露 这时白雾表示 自己想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五九似乎心领神会 没事 你要是不想出他 也可以去审讯你 反正最近累积了不少案例 可他话还没说完 白雾当即打断 我想要明天救出他 三人应试愣了好几秒 五九转过身 淡淡地说 我们曾检测过你的半生之力 待在蓝色区域不到两个小时 目前是一阶三段 但一阶哪怕面对轻度激变的恶度 白雾又打断了他 如果你想提醒我塔外很危险 那大可不必 让我跟在老兵队伍 我不会脱后腿 我这不是在求死 再说我想你也不会真希望我在塔内待着 对吧 五九皱了皱眉 行 明日上午十点 我将和一组的四人一起 加上你 组成六人小队 前往白色区域 白雾顺势追问 对了 蓝色区域网上是什么 身后的两人顿时无语 这家伙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男人拿出一把铁铲在末世里 直播带火 还大放厥词 这把铲子又叫矿神铲 塔外是七小时的寄灵 能开采到别人一个月也挖不出的好框 要不是我加入了调查军团 这神铲铁定自个留着 只需要九九八 现在下单还力减三百 云书当场看傻了眼 调查军团根本就没这人 竟然敢用军团的名义来行天 不能让他玷污我们调查军团的名义 走 我们回去上报对场 把他一锅端了 白雾见状连忙让薛辞也跟上去看看 要是云书上头 也总得有一个人把他拉住吧 于是薛辞也追了上去 临走前把跨包和钱都交给了白雾 让他先在附近溜达溜达 而白雾游走了大半个简陋港口之后 终于在一家名为橙子宝贝库的店铺门前停下了角落 半小时后 白雾拎着逃回来的大包小包来到了住所 他发现桌面上放着一个箱子和一张无酒留下的纸条 他打开箱子并认真阅读宣导手册 新人出塔 我们会配备情绪检测万表 当你的情绪波动波大时 万表会报警 所有调查军团成员必须遵守规则 在手环报警的第一时间里 启动传送轮盘 白雾把万表带上 他认为这种塔外的应对机制设计的很合理 只是表盘上的数字一直显示着力 看来这东西对自己来说完全就是废品 随后他又拿起一支非意志性情绪稳定剂 当距离恶朵足够近 且表盘只是即将进入危险区域时 可以注射此 不会产生肌肉松弛效果 会短暂地让人进入平静状态 效力在五分钟左右 当五分钟的意志效力结束后 情绪会进入亢奋状态 任何负面情绪都会放弹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请进可能不要用它 看完普雷尔之眼的介绍 白雾当即取出真果 往脖子右侧注射 随后他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数个数字 等待着五分钟后的情绪反弹 他回想起前世最为难受的经历 但内心仍然没有丝毫波动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所谓的悲伤和愤怒欲 很快三百秒转瞬即逝 可他依旧没有丝毫感受 没有任何情绪反弹的效果 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抗补 甚至有点想睡觉 算了 我本来就不该有期待 第二天 白雾提前来到与五九等人碰头的地理 眼前便是能传送出去的石碑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他赋予了这些石碑打通空间的力量 但他们的用处 其实是堵住高塔顶端的那个家伙 白雾有些疑惑 哪个家伙 普雷尔之眼没有透露太多信息 利益牵扯太大 说了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当不知道就行 就在他思索之时 五九带着几名老队员走过来 这是今天和我们一起参与塔外调查的新例 都介绍一下吧 这是一个猛男率先开口 我叫王氏 兄弟 以这包里装的是准备寄灵的物品吗 这个男人胜于高塔三层的附加子弟 为了追求刺激才加入了调查军团 身为一个猛男却喜欢搜集巴比王啊 白雾如实回答 是的 打算带出塔碰碰运气 可一旁的长发男子却冷哼了一声 新兵 可别拖后腿啊 希望明年的今天 不是你的忌日 毕竟咱俩不熟 你死了我也不会祭拜你的 来自二层 长得比女人好看的死娘娘腔 说话毒舌 还热衷之解 要不 你试着收服他 白雾故意回了局 我只会抱大腿 不会拖后腿 不过小妹妹你长得真好看 凌无柔气的咬牙 臭小子 你说啥呢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羞答答的说 你好啊 我我我 我叫伤小尹 表面上一副小奶狗模样 打起来却是这几个里面最疯癫的 经常因为杀的上头 被矮子强制拉回高塔 白雾友好的把手伸了过去 正想要打招呼 却突然出现了一位美女 她当场把伤小尹撞开 然后握住了白雾伸过来的手 这个叫尹双的美女 是一个复仇者 和小矮子一样 身体里同样藏着 第六层也感兴趣的秘密 来自第二层 是几个人里 最像正常人的那种 白雾若有所思 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两次提到了 难不成是 稀有序列吗 尹双介绍完便转过头去 白雾发出疑问 一组六人 还有一个人了 五九拍了拍她的肩膀 冷言道 已经死了 你只管自己就行 白雾没有继续追问 在她看来 这第七分队 全员恶人哑 五九开始往出塔入口走去 前面的小队 差不多赶回来了 都准备好 马上出发 这六道颜色各异的 巨大石碑 对应着六种 不同扭曲程度的塔外事件 而这些调查军团的人 主要负责区域排查 在确保拥有蓝线草 和高塔所需的能源框 比较较少的恶朵之后 在安排大量底层人 前往该区域 负责劳作开垦 这时队长五九 朝着白色的传送石碑 缓缓走去 被白光吞没 其余的几人 也陆续往白光走去 这时影霜停了下来 和白雾再次确定了 一下万表和轮盘 接着又详细说明了 一下传送门旁边的九宫格 没有一个人离开 就会自动生成编号 而数字也会横列递增 白雾开始输入编号 一串七位数的数字 也就意味着七百年龄 出去塔外的次数 已过百万次 很快他的身体开始消散 约莫过了数秒 当白雾再次睁眼 一座已经废弃的医院 出现在眼前 自己与其余五人 都站在了医院的围墙外 第九精神病院 如果不进入这间医院 探索难度会与预期相符 可一旦进去 就说不准了 谁知道精神病人们 会有多重的负面情绪 这里是恶朵的温床 我当然不希望你进去 可里面藏着 只有你能解开的谜题 看完普雷尔之眼的备注后 白雾开始猜测 这里的谜题 或许和末日拼图碎片有关 王氏呵呵一笑 他认为里面肯定很有趣 商小已颤巍巍地说 里头的恶多不少 我有点害怕 白雾瞄了一眼 他的腕表 波动为零 这家伙还真是个影 这时无久看了看资料 气温还算舒适 大约在46度 46度叫气温舒适 白雾 这些家伙全都是怪态啊 影霜回头观察了一下四周 附近没有蓝线草和矿石 应该是靠近城市的区域 背后也只有这么一条公路和白羊 王氏文言后兴奋不已 进去看看吧 这种场景 一般都是蓝色区域才有 身后的白雾轻声提醒道 当心点 动作要轻 可话音刚落 林无柔立马嘲笑他胆小如鼠 要是害怕的话就回去 也把恶多吸引出来 破我们后腿 无久看不下去了 直接走了过来 行了 我来开吧 他推开了精神病院的铁门 动作十分轻缓 很快他们发现 医用楼四栋 每栋楼大概19层的高度 这不是一间低规格的医院 王氏问道 四栋楼 我们要先探索哪一栋 白雾目光扫过病院 说道 不 看样子我们只能从第一栋进来 这里看似四栋楼 但其实只有一个入口 其他都是完全封死 如果想去第二栋 就必须前往19楼 从空中走廊过去 弊行人看了看 发现还真是 林无柔冷哼了一声 算你还有些用 白雾大概猜到了 任何违反厂理的设计 必然都有原因 或许医院的主 并不希望有人前往第二栋 伤小乙的手微微颤抖着 对 队长 这栋楼有十七只恶多 好可怕呀 这小子又演起来了 分明一副竭力压制亢奋的座态 五九下达指令 保持警戒 现在进入一栋 随后六人推开了医院一楼的大门 里面的景象 脏乱差不足以形容 满地都是散落的病例 挂号处的墙面上 血迹斑斑 其中一些墙面上 还涂有诡异的血红色文案 白雾好奇地来到这面墙旁 他大胆地用手摸着墙上的血迹 这些血迹与文案 看着很新 看来留下的时间并不长 他询问普雷尔之眼 你能看出什么吗 可却得到骚里骚气的否定回答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血迹和病例 都是两天前弄出来的 而在王室的这边 由于房间实在太多 他根本不知道往哪搜 五九回头望向白雾 你怎么看 白雾表示 房间很多 地间间搜索 或许能够得到一些 你们需要的信息 不过最深处的秘密 在第四栋 林无柔吐槽道 新来的 你说啥就是啥吗 哪里的最深处的秘密 白雾叹了口气 我只解释一次 下次请直接相信我的话 地旁的引霜意外发现 这个白雾居然还有点想法呢 五九并不在意这些话 让他继续说下去 白雾解释道 刚才大家也注意到了 四栋楼里 前面的那栋是有出入口 假如最后一栋的病人需要救治 那么他必须要从十九层 依次经过前面几栋 并且来到第一栋 然后还要在十九层到达某一层级 所以根本不像是为了救人而建造 五九也发现这间医院 在结构上确实不正常 白雾接着说 因此这里更像是一座监狱 只需要守住唯一的出口 犯人便无法逃离 由此可见 第四栋就是整座医院的核心秘密 就在这时 商小已指着电梯口 颤巍巍地说 对 队长 那边 电梯自己动了 此时此刻 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突然亮起 十九层正在往下降 五九下达指令 进入警戒 即将准备战斗 这时商小已的毛发往后翻了门 笑眯眯地说 看来不必到处乱搜了 白雾好奇地询问五九 队长 塔外的世界已经700年无人居住 城市里的这些建筑应该早就荒废了 可为什么这些设备还能正常起 五九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之前也去过一些区域 例如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偶然会自己起 摩天轮也能自己转步 塔外的规则很奇怪 电动的 不仅仅只是空间 白雾也不再纠结 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只有到达第六层才能真正得到解释 很快 电梯在门上的数字变为1的时候 在电梯门开启的瞬间 王氏很有经验地拉住了满脸兴奋的伤手 伴随着电梯门被缓缓掰开 避之面目猙獰的的畸形怪物出现在眼前 拥有人的大概外形 但头颅变化很大 嘴巴直接变成了蚊子的口气一样 尖刺针管状 男人天生就缺乏情绪的共情能力 面对恶朵的尸体不仅不会恐惧 甚至还好奇地往他裤裆下摸来摸去 就在几分钟前 避之人形恶朵硬生生地掰开了电梯大门 紧接着又朝着距离他最近的吴九发起进攻 可吴九却是从容不迫地拔出长剑 伴随着一阵进风呼啸而过 这只人形恶朵的头颅当场砍落 还滚到了白雾的面前 恶朵必须死 物品机灵等级 十九定能够再触碰到恶朵的瞬间 附加破防和虚弱的力气 当然这种效果也就打打小朋友 面对重度机变的恶朵 还得看用刀人的本事 白雾记得吴九创下了塔外生存记录24天 而这把刀应该是在第五天的时候记灵的 这时吴九王室等人往电梯走去 可白雾并没有急着跟过去 而是打量起恶朵 他首先把恶朵的脑袋从地上捡了起来 然后又一脸淡定地将其放在了恶朵脖子上 皮肤干裂 嘴部突变成了蚊子的口气一样 尖刺针管状 肢体上虽然还是四肢 但手已经不能称之为手 该被称之为爪 白雾翻开恶朵下体的衣物 普雷尔直言吐槽道 喂喂喂 这就上手扒人家衣服了 虽然恶朵没有人权 但这是否有点 白雾又摸了摸这只恶朵 既没有摸到突出 也没有摸到凹险 他似乎把没必要存在的东西给退化掉了 在白雾的搜寻之下 竟然从口袋处发现了一页日记 笔者因为欠下巨债而被某个人骗到了这里 现在他只想着离开 他害怕自己会变成和十一层的那个他一样 怕被转移到第二朵 2026年7月5日 通过边角的撕裂痕迹与褶症 白雾能判断出是医生夺取日记本时 病人慌忙扯下这页藏匿的情形 2026年距离如今的高塔纪元704年 到底多久了 是某种规则保护你 这个世界的很多物理 包括这页日记 700年的时间里 似乎不会毁坏 这是零无柔不耐烦的喊道 愣头轻 磨磨蹭蹭的好浪内 大家都等你一个了 白雾走进电梯后说道 去十一层吧 五九十分疑惑 为什么是十一层 有一支更强的恶毒 或许能够帮我们打个预防针 同时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说完便直接按了十一层 零无柔抬杠了一句 白色区域而已 再厉害 能够厉害到哪去 白雾笑了笑 如果不进这间医院 的确不会有危险 但我奉劝林妹妹你最好小心点 十一层很快到了 电梯门打开后 映入眼帘的是漆黑一片的走路 当他们走出电梯 附近突然传来让人毛补所然的笑声 你来找我玩了呀 我在这里哦 声音带着渴望的欺怨 又像是耳边的意义 白雾暗暗分析着 这声音听得像是小女孩 但又像是成年人 仿佛两种不同年龄 不同情绪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就在这时 天花板上突然渗出了一些漆黑的不明液体 静直的低落在影霜的肩膀之上 只是抬头的瞬间 一只漆黑且过于细长的手臂 朝着影霜抓了过去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五九迅速出现在影霜的身前 并一刀将手臂斩断 轻声笑道 小心 尽可能保持镇定 可花音刚落 天花板上陆陆续续伸出不少黑色的手 看来你们之中有人的情绪产生了波动 引来了这个家伙 而且这个家伙的等级还不低 你妹队长居然不能一刀秒的 此时林无柔的万表数值为十一 而王室的万表数值为九 商小以双目兴奋 万表数值为七 影霜他们之中情绪波动最大的 万表数值为二十一 五九继续疯狂输出 但这些手似乎怎么也斩不完 他看了看数值为三的万本 给我速战速决 不要玩过头了 而白雾寂寞的站在走廊中央 仿佛被这只堪比罗宾一般 不断伸出手的恶朵给忽略了 他看了一眼数值为零的万表 然后打了个哈欠 无聊的我都要犯困了 男人身高只有一米五九 却能一刀将恶朵斩杀 可这次遇上的恶朵似乎相当罕见 这些手无论怎么也斩不完 好在整支队伍的实力很强 只是应付的有些仓促 林无柔忙的不可开交 完全腾不出手来 可他却惊讶地发现 这个毫无战力的愣头青 居然不会被恶朵袭击 白雾揉了揉眼 刚才听见的小女孩声音 是具有影响情绪波动的能力 不过我却有点犯款 桑小姨一听立马愣住 还真是个怪物 万表数值居然是零 白雾再也闲不住了 你们先忙吧 我去前面探探路 可五九却让他不要乱走 我们这边马上就好 等我们一起再行动 白雾望向天花板说道 不好说 在你们彻底平复之前 你们一会儿跟上我就行 王室有些无语 队长 你哪里找到的这个怪物 他的胆子不是一般大 五九皱了皱眉 解释道 如果他的情绪波动 直在个位数 那或许他的确天生胆气过人 但如果是零 那要么是情绪控检测器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他有问题 在白雾的这边 他不顾阻拦进入了 这间怨气很重的屋子 白雾开始聚焦视线 一座寄灵的狗龙 他完美地履行着身为囚龙的使命 从头到尾 那个可怜的小家伙 都没有挣脱开囚龙 直到最后 小家伙被人放了出去 生而为龙 他很抱歉 白雾的视线又聚焦在镣铐上 发现这条锁链也是寄灵物品 而在地面上散落了许多废弃的针管 里面曾经装过各种镇静剂 和一些奇怪物体的血清 他又巡视了一下四周 但普雷尔之眼 却让他别到处乱看 里面的文档已经被销毁 屋子的主人 也被可怜的小家伙给弄罗 现在 你最好将注意力放在面前 这张堆放过不少秘密物品的桌子上 基于是小可怜视线里为数不多的布景 他没有被毁掉 而是给后来者 一个选择 这三样物品会使你获得三种东西 天赋序列 二 小可怜的友谊 三 小可怜的憎恨 请谨慎选择 因为选了其中一样 另外两样便会消失 这是一本档案 里面有着很多你和小矮子想知道的戏剂 不过小可怜见到他的时候 会给你憎恶还是友谊或者天赋 这可给你自己琢磨 这把钥匙并不是龙子的钥匙 它可以解开某个关键地方的销匙 这或许是捷径 又或许是深渊 看完普雷尔之眼的位置 白雾陷入了沉思 档案里记载着我和五九感兴趣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历史真相 或许这里面有一部分历史真相的线 而这把梳子没有任何提示 这也很值得注意 钥匙对应着某扇门 或许门后也有着很重要的线 就在他犹豫之时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醒 上上千是见到厄舵后 会赋予你全新的天赋序率 中上千是来自厄舵的好感度 而下下千是被厄舵仇视 终止死亡的追杀 就在这时 刚进来的那扇门 进诡异的自动关上 而白雾现在必须做出选择 根据目前所看到的信息 大致能确定过到尽头的这两间房子 应该是一个实验室 除去现在见到的 实验室里原本应该还有不少道具 但都已被销毁 实验对象平日被关在笼子里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而实验的过程便是注射某种事迹 观察其反应 这种实际或许和恶舵有关 在这个过程中 实验对象曾经被人探访过 或者说他的意念接触过其他人 当时他的意念应该还不是怨念 白雾推断的依据 是一楼的那只恶舵所留下的信息 一楼死去的恶舵 在变为恶舵之前 应该没有见过他 至少院方是不可能让这些怪物见面 但纸条中明确提到过这里的实验体 或许他有用意念与他人交流 他也的确被转移服 由此可以推断 第二栋的恶舵实力比第一栋的更强 至少能够进行怨念攻击 或者说具备了某种超能力 就会集体转移去第二栋 与此同时 外面被恶舵缠住的武 也终于彻底的平静了下来 这时林无柔等人来到门前 喂喂喂 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这门怎么还堵上了 怎么这个臭小子也没有回应 队长 你说他不会是死在里面了吧 男人想要进入房间 脚下突然疯狂涌出黑色的手臂 五九迅速出现在林无柔的身后 并斩碎了所有黑色手臂 但突如其来的变故 再次让所有人的情绪开始波动 无数黑色手臂也跟着迅速涌现 与此同时 白雾的目光此刻聚焦在一把 毫无线索的梳子上 从一楼恶舵纸条上的字眼上看 可以确定实验体是一名女性 但问题是 这样的环境中 怎么会用到梳子 白雾不确定的再次询问普雷尔之眼 你确定这个梳子没有任何信息吗 但普雷尔之眼表示 这个梳子就是没有任何信息 而另一边 尹霜在众人当中最为吸引恶舵的袭击 此时他的腕表数值已到达72 王氏不断地对怨气发起冲锋 这怨气怎么忽然间这么浓烈 是恶舵的本体在靠近吗 林无柔怀疑白雾在屋子里遇到了恶舵本体 立马让伤小已感知一下恶舵的位置 可伤小已此刻癫狂大小 面容因兴奋而扭曲 完全听不见任何对话 五九右手放在剑条前 摆出准备冲刺的姿势 在这时门把手居然扭动起来 这让全速冲刺的五九不得不杀住了酒 而身后的黑色手臂也在此刻消散 这时白雾一脸平静地从实验室内走出来 众人担心地要死 都纷纷指得他没事都不会这一声 白雾玩弄着手里的牛九叔 得意地说 久等了 我们去十九楼吧 伤小已退去脸上的狂热 询问道 为什么这怨气就突然间消失了呢 林无柔满脸不可置信 里面的恶舵呢 难道被你解决了吗 白雾表示 暂时压制了源头 稍后应该还会遇到 走了 这栋楼没有探索价值 白雾走在了队伍最前面 往电梯口走去 组里的成员们神色怪语 尤其是林无柔 一甩长发冷哼一声 见队友没事 王氏倒是很乐呵 伤小已显得意犹未尽 而影霜慢慢地调整呼吸 尽可能将万表数值降下去 电梯再次缓缓上升 不等众人提问 白雾率先开口 队长 我有个问题 恶舵是不是由人变成的 是不是一直待在塔外 某些情况下 我们也会变成恶毒 可话音刚落 整组的成员们 都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沉默片刻后 五九这才解释到 看到你手上的万表了吗 危险线是75 情绪检测万表的 数值上限是3倍 你应该有注意到 表盘的颜色吧 数值在75以前 表盘颜色是绿色 75过后 表盘颜色是橙色 而175的时候 表盘的颜色便是红色 说到这里 五九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电梯已经到了19特 虽然五九没有把话说完 但白雾已经知道了答案 倘若负面情绪堆积过多 万表数值到了这个区间 人或许就会恶毒化 简而言之 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能和恶毒一概而论 这原本是住院楼 第19层的走廊 现在却把窗户封死 改成了旧餐区 里面四周漆黑一片 五九不得不打开射灯 小矣 搜索一下周围 只见商小矣身上 散发出一层层蓝光 很快就感应到门外 有6只恶毒 而且等级比之前 击杀的还要高 咱们 话还没说完就被五九打断 让他站在原地待命 然后他拔出长刀 缓缓推开旧餐区的门 而距离门口 最近两只恶毒察觉到的动静 一并回头望去 这是白雾好奇的问道 队长他一直都这样的吗 王室点了点头 虽然我是先锋 但队长总是会冲在最前面 不过也不用担心 到现在为止 的确遇到过队长 对付不了的恶毒 但队长总能全身而退 只是两人的谈话之间 五九已经将眼前的恶毒一分为二 白雾发现五九的速度 比其他队员快的 不是一心半点 便询问王室 半生之力的成长方向 难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吗 王室却说 是一样的 但每次升阶 都会获得额外的能力 用于扩展你的强项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这简直就是游戏的技能点 王室显然是侧重攻击力和生命力 凌无柔则是攻击力与速度 各占一部分 伤小已是感知和攻击力 至于影霜 就连普雷尔之眼也看不出来 真是奇怪 但他无疑是队伍里最弱的 可以确定并非生存属性 这队伍除了王室 全员都是只要输出不要命的风格 也太不稳健了 哪有下本不带奶呢 可白雾只是思索片刻 就发现五九已经把所有的恶朵斩杀干净 他边走边注视着脚下的恶朵 三级恶朵 机变磁条 斩铁 镰刀状的手臂可以斩断寻常金属 他们是第九病院的保安 在院长被吃掉后 他们也只听令云小可 于是在准备进入第二栋之前 白雾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队长 等一下 第一栋的恶朵不是你的对手 只要我们控制住情绪 第二栋的恶朵就感应不到我们 既然在塔外连续生存时间越久 半生之力成长越快 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在第一栋管机 林无柔呵呵一笑 要不怎么说你是菜鸟呢 塔外的世界 是排斥我们的 每过四小时 身体都会附加一些阻碍 比如速度减缓 骨感降低 情绪波动倍增 看见幻觉 攻击力下降 恶朵抗性降低 又或者未光未暗等等 详细的负面属性 我也罗列不稳 毕竟每次出塔 遇到的阻碍顺序都是随机的 白雾顿时恍然大悟 每四个小时 都会产生一个冰暴 这样一来 确实没办法挂机练剂 白雾现在有心明白 无久的强大之处 独自在蓝色区域存活24体 这一位每天六种负面属性 身上挂着一百多种简易状态 还能和恶朵抗争 白雾走到了走廊中段 眼里弹出背主 不要试图绕开第二栋 你必须前往第二栋的最下面拿到钥匙 不然就算通过走廊 你也无法前往第三栋 友情提醒 钥匙被一只淘气的小东西给吞了 虽然你可以通过小矮子暴力通关 但我建议你最好活用那把梳子 它会触发更丰厚的讲义 而此时此刻 在某个阴影的角落 一个诡异的声音小声刀念着 欢迎来到我的擂台 这是一种附加石化减速效果的灯 每度杀之灯 所有被灯光照射的非人类 都会被减速 即灵等级 4D 虽然灯光并不强烈 但足以将第二栋顶层的场景 照出一个大感 这时影双询问道 既然空中走廊在最顶层 那我们可以不用探索下面的楼层 直接通过第二栋的空中走廊 前往第三栋和第四栋 白雾回答道 提议是对的 但很可惜 前往第三栋的关键就在这里 最好不要将里面当作是白色区域 王室有些疑惑 你小子又是怎么知道 第三栋的关键在这里 虽说谨慎点是不错 不过咱们总得先去对面看看不是吗 这时走在前方的五九亭下的脚步 他摸着一旁的气墙 发现去第三栋的门 是场景无法破坏的规则 塔外世界的规则千奇百怪 一般来说 寻常的场景可以损毁 可涉及到关键场所 即便半生之力再高 也无法暴力拆除 此时伤小已疯狂按着电梯按钮 但却怎么按也没见有反应 这栋楼很傲娇 他的主人不愿意装电梯 于是他假装自己有电梯 另外你看看电梯上方的标识 这不是十九 这是零 在你们下面的层级 是负一层 虽然你们不懂风水学 但你肯定会知道 这照应了十八层地域的格局很不吉利 而你要找的目标就在地域最深处 另外地域深处无法直达 没有电梯他们只能一层通通 同时意味着加大了探索时间 可诡异的是 他们只是下了一层楼梯 转角处就没有继续往下走的楼梯了 五九认为下去的楼梯应该在走廊的尽头 这个结构 显然是设计成必须经过每一层的走廊 才能前往下一层 这时林无柔发现 他们明明从十九层下来 却突然变成了负一层 不止如此 你们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吗 这里没有任何光线 如果队长不开启探照灯 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黑暗 而且四周都是七零八落的恶毒尸体 却连一具全尸都没有 仿佛是被某样东西啃尸过 这场面带着一种 有人在这里疯狂实验的感觉 伤小已开始假装紧张起来 对 队长 我刚刚下楼就一直感应到 有一只恶作离我们越来越紧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气息 好 好可怕 王氏认为目标应该就在下面的某个 我们能感应到它 证明它也感应到了我们 这是白雾在第十二间的房子前停下了酒 普雷尔之眼立马弹出一条没头没脑的背景 虽然我才是你的小可爱 不过有了相机 你可以看到更为精准的画面 我和它都是你的翅膀吧 实际不昧是好品性 但你确定要将照相机交出去吗 白雾略意琢磨 猛然明白了 相机难道被寄灵了吗 白雾从背包里摸出一个普通相机 却被林无柔嘲笑 无知的小子 我告诉你 真正能寄灵的物品很少很少 也许出台一百次 都不见得有一次能成功 非洲人就不要带那么多东西 逃命的时候都是雷坠 白雾没有搭理它 目光落在相机上时 备注的信息变了 哦呦 这个寄灵方向 虽然它寄灵的方向 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但它一样能够帮到你 如果继续留在塔外 没准它还会有更多功能 现在你心里默念 20270702141525 然后对准12号球是看来 会有惊喜 不过它7天内 只能使用两次哦 白雾猜测着数字的含义 这串数字分明就是一个日期 2027年7月2号 14点15分 25秒 相机的闪光让王室一愣 所有科技物品在塔外都会失效 相机能够使用 就意味着已经寄灵 灵无容冷哼一声 一张照片 又能带来什么信息 白雾描了一眼照片 发现这相机 似乎能拍到过去的影像 闭明少年就像在镜头的中央 凶狠地凝视着镜头 表情极其甚人 白雾看完照片 立马发出疑问 队长 你说 高等级的恶度会具备智慧 无久却说 少数恶度会保留着 人类时期的一些特性 比如语言 而极少数恶度 与其说他们是恶度 更不如说他们是进化者 白雾表示 照片里的少年 很有可能就是最下层的镇守者 按照队长的说法 他可能是等级极高的恶度 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恶度 大概率就是被这个家伙给吃掉了 就在这时 地质巨大的蜘蛛 突然从众人头顶上方发出低吼 而在蜘蛛的头顶 还欠着半截人的身体 无久的手按在刀上并大喊道 高级恶度出现 全员战斗准备 说完便一跃而起 朝着恶度横扫不去 但恶度只是往后一仰 便轻易堵开了攻击 紧接着又抬起那镰刀般的猪爪 奋力砸向地板 瞬间把他面前的一大片地板 砸得稀巴烂 王室看见地板即将崩塌 大声呼叫尹霜等人立马往后撤 可白雾来不及后退 直接摔了下去 哇哇哇哇哇 完蛋了 完蛋了 你这个家伙完全没有任何战斗能力 我们要摔死了 在危机关头 无久竟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伸出手掌大喊道 白雾快抓住我 于是两人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一同摔了下去 白雾晕倒在废墟之中 普雷尔之眼弹出信息 大敌当前 这家伙居然就这么躺着睡大觉 怎么这么心大 白雾这才缓缓起身 我低清哥呀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再这么睡下去 我们就可以直接投胎了 刚才要不是有无久这家伙来救你 估计我俩就直接摔成肉泥了 此时无久正在四周探索 我刚刚检查了下周围的情况 这里应该是最下层 和上层的结构都不同 整层全部被打通 除去建筑固有的承重柱之外 便没有布置 可以说是非常简陋 对了 你来看看这个 根据我的经验 这里至少有超过十种不同类型的恶毒 发生过战斗 但唯独墙壁上那有着数字附近 没有任何伤痕 仿佛是刻意回避一样 十二 我怀疑这里的怪异和十二这个数字 有着某种联系 不愧是队长 这么快就发现了滑点 这是一个认识里的家伙 他号称第十二号门徒 所以一直偏爱这个数字 白雾看完普雷尔之眼的备注 便陷入了沉思 十二号门徒嘛 门徒对应导师 也就是说有一名老师的人物存在 天花板结构不稳定 小心头点 于是白雾回头望向天花板 一块铁皮盒子突然从天花板上坠落 五九说道 是上层的东西掉下来了吗 这栋楼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结实 白雾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东西就是一扇门 负石七层 十二号 吞噬了十六层那个蜘蛛女 我已经可以用蛛丝操控他们 现在的我 不仅是最强大的完全体 还有了二十三个听话的奴骨 他们都是我的底牌 二十三张底牌 你能秒杀我吗 你能秒的了我 我当场把前往第三栋的钥匙吞掉 白雾暗暗偷笑 他连这么出名flag都敢 不用猜都知道战斗结尾 备注标明的并不是囚事的信息 而是住在这间囚事里的恶夺 当时的内心想的 十二号门徒 难不成是照片里的他吗 白雾闭上双眼 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从先前得到的日记来看 精神病院的事情发生在2026年 那时候人类应该还没有进入高塔 想来五九等人 也不清楚高塔时代之前的历史 很快在他脑海里模拟出一个场景 负一层 十二号 地狱的多数层级 既是监牢 也是竞技场 这里曾经住满了怪物 有一些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一些则是被城市里某个面具怪人送来 他们激烈的厮杀 最强大的怪物 才有资格前往下一层 白雾随手推开了门 厮杀 怪物 这座医院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介乎于高塔时代到来的前景 而这些门上的被主 更是印证了我的猜测 负三层 十二号 我吃掉了格罗 他的死亡欲感对我很有 即将前往第四层 希望能碰到有趣的家伙 白雾在脑海里模拟出一个场景 两边全是每一层的大门 负四层 十二号 我不会死的 我避开了欲感到的所有死亡 但这一层的食物 一点也不好吃 这些家伙甚至没有被我吃掉的价值 负六层 十二号 嘿嘿嘿 终于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对手 出于尊重 我以利亚会把他吃的一点不剩 负九层 十二号 我能够预感到 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主任也怕我 院长也怕我 但我很温顺 我会假装屈服他们 直到我吞噬了所有的怪物 负十层 十二号 我果然是最强的 负十三层 十二号 我离光明越来越远 但距离老师所说的真理越来越近 我就快要成为完全体 等到我出去 我会成为老师最强的兵器 把那座塔给劈开 负十四层 十二号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会输 他只是一个来自一栋的废物 怎么可能和本天才相比 我要吃了他 白雾沉吟了一下 发现转折就出现在负十四层 看来 第一栋十一层的小可怜 曾被转移到第二栋 医院试图制造一个究极怪物 而这个第十二门徒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十四层 结果连胜记录被临时 从第一栋转移过来的小可怜给终结了吗 第四栋的终极BOSS 曾经在第二栋打败了第二栋的十二门徒 真有意思 负十五层 十二号 一只手 两只手 三只手 四只手 五只手 六只手 七只手 八只手 好吧 数不到头 此处省略八千字 白雾猜测这是小可怜的攻击手段之一 变气化作手臂 这一层的墙壁和舱门都没有损坏 极有可能是战斗结束的太快 白雾呵呵一笑 看来这十二门徒应该是被打自闭的 这第二栋的小条皮鬼 此前有多狂妄 遇到了真正恐怖的对手后 就有多自闭 负十六层 十二号 所以不是我弱 只是我还没有吞噬到足够多的食物 十六层里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食材 有了这些家伙 我一定能够打败他 因为我的痛比在他之上 白雾心想着 这是一个被中二病折磨的小鬼 从文字内容上看 倒是很符合这小鬼癫狂的表情 结合刚刚第十七层十二号防门的背注来看 这可怜的第十二门徒再次败北在小可怜的手上 信心彻底崩塌了 再之后就是被留在这二栋 打败他的小可怜或许就被移动到更深处 所以不仅小可怜成为了他的心魔 挥之不去的阴影 他甚至还没能向老师好好展示自己 想到这里 白雾对五九说道 队长 十二的含义我彻底弄清楚了 这里的数字十二指的是第十二只高级变的恶狂 也就是我们刚刚遇到的那只蜘蛛 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那只恶狂就是照片里的少年最后的眼 这整座医院曾是研究并制造这种高级恶狂的场子 那些恶独在这里厮杀 故时 所以上层才会有那么多恶独的尸体 而第二栋只不过是用来筛选高级变恶独的禁忌压 五九追问下去 所以说这里曾经制造出十二只高级变的恶独吗 白雾回答道 是至少十二只 普雷尔之眼又弹出信息 不不不 应该说 以利亚所狂热崇拜的那位老师手底下 至少是有十二只高级变的恶独 而不是在这里 而且 那位老师貌似也在谋划着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五九有些担心 这就麻烦了 高级变恶独可不是王氏几人可以应对的 得想办法跟他们快些会合 去周围看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而此时在高处 某只高级变恶独正偷偷地打量着他们 五九立马感应到杀气在逐渐靠近 只见他把美度杀之灯递给白雾 然后将手按在刀鞘上 想不到这么快就追来了 看来会合的事情得往后延延了 在黑暗之中 无数只诡异的眼睛正偷偷窥视着两人 五九让白雾警戒周围 不要离我太近或者太远 美度杀之灯 你可以试试用它来封住恶独的动物 但是不要抱着太大希望 它的作用对高级恶独聊胜于无 这时普雷尔之眼谈出背主 美度杀之灯确实对这几个大家伙没啥做的 最多就是上的减速debuff罢 而且那几个恶独也不一般 甚至要说是恶独都有点不大准确 硬是要解释的话 算是曾经是恶独的东西 这时其中一只高级恶独的手掌开始硬化 举起铁拳即将砸向面前的五九和白雾 几乎在同时 五九拔刀一跃而起 瞬间将如同铁石般的手臂切成了无数碎块 不等恶独做出反应 五九立马动用了自己的天赋序列 急影 它的速度再次暴涨 只见空中交错着一道道剑王与残影 迅速把恶独切成渣子 这就是急影 通俗来说简直就像是能制造出分身一样的高速移动 虽说对手是高级恶独 但也称不上它的对手 对了 你可别因为没有情绪就可以看着小矮子单耍 这几个和杂鱼可不一样 看完普雷尔之眼的背主 白雾立马意识到 他们应该就是被第十二使徒吃掉的那些恶独 然后又发现他们断掉的肢体正在融化 现在他们不过是那个中二病的宝宝 或者说召唤兽 不过比起根据情绪波动反击 更像是只能简单脊椎反射的自动人物 毕竟他们连身体都本不应存在 只是由那家伙浮现出来的怪物 这时白雾正蹲在一旁研究恶独的断治 可普雷尔之眼却让他注意 在场的宝宝总共有三只哦 我建议你立即回避 看见被注的白雾立马往身后望去 此时一只通体幽绿的高级恶独突然发起偷袭 只见白雾提着美度杀枝灯往前奔逃 拉开了一些距离后 他又连忙举起美度杀枝灯照向恶独 可惜恶独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变弱 实话 无效 减粗 若 白雾见状连忙浮身 再次巧妙地躲开了恶独的袭击 可这时恶独却突然停止行动 只见他身上散发着淡淡光芒 稀有畸变磁条 危险感知 数秒后 五九当即挥刀劈来 但提前感知到危险的恶独却是往后一例 虽说躲开了五九的致命一刀 但身上还是被劈出了浅浅的裂痕 很快 受了伤的恶独如同惊弓之女 转眼就顿入了阴影之中 五九遗憾地说道 且 砍浅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可以躲藏在阴影之中的家伙 白雾说道 队长 大的那只就交给你了 这个我来想办法 五九不确定地问道 你确定吗 白雾却说 这家伙的应对方法我多少有些眉目 至于那边的大家伙 毕竟我手无寸体 那个我确实应付不来 这是一种拥有空间转移能力的高级恶独 他的胳膊会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漩涡 这时普雷尔之眼出现提示 上方出现覆盖性范围攻击 建议迅速回避 而五九也在此刻察觉到 但他也来不及多说废物 直接将白雾的衣领拎起 在那只高级恶舵的巨大拳头砸下之前 将他扔到了一旁的空地之上 白雾的脸色依旧死寂 原来空间转移还能这样用 又是一个麻烦的能力 与此同时 这只高级恶舵在自己身上连接发动空间转移 把所有的肢体都转移到五九的头顶进行攻击 可五九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壁直往恶舵本体冲去并躲开了所有攻击 下一刻 五九脚下猛踩 拔出长刀的同时在空中跃出三段点 朝着恶舵的头颅直冲而去 五九冷言道 少把你那垃圾一样的肉块到处乱扔 话音落下 五九的长刀刺了过去 可这只恶舵的身体却如同液体般分散 不久后 他又将身体缓缓地融合在一起 即便磁条 流行肉体 弱点 中心眼 这只空间内的恶舵信息出现在白雾的眼中 但现在更让他头疼的室内智慧前行的恶劣 一直在周围游洞不可现身 几分钟后 普雷尔只眼发出提示 警告 身后即将出现攻击判定 推荐侧身回避 白雾根据指示做出反应 但奇怪的是 为何他会一直针对着我 难不成自己身上有着某样东西会触发他的印记反射 冰冻 不愧是我的好拍打 反应很快嘛 于是白雾望向美度杀之灯 看来前行者会害怕的东西 根本没有第二个选项 你说的没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赢呢 看完普雷尔只眼的信息 白雾呵呵一笑 对着不远处的五九大声呼喊 队长 五九闻言后立马正了正 这时白雾将美度杀之灯直接扔了过去 他的弱点是眼睛 此话一出 五九立马心领神会 必到将扔过来的美度杀之灯盏 还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瞬间照亮了整片区域 黑暗短暂性的被光芒驱逐 白雾暗暗窃喜着 前行者最怕的东西就是光 而在这灯下最适合躲藏的地方 就是灯下黑 在十分钟前 王氏作为前锋 暂时扛下了巨大蜘蛛的爪击 而伤小乙和尹双则是同时 从巨大蜘蛛两侧发起进攻 可就在伤小乙以为 能够一剑将他拿下的时候 巨大蜘蛛的手臂 迅速展开坚硬的甲壳 轻而易举地挡下了伤小乙的奋力一击 紧接着他又从猪口中 喷射出一张巨大猪网 面对突发变古 影霜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条皮边从他腰间卷过来 并且将他从困局之中解救 林无柔淡淡说道 小心点 不要被蛛丝碰到 这时伤小乙吐槽道 林无柔 你又不救我 林无柔却说 一边去 你又不会有事 就在两人对话的瞬间 林无柔突然赶到后背发凉 巨大蜘蛛不知何时已绕到林无柔的身后 幸亏王氏及时奋身一跃再次挡下了爪击 顺势还打断了巨大蜘蛛的其中一根猪蛇 以利亚当即恼羞成怒 就凭你们几个 还想打败身为完全体的我 很快他背后的那条蛇一样的手 开始缓缓地蠕动着 下一刻 那根手臂竟然诡异地伸长去攻击十多米远的王氏 林无柔立马甩出长边 将那根手臂的另一段控制起来 紧接着伤小乙与引霜同事出击 瞬间把以利亚的手臂斩断 可众人还来不及兴奋 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撼 以利亚竟然在断掉的位置 重新生长出一根完整的手臂 只要给她片刻喘息的机会 她就能不断地再生 这是以利亚露出诡异的效果 并在下一刻将她身后的蜘蛛肚子打开 从里面瞬间发射出好几个奇怪的简状物 林无柔顿时冷汗直流 真该死 这种时候队长不在 这时奇怪的简状物开始缓缓破裂 竟然从里面拖出大量液体和几只长相丑陋的高级恶朵 众人瞬间呆滞在原地 面对的高级恶朵一下子多了整整三只 另一边 五九斩碎美肚杀之灯 短暂性照亮了整片区域 而在此刻被光芒触发应激反射的恶朵迅速无限 五九位于光芒的正中央 因此成为了她的首选袭击对象 只见五九的急影再次起动 她的速度在一瞬间得到暴涨 五九手起刀落 直接将这只会隐匿的恶朵斩杀 与此同时 五九又发现了这只会空间转移恶朵的弱点 就是这只眼睛吧 只是片刻 五九以极快的速度用刀狠狠扎进了恶朵的眼睛 古雷尔之眼忍不住吐槽白雾 你连小矮子都算紧 真够狠的 这时五九冷冷说道 白雾 刚才那下如果不是我的话 其他人可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 白雾却说 我知道 正因为那人是你 我才这么过来 五九挑开了话题 算了不说那些了 这几只恶朵的样子不太对劲 死亡之后连尸体都没有联系 白雾解释道 关于这里并不是完全化为基 这里还是留下了少量痕迹 这更像是蛛丝 这几只大概只是刚刚楼上的那只蜘蛛行恶朵的能力 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恶朵 五九说道 这下麻烦了 召唤物有这种强度 那本体就不是林无柔他们能应付的 我们应该赶快上去和他们会合 两人解决完恶朵后正商量着要和队伍会合 这时普雷尔之眼发来警告 六级恶朵在头顶上方迅速接近 与此同时 林无柔等人被众多高级恶朵追杀逃到了崩塌的地板边缘 而在下方的白雾缓缓抬头 闭脸平静地对着五九说道 他们来了 下一刻 四人突然从天而降 也把追杀他们的那四只高级恶朵也引了下来 另一边 五九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他的天赋序列急影再次启动 朝着林无柔和王室的方向冲去 林无柔立马心领神会 对准五九甩出皮鞭 紧接着又将他甩向在队伍最后跳下来的王室身上 只见五九踩在王室的手臂之上 并在一瞬间再次得到戒礼 朝着那四只高级恶朵直冲而去 此时五九缓缓拔出长刀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肉眼也只能看见几道残影在四只高级恶朵之间来回闪动 只是眨眼之间就把紧跟其后的高级恶朵斩成碎石残制 这天衣无缝的空中接力 这亲密无间的配合度 太帅了 结束之后 五九直接落在上层地板之上 他发现周围还散落着蛛丝 说明那几只恶朵也只是召唤我 这是一张极度恐怖的脸庞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你才是他们的老大呀 话音刚落 五九在一瞬间做出反应 立马转身并且朝着以利亚挥出一包 王室大声呐喊 队长小心 这家伙很巧 估计有五阶恶朵的实力 而以利亚更加兴奋 我就说他们实力怎么那么弱 甚至都配当我的玩具 但是你的实力很不错 可五九却是满脸平静 只见他大步猛踩地面 凭借一把寄灵长刀游走的蜘蛛的锯枕之间 最后在以利亚那惊骇的眼神之中 闭刀斩断了他的整条胳膊 胳膊断掉之后 大量紫色的血液喷涌而出 可他脸上不仅没有丝毫痛 反而还露出凝想 以利亚顺势抓住五九的后颈子 紧接着又狠狠将他甩到地板之上 击变磁条 斩铁 酸性腐蚀 蛛丝缠绕 剧毒渗透 肢体拉伸 反应迅疾 五九当即一口老血喷出 从未在白色区域吃过这么大的肥 很快以利亚断掉的胳膊开始迅速运动 稀有积电磁条 怪力 肢体再生 格挡 完美积电磁条 生死感应 有一说一 五九这家伙真的强啊 居然和以利亚打得有来有 不对 是站着上风 太强了 怎么样 这里要不要靠五九暴力控管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利用小矮子意外的手段杀死他 能够让这个自大又自卑的小条皮 掉落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天赋序 此时以利亚身下的猪爪 不断地被五九斩 而五九也在此刻被强大的力量所振退 看见队员上前搀扶 他只是冷冷说道 没事 你们不要靠近 说完便一步步继续往前走去 这时白雾往前走了两步 队长 等一下 接下来 由我来对付他吧 这个战斗力为零的男人 面对六级恶毒 居然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立马遭到队友破口大骂 逞什么英雄 你是要找死吗 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 队长五九也一把将他拦住 林无柔说的没错 全员战斗准备 白雾 你给我退后 可白雾却将五九的刀案了下去 队长 我自有分寸 请交给我处理吧 然后又扭头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稍后不要说话 尽可能装作漠然高冷的样子 具体可参考队长平日的表情 五九顿时感觉到 众多奇怪的目光聚焦过来 冷冷说道 你们在看什么 众人立马移开了目光 没没没没 没什么 白雾表示 反正你们在恶毒出手之前 切记不要出手 说完便一步步走向以利亚 他面对这种身体 像是各种怪物拼接起来的恶毒 也没有丝毫的负面情绪 以利亚宁笑着 你就是我接下来的对手吗 不过也无所谓了 你们谁来都是一样的 来自塔里的食物啊 说完便用巨大猪 找戳入白雾身边的空地 然后又迅速伸出 那根蛇一样的手臂 将没有丝毫站立的白雾紧紧缠住 可白雾却是诡异的笑笑 我的好孩子 我可不是来自塔里的 以利亚陡然睁大双眼 原本准备撕裂白雾的手臂忽然停住 白雾的笑容很温和 你不记得了吗 你是我最宝贵的完全体 伟大的艺术品 也是我所有孩子里 最听话的一个 以利亚 此话一出 以利亚下意识松开了那蛇一样的手臂 而那几根猪爪也同时往后收了回来 以利亚紫色的瞳孔里涌现出困惑与惊疑 言语僵硬地说着 你是 老师 不可能 以利亚死死地盯着白雾 想要从对方的眼睛里找到实物该有的情绪 白雾呵呵一笑 开玩笑的 别当真 你只是一件失败品 以利亚作为顶级恶毒 面对这个男人却没有感觉到他内心的一丝一毫经过 以利亚感到脑袋仿佛要炸了一遍 你不是老师 不可能是老师 如果老师还活着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了都不来看我 此时众人躲在后方更是一头雾水 怎么白雾简单的两句话就可以让那只恶朵精神崩溃 无酒也完全看不懂 也许是白雾在之前的案件屋内掌握到了什么信息 不过 这股浓浓的幕后黑手机试感 又是什么回事 白雾拍了拍戈在一旁的朱者 语气中还夹杂着一些失望 可怜啊 你以为我死了才不会来看 或许我是应该来看看 这样就能提醒我自己 我比医院的人更失败 他们创造了一件相对完好的半成品 而你 则是一件比半成品还不如的失败品 这是一种身体由各种怪物拼接起来的六级机变恶毒 可如今面对一个战斗力为零的男人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白雾根据收集回来的情报扮演成他的老师 以利亚 我无法忍受在我完美的生涯里 有你这样的污点 这些话似乎刺痛了以利亚的内心深处 他更是由精益变成了惶恐 他试图为自己解释着 不是这样的 我才是 我才是老师您最完美的作品 白雾咪了咪眼 显然攻心已经完成 古雷尔直言吐槽道 专门针对别人痛楚不断扑 你的性格真够恶劣的呀 白雾从以利亚身上跳了下来 一边往回走一边说道 知道我把你放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这里有着能够打磨你的物品 只是你 太让我失望了 这时白雾故意回头瞪了他一眼 你害怕面对第四洞的那个小丫头 所以在最后 也只能由我来亲自收拾餐局 你不仅是个废物 还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另一边 商小一小声对着林无柔说道 那个 我说这个白色区域 白雾那小子真的是第一次来吗 怎么感觉他对这个恶多的了解成的 就像是看穿内 灵无柔顿势感到脑子不够用 你先别说了 信息量太大了 让我缓缓 白雾继续刺激以利亚 在这段时间里 你承认了失败让我难以承受 至今那座塔仍然毅力 我创造了许多和你一样的孩子 但他们每一个都比你优秀 还圆满地完成了我的任务 12号啊12号 只是你 永远都是我的污点 以利亚竟然抱头痛哭了起来 对不起 老师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是失败笛 我不是 普雷尔之眼弹出对话狂 这下好了 这孩子内心算是彻底被你弄崩溃 可怜的小家伙 不过 我很好奇 你怎么能这么精准地模仿出 所谓老师的性格和口吻 我们明明没有任何关于老师的信息 白雾内心暗闹 我只是模仿我父亲吧 我从之前门上的备注分析出来 狂妄 自卑 忠权 缺爱 全是以利亚的个性标签 还有第九层的备注和第十三层的备注 以利亚提到了院方和老师 这个孩子只是假装服从院方 而对老师却是极度疯狂崇拜 直言想要成为老师的兵器 由此可以推理出 这座医院里的恶毒 分为两个阵营 一方是第九精神病院院方 另一方 则是以利亚的神秘老师 他让以利亚来到这里 是因为以利亚体内有着某种能力 可以靠劣势其他恶毒 变得更强大 所以那位神秘老师的目的 到达进化的目的 只是很可惜 院方制造出了一个更可怕的怪物 那便是来自一栋十一楼的小可 并且连续三次以吊打的方式 击溃了以利亚 极度自卑的以利亚 自暴自弃 接受了自己失败者的深感 而且我也有预感 届时一定会在某个区域 与以利亚的老师交手 这才是一个真正邪恶的存在 想到这里 白雾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 以利亚认的这把梳子 当场惊呼大叫 老师 你真的将它解决了吗 白雾摆出一副慈祥的面容 我那天依无缝的完全体计划 最后竟然因为你而遗憾中间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你 所以我决定来寻找你了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再次失望的 这让以利亚迫切地 想要回报老师的信任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老师 我一定会完成您的任务 白雾顺势化了的大笔 想要制造完全体 必须要有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知道陈列在博物馆的艺术品 一半的价值来自于工艺 一半的价值来自于 它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后者能够让其永恒 所以我也想要赋予你这样的永恒 它们变成了你的一部分 让你越发接近完全体 我希望你也能变成我的一部分 彻底地和我在一起 你的躯体会在我这里得到永恒 但在这之前 它需要脱离你的意志 以利亚不断点头表示自己绝对忠诚 好 老师 你要我怎么做 这时白雾轻声地在她耳边给出了指示 很快以利亚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僵硬 这是一种身体由各种怪物 拼接起来的六级疾变恶毒 可如今面对一个战斗力为零的男人 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原来男人伪装成她的老师 并让其进行自杀 在她虔诚的目光之下 只见白雾缓缓站了起来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而此时以利亚也将身体收缩了回去 随后她那诡异的身体开始咕噜作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即将破体而出 下一刻 四肢巨大的手臂突然从以利亚的背骨伸出 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癫狂大笑 最后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之下 硬生生地用那四肢巨大手臂将自己的身体贯穿 过了半分钟 众人那精掉的下巴仍然合不上 无法相信以利亚居然自杀了 而在白雾的这边 普雷尔之眼弹出对话框 成功击杀以利亚 获得天赋序列76 饕天 能通过吞噬对手 获得对手的部分特性 另外告诉你 要是在恶朵的肚子 得将她取出来 才能前往第三栋 林无柔立马询问白雾 喂喂喂 等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为什么要自杀 而你口中的完全体计划是什么 老师又是谁 吴久也很想知道 任何对话的展开 都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撑 你又是从何时得到的数据支撑 白雾没办法解释普雷尔之眼的背主 因为也不打算去变 她摇了摇头说道 我前面说过 我只说一次 以后我的话 选择相信就好 不要去追问原因了 王氏呵呵大笑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恶朵自杀 还蛮新鲜的 商小已发出疑问 是因为以前我们遇到的恶朵 这是七百年来无数次出塔调查的教训 白雾中断了话题 回头指了指 王哥 要是在恶朵肚子 这活我看了一拳 只有你适合去做 王氏立马将林无柔推了上去 不不不 白雾你出来诈道不清楚 这活他更适合 只见林无柔冷哼一声 立马从腰间脱下一共 十一把尺寸不一的刀具 立马用来肢解的刀 肢解是一门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有个电锯就行 除非你喜欢血浆喷射 这排刀具 能够让你像吃法师料理一样 精致的肢解尸体 不过小娘炮很倒霉 这排刀至今没有寄灵 说回正题 一把可以进入下一关的钥匙 你一定很好奇这个世界的门 难道一定要用钥匙才能进吗 你动动脑筋 将会得到答案 友情提示 这座医院里发生的事情 是在高塔时代到来前的 原来在高塔时代到来前 这家医院还是医院 但现在 医院只是塔外的一处场景 而无久也曾说过场景是不可被破坏 看来塔外的世界 被某种强大的规则限制 所以城市过去700年 依旧会有设施完好 下水道依旧能运作 所以这栋医院过去了700年 里头的恶朵依旧无法摧毁它 所以塔外世界的门 恐怕一部分也是无法强行进一 必须得找到钥匙 这是林无柔擦拭着刀具 好了 终于切完了 只见所有以利亚身上的零件 摆放的整整齐齐 五脏六腑 还有背后的几只手臂 然后他递出钥匙 钥匙我取出来了 我们可以走了 很快众人经过二号医用楼的空中走廊 白雾想起刘牧曾说过的那个故事 序列75的拥有者 被带去了第六层后 就杳无音许 而我刚刚获得的饕铁排在76 体内还有一个序列24的普雷尔之眼 不过暂时还是别告诉任何人会比较好 五九突然停下脚步 他回头望向白雾 怎么了 白雾 在想什么呢 白雾随口找了个借口 我只是在想 这些恶朵为何都不选择离开这栋梦 我们既然能随意进来 那么恶朵们出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五九说道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 至少目前的出塔文献 没有提到过恶朵大规模从某个区域迁徙去另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暂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束缚 白雾有些明白了 束缚吗 这倒是能解释为何以利亚不离开 所以场景不可被破坏 场景里的生物也无法轻易转换场景了 五九继续说道 但这种束缚既然没有找到支撑它的缘 就不能将其看作铁鱼 在塔外调查 依旧要保持高度戒比 这时伤小已认真地感应了一分 他发现整个第三栋 好像也没有恶朵可以直接吐露 五九没有急着行动 他尝试询问白雾的意见 你的看法呢 白雾望着第三栋入口 之前的推断得到了验证 酒院的四栋楼里 只有这一栋是人住的地方 不过人都已经死光了 他们留下了很多无趣的记录 但我得提醒你 小可怜已经开始注意你 他在第三栋里又留了一些小秘体 你已经拿到了一个序列 可以选择适时离开 这样起码不会死 诱惑着 你打算继续深入 别选这个 备注括号里的内容 白雾就当是调卡 有五九在 总不至于无法脱身 于是他开口说道 开门吧 林无柔拿着钥匙 打开了第三栋的入口 林无柔拿着钥匙 打开了第三栋的大门 在空中走廊的笔端 立着一块牌子 写着禁止进入 白雾原以为这块牌子有什么玄机 便观望了一下 结果备注内容并没有是什么价值 你看 我说了别选这个吧 这里写着禁止进入四个字 作为一个守规矩 懂礼貌的成年人 我相信你会遵守规则 白雾可不管 直接走了进去 既然是人住的楼层 第三栋自然就有电梯了 他们绕过长长的走廊和用餐区 最后来到了电梯口 备注又弹了出来 小可怜留给你的第一个选择来了 这栋楼里充满了他的怨气 千万别以为是第一栋的小打小闹 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 先前往第三层 之后就得看你自己了 另外看好你的小伙伴们 这一层迷路的话 可就回不去了 白雾看着备注的警告 来了兴趣 五九的实力不至于无法脱身 但所未回去 就得使用返回轮盘 如果没有这一步动作 自然就回不去 现在小可怜在第四栋无法脱身 我大概能猜到他的手段 随后白雾直接按了电梯的三层 林无柔发出疑问 为什么去第三层 白雾表示 线索在这一层 五九开始怀疑 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来过 这不是推理能够得出的结论 我需要一个解释 白雾也早就有预料到 自己后面或许还会因为备注 做出一些其他人 无法理解的选择与举动 我不太喜欢解释 但既然队长诚心诚意地发文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告诉你 第一栋十一层的时候 你们听到了恶朵的呼唤 导致情绪波动招来了他的怨念 而我便去寻找源头 进入了角落的那间屋子 五九继续追问 果然是那间房子 为什么你会认为那间房子是源头 白雾指了指望表 或许是我的情绪波动很低 我听到的声音和你们不一样 此话一出 全员立马瞪大双眼 五九皱了皱眉 那间屋子里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白雾立马竖起三根手指说道 一个三选二的选择体 钥匙 档案 梳子 乐多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出现 让我必须从三样东西里选择两种 我选了档案和梳子 林无柔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选钥匙 还有为什么不能都选 白雾继续半真半假的编道 没办法 因为选择了其中两样 剩下的物品都会消失 之所以没有选择钥匙 那是因为钥匙对应的失所 塔外所折的东西 无论好坏 都有风险 五九神情越发凝重 所以你之后获知的情报 都是这个档案上记录的吗 白雾回答道 不错 档案里记载着写作事情 比如第二栋的种种固执 以及第三栋的一些攻略 之所以我能和那个 叫以利亚的恶朵展开对方 是因为我从档案中 获知了她的资料 五九询问档案在哪 白雾淡淡说道 消失了 林无柔激动了起来 等等等一下 你进去了没多久 档案里的东西 你全都记住了没 白雾呵呵一笑 记住了 没记错的话 我们对算是调查团的精锐吧 过目不忘 难道不是我们这个小组的 标准操作吗 林无柔顿时无语 缺起来说 是整组成员集体沉默 在废弃医院的第三层内 墙壁上到处可以看到 诡异的血色纹目 五九站在电梯口询问道 档案里还写着什么 白雾回答道 线索在第三层 先从第三层开始找 跟紧我 千万不要掉队 五九瞄了他一眼 这就没了吗 白雾表示 当然还有 但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会再说 另外 一个无死角的队伍 就应该每个人 都有各自的定位 大家各司其职 我的定位是眼睛 也就是观察者 所以请不要质疑我的话 凡是要一个解释的习惯很好 但不是用在彼此 交托性命的队伍 而且省却质疑 能够提升团队效率 就在众人刚走出电梯口 必把轻柔的声音 在影霜耳边飘泊 你来找我了呀 我在外面 你来找我呀 姐姐 我好想你呀 这声音就像带着某种蛊惑 仿佛有个许久 不曾见过的妹妹 在呼喊着她 只见影霜立马转过身子 却发现背后什么都没有 她的情绪产生的波动 以为是错觉又转了回去 可再次转回去的时候 却让她冷汗滞流 自己似乎迷失在一个 长长的走廊之上 四处张望 也都看不到队友们的声音 很快地面上 开始渗出黑色的气体 随之而来的 还有那把轻柔的声音 姐姐 你来陪我玩了吗 影霜想要逃跑 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 就连呼吸也都被屏蔽了 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过来 拍了拍她的肩膀 影霜瞬间从茫然中清醒过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出气 她神情有些恍惚 对 队长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吴九说道 影霜 没有声音 你深呼吸压下你的情绪 然后对着所有人说道 大家听到任何声音的 第一瞬间立马出声 或许是某种精神攻击 而此时王氏和林无柔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攻击 白雾说道 队长说的没错 这里靠近恶惚的老巢 不会只是第一动的手臂袭击 他的攻击会更加多样化 另外 这前面虽然是档案室 但是里面的档案千万别翻越 否则会被直接拉进病人的记忆 感受着病人的遭遇 王氏四处张望 所以说最危险的还是这一动 要是没有白雾之前看到的信息 我们直接翻越这些档案的话 这时普雷尔之眼谈出背主 这里陈列着许许多多恶惚的实验 但最好不要轻易打开它们 因为小可怜对这些输家的点料 翻越档案 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实验体们遭受的痛楚 不久询问道 这些档案有阅读的价值吗 白雾回答道 这也是历史的一步 虽然是微观上的 但这家医院研究的是恶惚 哪怕里头没有记载恶惚的情 也能够通过这些变态的实验记录 找到一些关于恶惚特性的研究结果 听到这里 伤小已发出疑问 那怎么办 档案告诉你线索在第三层 可线索却没办法阅读 壁旁的林无柔笑了笑 只能是胆子最大 最没心没肥 最没脾气的人去翻越这些病例 这儿不是有个人 刚刚吹着自己的腕表是灵爱着吗 白雾淡淡说道 你们就站在原地 不要随意走动 接下来我会开始阅读档案 听到任何声音 注意防备 也尽可能保持镇定 这是一本记录着 一变成恶惚的档案 翻越后会身临其境 感受着成为实验体的痛苦 白雾开始阅读 在2025年4月7日 丁九和以六的血清交换实验 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和刘医生决定私下寻求帮助 第一段没来得及读完 白雾就已经陷入了幻觉之中 周围的场景也开始变化 尽管院长明令规定 不能够去找那个人帮忙 但我们都知道 他对恶多的研究远在我们之上 不过在这之前 我至少要让丁九变得强大一些 让那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此时白雾发现自己摊在病床上 而眼前的一位医生 似乎正在配置着某种事情 然后他发现自己并不能动 同时身体忽冷忽热 原来这里就是档案记录里 实验体的记忆 只可惜自己无法共情 恶多当时的情绪 这样一来 能够获取的信息也很有限 很快眼前的场景又变了 在他被那名医生注射了 更高等级恶多的血清后两天 2025年4月9日 我很想在见到那个人之前 用我自己总结的公式 让丁九能够拥有饼刺的嗅觉 但该死的 丁四的血清 竟然让丁九长出了饼天 我所有的结论都是错误 错误的 恶多的积变 根本没有规律 根本不可操控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变成恶多 也无从得知 阅读完这一段字 恶多的记忆又开始浮现 这一次 白无看到自己 因为长出饼天而愤怒 恐惧 还一片片地拔掉自己的饼天 他试图劝阻了一下 别拔了 长出饼天又不是什么 无法接受的事情 但显然这些安慰并没有用 对方仍然还是继续 拔着手上的饼天 因为阅读者 只是处在饼天主人的记忆 感受与对方一样的痛苦 但并不能与回忆里的人交流 而另一边 现实中的白无已经待至许久 尽管来回几个巴掌 也无法将其唤醒 王氏立马对着五九说道 他确实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林无柔有些好奇 队长 这新人还挺有意思 你从哪里倒来的 五九淡淡地说道 你们还记得之前 奴隶生存赌局的那个案件吗 林无柔回答道 生存赌局 你是说上次审讯组调查的 权贵们私下开的那个 五九说道 是的 而白无就是那名 生存赌局中的奴隶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错误 五九继续说道 那是白无第一次前往塔外 这次是他第二次前往塔外 第一次他在蓝色区域 单独生存接近两小时 而且还是吉温区 王氏瞪大了双眼 吉温区 第一次就能生存两小时吗 五九皱了皱眉 不止如此 庄家为了让白无尽快死 让赌局看起来有趣 甚至还派出了杀手 前往那个区域暗杀他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杀手被白无的语言 煽动出了情绪 让附近的恶垛 嗅到了气味 并将其杀死 最后白无夺走了 杀手的放回轮台 回到高塔 由此才被我找到 林无柔瞬间汗眼 等会儿 恶垛杀死赌局杀手之前 没有感应到这小子吗 那可是吉温区啊 和这个破医院可不一样 正常又怎么会 尹霜突然开口 能在那种环境下 生存并保持绝对镇静 白无应该是缺乏某些情绪 这应该会是最合理的解释 尹霜认为白无应该是 缺乏某些情绪 这是目前最合适的解释 林无柔才不管这么多 只要不是反社会 在咱们这 这小子就是一把戾气 王室有些疑惑 所以贵族没有来找麻烦吗 队长你是怎么知道 他的返回位置 第四层的赌局 我记得查了很久 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队长无久解释道 当时有一个女人 打了电话 告诉了我一些事情 让我赶在赌装的人之前 将白无救下来 众人十分好奇 哪个女人 无久继续说道 这件事还在查 暂时没有眉目 只能确定女人 来自第三四层 至少是个贵族 返回高塔后 我会问问白无 与此同时 白无正好脱离了幻想 他的意识也随之归来 他发现队里的人 都在议论着自己 于是不动声色的旁听下去 无久认真的说道 如果仅仅是情绪缺失 不足以在急温区生存 能够合理利用周围的环境 找出对自己 最有利的作战方法 这才是我看中他的地方 商小已非常赞同 是的是的 我能感觉出来 白无和我一样 似乎对恶舵比较感兴趣 林无柔立马反驳 不是的 你纯粹是个杀佩 自己想着杀戮吧 而且还用兴奋来压制恐惧 而白无那种 是根本感觉不到恐惧 只是纯粹的感兴趣 王氏发出疑问 所以会有可能 忽然某一天 有个贵妇来问我们要人 到时候咋办了 伍九的语气 还是那副云淡风轻 我的人 谁也抢不走 白无偷听完他们的对话 顿时嘴角微微上扬 古雷尔之眼弹出背着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可真坏心眼 明明醒了 还在偷听呢 这群队友虽然都不怎么正常 但鬼胎也有怪胎的可爱 大约过了三十秒 白无这才将手中的病例合上 然后脸色如常地询问伍九 队长 时间过去多久了 伍九回答道 四十分钟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白无说到 有一点发现 但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信息 还没有找到关键的破绝信息 我会继续翻阅 你们再等等吧 说着说着 又往书架上拿出了一本本病例 当白无翻开病例 幻象再次袭来 但白无还是老样的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2027年2月6日 新春佳节 甲三的螺旋手臂改造计划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接下来便是将其投入到实验中 城市外围的那些怪物 变异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如果那个人的说法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年时间 这个世界就会彻底被怪物统治 可那座塔呢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所说的塔 男人只是随手打开了一本医院的病例 就立马陷入了恶朵的记忆之中 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着恶朵的痛苦 而这所医院病例最早提到的时间是2023年 是属于高塔的前时代 此时城市内外都出现了恶朵 而这所医院想研究出可操控机变的方向 并且可以控制的恶朵 再有就是好几封病例里提到 一个神秘人的存在 这个人似乎有着无比渊博的知识 为医院的人解答了不少医护 这难道是以利亚的老师吗 当时高塔还尚未出现 但是前面以利亚却提到了他 由此可见 两座塔的确不是同一座塔 如今宫人们生存的高塔极为巨大 又怎么可能凭空出现 那恶朵到底是如何来的 人们又是如何到塔内的 这一切仍然是未知 这篇病例显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去看下一篇吧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轻巧的脚步声 他的头虽然无法扭动 但大概也能猜测到 这是第四栋的小可怜现身 白雾想要退出恶朵的记忆 但发现自己却做不到 我被盯上了吗 而且现在 我浑身无法动态 女孩突然问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的声音很清澈 为什么没有灵片的人 会不配找女朋友啊 白雾迟疑了片刻 笑着说道 我随口编的 我只是觉得 他没必要因为长出灵片而感到恐慌难度 可小可怜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在撒谎 白雾很淡定 在这么一个任你宰割的环境 我有撒谎的必要 我叫白雾 你呢 小可怜没有回应 他只是重复了刚才的话 语气还有些愤怒 你在撒谎 白雾丝毫不慌 恶朵虽然是性格极端的存在 但他们之前都是人类 所有情绪的产生 都有自由逻辑 我必须要找到他愤怒的原因 或许我需要暂时压撒心一下 我没有撒谎 虽然并不符合医生的期望 但若面对危险 灵片或许能够让他比别人活得更久 变得丑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么至少 不要让自己成为弱小的医生 白雾内心暗倒 要找到小可怜愤怒的原因 那么我必须带入小可怜 他是一个人类频繁折磨 最终怨气滔天 变成恶垛的小女孩 我不能被这种没有危险的气质骗 他说不定是队长 都得要全力应对的超级恶垛 在第三栋的陈列室 这些病例之所以会直接带入记忆 是因为他想让后来查阅病例的人 感受到实验体们遭受的痛 白雾隐隐找到了破局方向 还不等小可怜说话 他开始主动攻略 你给我留了一道选择题 钥匙 档案 梳子 我选择了最后一个 但其实梳子本就不存在 对不对 白雾的话音落下 记忆里的画面忽然间开始扭曲 与此同时 在现实中的整个医院 也同样有了轻微的挣扎 不久更是又惊又喜 是白雾 看来白雾找到关键了 在幻象之中 小可怜开始缓步走向白雾 为什么你会选梳子 白雾撒了一个我 只是直觉 钥匙或许是那件 关着你的笼子的钥匙 档案则记载着医院的人 对你做过的那些残忍的事情 他们都会带来不好的回忆 当然也不全是排除法 梳子不是刑局 材质也无法伤到你 满地的针管 墙上的摄像头 坚固的牢笼与锁链 而梳子在这里头 就显得格格不入 相比起来 他的存在太温柔了些 也许他本就不存在于那间屋子 也许你很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你最爱的人 他温柔地给你梳着头 轻声地跟你说着话 小心翼翼地呵护你 疼爱你 他本是奶奶眼中活泼又乖巧的小孙女 可如今却被医院里的人 抓去做人体实验 成为人人望而生畏的终极怪物 男主白雾翻阅档案 并且进入了实验体的记忆当中 在里面他遇到了小女孩 他试图把自己带入小可怜的内心 人在遇到不可避免 一无法反抗的事情时 就会去回想那些记忆里 还算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在想 也许这象征着你的一个执念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我能够从之前的病历里感受到 那一定是非人的折磨 那个时候你一定很绝望 你怀念着那个给你梳头发的 但他没有出现 这栋医院里也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只有怪物 可比怪物更残忍的人类 小可怜打断了他 还是那句话 但语气明显变了 你在撒谎 白雾淡淡地说 撒谎吗 你认为我只是想活下来 我本能是恐惧你的 你认为方才说的那一切 都是编的吗 人类对待恶多的态度 不可能是我这样的 我不害怕 也不讨厌你 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不是为了杀死 只是为了调查过去 发生过的一些事件真相 你可以感受到 我没有任何的恐惧 听到这里 小可怜有些诧异 这个人类就像是 知道自己的想法一样 白雾继续说着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人类住进了塔 塔外对我们来说难以生存 而不久前 我也被人扔出过塔外 那里的温度一度达到了70度 我险些死去 或许我要是死了 就跟你一样了 如果认为我和其他人一样 要杀我 我也无法反抗 但至少请让我死得明白些 我叫白雾 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 话音落下 眼前的小可怜变成一个 十五六岁的少女 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红英 白雾暗暗窃喜 她开始渐渐相信我 至少不会立刻杀死我 只是在她脖子处 居然有着和以利亚类似的咒误 白雾忍不住发问 你脖子上的咒纹 是怎么回事 我在第二栋 见到了有同样咒纹的人 红英诡异地看着她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杀她吗 也想知道其他人到底怎么了 是吗 白雾点了点头 这栋医院的谜局太多 直到现在 她已经找出了四个名面 但一个谜底都还没有 红英似乎有些失望 你会害怕我呢 我会证明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是在骗我 你不害怕我 只是因为你没有看见真正的我 白雾很清楚 真正的重头戏肯定是红英自己的记忆 不过无法共情的她也十分好奇 那就来验证验证吧 如果你是对的 那我也死不足惜不是吗 此时在红英眼里再次闪过的一火 随后她决定让白雾进入自己的记忆深处 周围的景象也在一瞬间扭曲起来 在白雾的目光之下 那片黑暗逐渐覆盖了她眼前的画面 男人出现在废弃医院的一栋11楼 她看着地上凌乱的针管 这些冰冷冷的东西都散发着小可怜的气息 桌子上摆放着的东西变了 档案要是梳子都没有了 只有一本病例 而档案和病例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不过也算是有所收获 看来四个谜题里 关于小可怜的部分 其谜底或许就在里面 可当她打开病例的这一刻起 里面顿时涌现出无数的冤魂和哀嚎 无数破碎的画面呈现在白雾脑海里 听觉里的声音都充满了割裂感 9月25日 乔叔叔又在发出痛苦的喊叫 我对医生说 不要折磨乔叔叔 医生问我 乔叔叔是谁 我这才想起来 乔叔叔谁也不是 对于他们而言 乔叔叔的名字早就不存在了 他现在被叫做遗物 他开始向我求救 今天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第二栋第三层的病原失控 彻底变成了恶朵 恶朵 原来乔叔叔现在连一五这个名字也没有 被称为了恶朵 很快我的手上长出了一块黑板 额头上出现了一条细微的裂缝 医生不知道原因 我也不知道原因 我只是有些难过 乔叔叔走了呀 他再也没办法跟我讲他女儿的故事 10月4日 我又见到了小安 他蜷缩在角落里 那间我为他准备的黑色的屋子 我曾经答应过他 要给他留一件彩色的屋子 但我渐渐的快要忘记 我的世界好像只有三种颜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小安告诉我 他的骨头像是尖刺一样刺破了他的身体 他现在也是一个怪物 我看不见那个样子的小安 我多想告诉他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姐姐会保护你的 10月5日 我终于又见到了小安 可小安是来跟我道别的 他请求我带他走 他在黑色的屋子 带着明媚的笑容 我好难过好难过 我开始不断的流泪 医生觉得我有些烦 于是给我打了镇定剂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听到了医生的谈话 丁十一变成了恶毒 彻底丧失了人类的理智 而我手臂上的黑斑又变大了一额 额头上又多出了一道裂缝 10月14号 咕噜也不想再继续待下去 就算是和我见面 他也已经没办法说出自己的话 他每天都要和来自上面的恶毒厮杀 每次见到咕噜 他身上都会有新的伤口 我可怜的咕噜 让我带你走吧 只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不过我会很想你的 10月15日 医生们开始慌乱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知道他在第二栋 是所有人里最厉害 我好想咕噜 他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了 现在我手上的黑斑还在扩散 半个手臂已经变成了黑死 我的额头疼得不行 好像即将要长出一只眼睛 看来医院里那些 原本扮人类扮恶毒的实验体 正在大规模的变为没有理智 单纯被欲望支配的恶毒 然而这一切竟然都和红鹰有关 每一个实验体 在变成纯粹的恶毒前 似乎都会在梦境里见到他 缺起来说 是他们早就认识了红鹰 他在梦境里 利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些实验体 制造了一个避难所 也是实验体们可怜生活里唯一的进度 但红鹰所能做的 终究有限 他带来的慰藉 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活下去 绝望的生活仿佛会无穷无尽的持续 这些实验体们大多开始放弃 这个时候 红鹰便会带走他们 所谓带走 便是吸收他们的怨念 承受他们的痛苦 代价则是 实验体会彻底地失去自己的意志 密密麻麻的病例 都是红鹰记录下来的所有实验体 放弃生命前的痛苦 他在铭记他们 8月9日 我不敢看镜子 因为我已经变成了全身长满了眼睛的黑色怪物 我不后悔的 我只是想要保护大家 但是 我好像也要撑不下去 谁来带我回家呢 恶多开始暴走 我就快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了吗 我的头发已经掉光了 虽然无数次哀求过医生 像外婆一样给我梳头 但是医生都不搭理我 他们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看一个怪物 我是怪物 一个没有人喜欢的怪物 8月10日 谁都无法离开 我脑海里无数的声音都在怒吼着 让我把这片空间锁死 让我杀死他们 我是怪物 我们都是怪物 那制造我们的 又是什么 8月11日 医生们在不断地求救 医院外格外的喧嚣 只是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不出去 而笼子与锁链再也困不住我 我要去找他们玩 我可想和医生们玩游戏了 以前我最爱和外婆玩捉迷藏 现在他们都躲起来了 真好 我第一次感觉到和医生们有个默契 来找我玩呀 来找我玩呀 8月15日 我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所有见到我的人 都在颤抖着哭泣 呲吼 他们哀嚎的时候 身体会散发出异样的香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吃了他们的 8月16日 我又见到了以利亚 她真厉害 虽然每次都输给了我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 她不想我带她走 她在等她的老师 为了再见到老师 她告诉我 就算在残酷的环境 她也能熬下去 我好羡慕以利亚 我也好像有个人在外面等着我 只有外婆是爱我 但我知道 外婆早就走了 我希望以利亚能够等下去 我赐予了她我的一部分力量 虽然她是那么抗拒 好像是因为我 她的老师才不要她 对不起啊以利亚 对不起啊 8月20日 越来越多医生 因为绝望 身上散发的香气越发浓烈 他们有的人在死去 有的人正在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我应该去吃掉他们 我脑海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嘶吼 乔叔叔 小安 咕噜 他们都在咆哮着 因为我是一个丑陋的怪物 是的 所有人都讨厌我这样的怪物 但是我不讨厌你们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 越来越多日志 以记忆的方式 灌注在白雾的脑海里 她现在明白 为什么被注称红英为小可怜了 这个可怜的孩子 承受了所有人的怨念 痛苦 单独的痛苦与怨念 足以让一个正常心智的人类 因为浓烈负面情绪恶多化 而整个第九月 所有的实验体加在一起 会造就何等恐怖的怪物 再往后面的日志 红英已经开始神志错乱 即便即便到了这种地步 她依旧如同一个善良的孩童 面对曾经折磨过她的医生们 红英的主观意愿 仍旧是不想杀死她 可惜这个地方 普雷尔之眼没办法使用 这时普雷尔之眼谈出辈主 嗨 亲爱的 有没有想人家 哎呀可憋死我了 这小可怜的一年压制太强 我再过一会儿又会消失 你最好趁现在多观察点东西 那么现在开始倒计时 白雾没有犹豫 凝视着已经彻底变为 不可名状恶多的红英 九级恶多 鸡变词条 精神历程十二 稀有鸡变词条 怨气结界 怨气化形 完美鸡变词条 超怨气化形 恭喜你看到了小可怜的本体 我没办法给你解释 九级恶多是什么概念 尤其你已经在她的攻击范围里 不要想着打赢她 她和小矮子一样 都是偏科型选手 但我可以给你三个建议 跪铁 跪铁 或者跪铁 很快普雷尔之眼的效力消失 眼里的对话框也瞬间被抹去 与此同时 在真实的世界之中 白无一直进入一种入定状态 已经很久 林无柔有些急躁 这都过去多久了 这小子怎么回事 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五九看了看时间 说道 你们最好调整下情绪 距离出她满四小时 还差一分钟 众人顿时一惊 随即都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塔外每过四个小时 都会附加一些奇怪的负面属性 因为这个世界在排斥人类 短暂的一分钟很快过去 引双腿跟灌了牵一样 她抬了几次脚 试图在最短时间适应 塔外阻碍刺条 吃缓 而王氏则感觉到 手臂脱力 力气有些使不上 塔外阻碍刺条 攻击力削减 林无柔就比较严重 就像那些倒点了 就上好抑郁的网易云选手 她心里渐渐泛起了悲伤 我的悲伤逆流成何 塔外阻碍刺条 消极思维 最惨的伤小影 眼里的所有景象直接消失 任何事物都无法看见 塔外阻碍刺条 致盲 五九皱起眉头 悲痛和致盲 大多是第三天 乃至第四天才出现 她俩运气也太差了 而五九所承受的 塔外阻碍刺条 叫邪恶狂热 能够加强周围恶垛的攻击速度 对于她而言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正自己能够轻松解决 随后她又吩咐 林无柔和伤小影先返回高塔 林无柔很难过 加上消极思维 更是越发难过 队长 我一个老队员 却比新队员更先退场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些 现在想想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就像是冰冷的潮水将我淹没 生而未然 我很抱歉 我不如就这样去了吧 五九也是很无奈 一个队员失了名还好 一个却是失了智 伤小已立马打断了消极状态 无病呻吟的林无柔 队长 保重啊 我和林前辈先回去了 说完便启动了返回轮盘 很快一团光束将两人带走 这时王氏开口询问 队长 我们还能承受住 但白雾怎么办 丙霜也担忧起来 他现在就处在那 没人知道他现在承受的词条是什么 就在这时 档案室内陡然间出现了不少怨气 那些曾经聚集在第二栋的恶多 以怨气的形态 再次来到了这座医院 五九立马下达命令 所有人向白雾靠拢 准备战斗 显然红阴的猛烈攻势已经展开 尤其在五九身上的邪恶狂热影响下 这些怨气 你太出的怪物速度更为迅迹 那些曾经聚集在第二栋的恶多 以怨气的形态 再次来到了这座医院 那个嘴巴变成蚊子口气的恶多 再次出现并冲向了王氏 王氏虽然双臂力量减弱 可肉区依旧坚硬强悍 随手一拳就将其击飞 可当他仔细一看 发现眼前这个恶多 正是队长五九之前 在第一栋楼干掉的那只 不止那只 其他几只多多少少都见了 估计有个高阶的家伙 你太出了这些恶多 只是就算是你太 这些恶多的速度也太快了 或许是队长你的邪恶狂热影响了他们 五九沉没了片刻 随后只见一束流光突然一闪而过 五九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 在恶多之间来回穿索 就像轨迹蜿蜒的会心 一道流动的光 很快这些由怨气你太而成的恶多 在一瞬间被五九全部斩成碎炸 这让一旁的王氏瑟瑟发抖 我虽然知道队长很强 但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该不会是队长以为我在赖他的邪恶狂热 此时五九一脚踩碎正在蠕动的碎炸 然后对着两人吩咐 你们保护好白雾 这些恶多尽管交给我就行了 这些怨气并不是血肉之躯 只是五九太强仍然能切开他们 因此这些怨气又很快再次凝聚了一起 五九大概能猜到 是白雾那家伙触发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与此同时 在白雾的这边 他眼前的景象出现变化 无数细小方块的记忆窗口 都在瞬间放大 这些拼图一般的记忆 现在就像是一道道门 白茫茫的空间里 排列着一个又一个的入口 这时普雷尔之眼弹出背足 这里就是所谓的大厅了 每个门连接的都是那些档案里的记忆空间 哦对了 四小时到了 塔外阻碍词条 混乱 白雾用力地摇了摇手 发现也只是视线里的一切都在晃过 但意识并没有混乱 方向认知偏离了六十五 这负面属性干扰性还挺强的 白雾内心暗倒 只是方向赶出了问题 问题不大 我只要找到与之前的方向的对应关系就好 普雷尔之眼弹出背足 你还装起来了 总是现在就是个选择题 这里有上百个记忆入口 但能够让我们回到现实了 只有一个 哎呀咱不行了 这之后记得跪舔跪舔和跪舔 随后普雷尔之眼再度陷入沉寂 白雾的注意力再次回到破局上 看来终于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 白雾硬着头皮走进其中一个入口 没一般的女孩 只有全身被黑色雾气笼罩 数十只眼睛带着怨念与惶恐的怪物 这是一种吸收了整座第九病院的怨气 而化成的九级疾变恶多 而她唯一的执念就是那个曾经帮她梳头发的奶 于是男主白雾掏出那把梳子 一点一点的靠近红音 你看我没有骗你 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对于恶多的认知与其他人不同 即便到了现在 我也不讨厌你 不害怕你 黑雾里的眼睛们 眼神各异 有鄙夷 有警惕 有怨恨 有疑惑 很快黑雾里传来质疑的声音 像是许多种声线在交织 你真的 不怕我吗 白雾说道 真的很遗憾没有人能够给你梳头 也没有人能够带你走 你在这医院里生活了太久太久 会这么想或许是理所当然 但世界不是只有第一栋到第四栋那么大 人心的宽泛 也绝不限于医生和病 你知道高塔的人类为什么讨厌恶多害怕恶多吗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证明 人类自己的意志 可以压过恶多对杀戮的欲望 比利亚算是一个 被人用近乎宗教教徒对教主的虔诚所引导 而你是另一人 你接受了这所医院里绝大部分的实验体 把他们当作朋友 我无法想象这么多人的怨念全部汇聚在你身上 你感受到的痛苦 但既然你还能够保留自己的意志 那就说明你还是人类 并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怪物 与此同时 在无久的这边 众人能感受到档案室 那些怨气似乎稀薄了不少 估计白雾在那边已经取得了成果 白雾继续劝说 不要让自己变成怪物 世界还很辽阔 第九病院外 还有很多你不曾踏足的点 还有很多你没有见过 善良的人类 话音落下 红英的声线变得纯粹干净 可是我 真的没有办法离开这 白雾蹲在他的面前 虽然现在还做不到 但我会找到让你离开的本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愿意等我的话 红英终于忍不住留下泪水 真的吗 可是很快 在他耳边响起层层叠叠交错的声音 自从弄清楚红英的全部经历后 白雾的每一句话都很诚挚 或许在某些方面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红英问道 怎么可能 白雾望着周围正在变化的景象 说道 被抛制这个陌生的世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未决 如果说每一场旅行都有着他的使命 那么解开塔外世界的种种谜团 便是我的使命 为什么会有恶朵 高塔如何出现 高塔有几层 顶端是什么 恶朵为何无法离开特定区域 半生之力和天赋序列是怎么来的 对我而言 都是很有兴趣去解开的谜题 都是我这场旅行的意义 在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 不会想办法带你走的 红英有些疑惑 但是 为什么 白雾继续说道 你并不是孤独的 至少从今日起 你有了一个愿意和你玩的朋友 他来自第九精神病院外的世界 听到这里 红英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滑落 朋友吗 随后他站了起来 谢谢你 不过请不要前往第四斗 你和你的伙伴 如果离我太近 会很危险的 下次你见到我 也许我不会这么清醒 所以你要变得更强大一些 强大到就像和我一般高的人一样 到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来看我了 白雾的一番言语 的确唤醒了这份心灵纯彻的哨物 他拍了拍胸口 好的 等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再次把你唤醒 然后再和你一起玩 无论在最后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九级即便恶朵的情绪 逐渐平复下来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在你离开前 最好去一下第一栋 两天前有个人来过这里 他在第一栋留下了一样东西 白雾陷入了思索 这到底是什么剧情的展开 第一栋的时候 备注的确提到了 墙上的血色纹路 还有地上散落的病例 都是两天前有人布置的 难道是老师 以利亚口中的老师吗 然后他询问红英 那个人有做什么吗 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红英如实回答 不清楚 只是那个东西 和你们手里返回高塔的装置很像 白雾暗暗思索着 那人为何会将返回轮盘 留在这栋医院里 也或许那东西 也只是像返回轮盘而已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他接着追问红英 你能带我去吗 只是话音落下 白雾便瞬间脱离了幻象 从现实中醒来 这时传来无久的声音 语气依旧是淡淡的 你这病例 看得有点久啊 然而随着白雾的清醒 整个档案事都突然变得空空如影 不仅是黑雾和恶朵 就连病例也都突然消失 无久询问白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有什么发现吗 白雾回答道 我找到了第四栋实验体的病例 过程稍微复杂了点 五九没有说话 但神色依旧 只是王室有些不服 喂喂喂 你可别小觑了队长 十三队的刘队 被称为调查军团的盾 而咱们古队 那自然是天下无敌的剑了 没有什么恶朵是他搞不定的 白雾点了点头 我只是想表明 第四栋远比前面三栋危险 整个第九病院 其实就是一处恶朵孵化场 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强大的恶朵 但他们即便加在一起 都比不上第四栋的恶朵 五九还是很好奇 你知道得很清楚吗 所以你在档案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白雾转过身 往门外走去 是一段记忆 我们边走边说吧 然后他又发现少了两个人 回头问道 对了 林无柔和伤小影呢 王室耸了耸肩 他们运气不太好 负面属性影响太大 队长让他们先回高堂了 影霜问道 白雾你的阻碍词条是什么 白雾表示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是混乱 不是什么麻烦的阻碍 五九有些诧异 你看起来已经适应了 用了多久 可白雾却说 这还需要适应吗 改变一下习惯就好 男人进入副本 第一次挂上检疫状态 却不当成一回事 队长五九还以为 他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 可白雾却说 这还需要适应吗 改变一下习惯就好 此话一出 三人直接愣了好一会儿 丙霜率先打破尴尬 白雾 我们不去第四栋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白雾说道 去一栋拿一个东西 在病例提到的 这里有人曾经来过 还遗落了一个疑似 返回轮盘的物品 我们去看看 然后就准备回去了 见状 王室还是询问了一下 五九的意思 队长 真的不去第四栋吗 五九的回答很果断 不去 其实五九也能感觉到 第四栋里藏着一个恐怖的怪物 若自己单独行动还好 带上几个队员 反而会被撤走 这一路上 白雾讲述着 在病例里经历的记忆 在高塔时代来临之前 世界各地都有恶朵侵袭 为了找到恶朵的起源与弱点 很多机构开始研究恶朵 而这所医院 从事的工作便是让人类注射恶朵血清 制造能够不断虐杀人类的恶朵 王室脑子转不过来 怎么是制作恶朵 他们不是要研究恶朵的弱点吗 白雾也不太清楚 也许这也算研究的一种 也许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吧 这方面病例里倒是没有怎么提及 反正目前来看 存在一个半成功的实验体 和一个成功的实验体 这时五九突然开口 那个蜘蛛混蛋就是其中之一吧 白雾回答道 是的 成功的就是之前我们第二栋遇见的 大蜘蛛以利亚 而半成功则是存在在第四洞里的红鹰 王室问道 红鹰是不是之前那些黑雾和你太的恶朵 不过它比那个蜘蛛还要强 怎么会是半成品 白雾继续解释 其实红鹰是个纯粹的实验意外 为了减少这里其他病人的痛苦 它吸取了他们的怨念 以至于自己最后变成了恶朵 尽管已经变成了恶朵 但它内心的善意并没有完全抹除 听到这里 五九立马打断了它 恶朵就是恶朵 对此白雾没有反驳 队长说的对 不会牢记这段话 实际上他也明白 如果没办法从根源上 让小可怜对于杀戮感到厌恶 那就绝不能把它当作自己人 不能对他完全消除警惕 就在这时 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白雾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一道怨气化作的分身出现在众人面前 白雾当即停下了脚步 五九见他停下便询问道 发生了什么 可白雾却说 没事 心想着或许只有自己能看见红鹰 不过他好像有点生气 难道是听见了我刚刚和五九说的那番话吗 真是失策 这整个第九病院 几乎都是小可怜的一部分 我得慎言 几分钟后 四人来到了第一栋病院的第三层 红鹰正是直接往后诊室里面指去 白雾推开门后 发现一枚圆盘摆放在桌面上颇为显眼 这位置也放得太随意了些 看来本就是想让人发现 五九审视着这枚圆盘 很确定这并非返回轮盘 这东西见也没见过 白雾从普雷尔之眼这里得知 这种轮盘叫牵引轮盘 而且制作工艺极为复杂 目前也没有人能够参悟具体制作方法 这种空间转移装置 远远超出了人类当前的科技范畴 实际上就是某个人给你下了战书 随后普雷尔之眼还让他看看地上的病例 特别是他脚下踩住的那张 白雾往地上看去 这才知道一切都是被人精心布置的 你好 调查者 我想和你玩一个游戏 相信你已经知道了这栋医院的过去 但以我对人类的了解 人类还没有踏足过红色区域 所以你们还不知道 恶朵的起源和高塔的真相 我想邀请你玩一个游戏 如果你能通关我所安排的所有区域 我会回答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疑问 戴上这个圆盘 可不要让第六层的人发现了 白雾暗暗笑道 圆盘的主人 给我留下了一个连环性案件 小可怜所在的医院只是一个开端 邀请寒吗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五九注意到了他 白雾 你笑什么 白雾没有收敛笑容 没有 只是想着要回去了 有些开心 两九才吐出一个字 行 然后拿出返回轮盘说道 既然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搜索 我们就撤退吧 说完便主动激活了返回轮盘 一道光束迎面射来 很快三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而剩下白雾是最迟激活返回轮盘的 他对着红英说道 我先走一步 我还会再来的 和上一次一样 当白雾返回时 眼里弹出了总结性备注 当前区域探索度 61% 恶垛剩余一只 该区域碎片已被转移 故无法获得 我的评价是 马马虎虎 此时红英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猛的挥手 随着白雾的身影消散 红英再次回到了那段温馨的记忆当中 现在的他和曾经的以利亚一样 内心也有了一个可以等待的人了 在高塔底层东部 蓝色的传送石碑上闪过一道光芒 伤小蚁的致盲 灵无柔的抑郁 都在返回高塔的瞬间被驱散 这时一旁的记录员有些惊讶 你们是 七队的吗 你们怎么从蓝色石碑返回了 两人很快反应过来 看来白雾的话没错 从第二栋开始 我们就已经踏入了蓝色区域 记录员连忙提醒 虽然你们清楚 但我还是得再次提醒你们 不准乱来 连体强度在12小时内 无法承受两次石碑传送 所以你们想要再次出塔 必须等待12小时之后才能出发 灵无柔转头回答道 别担心 我们只是在这等队长而已 话音刚落 就传来白雾的声音 这不是不拖后腿的灵妹妹吗 前辈倒是真没拖后腿 毕竟人都提前退场了 我懂了 这一定是战术性返回 灵无柔转哼了一声 然后将头转了过去打算无视他 这让一旁的记录员大为惊叹 这个新人 第一次执行任务 就在塔外待了四个小时以上 这放眼整个调查军团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吧 这时无九突然开口 行了 接下来的一周 白雾你没有任务 稍后跟我去一趟调查军团 处理点事情后就可以自由行动 白雾当即询问 为什么会没有任务 无九解释道 这次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测试而已 你通过了 接下来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这之后才算正式加入调查军团 你才会有下一次的行动 白雾点了点头 心想着自己正好在塔内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而且高塔是生存区域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是想办法搞点钱 画面一转 无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写着各个队员这次出塔的作战分析报告 与其他调查军团分队长不同 他的报告总是写得非常详细 这些作战分析报告 分别以六种不同的属性进行评估 而无九盯着手上的这张表格 竟然陷入了沉思 在桌面上 林无柔和王氏等人 除了分析能力较差之外 其他的各项数值都是极为优秀的 无九快速玩弄着手上的纲 他发现所有队员的作战评分 几乎都很平均 但唯独白雾这个家伙的心态过于沉稳 异于常人 除了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为零以外 其他的各项评分全都是满格 无九靠在座椅上 闭上眼睛揉着太阳雪 我带了这么多的兵 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奇葩的人 要是他可以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状态 或许在几年之内 调查兵团会再次出现一个巴结的高手 所以有关白雾的那场赌局小臂也不会减赞 想到这里 他随手点燃了一根火柴 将手上白雾的这份作战分析报告给彻底销毁 看来我得做些准备了 这是一份格外奇怪的队员分析报告 除了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 其余的能力全都满格 这让作为队长的无九感到无比头疼 因为白雾的心态过于沉稳 比至于才第二次出塔 半生之力就已经到了一阶九段 为了将白雾的真正能力隐藏起来 他果断重新编辑了一份作战分析报告 而这一份似乎比上一份平庸了不少 随后他又连接了耳麦 拨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电话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 这里是鬼推墨事务所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无九冷冷回应 是我 古清玉 对方以调侃的语气说道 原来是赫赫有名的酒爷啊 无九仍然冷淡 给我滚 对方当即假装呜呜大哭 需要的时候就叫我宝贝 不需要就让我滚 无九也不废话 现在我有一个长期委托 有一个人需要你替我保护 对方发来疑问 你谈恋爱了吗 无九立马澄清 那是我的一个队员 相关的资料我等会儿给你发过去 还有 那家伙的侦查能力于常人 你最好吩咐你的下属们 别太粗心大意了 这话让对方更加疑惑了 不就是保护一个人吗 你们调查军团的人自己就能做到 无九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 因为某些原因 这件事 调查军团的人不适宜插手 话已至此 对方已经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接询问起了酬劳 无九也说道 往后的每一次说他 我都会帮你们带一样东西 对方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条件由你来说出口 我简直大转 不过能让你开出这样的条件 我更加的好奇 你要我保护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家伙 另一边 在简陋港口的某个店铺面前 只见白雾愣在原地 一脸平静地看着这一场闹剧 里面传来两男一女 为爱情而争吵的声音 此时店铺老板刘成子眼带泪花 阿仁 你听我解释 一切都是误会 而这个名为阿仁的男人几乎崩溃 我们曾经的山盟海誓都作废了吗 你老实说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话音落下 另一个男人立马仰头大哭 我每天靠吃方便便冲击 就是为了让你早日过上好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家伙说他才是你的男朋友 阿仁接过话 这才是我要问的话吧 我们一直真情实感的 流橙子扑通一下坐在地上 叼起了眼睛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们两个都太优秀了 我不该同时爱上了你们俩 我不想伤害你们才隐瞒了这么久 说完便用手同时拉住了两人的手 此时现场出现一个熟悉的形状 这种三角恋爱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而在门外的白雾全程面无表情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你现在是不是进去让场面更加混乱一点 两久之后 两个男人若无其事地走出店铺 甚至还相互勾肩搭背的 我的天这也行 这就是海后的魅力吗 随后白雾走进了店铺 发现流橙子若无其事地哼着歌 似乎心情意外的好 白雾淡淡地说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流橙子笑了笑 原来是白雾小哥的呀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 让你看笑话了 白雾虽然精通很多事情 但男女之事上 他还是有很多不懂 你这是翻车了吗 流橙子去说 不是哦 主要是这两个家伙老是想着越界 真是的 天狗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非要想着加班转正 而且醉我的口味换了 所以干脆把两个家伙一起约过来顺手解决 白雾这才知道 原来这并不是翻车现场 而是妥妥的车辆回收现场 这时流橙子突然凑了上去 白雾小哥哥 你来找我干嘛呀 刚刚并不是真实的我 我只是喜欢上你这种类型才那样做的 白雾没有回应 而是伸手进去包包里摸索 随手把上次在这里拿出去的相机取了出来 说到 这个相机成功寄灵了 白雾第一次带出塔外的相机就寄灵了 就在昨晚 他与薛慈等人分开之后便来到了橙子宝贝库 倒不是这间店铺有真货 而是这间店铺卖的东西与其他地方不同 这是一个穿着透视装的女人招呼了一句 小帅哥 要买点什么吗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这修长的大腿 值了 今天值了 什么 竟然谈过19次恋爱 于堂里有上百备胎 并且正同时和六个人交往 最近口味是小鲜肉 这根本就是海后王位 好险 好险 幸亏发现得早 不然我这个纯青暖男就要深陷进去了 白雾随意看着店铺里的东西 当前寄灵等级 2.5H 这个杯子能够瞬间将水烧开 没准能净化成净水器 至于这个电饭包 勉强具备寄灵前置 恶朵可不是什么笔克大魔王 魔风波对他们是没用的 139塔斯 这个价格要放以前 铁定是杂牌电饭包 不过这东西要是寄灵成功 成为一口能够转换食材 生成美食的锅 那绝对是一本万利啊 刘成子见他不出声 又娇声询问了一次 看中什么好货了吗 小帅哥 只见白雾敲了敲那电饭包 冷冷回应 这电饭包 还有这个杯子 我都要了 见状 刘成子起身走了出来 眼光不错 杯子的确是好东西 可这锅没什么用 放在这就是骗傻子的 建议不要买 你不是傻子 我也不想你是傻子 对了 我叫刘成子 可白雾却异常不值 我说了 我都要 刘成子打量了一下他 你是要出塔吗 白雾瞄了他一眼 没想到这女人如此机敏 可他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起了价钱 刘成子笑了笑 刚才打五折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一万塔丝 或者免费送 你选一个呗 顺便说一句 整个底层 只有我卖锅炉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哈哈哈哈 我敢保证 这小牛绝对是看穿 你想要买这锅的 白雾沉默了几秒后说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要不也别打折了 你原价卖我 可刘成子却说 普通人会在我明确告诉 这锅是废品后 还执意要买的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锅早就没有了用处 也从来不会有人买 除非他发生了寄灵现象 而且塔内 这款杯子毫无作用 除非你去的地方是塔外 白雾略感诧异 这女人 眼光相当毒辣 她只好认栽 那我就选免费送吧 眼见目的达成 刘成子立马笑颜如花 好嘞 我帮你打包起来 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白雾立马喊停 等等 这个是什么 刘成子笑盈盈的说 放心了小帅哥 你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不小心 将这款照相机 落在了你的货物 普雷尔只眼的备注立马弹出 有意思 有意思 我终于了解这丫头 为何能做海后 刘成子继续说道 过几天你会偶然发现这相机 于是好心的还给我 你可真是一个 十惊不昧的好人了 一个照面就看出了 自己要出塔 并立马提出了一项交易 出塔的时候 顺带帮他带上相机 起码观察力不错 且善于抓住机会 这台没有胶卷的照相机 在损坏前 可是拍到过不少秘密 这丫头大概也是想要看到 相机曾经拍摄到的某些画面吧 白雾问道 如果相机无法寄灵呢 刘成子摇了摇头 随元哥 反正这锅子和杯子送你了 小帅哥 咱们从来一次 我叫刘成子 白雾报了名字后就转身离开 一个奇怪的委托就这么发生了 简直就像是玉璧游戏一样 似乎随便走走 就遇到了个头上有问号的NPC 画面回到现在 在白雾从塔外回来后 相机顺利寄灵 让刘成子有些惊喜 连忙询问他是什么效果 白雾解释道 心中默念某个时间 然后对着某个场景拍照 就能拍到该场景 在那个时间时发生的画面 刘成子立马从惊喜变为震惊 真的吗 你没骗我吧 你真的没骗我吗 快快快 让我看看 看见刘成子扑了过来 白雾立马一开了相机 等等 先谈谈报仇 这天下可没有人可以白瞟他 刘成子撒起了娇 报仇 你想要什么报仇 白雾哥哥 人家是女生 你能不能便宜点啊 要不送我吗 我会记着你的好的 白雾歪嘴一笑 立马将手掌摊开 送 你们心自问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话音刚落 刘成子挺起了胸 然后使劲地往白雾的胳膊处凑了过去 白帅哥 人家实在没什么钱了 实在不行 人家以身相许可以吗 可白雾一下子就感受到 原来他是空心球 女孩子都爱欺骗自己 以为美颜相机里的样子 就是自己真实的样子 而胸罩大就等于胸大 但我们都知道 真相经不起拿捏 白雾可不吃这套 立马往后退了几步 你对我可能有点误会 我不喜欢女生 女生的家家 如果你能当场掏出个什么来 我给你打个五折 女人想要把机灵相机骗到手 打算对男人使用色诱 可怎料他对女人竟然不感兴趣 还表示女人要是能掏出一条什么出来 就立马打个五折 刘成子有些怂了 他拿白雾没有办法 气馁地说道 好吧好吧 但是我要鲜艳焰火 白雾将相机递给刘成子 说道 你随意 将年月日十分秒去掉 直接默念数字 刘成子摆弄着相机 默念着约莫十分钟前的数字 他挺想欣赏一下两个翅膀 对峙时错了的脸 白雾看着刘成子拍照的地方 大带猜到了他要拍什么 这姑娘也算是明明白白的渣 渣得敞亮 他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就不怕每天真的翻车 刘成子如实回答 我只是想让更多小可爱 感受到恋爱的甜蜜 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很快相片出现了画面 里面是刚走的两个男人 他们满脸都是愤怒 惊疑 难以置信的表情 见状 刘成子兴奋地颤抖 这岂不是一直拍下去 就能知道历史 这纪灵简直是中了头奖啊 白雾顿时愣了愣 他第一时间都还没反应过来 是了 相机还可以这样用 只要不断地拍照 闭张张相片 不就能跟拼图一样 将历史拼出来 就像是拼图一样 这时刘成子指着相机说道 这个相机怎么拍不出来了 可不是我的问题哦 他突然就不图照片了 白雾这才解释起来 限于寄零时间太短 不到三小时 所以这东西的效力还很低 一周只能拍两次 再谈外我用了一次 再次使用你得等到七天后 刘成子低下了头 琢磨着这相机的价值 即便使用频率与预期远远不符 这台相机只要用对了地方 也绝对是情报获取的力气 白雾这种不尽美色 且始终给人以冷静感觉的人 要讲价非常麻烦 他本打算硬着头皮试一试 却听到白雾不及不缓的语气说道 等价交换 以物易物 跳过砍价的过程 不要试图贬低他 以此来压低他的价格 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你很掉价 你可以选择同等价值的物品 情报 服务 或者加在一起 我觉得合适就行 刘成子很想吐槽 虽然直觉白雾不可能吃色又这一套 你说的这个服务 他正经骂 同等价值的物品 在我店里完全拿不出来 他实在没辙 但又很想要相机 那要不 据说从塔前时代就有了 老百姓们很吃这一套 越是有威望的人 做这行业能吸引人 名人效应吗 古来有之 不过以你的眼光 不会看不出来 那些是骗人的吧 白雾点了点头 我自然知道那是骗人的 我是想问 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 是一开始就是骗人的 还是塔外直播这种事情 其实有过真事 刘成子很聪明 听出了白雾的真正意思 你对直播感兴趣 白雾沉吟道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些直播不至于每次都假 因为百姓没那么傻 总该是假个几次就有次真的 混杂在其中 不然干不长久 我想了解一些数据 刘成子立马来了兴趣 这算能够抵消 相机部分价格的情报吗 白雾说道 算 先告诉我真直播的一些细节 刘成子呵呵一笑 那你可算问对了人 然后往屋内走去 小帅哥 跟我进屋呗 咱们慢慢聊 生活在底层的人 大多都是在调查军团的保护下出塔 在白色区域搜集矿源和蓝线草 他们虽然每天出塔 但大多数人对塔外的了解 很匮乏 由于调查军团的人 会事先消灭某片区域的恶朵 所以真正见过恶朵的人也不多 大家害怕恶朵 但你可能无法想象 大家又渴望见到恶朵 白雾见怪不怪 这倒没有什么无法想象的 那些三四层的贵族们 将底层人送去塔外的赌局 便是为了见到恶朵吃人的画面 大卫芬奇说过 他坚信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变态 这也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流程子愣了愣 大卫芬奇是谁 气氛僵了大概几秒 他又继续说道 总之呢 大家很喜欢看到塔外发生的事情 喜欢看血腥刺激的东西 也渴望了解塔外那个辽阔的世界 高塔巨大 但比起塔前时代人类的辽阔疆域 高塔又很渺小 对于所有不敢出塔的人来说 塔外就是一个神话之地 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穷人 贵族 还是夏明 都很好奇塔外发生的事情 但要让他们前往塔外 他们是断然不敢的 白雾董啊 巨大的感官需求 造就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而人类向来是不介意挺而走险的 他发出疑问 为什么不找调查军团 刘成子回答道 因为调查军团的人 除了军团长和16个分队长 能够发起出塔申请 其他人没有办法出塔 白雾觉得也挺合理的 调查军团是统治者的武器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刀 被那群商人借去用 某种程度来说 这也是在维护秩序 官军要是变成私军 怕是高塔各方势力都会洗牌 不过白雾对三四五层的 这些天龙人们没啥好感 他暗暂琢磨 自由活动期间 我只要能够掩盖住我的身份就行 刘成子说道 反正因为想了解外界的人太多 这一行就在万众期待下被搬了出来 为了解决塔外无法使用科技物品的办法 人们也用了各种方式来想办法直播 当然 方法其实就是一种 听到这里 白雾接了话 是物品寄灵对吧 刘成子打了个响指 没错 只有寄灵物品可以在塔外使用 这个过程据说挺漫长的 大家携带了不少物品出它 但具备影像记录功能的几乎没有 即便有也无法起到直播的效果 大约过了七年 在某个拒补 耗费了大量财力 故人携带各种物品前往塔外后 才终于让手铐凌了 这手铐表面是手铐 他话还没说完 白雾立马回答道 实则是监视器 对吧 刘成子有些激动 对对 你真的好聪明 这种手铐表面是个手铐 但实际上击灵了之后变成了监视器 白雾当初就是毁掉了一个这样的手铐 不过激灵的那一次 初塔的那个人带了不止一副手铐 因为大家的想法是这样的 既然单件物品的激灵概率很低 那就带一堆物品 结果你猜怎么 13副手铐 居然全部激灵 且都是同样的能力 这种现象被称为激灵扩散 就像有的人擅使用双刀 武器激灵的时候 两把刀都会激灵 不过激灵扩散现象很难见到 白雾大概懂了 激灵的瞬间 有一定几率使同类物品一并激灵 不过这个几率很玄学 于是继续提问 所以后来 就有了一个能够塔内显示器 进行奇怪连接的手铐监视器吗 不过这么好的东西 调查军团为何不用 刘成子回答道 因为调查军团买不到 那位巨股并没有打算把手铐卖出去 白雾有些疑惑 仅仅是因为买不到吗 看来这位巨股身份不一般呢 刘成子说道 没错 调查军团的人名念上不敢得罪他 有人猜测他可能来自第五次头 白雾陷入了沉思 统治者层级 看来赌局的事情我简单了 从五九之前对赌局表现出的态度来看 这个赌局的开设者身份不简单了 那么到底是谁告了命 让调查军团来接我呢 可以肯定对方的身份是贵族起步 但谁会为了一个乞丐 得罪这位赌局老板呢 而且这位老板来头不小 如果我身份暴露 五九能否保得住我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要做塔外直播 会不会引起赌局人的注意呢 白雾继续追问 原来如此 所以真正的直播 必须得联系那位巨骨 你有没有办法弄到直播设备 刘成子说道 导师能联系到 我有个男朋友有门路 古雷尔的备注弹出 别人都是我有个朋友 刘成子直接变成了我有个男朋友 不得不承认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白雾也不想多圈子 我需要如下道具 一个寄灵的 能够改变声音的面具 面具风格笑脸小丑之类的 如果不能改变声音 至少也要确保足够坚硬 再就是直播设备 不能以我的身份去弄 你得帮我拿到设备 还得保证不会有人查到我 刘成子打断了它 等等等一下 你这个甲方需求有些麻烦 但白雾很快抬高了价码 相机一周只能使用两次 但如果继续戴在身上 它的寄灵等级还会提高 更高的寄灵等级 就能更加频繁地使用 甚至还会进一步进化 如果你愿意帮我 相机是一方面 将来若有其他适合寄灵的物品 我也可以考虑帮你带出它 男人想要直播带火 但又不想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他用往后出塔 帮忙带上物品作为条件 想让刘成子帮忙 搞到直播相关的设备 听到这话 刘成子二话不说握住白雾的手 成交 我帮你弄来直播设备 保证不会让人查到 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但我得做你的经济合伙人 有我在 你就可以安心地只负责直播 运营的事情我帮你搞定 可他内心另有打算 只要白雾这家伙实力不够强 就是稳定的寄灵物品生产工具人 到时候票子汉子 人生巅峰部都是手到擒来 这个大腿我得报警啊 白雾问道 最快要多久 由成子回答道 你很急吗 大概得三天吧 白雾也没想到 居然比意料之中要快上不少 随后两人交谈了一番细节后 白雾便离开了成子宝贝铺 他回到住所后 拿出牵引轮盘陷入了沉思 想着下一个探索的地方 是去那位挑战者安排的区域 还是随机找个区域去呢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 屋外传来了一个女生 白雾在吗 是我 审讯组的云书 队长让我来找你 白雾大概猜到了来意 审讯组负责审讯犯人 掌握底层一些情报 同时也调查一些底层案件 莫非是遇到案子了吗 在打开门后 白雾询问道 有什么事吗 云书说道 那个队长让我们来找你 说怕你太闲 给你分配点事做 然后正好我们组组长觉得你能力很强 所以就 普雷尔之眼谈出被主 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名妹 除了能跑腿 还能跑腿 以及跑腿 动脑子 你看看人家 沉甸甸的凶答应吗 白雾眉头一挑 昨日午酒还说放自己七天假 今日就来安排自己帮审讯组做事 他大概猜测到应该是赌装的人 已经开始有动作 随后他走出屋外将门关上 走吧 带我去审讯组 正好接下来两天没事做 可云书却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堆积的案件很多 按照队长的意思是 你最好全部负责 就是工作量很大 七天时间应该是不够用的 白雾再次愣住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哈哈哈哈 看来小矮子这是算到了 你想私自出唐了 挺聪明的 用大量的工作压缩你的自由世界 并且也可以将你放在 他的视线范围内保护 只不过 他算漏了一点 你有一位最佳拍档 随后白雾回头对着云书说道 我知道了 先去看看再说吧 在高塔第二层 调查军团分布 第七队营地审讯组 白雾才刚进门就四处张望 询问云书 这个地方没有电脑的吗 这时趴在桌面上 抽着烟的男人开口说道 那东西得第三层才有 咱们这儿还没那条件 随后他起身招呼道 白雾 久仰大名 这次还要靠你帮忙 堆积了一年的没破的案子 都在这里了 调查军团第七队 审讯组组长田巡 一个从不在乎结果 只享受过程的极致主义者 尤其是在和女人相处时 白雾暗暗思索着 看来第三层的科技水平 大概就相当于自己前世 那么第四层的科技 应该会更高 这些案件不同 又不是什么连环杀人案 不过这些案件 还真有些共同点 这些案件 其实大多都锁定犯罪嫌疑人 但作案手法 作案动机 证据所在都还不清楚 你知道的 在底层很多时候 当地人不配合你 你根本没办法取证 白雾听懂了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 堆积了这么多案子 你们每一件都调查过 且都到了取证阶段吗 田巡叹了口气 我们的确每个案子都在跟进 你得知道 底层每天都有案件 16个分队 每个分队的审讯组 都忙得不得了 其实有些案子 我们确实不想处理 但谁让我们 摊上了这么一个老大呢 是吧 白雾问道 五九 你是说队长吗 田巡淡淡地说 是啊 队长很在意这些问题 底层秩序混乱 但越是如此 队长越希望 我们能做出些事情 让底层人明白 他们并没有被放弃 并不只是作为 劳动工具而活着 白雾随手拿起资料 看了一眼 这些案件上 最大嫌疑的人 你们审讯组 有临时逮捕的权利吗 田巡如实回答 有 虽然咱们地位 不如高塔镇御军 但上头给了 咱们不小的试权 至少在处理 底层百姓时 我们可以直接抓捕 且有七天取证时间 即便抓错了 七天后 把人放了上头 也不够问 白雾内心暗道 这不是上头 信任你们调查军团 这是上面的人 在蔑视 底层百姓的人权 看来五九 想要改变的事情 很难 随后他冷冷地说道 那就把所有案件 涉及的嫌疑人都找来 审讯组人如果不够 就将其他审讯组的人叫上 田巡薛慈和云书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在说什么 全部吗 白雾反问了一句 怎么 有问题吗 田巡愣了愣 什么问题不问题的 这涉及百多个人 你顾得上吗 这是堆积了一整年 没破的案子 可男人才刚来到审讯组 就想让组长一次性 把一百多个嫌疑人 全部抓回来 办案多年的组长 更是从未见过 这么粗暴的破案方式 认为他根本顾不上这么多人 可白雾却说 我在塔外的时候 队长乃至林无柔 那个小娘炮 都不会质疑我的话 我希望你们最好也一样 田巡尴尴尬一笑 那你还挺厉害的 可他内心暗倒 林无柔 不就是那个最善嘲讽 对新人很不友好的家伙吗 白雾开始翻阅那些卷宗 冷冷说道 按我说的去做 赶紧的 很快在四小时后 数十号来自底层的犯人 站满了审讯室 现场差点乱成一锅粥 田巡一边坐着记录一边 喃喃自语 一起叫来的人还真不少呢 他搞得定吗 话音刚落 刘牧将手搭了过来 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 田巡回答道 办案呢 老大让交代的 刘牧愣了愣 什么情况 底层发生大规模泄斗了吗 田巡淡淡说道 没有 这是之前堆积案子的一犯 全部被叫来了 估摸着 像是要一次性把案子全结了吧 此话一出 刘牧立马惊掉了下巴 一次全结 荒唐 是五九在断案吗 这小子怕是闲得慌了吧 算了算了 你们忙吧 我先去休息了 刚刚执行完任务 累死我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随后他进入监控室 询问薛慈 现在审讯室的情况如何 云淑立马上前招呼 田祖 你来得正好 白屋要开始审讯了 田巡摆了白手 让他们坐下 然后又望向屏幕 发现这个正在被审讯的人 好像有点印象 我记得这是一起杀人案 死者是一犯的账目 二人都是底层 但女人就显得很精致 像是来自第三层 后来老大调查发现 这个女人和其他男人的出轨事实 而且与其丈夫关系并不好 怎么说呢 就像是田狗费尽心思追到了女生 也结婚了 但二人有名无实的那种 所以老大很怀疑这个女人 可又找不到证据 在审讯室内 女人有些不耐烦 我说这位小哥 我老公是的那天 我在赌场 当时赌场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给我作证 白屋的视线聚焦在女人身上 备注弹出 他不是凶手 而是帮凶 一个拼单为生的名媛 明明是底层出声 却非要装得跟三层的贵妇一样 和赌场的管理私混 每天和人拼着各种奢侈品 没有半点存款 但丝毫不影响 他看不起自己老实挖矿的账 最好吩咐小迷妹 传唤一下这位堕落街的赌场管理 白屋大概猜到了这起案子的实质 简而言之 便是联合某个奸夫 害死了自己丈夫 动机便是钱 毕竟名媛 这是一个出轨赌场工作人员 并且作为帮凶杀害了丈夫的名媛 白屋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向摄像头招了招手 在监控室的审讯组组长立马下令 云书 你去白屋那里一下 与此同时 白屋也拿着笔录走了出来 云书 你来得正好 你去将档案中我写的赌场管理盖过来 将他们分开审讯 就是囚徒困境那一套了 只要按照我写的信息针对性询问 他们的信任很快就会绷紧 听到这话 云书当场愣在原地 白屋直接走向下一个审讯室 我去审第二起案件了 这个就交给你们了 在五分钟后 第二起的案件也处理完成 普雷尔之眼直接告诉他凶器的位置 于是白屋传呼削辞 告诉他凶器藏在书架加层里 是一个手磨的贴片 然后白屋又开始了第三起案件 在一个小时后 由于白屋的破案速度过于快 七对审讯组的跑腿工具人已经不够用了 便开始借其他组的 老高 老王 快把你们第三队 第九对审讯组的人借我 我们组的人不够用了 老大找来的这个人太强了 破案速度过于快 让我整个七对审讯组的人都出动了 但是还是人手不足 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们来借人了 男人当然不信 过于快 能有多快 我说老田 你别夸大其词啊 田巡冷冷回应 一个小时 拾起案件 听到这话 男人瞬间愣住 田巡继续说道 那小子就像是看过犯罪剧本一样效率惊人 极为精准地找到了各种罪证 说完便风风火火地冲出门口 不说了 这些档案我要赶紧拿过去 你们快点把人借掉过来 对了 看到老郭和刘队 帮我跟他们说下 11 13对审讯组的人我也要借用一下 随后田巡回到监控室 云书 薛慈 你们等一下把这些档案给白雾送过去 我去协调其他对审讯组人员借掉的问题 还有 现在白雾审递及起案件了 薛慈说道 第十二起了 好快 这速度太快了 田巡开始担忧了起来 薛慈 你把监控器关了吧 前面的审讯录像立马给我全部消除 薛慈愣了愣 一下子没听懂组长的意思 田巡继续说道 我有一种预感 照这个势头下去 这小子怕是能做出一日破百案的沈举动 以刘队那几个喜欢挖桨的分队长的个性 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只要不知道审讯室里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只能猜测 但不会确认到具体的人身上 而此时此刻 在第十三队营地的队长办公室内 刘牧盯着戒掉申请陷入了思索 这到底啥情况啊 下属回答道 不清楚 说是第七队的审讯组堆积已久的案件 现在都结案了 急需人手帮忙 抓捕相关嫌疑犯 而且三队 九队 十一队审讯组的人都已经戒掉走了 刘牧冷哼了一声 得了吧 第七队的审讯组 是什么水平我清楚得很 堆积了这么久的案子 能结案早就结了 除非有个外援 想到这里 刘牧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他想起前天五九那个小矮子 找到了一个宝藏新人 是叫白屋的小子 懊恼的情绪一股脑奔涌出来 他用力捶了几下办公桌 突然感到好气 刘牧暗暗咒骂着 为什么我的队伍编号是13啊 在七队营地的监控室内 审讯组组长正在叹气 没想到白屋在解决完我们队的案件后 也伴着把整个调查兵团 审讯组堆积的案件全部解决了 这个月上缴的结案报告 也一定能得到很多高层物质补助 是不过 队长这次安排给白屋 绝对不止七天工作量的任务 他现在一天内全部解决 也过于锋芒外露了 我担心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时云书带着白屋来到监控室 组长 白屋他有些事情想跟你们谈谈 是关于高层的那些物质 填寻耸了耸肩 表示审讯组和别的组不同 需要每个月交一定的结案报告 才能得到高层的物质补助 在谷队来之前 调查军团的队长们 经常弄些假报告糊弄 而谷队担任队长后 没有同行敢这么做 这也导致很多案件 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 无法结案 于是才会堆积不少档案 所以来自高层的物资奖励 已经很久没有下发了 其实这些案件堆积了很久 总归已经是迟来的正义 真不差一天两天的 然后给白屋递了一杯咖啡 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我们人手现在是够用的 白屋开门见山说道 没事 早点解决了也好 早点自由活动 只是有关今天的事情 需要给诸位叮嘱一下 我并不具备破案才能 我只是恰好比较善于审讯 而作为审讯组编外人员 田组长刚好给了我 一个锻炼的机会 田寻听懂了他的意思 现在这个情况 你就算说你没有才能 别人也不信啊 薛辞有些难受 我懂 就像是优等深考完事 都说自己乱写的一样 没有什么说服力 白屋继续说道 在审讯完犯人后 我会将案件细节 告诉你们把档案扩充一下 这次大规模结案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恰好参与了 之所以能结案 是队长一直在派你们案中 跟进案子 你们也早就找到了线索 所以这些案子 其实是早就破了 只是今日才结案而已 大家或许会怀疑 但会在档案上 让你们填充好 各种破案细节 线索进度 到时候就算有人问 你们拿出档案 也能对答如流 田寻发出疑问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由案件结果 填补破案过程 而你只是一个 最后核对作案流程的工具人吗 可这么做的理由呢 为何一定要等 全部案子都破了 再一下结案 这说不过去啊 白雾的目光变得深邃 是为了引起上层的重视 田寻顿时愣住 重视 什么意思 你不是想要隐藏自己吗 白雾解释道 我接下来说的话 只代表我个人 我对上三层没有什么好感 这两天我也大概了解底层 一个到处都是犯罪的地方 只要上面的人不引起重视 那么下面的人 还会不断作案 任何事物都应该 从宏观和微观结合 微观上 犯人犯罪出于自身道德败坏 或者生活上种种细节将其逼疯 宏观上 则要思考是什么样的社会大环境 让他们频频犯罪 后者不是我们这些审讯组的小人物能左右的 要改变这种环境 还得有来自上层政策的支持 听到这里 田组长相当震撼 这个理由太正了 我敢打赌 队长听到了这个理由 那高冷的脸也一定会笑出来 随后他接过档案 你说的没错 一次性递交大量案件 这或许真的会引起高度的重视 云书 薛慈通知审讯组所有人 这两天我们可有的忙了 要确保档案里的各种作案细节对得上 也要对好口径 同时还得管好犯人的子 接着他询问白雾 犯人陆陆续续关押了 你记得请他们的口供细节吗 白雾却是呵呵一笑 作为审讯组 过而不忘难道不是标配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气得田组等人当场吐息 数日后 在队长办公室内 五九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我听田组说 案件全是你破的 白雾却说 调查军团可不准私自出他 五九说道 是的 所以你做事要有分寸 如果被我抓到了 我会严惩不待 另外 要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认知 做死的事情最好不要去碰 备注弹出 小矮子言外之意就是 不要留下把柄 另外注意安全 白雾越发觉得这个队长有意思 五九叹了口气 案件报告我已经全部递交上去了 底层的治理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但这次这么多案件一起交上去 会让我们面对一些压力 但阻碍我们的人压力更大 因为里头不少案子涉及到他们的产业 他走到白雾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做得不错 说完便递上一个腰牌 有功则赏 你如果要出塔 可以去器械组挑些东西 有些东西需要权限 但你带上这个 他们就会让你通信 白雾聚焦在腰牌上 备注弹出 调查军团常年出塔调查 当然会捡到不少好东西 不过大多数都拿去武装他们自身了 但也有不少野外的寄灵物品 不知功效 存放在宝库里 有了这块牌子 吴九表示 在四天后 高塔镇玉军会派一名高官过来询问细节 大概是高层对这病动内容很感兴趣 尤其是高等级 保留理智的恶度 他们会询问一些细节 白雾回答道 我知道怎么应对 不过林乌柔还有伤小矣他们也会被询问吗 吴九如实回答 是的 每个人都会被问 白雾还有一件事希望吴九能保守秘密 最后发现的那个轮盘 不要告诉镇玉军 吴九眯起眼睛 那个轮盘有什么特殊吗 白雾说道 我还在研究 研究出结果了我会告诉你 吴九直接同意 我知道了 我会和其他几个人打交道 大家不会提及轮盘 另外 这是统一的口径 你被照一下 说完便递了一本调查报告过去 上面详尽地记录了第九病院探索过程 但有一点改了 那就是全程负责观察和指引众人的白雾 变成了引霜和白雾 这并不是抢新人功劳 而是在保护他 吴九最后叮嘱他 记得去兵器科挑点防身的物件 下去吧 等白雾走后 吴九开始头疼 没想到七天的火 让这小子一天就解决干净了 而且还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看来 我得重新停估白雾的能力了 兵器组负责的主要项目是研发兵器 负责保管未知寄灵物品反倒是其次 兵器组的其中一个年轻人 名叫金楚 白雾看到备注的时候 才知道这是三角关系的第三人 云叔喜欢他 但他喜欢薛慈 随后两人进入兵器库 里面虽然乱七八糟的 但里面储存的都是七对外情组能带回的物品 都是经过寄灵的物品 只见白雾漠不作声 他一眼扫视过去 发现很多物品都是无用的 又或者对塔外调查没用 唐某人的咖啡杯 在某个数字开头的城市废墟里 一家咖啡厅里被人找到 用它盛装咖啡 可以使咖啡永远保持最佳口感 但仅限于咖啡哦 不仅的变声器 能够引去你的喉解 并且根据你的喜好 自动选择坦克音 立解音 林无柔或许会喜欢 百分百空手接白刃手套 这还需要备注 他的名字已经说明了他的属性 虽然物品大多稀奇古怪 但白雾也在众多古怪物件里 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面具无法被损毁 但会根据你的生命值消耗程度 逐渐显露你的面貌 这个面具和你有一定缘分 你曾经在第九病院里 看到过与他相关的零星记载 白雾想了想 终于想起 曾在第九精神病院里 他的确看到过一份档案 讲述于九院相邻的城市里 有个戴面具的怪人 抓捕恶朵并送往第九精神病院 他顿时来了兴趣 这意味着以前有人去过那座城市 看来塔外的世界虽然是随机的 但每个区域与区域间或许藏着关联 这时金楚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就挑个面具吗 白雾点了点头 留在这里的全是些 不知道公用的生活用品 相比起来面具还算有点用 金楚奉劝了一句 虽说是这么个道理 不过你不再挑选别的吗 可白雾心意已决 不必了 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 白雾拿着那张面具 回到橙子宝贝库 留橙子有些兴奋 这就是调查军团的寄灵物品吗 这可太新奇了 一般人还没怎么见过呢 他嚷嚷着要让白雾借他晚几天 可白雾根本不予理会 只询问他设备与手续办妥了没 留橙子拍了拍胸膛 得意的说 也不看看我是谁 这点小事他要是办不好 连天狗都没得到 第二天中午就搞定了设备 并且没有暴露牛 可是我男朋友也没说直接给我 还得看看节目效果 效果好才会长期给我们用 随后留橙子把那副手铐拿了出来 这是最早准备用于底层直播的 总共就三幅 另外的两幅在其他直播公司里 最近安排的带货直播都是假的 因为塔外过于危险 练义区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一年一共有六次塔外直播 但六次里有五次是直播者被恶垛撕碎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塔内塔外的场面 底层的看客们虽然害怕 但是也觉得颇为刺激 所以港口的真正金主们 很期待你的首秀 死亡直播 这种风格的电影确实火过一阵子 但电影毕竟是假的 塔外的直播 对于这些人来说 就像前世的地下格斗一样 是真正的感官刺激 白雾沉吟道 所有根据过往经验来看 我的存活率大概在16%吗 可是如今底层没有一个像样的赚钱法子 凭借着恶垛绝缘的体制 也是可以先尝试一下 实在不行再返回高塔也没事 这时留橙子兴奋的拿出一套衣服 你试试看是否合身 这是给你塔外直播时穿的 白雾忍不住抽搐 一件700年前超级英雄风格的紧身衣 我建议你拒绝 因为实在是太丑了 虽然它确实是寄灵物品 能够防御住一并的攻击 行头问题解决了 流橙子才想起现在还剩最后一步 你是调查军团的人 私自出塔是不允许的 但你可以去自由雇佣兵里 注册一个雇佣兵的身份 自由雇佣兵 也就相当于赏金猎人 有了这个身份 确实立于出塔 两人直接前往了堕落街 开始注册雇佣兵信息 可老板却告诉他们 出于人道主义 雇佣军小队至少得要六人才能注册 不过吗 小兄弟你是知道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只要你愿意花费五百塔斯 哪怕小兄弟单独一个人 也能够注册雇佣军 其余五个队友 上面负责帮忙制造假身份 只见白雾瘫了瘫手 流橙子立马一毁 连忙从跨包里掏出五百塔斯 老板让白雾变一下队友的姓名和代号 然而白雾早已想好了名字 康斯坦丁 老板觉得名字挺酷的 如果将恶舵看作某种 由人堕落的恶魔 那康斯坦丁这个恶魔猎手倒也贴切 第二个队员呢 白雾回答 白嫖 听到这话 老板瞬间汗言 这第二个名字也太随意了些 他继续询问第三个名字 白雾回答 下次一定 第四个就叫 上次给了 老板顿时一脸猛逼 后面的流橙子忍不住扑斥一笑 可下一秒他的表情就瞬间僵住 因为白雾第五个名字 起了他名字的谐音 柳橙之 而第六个叫 下次也不一定 老板曾经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以前还有人起过躺很快 躺很肉 躺打野 躺ADC这种更奇怪的 但这次也忍不住愣在原地 一切处理完毕后 白雾把流橙子带回到自己的住处 顺便让他认个路方便以后联系 流橙子有些怨气 认为白雾过于我行我素了 毕竟现在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 他也要求那个相机 至少要保留一次使用的机会 白雾说道 当然可以 只是我想知道 你为何如此在意这个相机 它到底有什么特殊 曾经也拍过些什么 流橙子想要隐瞒 神色有些不自然 谁跟你说这相机里有什么 白雾表示 既然我认定这相机拍到过某些画面 那自然也有判断的依据 而且你的表情也出卖了你 既然是合作伙伴 不如解释解释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 你也有拒绝的权利 就在两年前 我的两个朋友消失了 高塔层级分明 上头的人 欺负下头的人是常有的事情 三年前 底层的人去了上三层 下场大多一样 男人会被安排去赌局艰难求生 女人也有一部分会 但漂亮的女人 往往会先经历一些别的 至于会经历什么 不用我说 你也懂的 说到这里 流橙子低下头显然有些沮丧 白雾内心暗道 社会制度落后的高塔时代 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很大 这些女人下场自然不怎么好 而上层的人消费的差不多了 玩腻味了 他们也不会回来 而是被安排去塔外 我听人说 塔外的恶垛都是人变的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 你出塔调查的时候 会遇到塔里的人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一度陷入了死寂 片刻后流橙子才打破尴尬 哈哈 看来这个问题是没法解答呢 其实以前我还做过别的生意 我和两个好朋友合伙开的一家服装店 只在让底层的人 也能穿得光鲜亮丽 你别看我这样 我也是有过远大理想的 只是后来 他们不见了 原本三个人要一起实现的目标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店铺关了门 我算是逃过了一劫 也就无心再继续做以前的行当 要找高塔镇域军团 对高层的贵族进行检举 必须掌握着切实的证据 他们要是不多管闲事就好了 白雾推理出了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 流橙子的两个好友 可能尝试过去调查 高层管卖底层少女的事情 这不是底层人可以管的闲事 那些失踪的少女 大多无依无靠 流橙子的两个好友 能在底层开启一家店铺 或许也说明这三个女人 都有一定的手腕和人脉 理论来说 高层的色配们想玩女人 不会选择这样的人 但是他们还是去了 并且真的偷拍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但也留下了巨大的货根 相机里的胶卷最终被回去 相机的主人也下落不明 流橙子不断结识各个身份的男人 人脉越来越广 想必也是在防范 我现在也算是明白 只有雇佣兵的注册那么随意了 方便上头的人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够大 这还真是一个从上岸道下的高塔世界 拥有伸张正义的心是好事情 但他们没有正确地预估自己的对手 白雾的突然开头让流橙子一愣 白雾你说 假如我的朋友变成了恶朵 在塔外遇到了我 他们会吃了我吗 自从白雾遇见小可怜和伊利亚之后 现在他也说不准 塔外的世界很辽阔 不曾发生的事情不用去想 不过如果我遇到了他们 我会转达你对他们的思念 听到这话 陷入悲伤之中的流橙子忽然抬头 眼里似乎有了一丝感动 可还没来得及感动几秒 他就被白雾赶了出去 好了 我要换衣服准备出塔了 你出去吧 随后白雾换上了那身肌灵紧身衣 然后套上斗篷戴上了V字面具 这个缝合型康斯坦丁就这么诞生了 一支有五人组成的 野鹿子雇佣兵前往塔外世界 而队伍里感知最强的便是这个光头 他发现这片怪异的林子里 只有一只气息很微弱的恶朵 队长呵呵一笑 认为这次探险很简单 他们有了一种或许不必躲避 可以正面对抗的错觉 时间过去了四个小时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有多么愚蠢 其中一人也为这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只人形恶朵的攻击力 速度和防御力 都像是弱小的初阶恶朵一样 但唯一的特点就是再生能力 队长立马大喊 老三立马启动返回轮盘返回高塔 快快快 可话音刚落 那只恶朵似乎知道轮盘的作用 立马用手刺死了携带返回轮盘的人 还把他身上的返回轮盘都夺了回去 然后再一一都将其咬碎 眼见唯一的生路被恶朵切断 三人不得不暂时找了个树洞躲了起来 他们脸色煞白 竭力地调整着呼吸 队长小声提醒 都特么尽可能镇定下来 别去想前面发生的事情 蓝发青年一脸怂样 连说话都结巴 可 对 队长 三叶和麻子搁动 队长立马捂住他的子 警告他要尽快镇定下来 否则就会把他赶出树洞 恶度是根据人类的负面情绪追过来的 现在老二老三都死了 难道你也想死吗 可一旁的光头也很绝望 返回轮盘被他弄坏了 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 大概就是等死了吧 树洞内再次陷入沉默 没了返回轮盘 即便外面那只恶舵不存在 他们三人也早晚会因为各种负面属性的降临而被折磨死 队长淡淡地说道 现在看来 那只恶舵从一开始就是以弱势敌 让我们中了圈套 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有着不俗的智慧 否则又怎么可能知道轮盘的作用 优先破坏了我们所有人的返回轮盘呢 说着说着 四小时到了 赋予了阻碍词条 真是糟糕透了 蓝发青年随口一问 老大 那只恶舵现在正在吃三个的尸体 如果我们稳定情绪 也许能够躲过一劫 也许是阻碍词条堕落的缘故 光头很绝望 别抱期望了 我们死定了 塔外世界有人能撞见我们的机会很醒 还是回想一下美好的过去吧 可队长却振作了起来 老四别说了 也许我们会死 但至少不能等死 你们俩给我打起精神来 他注意到外面的雨停了 认为可以尝试着逃离这个鬼地方 可就在这时 树洞外突然传来的脚步声 让树洞内的队长顿时抖了一下 恶舵怎么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支有五人组成的雇佣兵队伍 却在塔外探索的时候 被恶舵杀掉了两个 如今也只剩下三人躲在树洞里等待死亡 可偏偏这时 男主白雾来到了树洞外 我说你们三个 能出来让我瞧瞧吗 下次下雨是在三百秒后 时间紧迫 想活命的话 最后现在一边探测地形 一边交流情报 三人纷纷震惊 虽然来人的声音听起来和老五一样年轻 但这慵懒的声音 显得颇有底气 而此时此刻 在高塔底层 简陋港口的这边 刘成自用船呼机下达指令 准备切换 话音落下 原本正在贩卖假冒伪劣的直播 忽然被切换成了另外一场直播 观众们看到是塔外直播 立马来了兴趣 因为已经有许久没人赶出去塔外直播了 与此同时 塔外的四人终于见面 普雷尔之眼谈出被主 五人小队为何只剩三人 缠若恶朵为何频频反杀 返回轮盘为何七七被毁 光头男子秃头的背后 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洛塞胡硬朗的外表下 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切的背后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欢迎来到门徒七的世界 白雾看完被注很意外 门徒七 看来这次的恶朵 应该是以利亚的同门师兄 光头率先询问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你是鬼还是恶朵呀 梁玉 半生之力三界一段 当前负面状态 堕落 他却是想过死 但现在求生欲比另外两个都高 高到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你最好记住我要说的话 因为关卡的最后 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白雾语气依旧慵懒 好家伙 问我是鬼还是恶朵 这两个选项里没有一个好结果 你是有多想死啊 一旁的队长举起了武器 谨慎的问道 阁下究竟是何人 杨震 半生之力三界一段 当前负面状态 混乱 这个人说话倒是挺老派的 可惜好莱坞倒闭了700年 不拍金刚王5了 不然这么标准的硬汉形象 不演戏太可惜了 我得提醒你 他有一个急性生出的小念头 他想杀了你 夺走你的返回轮盘 不过他现在很混乱 白雾轻轻推开那柄尖刀 说道 你已经损失了两个同伴 死于你们的轻敌 三界一段的半生之力 本来就很弱 而且你看起来方向感不得好 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已经在这里超过四小时了 听到这话 杨震内心一颤 这莫非是四界以上的感知高手 否则又怎么可能一眼看出 我的半生之力等级 不 不对 单独一个感知者 怎么可能独自来到这个区域 这人深不可测呀 说完便把尖刀收了回去 白雾自我介绍了一下 你们可以叫我康斯坦丁 想要活命的话 最好收起一些小心思 这是一个有着八种不同结局的塔外副本 而幸存的三人都必须在场 否则会直接影响到结局 就在刚刚 白雾给他们提醒了一句 你们要是想活命 最好收起那些小心思 听到这话 蓝发青年突然有了希望 我们真的能活下来吗 秦灵 半生之力二阶六段 当前负面状态 迟缓 他是三人里最胆小温顺也最正常的一个 对了 他拥有一个有趣的天赋序列 天赋序列777 悲喜轮盘 这是杨震开口说道 阁下不如把返回轮盘借我们用用 再带救兵来营救我们 我叫杨震 在自由雇佣兵里还算有点声望 信得过杨某的话 听到这话 白雾的目光继续聚焦在三人身上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这个副本 三个人必须都在场 如果走掉了其中一个会有很不好的后果 另外 三人对应着八种不同的结局 每个结局的奖励不一样 财富 声望 情报 寄零物品 或者一个重规重矩的序 或者你全都要 谨慎对待每一个选择 白雾细心琢磨这段备注 三个人八种结局 看来和存活的人有关 光头 硬汉 二次宅 三人的确有八种组合关系 三人都存活 或者一人存活 或者两人存活 加起来刚好八种可能 这个副本还真有点意思 想到这里 白雾拒绝了杨震的请求 信不过 可杨震有些不爽 为什么 眼下只有阁下一人有轮盘 那脱离困境的方法 难道不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人回去 然后利用编号带兵营救吗 白雾不慌不忙的解释道 怪物的感知很强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为何不杀了你们 而是毁掉了你们的轮盘 杨震回答道 其实我也能推断出 这只恶朵有着一定程度的智慧 白雾语气冷淡 是的 他放任你们躲藏 并不急于一口气将你们全数见面 他是在享受你们的恐惧与绝望 对于恶朵而言 你们越恐惧越绝望 临死前有越多负面情绪 他闻着越香 毁掉你们的返回轮盘 陪你们玩猫鼠游戏 为的不过是让食物变得更美味吧 蓝发青年当场瘫软在地上 原来那只恶朵一直在玩弄我们 白雾继续说道 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 你们可以不必强迫自己遮掩内心的恐惧 因为已经没必要了 如果这个时候其中一个猎物跑了 我可以断言 他会立马抓狂将剩下的猎物吃掉 那现在 你们还要选择会塔内班救兵吗 杨震反问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感应到了你 顾也会担心你就走人 转而吃掉我们了 可白雾却说 很遗憾 他无法感应得到我 杨震顿食一惊 什么 不可能 白雾缓步走了过去 我们如果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就要想办法找出这片区域里的秘密 然后杀了他 杨震回头看了他一眼 仿佛眼前这个人 比那只恶舵的段位还要更高 男人看了看时间 距离下次下雨的时间只剩下两分半 他将表揣进兜里 对着幸存的三人说道 我们得先找到下一个藏身地点 边走边说吧 杨震觉得很奇怪 等等 你凭什么会认为这里还有别的藏身地点 可却得到白雾的反问 你知道一些变态趣味的狩猎者 最希望猎物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吗 并非是陷入了消极的等死 而是以为还有希望 不断挣扎 三人听完一愣 你的意思是 白雾继续解释 换个说法 既然整个丛林只有一只恶朵 那么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 他为何不把这些藏身点填不起来呢 或许这一切本就是他故意留下的 仔细看看周围 植物间的距离完全一致 树木的树冠 笼罩的面积也完全相同 杨震这才恍然大悟 真是见鬼 早该想到了 我们遇到的是喜欢折磨猎物的捕食者 白雾问道 你们刚才是在避雨 是不是下了酸雨 杨震回答道 是的 看着和雨水差不多 但其实是某种腐蚀性液体 不过落在植物上没有任何腐蚀性 更多的是针对我们 我们原本有五个人 其中一个斥后便是一位这雨和寻常一样 准备前去探路 结果一瞬间便被这雨化去了一层皮 死在了外头 白雾也猜到了 所以你们的负面情绪从而产生了波动 才会把那只恶朵吸引了过来是吗 杨震默默低下了头 是的 但那只恶朵很弱 他的速度 力量都不怎么强 白雾蹲下翻开了地上的残枝碎叶 回应道 所以前四个小时 你们才会有那种稳住我们能赢的错觉吗 杨震还想要解释 却被白雾喊停 他的目光聚焦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上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注 里面没有恶朵 只是藏着一具骸骨 咱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线索 不过动作最好利索些 丹德莱尔开始寻找下一桌食物 倒计时 四百秒 看完备注 白雾内心暗脏 这个丹德莱尔 想必就是伊利亚的师兄 闻徒七了吧 然后他吩咐光头 你在上面守着 剩下两人和我一同下去 光头本能地拒绝 我妈 为什么是我留下来 杨震也认为良玉比较适合 总得有个人留下来 而你还是敢执行的 老四 听安排 随后白雾回头嘱咐了一句 待会我走在最前面 你们记得别掉队 可杨震却拦住了白雾 等等 还是让秦林走在最前面吧 这会更加安全 看见他们这么主动 这让白雾想起了 秦林的天赋序列777 悲喜轮盘 悲喜轮盘的效果是 当天有七分之六的概率 遭遇寻常人77倍的厄运 如果没有轮到厄运 而是轮到了剩下的七分之一 那么这个人的好运 会是寻常时候的777倍 男人献计了两名队友 现在他的好运 已经达到了寻常时候的777倍 因此队长杨震 想要让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说不定会在地洞里 遇上某种幸运的事情 白雾没有吭声 猜测今天会是他的幸运日 说不定会发生某种蜕变 也说不定 众人进入地洞后 里面并没有很黑 因为在墙壁长着很多 奇怪的红色荧光蘑菇 地洞如同隧道一样蜿蜒 但并没有任何的分支 话而言之 想要藏在这里 就没有任何退路可周旋 这时秦林试着说说话 缓解一下恐惧 你好呀 我叫秦林 白雾很冷淡 你最好走快一点 否则光头很快就会预警了 白雾开始分析周围的环境 这里有特殊的蘑菇 蜿蜒的洞穴 还有天上下着的酸雨 这里的生态就好像 就在他思索之时 走在最前面的秦林 踩断了一根骨头 一向胆小的 他立马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这这这这 这是海骨 这里有一具海骨 白雾让他退下 然后走到海骨的面前 目光聚焦在海骨上 弹出备注 一具女人的海骨 死了两百多年 算是丹德莱尔的收藏品之一 其余的收藏品在别的地方 对了 他还留了一段真假难辨的遗言 那个怪物可以无限的再生 无论受了多重的伤 都会迅速复原 但只如果他触碰到了雨水 也会很痛苦 需要一定时间才会复原 白雾的关注点在于 备注对遗言的修饰 真假难辨的遗言嘛 也就是意味着 这遗言虽然很有可能是 前人攻略这个地方总结的经验 但也许经验是错的 想到这里 白雾询问两人 人身都是溃弹状 速度和力量也不出众 最麻烦的是那个恢复力 不管他受到怎么样的创伤 都会第一时间复原 白雾要确定一件事 所有的攻击都是如此嘛 杨震迟疑了一下 也不全是 那只恶垛在雨中 想要带走老四尸体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被酸雨灼伤了一些 听完杨震的话 白雾大概想到了一种可能 或许能够杀死这只恶垛的东西 便是这塔外的世界本身 只要让其一直困在雨中 就能杀死它 可是怎么做才能让怪物 一直在雨中呢 现在的地形白雾已经清楚了 每个区域的大小面积一致 妥妥的国际象棋气盘分布 黑色区域是会被酸雨袭击 而白色区域则能够躲雨 不过酸雨也并非一直存在 还有地下有着蜿蜒的洞穴 和灵星的安全屋 白雾叹了口气 奈何时间已经快到了 以目前现有的资料 还不足以找出破局的方法 而且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为何备注会故意提示消息真假难辨 这具海骨遗眼里提取的信息 的确和杨振给的信息很吻合 是确定实锤 还是说 这是一枚戒指引起了白雾的注意 这位骨头女士身旁竟然有关键道具 给你高亮标出来了 就像RPG里那样 这是一具已经死了200多年的女人海骨 一旁的地上还闪烁着一枚戒指 白雾剪了起来 目光聚焦在戒指上 备注弹出 前天单得来耳来灵性这具骨头的时候 留下了这枚戒指 这种小细节他本不该忽略 但架不住你身边的那个小家伙运气太好了 但仅限于塔外 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有画面了 等等 你该不会是想要拿去做什么色色的事情吗 原来你是这种人 巧了 我也是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石则落地的声音 两人正了正 知道这是良玉发出的暗号 连忙对着地上的白雾喊道 这是老四的暗号 康斯坦丁 咱们得赶紧走 至少要在一个开阔地方避雨和战斗 这里太狭小了些 被堵住就是瓮中捉鳖 气氛陡然间就紧张了起来 白雾将那枚戒指揣进兜里 然后也跟了上去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的女人并没有让她提起兴趣 但这枚戒指 或许在以后的场景有用 很快酸雨已经降临 无色无味的液体落在了这片丛林之中 三人的动作也很利索 在良玉的配合下很快就离开了地洞 他询问三人 怎么样 你们在下面有没有什么发现 梁震回答道 下面是条死路 除了一具海骨什么都没有 白雾注视着雨幕 眼里再次浮现出被主 人身上有很多液体 白色组传染色体 红色的血液 绿色的胆汁 虽然这个东西它是透明的 但我给你一个提示 这可不是唾沫 白雾若有所思 果然 是胃酸吗 杨震等人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怎么办 只见白雾指着前方说道 他已经来了 你们看 此时在不远处的一棵巨树底下 那只追杀他们的恶朵 正隔着一层水雾直勾勾的盯着他们四人 四级鸡变恶朵 丹德莱尔 鸡变词条 念力 完美鸡变词条 绝对再生 并变词条 速度力量大幅度降低 白雾有些意外 即便等级才四级 也确实是很弱 看来能反杀也并不是杨震他们的错觉 不过这个并变词条 倒还是第一次听说 看起来是一种利于己方的属性 另外 即便词条 念力 也得值得注意一下 备注继续弹出 可惜丹德莱尔是一个正经人 他从不写日记 不然你就会在歪歪斜斜的每一页日记上 看到治病就扔几个字 于是你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好家伙 连田空题都出来了 结合之前普雷尔之言给出的信息 再加上之前遇到的门徒十二以利亚 目前得到的信息都和吃有关系 只是恶舵吃人是正常的表现 为何丹德莱尔吃人要被特别提示呢 这必定是一项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只喜欢恶趣味的变态恶舵 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四人 这让杨震浑身不自在 我们现在怎么办 白误回答道 现在在酸雨的影响下 对面恶舵暂时没有动静 我们也一样 目前什么都做不了 在雨挺之前 暂且先盯住他 提防住他吧 杨震继续追问 可是雨停了他就会过来了 到时候我们 可话还没说完 杨震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个康斯坦丁既然是高手 那么面对这只战斗力并不强的恶朵 岂不是轻易压制 白误见状自然也猜出他的想法 不过他可不想和恶朵过招 至少现在还不到时候 他忽悠了几句 这只恶朵的战斗能力很寻常 这个棋盘地形下 他追不上我们 先和他捉迷藏就是了 我们就探索藏身点 但前往藏身点的过程里 要派一个人去牵制他 杨震愣了愣 牵制 那么要谁去呢 可话音刚落 白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杨震 你去 听到这话 杨震有些意外 我妈 如果没有遭遇混乱的负面属性 我还是可以暂时拖住这只恶朵的 但是现在 看见杨震想要拒绝 白误更是加重了语气 我说了 你去 我手里的返回轮盘 是我们活着回去的希望 而你们三人 任何一人持有轮盘都会引来恶毒 只有我不会 所以除非你们不想回去了 否则这牵制的工作就必须交给你们 然后他竖起一根手指告诉杨震 混乱其实只是改变了你对方向的认知 在你们当中算是最好解决的状态 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物 弄清楚现在的方向偏离程度就好 剩下的就靠你的眼和脑去协调适应了 地旁的两人全程目瞪口呆 我怎么感觉这个家伙 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五分钟后 在白雾的指正下 牵制工作就交给我吧 但我不知道能牵制他多久 只能说尽力而为 不过康斯坦丁 你确定你真的能带我们出去吗 白雾当即反问一句 难不成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不多时酸鱼已经停止 那只恶舵在雨停的瞬间就已经冲了过来 几乎在同时 杨震也赢了上去 刹那间就将那只恶舵的一边胳膊斩了下来 另一边 白雾带着两人前往下一个避雨区域 而两人紧跟随后也不敢怠慢半分 白雾一边带着路 一边将线索拼合 三人都不能死在这里 尤其是后面还有一个环节 和他们三人存活有关 结合之前初次见面时 普雷尔之言给到的信息 恐怕这二人都有着自己的小秘密 而且都代表着某种变数 不过这样才有趣 处在这么一座气盘分布的战场上 我还真有一种对异的感觉 和那位神秘的 老师 在高塔底层简陋港口 白雾的塔外探险正在直播 但这场直播没有声音 看得观众们云里雾里 尽管这次的场景 似乎比以前真实了不少 但也并不好看 没有故事性的直播 根本毫无乐趣 尤其主角白雾 人形的避险机 各种危险基本提前预知 这直播效果就差了好大一节 于是出现众人举手抗议的现象 换台换台 我宁愿看那些贩卖假冒伪劣的直播 此时在二楼的刘成子看得心急 他也不知道白雾在做什么 和理想中白雾斩杀恶朵的画面截然不同 当然这次直播的主要失败原因在于 那只恶朵并不像寻常恶朵一样 闻着味就扑上去 也就导致节目效果很弱 就在这时 主办方的人走了过来 喂喂喂 你就是这次直播的负责人是吧 刘成子已经焦头烂额 回头应道 是 是的 与此同时 在观众堆里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挤进了人群 瘦小的身躯被挡在了中盘外围 他来到了巨大电视墙的下方 开始观察着周围工作人员的表情 不耐烦的是看客 失望的是主办方 而最焦急的应该是直播团队 少年一眼就看到在二楼 正在鞠躬的刘成子 此时刘成子不停地在道歉 麻烦再等五分钟 我能保证这次直播绝对物超所值 可主办方的人却递上一份数据 刘小姐 我们也希望这次直播能够出好成绩 但是啊 这数据不行就是不行 你看现在广场上的观众都吵着换台 我们压力也很大呀 刘成子不断哀求 五分钟 麻烦再给我五分钟时间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工作人员的咒骂声 两人一同转头望去 发现工作人员正在拦住一个青年 小鬼 给我站住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可那黄毛青年却异常激动 大姐姐 让我给这直播配声音 我能让他们很快兴奋起来 刘成子顿时一冷 虽然不知道这小孩子是谁 但说的倒是挺准的 黄毛青年继续喊道 给我一个机会吧 反正现在已经很烂了 主办方不多时 就要找你商谈更换节目的事情 姐姐你也不想节目泡汤吧 见状 刘成子吩咐道 你个小屁还在说些什么 你们都下去吧 这里交给我 黄毛青年说道 我叫叶卫明 大姐姐让我试试吧 不要钱 我配音之后一定能让节目变得更好看 刘成子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配音嘛 不得不说这是妙计 他立马抓住叶卫明说道 好 我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我有要求 那个戴着奇怪面具的家伙叫康斯坦丁 你得重点突出他 叶卫明回答道 好的 交给我便是 很快一直没有声音的电视墙里传来的对话声 恶多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 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处藏身点 一直吵着换台的观众们顿时一愣 有 有声音了 刚刚是什么毛病啊 那声音还在继续 根据线人的资料 这个地方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你们三个跟着我 我能感觉到他就在附近了 这声线跟叶卫明之前的声线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让刘成子很是惊讶 一个人同时发出这么多种混合声 这还是口迹真是神乎奇迹 惊畏天人 关键是全城没有见到恶多 但在他的语言引导下 观众们都有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 真是捡到宝啊 当你把这片区域理解成位的时候 你就知道树洞 剧目 地道 蘑菇都有着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 光头翻着一本残破的笔记说道 康斯坦丁 这树洞前面到头了 就这一本鬼画符的笔记本 完全看不懂啊 你要看看这本笔记吗 备注弹出 上面记载的符号其实是丹德莱尔的圣经 但是想解读详细的内容 或许你得解锁前置关卡 白武摇了摇头 不必了 继续走吧 这个树洞里的信息很有限 可他心中知道 这本笔记和第九病动的档案是一样的 肯定是最后与boss对决时才能查阅的物比 上次白武带走了戒指 但这次并没有带走笔记 他加快了脚步 我们动作最好快点 快要下雨了 秦林却欲言又止 康 康斯坦丁 老大他 白武边走边说 不会有事的 快走 我们必须赶在下一场酸雨到来之前找到安全地 白武内心不断拼合着线索 我之前去过两个区域 破碎的城市街道和废弃的医院 那些区域和真实世界很相似 而只有这个丛林 给我感觉像一处精心布置的气盘 什么样的地区会下胃酸呢 但如果这里是一个胃 那么丹德莱尔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与此同时 杨振越是合恶多战斗 他对混乱状态下的自己就驾驭得越精准 他发现已经到了下酸雨的时间 于是快速跑向预先安排好的避雨位置 留下丹德莱尔独自在雨中停留 那酸雨滴落在他身上滋滋作响 疼得他嗷嗷直叫 秦琳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声音是 白武表示 看来你们老大还挺顺利 利用酸雨极大程度削弱 这只能无限再生的恶毒 但白武还是半信半疑 看起来酸雨的确是能抑制 丹德莱尔的最佳手了 但顶级的狩猎者 故意留下的破绽也不见少 真相还有带验证 另一边 在塔外调查军团的第七营地 五九接通了一个电话 对方一开口就喊他小九姐 你安排的事情我给办妥了 在小叶子的帮助下 他一定会成为新的底层大明星的 不过塔外保镖这种事 我可办不到 五九淡淡地应了一声 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挂电话了 有事情在联系 我还很忙 女人怕他挂机 立马说道 有事情 有事情 我说小叶子可是我以后的接班人选之一 过早地暴露出来 你怎么补偿我 你这家伙 让我把小叶子拉出来 给那小子直播创业保驾护航的 甚至还花大钱暗中 打点直播主办方的关系 你们才认识多久 你对那小子也太好了吧 五青玉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真的喜欢男人 五九也不反驳 任由他胡言乱语 等我的人回来了 我会让他联系叶未明的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但我的人可以将他的才华引出来 女人不依不挠 一口一问你的人 你的人 那我是你什么人 听到这里 五九直接把耳脉取下 然后淡淡说道 工具人 说完便潇洒地挂断了通讯 这是一座搭建在巨木之上的树屋 但在白屋的眼里 这座藏身点却像是一个靶子 它缓步走上楼梯 故意支开光头 你还是留在下面 准备接约我们或者扬镇吧 梁玉也不想进去 好的 我在下面放哨 你们快点 白屋也正好想将秦林和梁玉分开一下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树屋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欢迎来到丹德莱尔名链上的房子 里面存在着通关一阶段的道具 最好擦亮眼睛 两人直接推门而入 发现屋内非常干净和空旷 桌子上只摆放着三样物品 和上次不一样 你可以把三个东西全部带走 但有两个东西会给你错误的引导 真正能够帮助四人摆脱困境的 只有一样 真同理事负面状态清除药剂 那把伞能够抵挡酸雨 而那个圆圆的东西 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返回轮盘 看见有返回轮盘 秦林立马就来了精神 可一旁的白雾却陷入了思索 谜题又来了 只有一样能够带领他们 走向下一个阶段 另外两个都是错误引导 备注继续弹出 可不只是如此哦 另外两个东西如果试图去使用它 很可能会导致三人中某一人死亡 白雾想起那句话 三个人 八种结局 这备注给到的信息 似乎在暗示着存活人数 会影响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而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这三人为何在这里 是因为塔外随机的规则 恰好被传送到了这里吗 还是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就像第九病院里被人安排过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 我将会被动选择八种结局的一种 还是自己主动选择呢 这二者有很大的差别 前者被动选择 代表着我会努力保全三人性命 但最终因为种种失散 导致了三人中 其中一人或者两人或者全部死亡 而后者主动选择 代表我选择了某个特定结局 比如故意牺牲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甚至我觉得三个人都该死 所以一个也不救 不过要是后者 那就说明这三人里至少有一个人 有着极大的问题 心怀鬼开 想到这里 白雾的嘴角微微上扬 太有趣了 他对着秦林问道 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秦林回答道 想啊 当然想离开 白雾继续问道 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能离开 其余两个人的死在这里呢 此话一出 秦林立马激动了起来 您不是能把大家都救走吗 白雾说道 我也许救不了那么多人 我就直说了吧 如果我只能救一个 我会选择救你 此刻他内心里有想法 让我借用下你今天的欧皇运势吧 秦林叹了口气 康斯坦丁大人 您说的这个是可能性对吧 白雾没有回答 而是要求他先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反回轮盘 一个是负面状态清除药剂 一个防酸雨的伞 告诉我 你觉得哪个物品最为重要 秦林低头难难道 你说最重要 但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啊 老大中了混乱 梁哥中了情绪错位 有了药剂 就能使他们都解除状态了 而且 我只是猜测呀 哪个怪物好像怕雨水 我们有了伞 是不是可以尝试把怪物引到雨中击杀了 至于轮盘嘛 如果轮盘有三个就好了 只有一个的话 好像也不是非常重要 白雾内心暗道 这基本上和我想的一样 现在整个诡异丛林的谜局 就只差一块关键的听途 丹德莱尔的笔记内容 就能全部解开了 这是一道逻辑题 如果三样东西 只有一样能够待我突围 且达成八种结局里的意图 那么必然不是轮盘 因为轮盘一旦启动 我可以断言恶朵 绝对有把握杀死另外两个人 但如果返回轮盘是错误的选项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 这时秦林突然开口 我觉得伞应该是最有用的吧 假如只能选一样最有用的 那一定是伞啊 白雾继续分析 是的 伞是最有用的 但有个前提 雨水真的可以杀死恶朵 丹德莱尔显然和其他低级恶朵不同 他虽然只有四级机变 但却拥有完美积电词条 这或许是那位老师的手笔 使得丹德莱尔与众不同 且拥有智慧 那么问题来了 白雾继续询问秦林 这间屋子你觉得怎么样 相比之前的藏身点 秦林挠了挠筒 您是指什么 白雾说道 你不觉得这间屋子异常的干净吗 秦林回答道 您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 白雾继续说道 恶朵全身上下都有着腐烂气息 但这间屋子却格外干净 与前面的几处藏身点相比 这里仿佛他没有来过一样 你觉得合理吗 秦林随口说道 或许他不曾来过这里 或许他根本不知道屋子里有什么 白雾却说 或许这些都是个幌子 看起来最适合躲避酸语的安全屋 他却丝毫不见 结合他的恶趣味 喜欢慢慢享受猎物的绝望气息 听到这里 秦林顿时毛骨悚然 难道说 这些酸语根本不可能杀死他 男人拿起针管就往光头的脖子处砸 原来这是一瓶能够清除负面状态的药剂 就在刚刚 白雾得知光头隐瞒了自己的负面状态 他询问秦林 梁郑感染的负面属性是混乱 而梁玉告诉你他感染的是情绪错位吗 秦林回答道 是的 不过他们看起来好像还能控制住 白雾内心暗道 梁玉的负面属性明明是堕落 备注的信息不可能出错 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而堕落 虽然不知道具体属性是什么 但从字面意思延伸 有可能是意志屈服于恶朵 也就是说 如果不尽快解除梁玉身上的负面属性 三人之中或许会出现一个叛徒 这么看来 调剂是必然要用到的 想到这里 白雾已经解开了选择题 他还是将散和轮盘人给秦林拿着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酸宇杀不死丹德莱尔 那什么才能杀死他呢 这时秦林发出疑问 康斯坦丁大人 那个 要计我们不拿走吗 白雾拿起针筒往门外走去 没什么 马上就能用到 走吧 雨开始下起来了 我们得去寻找其他安全地了 与此同时 酸宇再次降临 躲在树屋下的梁玉内心正在经历煎熬 那只恶垛 根本死不了 我们回不去的 只有一个轮盘 康斯坦丁会给谁 会给杨振的吧 杨振 对 是他害死了二哥 杨振这个家伙执意要让二哥去 明明同围斥后 二哥更精于谋略 我更精于感知 如果是我探路 或许也不会死了 还有三哥 真可怜啊 不就是背后说了一句 嫂子好看吗 那只恶垛袭来的时候 竟然让三哥断后 老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运气好 一个最没用的人 却活到了现在 凭什么我是堕落 他却只是痴缓 堕落其实是一种 极为稀有的负面属性 一旦降临便会生出 对同类的憎恶 如果不尽早回到高塔 甚至可能会恶多化 就在这时 白雾趁其不备将针管 直接插进梁玉的脖子处 一切声音也都戛然而止 数秒之后 梁玉的大脑忽然间一片空白 那乱七八糟的念头 也随之消散 白雾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寡淡 下雨天不要胡思乱想 你的负面属性已经清除 深呼吸 我们准备要启程了 梁玉内心暗道 清除 这就是这款药剂的作用吗 这个康斯坦丁到底有多少命 如果这药剂能够量产 恐怕可以调查军团 前往紫色区域了吧 这时秦琳将他扶起 梁哥 你好些了吗 梁玉回答道 好些了 我刚才差点就犯下大错 这款药剂 是你们在屋内发现的吗 秦琳解释道 是的 康斯坦丁大人一眼 就看出了这些东西的用处 梁玉内心很是震撼 一眼 意思是康斯坦丁 这家伙知道药剂的用处 看来他以前应该见过这东西 也许是悲喜轮盘的效应吧 虽然损失了两个老队友 但这次却换来了一个真大腿 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快要串起来了 但是就差一块关键拼图 只要找到这个拼图 就能解开丹德莱尔的秘密 而这片地区的地形 我已经彻底摸清 这就是一块对称性棋盘 我们与恶朵玩的对抗 六项是一款非对称性对抗游戏 双方势力 一边扮演着强大的怪物 另一边则扮演着弱小的求生者 在之前一个安全屋内找到的那本笔记 上面画着的诡异符号 和第九医院里的符号如出一辙 那是在第九病院里 我曾经进入过红阴的记忆 这或许和红阴的能力有关 但或许也和那些皱纹有关 所以那本笔记也就是一个记忆入口 从之前找到的藏身点来看 不只是整片丛林的地形划分 就连每个据点的位置距离都十分工整 看来这个丹德莱尔多少 是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啊 俗话说四面八方 目前这丛林棋盘的四角我已经去过 那必然还有四个正方向的地点上 也藏有线索 如今距离解开丹德莱尔的秘密 只差一把钥匙了 白雾将目光聚焦在南方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那边的确有一处买骨地穴 里头藏着一具傭兵的海骨 但你已经知道了丹德莱尔的小把戏 所以没必要去了 看来南方有藏身点的推测是对的 不过丹德莱尔布置了不少假消息来源 白雾又望向东方 一个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和一个喜欢吃人的家伙 双方正在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 丹德莱尔发现小光头和小吉祥物的恐惧变大了 这代表肉变味 他很生气 即将进入二阶段 倒计时六百秒 果然预感是对的 丹德莱尔还藏有后手 但二阶段是什么呢 白雾心里再次涌起了危机感 十分钟 只剩不足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不赶紧找到丹德莱尔的弱点 一定会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情 他继续望向西方 这条路的确得走 丹德莱尔死后 这个区域就会出现一个缺口 但你得先弄死他 总之 此路不通 这段话虽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 但却验证了一件事 丹德莱尔自身 和整个区域有一定关联性 甚至他们是一体的 最后 白雾望向了北方 当你看到满是皱纹的笔记本时 一定想得跟我一样 谜语人滚出歌谈试 但好在 不远处的那岩洞里藏着一本你熟悉的东西 里面有着丹德莱尔的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 可能会改变你对丹德莱尔的看法 几乎在同时 酸鱼也停了下来 白雾朝着北方走去 雨停了我们走 秦灵问道 大人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呀 时间很紧迫 白雾没有也多做解释 跟着我走就是了 而他一直在分析备注里的最后一句话 治病救人 诗人 或许丹德莱尔拥有极为复杂的过去 十分钟 我必须要找到布局者藏医的 关于丹德莱尔的真相 与此同时在同龄的另一侧 杨振的处境并不好 他躲在剧墓后喘息着 见鬼 我一次次把这家伙推到酸鱼中 都被他那可怕的恢复力修复了 这酸鱼真的能杀死他吗 就在这时 从来没有说话的丹德莱尔 突然开口 杀死你的 不会是我 杨振一脸错愕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够说话的恶朵 大多数的恶朵都是纯粹的烈食者 丹德莱尔没有表情 只是站在原地定定的看着某个方向 主人等待的猎物 让我的猎物变了味道 原本因为康斯坦丁的到来 看到了生机压制了恐惧的杨振 再次感到站立 这只恶朵果然一直在戏耍猎物 丹德莱尔继续发出圣人的笑声 这里是一座棋盘 我甘愿成为主人的棋子 因为他必将带领我们 毁掉那座该死的他 但你呢 见状 杨振开始疯狂的逃跑 不过丹德莱尔并没有追击 他只是一直重复着刚刚的话 和那圣人的笑声 可是不管杨振如何逃跑 耳朵里总能听到丹德莱尔的嘲弄 逃吧逃吧 杀死你们的 不会是我 这是隐藏在未知丛林中的最后一个据点 良玉作为感知者 一眼就能感应出里面有人的气息 但诡异的是 门明明是开着的 里面如果真有人 为何不走出来 此时白雾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从进入这个丛林开始 他就有一种在解谜的感觉 奇怪的棋盘又仿佛是某个巨大怪物的味 丹德莱尔身上的关于吃人和治病救人的备注 笔记那本写满了咒印的笔记 包括现在忽然出现的人类 还有杨振琴灵良玉这三人为何能够影响结局 这些迷面柔和在一起 让这个题目显得乱糟糟的 从遇到三人开始 再到那具备灵性的骸骨 我都能感觉到丹德莱尔代表着一种极为纯粹的邪恶 是恶多对人类的那种憎恶 虽然丹德莱尔具备一定的智慧 可怜想到之前的以利亚 白雾总觉得丹德莱尔不该这么的形象单薄 现在他猜到了某个可能 一切的谜底就藏在这间屋子里 他嘱咐身后两人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有什么动静在向我通报 说完便往门内走去 在白雾的内心深处 其实并不相信这三人 明明在屋子外看 屋内是一片漆黑 但在屋子里却有着烛火一般的暗淡光芒 很快一个大箱子引起了白雾的注意 人藏在箱子里 箱子上有着一本两天前被人安置的档案 我的建议是不要打开它 但我想你更好奇真相 当白雾走进来的时候 箱子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丹德莱尔 是你吗 白雾没有说话 走到箱子旁 轻轻拿起那本档案 内心分析着 两天前布置的吗 那么布置者很有可能便是之前树屋的主人 也就是那位老师了 这么说来 这间屋子里确实藏着丹德莱尔的弱点 也藏着老师最大的杀招 白雾开始查看档案 你好 调查者 当你尝试了酸饮击沙发现无效的时候 我猜你一定会想到 这个区域并不是什么古怪的丛林 丹德莱尔是一个很喜欢戏弄他人的孩子 他的年纪其实只比以利亚大六个月 提及以利亚 我本来想的应该也让你知道以利亚的过去 但那栋医院里有着一件让我也惊叹的杰作 见到了那个小姑娘的时候 你也很惊讶吧 无法想象 这么一个区域里藏着精神力比我还强的存在 我才发现我的举动竟然有些多余 也许从这件艺术品身上 你能够了解到更多 在白雾看来 这的确是那位老师的口吻 而且这位老师应该是一个超级恶毒 也许存在于所谓的紫色区域 甚至是红色区域 不过这位老师对红音的评价倒是异常的高 他翻动第二页 笔记里的内容是丹德莱尔的救赎物 通过咒音我能够将丹德莱尔与这个孩子连接 他们本来是一体的 现在请允许我留下本次事件倒数第二个谜题 什么样的人 会同时拥有两种经历 不过说是谜题 答案就在档案后面的内容里 我想看到了这些内容之后 我们之间的距离会更进一步 白雾还真不知道这个谜题 他翻开了下一页 一个诡异的图案出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 那种熟悉的感觉也再次浮现 周遭的暗淡的景象骤然间改变 耳边不停传来箱子里的声音 丹德莱尔 是你吗 一切都变得飘渺起来 男孩拥有最强再生天赋序列 尽管摘取器官和脑子 也能再次生长出来 可他却惨遭黑心医院牟利 成为了人体器官的培育体 就在刚刚 男主白雾翻开档案 里面记录着那孩子的惨痛过去 很快他陷入了那孩子的记忆之中 2017年2月19日 穿着医生衣服的人今天和我说了话话 他们对我说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牺牲自己去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感激我 我会和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有不少人喜欢我 记得我 2017年3月5日 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姐姐 她和医生一样是好人 不会讨厌我也不会害怕 护士姐姐说 我可以尝试着和医生提一些要求的 比如有什么想吃的 想玩的 想看的故事 都可以跟医生提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姐姐看起来有些难过 2017年3月6日 逼生很诧异我 为什么会提这些要求 但我想起姐姐的叮嘱 所以没有回应她 逼生心情的确不错 因为姐姐告诉我 逼人最近的声望很高 救治了不少器官残缺损坏的人 就像是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我也很高兴 但姐姐还是不高兴 因为医生拒绝了我的要求 2017年4月21日 连着很多天 我都躺在手术床上 医生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我的生长速度 好像太慢了 她埋怨订单需求越来越大 那么多人等着我的救治 但我却自私地抗拒着 我很难过 很内疚 可我没有自私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生长了 要是我能够 要是我能够恢复得 再快一点就好了 我不想医生生气 2017年6月4日 我有些虚弱 我跟医生说有些恶 我不想躺在手术床上 医生的表情很严厉 她问我还有那么多人 要救 如果耽搁下去 她们很快就会死去 我知道死亡的意思 是陷入深度的睡眠 再也无法醒来 那太孤独了 我不想她们死 2017年7月7日 今天休息 但我很想离开这里 我好想念姐姐 好想跟她说话 但是我的牙齿和舌头被拔掉了 我的眼睛也被摘掉了 这些天过于虚弱 要重新长出眼睛和牙齿 还需要一些时间 2018年5月9日 穿的医生衣服的人 今天和我说了会话 他们对我说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牺牲自己去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感激我 我不会和那些怪物一样 被人们讨厌 2018年5月10日 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姐姐 她和医生一样是好人 不会讨厌我也不会害怕我 护士姐姐说 我可以尝试着和医生提一些要求的 比如有什么想吃的 想玩的 想看的故事 都可以跟医生提 只是姐姐看起来有些难过 她对我说 你要想起来 你要想起来 2018年5月11日 我感觉到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些东西 我对医生提出了疑惑 我好像忘掉了什么 医生的脸色很难看很难看 匆忙的离开了 我一定是说错话了 可是我 忘掉了什么呢 我本该跟医生要些东西的 玩具 书籍 食物 但是现在医生好像生气了 我不能再找他要了 真的对不起 我又做错了事情 对不起 对不起 2018年5月14日 最近医生的心情不错 偶尔会和我说上两句话 他告诉我 我救了很多人 大家都很爱我 虽然每次都是这样的句子 但我还是很高兴 护士姐姐也告诉我 医院的实验项目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柳叶刀上 很多资深医生认为 我的存在 解决了很多医学上的难题 只是医生很开心 但护士姐姐看起来好难过 2018年7月5日 连着很多天 我都躺在手术床上 医生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我的生长速度 好像太慢了 他埋怨订单需求越来越大 那么多人等着我的救治 但我每次都不争气 我很难过 很内疚 可我没有自私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生长了 要是我能够 要是我能够恢复得 再快一点就好了 我不想医生生气 只是医生为什么说每次呢 2019年1月10日 姐姐对我说 很想和我过年 想带我吃东西 她说我救了那么多的人 不应该被关在 这冷冰冰的实验舱里 但我不觉得这里冷的 我问姐姐 我救的那些人 都还记得我吗 姐姐的表情很奇怪 明明是很高兴的事情 她却哭着点头 真开心 他们都记得我 他们都爱我 2019年1月11日 姐姐跟我告别了 很奇怪 明明还会再见到啊 我只是去做一个手术而已 2019年1月12日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问医生 他们会喜欢我吗 医生没有回应我 这次的手术刀 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和以前不一样 不是取走的脏器 而是取走的我脑子 我希望手术快点结束 因为姐姐很难过 我想安慰她 2019年1月13日 穿着医生衣服的人 今天和我说了会儿话 他们对我说 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牺牲自己去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感激我 我会和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有不少人喜欢我 记得我 仓室外有个护士 她好像在流眼泪 另一个人的心肝脾肺 甚患到自己的身上 这一切要从2018年3月3日说起 体弱多病的 我再次回到了学校 老师很高兴 但我并不喜欢他们的眼神 明明我已经痊愈 他们的眼神里却有同情 这难道不该是我 看他们的目光吗 下午的时候 有一次年级为单位的测验 测验结束的时候 老师显得很开心 并问我要不要参加省里的竞赛 对此我没有意见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给这些人的人生里 带来一些附加价值 2018年3月4日 今天依旧很无聊 中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再次回到了医院 我躺在手术床上 有一个和我很像的人 就躺在我的隔壁 他好像在叫我的名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2018年4月4日 梦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每一次我都会在梦中突然惊醒 而且每一次也只能看到一部分 这个梦就像是在指引我寻找什么东西 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我在天台被女生表白了 这大概是今天遇到的最好玩的事情 这个女生一路上黏着我 我也如同父母老师所教导的那样 礼貌地对待她 但我内心对她却是非常厌恶的 我们很少说话 她喜欢我什么呢 大概喜欢依附于我 就能提高她的价值 甚至改变她的阶层 可她不知道 在我眼里看起来 她就像一道食物 2018年4月6日 多个器官衰竭 让我经历了一次手术 但我总感觉这次手术过后 我便不再是我 我又做了那个梦 我已经渐渐习惯 每天我都会和她一起躺在手术床上 她的心 肝 肥 皮 甚全部给了我 我甚至感觉到 我和她就是一体的 那个她真的存在吗 2018年4月8日 我终于向妈妈提出了我的疑问 但妈妈对我说 我身上的器官 是来自不同的人 让我不要多想 我更应该在意的是 好好读书 将来为这个家挣更多的钱 2018年4月22日 她让我感到越来越恶心 她看见垃圾桶边的野猫会说 好脏啊 皮肤都溃烂了 恶心啊 但她的朋友圈里 会发很多前往猫咖的照片 路边的野狗她同样厌恶 但别人家的柴犬 她甚至觉得比那些 后进学生的命还之前 她以为她成功地做了我女朋友 甚至有些药物扬威 她拿我当炫耀的谈资 这让我越发好奇 世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2018年5月4日 梦里的场景越来越逼真 我仿佛看到了她的脸 那是一个跟我一样大的人 我们长得也很像 她在对我说 没有人喜欢她 没有人爱她 一切都是假的 说实话 我不懂那是什么感觉 一直以来 周围的人都很喜欢我 我表现得温顺 听话 成绩好 女人缘也不错 父亲挣了些钱 让我也不用为将来担忧 所有人都爱我 所有人都喜欢我 每个人都欢迎我 每个人表现得好像和我很要好 或许 因为这样子 他们大概就能换取到一些利益吧 只是我真的很讨厌他们 2018年5月9日 之前的梦 我和她有说有笑 她偶尔会跟我抱怨 为什么大家都怕她 但今天 她不认识我了 她就像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一样 今天回到学校的时候 女人拉我到保健室接吻 但我不小心咬破了她嘴唇 血液一点点慢慢注入 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了世界的多彩 生命真是很神奇的东西 我仿佛听到了那些器官开口说话 他们在盛赞鲜血 直到我被女人狠狠推开 她发狂地尖叫着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像是见到了怪物 喂喂 这是什么难看的表情 不就是咬掉了你半片嘴唇吗 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这都不能忍受 2018年5月14日 父亲赔了不少钱 也责备了我让她损失了不少钱 公司的名誉甚至会影响公司的股票 但让我感到可惜的是 鲜美的血腥 我只吃到了一点点 不过也不错 再也不用看到她将生命分为 三六九等的丑恶嘴脸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的体内觉醒 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018年5月20日 真是一个有趣的日子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 学校的老师安排了心理医生 他们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我只是压力太大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那并不是我的本性 而这个心理医生也给了他们这样的答案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告诉我 他叫盖尹 他对我说 丹德莱尔 我以后就叫你丹德莱尔好了 你可不是什么乖孩子 你根本不是心理压力大 你只是很喜欢血肉的味道对吗 盖尹 丹德莱尔 真是奇怪的叫法 但好像也意外的有趣 2018年5月22日 生日礼物收到了一辆车 但我不喜欢 我越来越厌烦这样装作好孩子的日子 梦里我又和那个人成了朋友 但我有预感 他不久之后又会忘掉我 下午的时候 盖尹忽然出现在了我家的院子 他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来了 说是要开导我 爸爸妈妈很高兴的接担他 原来他知道我的生日 他是给我送生日礼物的 他带我来到车库里散步 他打开了那个我本不喜欢的车尾箱 那是一只麻袋 麻袋里传来的女人的乌业声 他问我喜不喜欢这个礼物 当时我的感觉是 实在太棒了 我在清热时意外咬掉了女友半截嘴唇 但我不仅没有内疚 反而还吃得津津有味 父母为此请来了一名心理医生 可怎料心理医生知道我喜欢血腥 还直接将女孩绑架回来送给我 就这样 在2019年9月19日这一年来 盖尹成为了我的导师 我对他讲述了那个梦 我梦见了那个换给我器官的男孩 可盖尹告诉我这个梦是真实存在的 他还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我 另外的我正在遭受痛苦 这个世界对他有巨大的亏欠 而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把世界亏欠他的 全部收回来 2020年1月4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异 在城市的外围 发现了一种名为恶朵的东西 刚开始我有些害怕 但盖尹给了我勇气 他说我是天生的烈食者 世间的一切都是我的食物 无论是恶朵还是人类 但我一心想要拯救另外一个我 可是盖尹告诉我 另一个我还对这个世界抱有善念 现在还不是时候 2022年3月4日 城市里的恶朵数量越来越多 尽管这还不足以威胁到人类 盖尹也带我狩猎过一些恶朵 但也狩猎过一些人类 我不明白 盖尹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阵营呢 可盖尹却告诉我 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 如果恶朵为恶 那就杀死恶朵 如果人类为恶 那就杀死人类 如此变好 2023年7月15日 我身上的变化终于无法遮掩住 吞噬了太多人与恶朵 让我产生了某种变化 于是我询问盖尹 我现在还算是人类吗 盖尹对我说 有必要执着于人类吗 人类最终都会被赶尽高塔 只有这样的形态 才能永久地留在外面 而父母老师也终于露出了 他们的真面目 所有人终于开始害怕我了 哈哈哈哈 真好笑呢 他们内心恼羞成怒 不能再利用我了 却还要装作可怜与害怕的样子 他们想要把我送去第九精神病院 我知道那里面是专门关押怪物的地方 原来我已经是怪物了吗 可是他们的嘴脸 明明是同样的丑恶 2023年9月11日 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戴面具的家伙 好烦 好烦 原本达到了恐惧废点的城市 又因为他的出现而降了下来 盖尹对我说 那是一个麻烦的家伙 我最好不要招惹他 在所有人都想把我关押进第九病院的时候 是盖尹就走了我 他告诉我 等到面具难死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行动 去拯救另外一个我了 2024年7月14日 盖尹说这个世界的变异速度太快了 人们开始排着队想要挤进那座塔里 现在还留在外面的 都是一些等死的人 至于面具难 他似乎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又或者潜伏在某个地方 但已经无所谓了 这座城市太乱 一些比我还强大的怪物开始作乱 游荡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开始四处逃散 每天都能在超市附近 看到人群为了争夺物资而大打出手 不过也有部分机构开始建立地底避难所 盖尹说 这个世界还能再撑个三四年 那些食物住在一起 那就只有成为恶朵 于是我和盖尹终于来到了市中心的那间医院 有很多次我都想来这 只是盖尹都阻止了我 我也终于可以去见另外一个我 舱室的门早已打开 作为实验体的他 跑到了能够接触到阳光的地方 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人爱他 没有人在意他 他以为自己救赎了别人 是人们心里的英雄 但凌乱匆忙的医院里没有人去搭理他 甚至有人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他大声喊叫着那个温柔的护士的名字 大概是这里的某个护士 只是该隐告诉我 在这里 从来都没有过护士 从来没有过 从我做手术的那天起 这间医院里就没有任何的女人 男孩用身体器官去救赎他人 却活在了最邪恶的环境里 而有些人活在最优越的环境里 却变成了人人望而生畏的怪物 世上并没有公平可言 而这本日记里记载的记忆也到此结束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 白雾并不清楚 但事情的脉络他也已经整理清楚了 世界的变异 并不是已出现恶朵开始 而是首先从环境开始 对于700年前的那个世界 就已经有了塔外的雏形 部分天赋异禀的人会觉醒某些能力 比如丹德莱尔 这个时候的塔 拥有的并不是恶朵的完美积变词条 绝对再生 而是与之相对 属于人类的天赋序列42 无尽涅槃 从日记最初的2017年开始 在这7年的时间里 丹德莱尔被医生视为人体器官储存库 不断地被宰割 不断地被清零记忆 不断地拯救着他人 一直到2024年夏季的时候 这恐怖的循环才终于有了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 又是来自另一个 由丹德莱尔的器官拯救过的孩子 他们两人一个至善 一个至恶 更讽刺的是 至善的人 活在了最邪恶的环境里 没有人爱他 没有人欢迎他 没有人在意他 而那所谓的护士姐姐 就像是红英的那把梳子 一直牢牢守护住丹德莱尔善良的原性 直至最后所有人抛弃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怨念 至始至终他依旧是人类 如果这个善良的丹德莱尔遇到了红英 大概可以称得上是难兄男妹了 还有那个至恶 他生活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环境 拥有的财富 资源 人脉 乃至自身的外在 都是最优秀的 可偏偏 他却过早地成为了恶朵 当然 这位老师 也就是该隐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当时是一位真正的心理医生 而不是该隐 也许另外一个丹德莱尔 也不会堕落到这种程度 残破的笔迹 是该隐的力量 让两个丹德莱尔的生命向连接 现在白雾知道了最终的谜题 就在这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些字样 你好调查者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想我们都认识到了人性的丑恶 我不妨给你额外赠送一个秘密 你一定很好奇 杨镇秦林良玉三人 到底怎么来到这里呢 其实很简单 我给了他们一点指引 白雾证了证 恶朵无法进入高塔 会被某种力量直接诛杀 难道这个该隐不是恶朵 也住在塔里吗 他回应该隐 看来你是想让我做一个道德选择题 用我的道德来绑架我是吗 你最大的杀招不是丹德莱尔 而是我 没错 那么请问你愿意接受我的题目吗 白雾诞弹说道 那就来吧 他知道在档案的最后一页 肯定记录着那三人的秘密 不过他内心一点也不沉重 因为只要我没有道德 你就永远也绑架不了我 男人翻开档案最后一页 眼前立马浮现一排字幕 天赋序列 即便词条 这两种力量其实是相对应的 但是天赋序列要更为强大一些 天赋序列越靠前越稀有 但其实在这里面还是有个别案例的 例如某些特定的数字的序列 若相互靠近就能形成某种特殊的组合 即便是很靠后的序列 但出现在某些场合中 作用往往比稀有序列有着更为强大的效果 白雾想了想 其实也挺好理解 这就像是游戏里的一些组合技能的意思吧 该隐的字幕继续浮现 例如天赋序列777 杯喜轮盘 和天赋序列666 撒旦之吻 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触发意想不到的效率 他会在某一段时间内 让两个天赋序列的拥有者以外的人遭受厄运 而拥有者就会享受献祭他人带来的好运 白雾也大概能猜出 在他们几人之中 必定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字幕继续浮现 原来在三人之中 杨振是唯一知道气韵攫取周期的人 在该隐的指引下 他们更是知道了这个区域藏着一件极为稀有的宝物 而且在同时 该隐也告诉了杨振 要是他们的队伍里拥有气韵攫取这种组合序列 那即便在最后取得了宝物 那得到的人也必定不是他 该隐询问白雾 所以要不你来猜一下 那个拥有序列666撒旦之吻的人又去了哪里 白雾内心暗道 话已至此 想必那个人已经被丹德莱尔吃掉了 估计是死去的老二老三其中一个吧 该隐继续说着这只队伍犯过的罪孽 其实杨振这五人曾经靠着这两种序列组合 引发过大规模的矿脉坛塌 每当杨振将要执行某个任务时 他就会让天赋序列的拥有者去白色区域吸取气韵 他人的死亡将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气韵 因此杨振也依靠着队友那强大的气韵 从而完成了许多高难度的任务 同时也累积了不少声望 听到这里 白雾也突然想起 当初杨振想要拿到返回轮盘时说的那些话 他对自己的声望倒是很自信 该隐继续解释 就算气韵再好 也不是万能的 他们处于丹德莱尔的位置 在失去返回轮盘后也只能任由宰戈 还有 我也就大概的统计了一下 杨振的这支队伍 曾经靠着气韵攫取害死了大概有200余人 可令人讽刺的是 那些采矿团队还以为他们是惊艳老道的老矿工 懂得如何精准避险而已 在各种艰险的环境里一次又一次的活了下来 这是一支靠着献祭队友而获取气韵的队伍 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 杨振都会安排队友前往白色区域去害死其他人 从而吸取他们的气韵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久而久之 杨振在自由雇佣兵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在底层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很可惜这个世界只有吃人的恶朵 并没有神鬼之说 那些被杨振等人坑死在塔外的人 有部分被恶朵吃掉 有部分变成了恶朵 然而恶朵是无法进入高塔的 任凭那些恶朵化的人在塔外疯狂哀嚎 也无法影响杨振过上滋润的日子 因此杨振才会这般有吃无孔 肆无忌惮 还有秦林和梁玉两人 你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吗 尽管不清楚这些秘密 但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吗 你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你而死 你就真的无辜吗 接下来该隐还是给白雾留了一道选择题 也是这次最后的一道题目 如今丹德莱尔的第二阶段准备结束 大量的卫叶将会在地底涌出 七百年过去了 他仍然喜欢看着那些猎物被卫叶一点被腐蚀的样子 告诉你 在这片区域的西方 有着一艘可以抵抗卫叶腐蚀的船 但是你必须要不断地在巨木上跳跃 从而靠近那艘船 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失足了 这些卫叶会瞬间将你融成一副白骨 最后提醒你一下 这艘船最多只能容那四个人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做这道题 开启返回轮盘直接回到高塔 我会当你是选择让他们都死 而丹德莱尔将会由我继续保管下去 又或者说 你不忍心看着他们三人死去 想要带走其中一个 还是两个 又或者全部带走呢 这时该影的影像突然出现 他拍了拍白骨的肩膀 缓缓靠近他的耳边说道 我期待你的选择 说完便消失在空气之中 白骨和上手上的档案 里面的内容也到此结束 他细心琢磨着 从说话的口吻来看 该影确实很符合那位老师的形象 但如果说他是一个人类的话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活着足足700多年 这时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嗨嗨 白同学 提醒你一下 天赋序列42 白骨立马一会 对了 如果该影也拥有 与丹德莱尔一样的序列42 无尽灭盘 那么他的身体成长到最为巅峰的时期 便不会继续衰老 获得了不老不死的寿命 只是在这700年期间 该影会不会也获得了 其他的天赋序列了 而且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他还可能去过红色区域 至今为止 我见到过的最高战力 估计也就只有他和矮哥了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确实可以这么说 不过现在时间不多了 恶多化的丹德莱尔 正在完成某种阶段转变 别胡思乱想了 抓紧时间思考如何破局吧 男人正在思考着如何破局 他记得普雷尔之眼之前提示过 这个地方在两天前有人布置过 而且在第九病院 也有着人为布置的情况 所以说 牵引轮盘是能够回到 以前去过的场景 哪怕超过了编号的三天有效期 不过我去的第一个场景 并不是牵引轮盘指引的 而且有着能避开一切监控的 普雷尔之眼存在 为什么也遇上了该影的门徒呢 这一切说明了 这个该影是有意为之的 大概是为了针对某个人 而且从之前在第九病院的 档案内容来看 当时他还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最开始的目标也绝非是我 然而第一个进入第九病院的人 是矮哥 想到这里 白雾当场愣住 一定是矮哥 据说这几年来 整个高塔最强的战士就是他了 该影作为人类 如果想要覆灭高塔 那他的目标显然就是矮哥 因此矮哥很有可能已被该影盯上 白雾忍不住笑了起来 事情好像朝着有趣的方向发展起来了呢 他开始琢磨该影的想法 凭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并不像是敌对 或许是在明确对立前想要测试一下我 白雾现在觉得很烦恼 因为该影留下的题目 不在于难道他 二是为了测量出他到底属于哪种类型 对方已经把答案都说了出来 让白雾自己选择救一个 两个 三个 或者全部不救 所以无论白雾做不做选择都一样 也没有跳出他的算计 白雾甚至能够想象出 如果他使用牵引轮盘到达下一个场景 就会看见该影那副胜利者的嘴脸 想到这里 白雾立马拍打了一下脑袋 让自己停止幻想那恶心的画面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那杨振应该千刀万剐 只是让他就这么死去 那他也会以英雄之名死去 再想想那些无辜的底层旷民们 两百余人的冤情仍然是无法得到伸张的 也许只有五九所信奉的司法公正 才能让杨振等人彻底的得到制裁 另外根据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 杨振秦林良玉三人被该影的谎言引到了这个区域 也说明他们三人身上一定藏着该影的线索 所以这三人必须要保住 普雷尔之眼发出疑问 可是如果就走他们三人 那就没办法带走箱子里的可怜虫了 白雾内心暗盗 所以我必须得先处理最后一个线索 说完他就把困住丹德莱尔的箱子拆开 人类版的丹德莱尔 这七百年来你是如何度过呢 你是否知道一些关于该影的秘密 此时丹德莱尔带着一丝惬意 挡了挡多年未见的光线 问道是丹德莱尔吗 他继续望向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你是谁啊 丹德莱尔吗 他在哪里 白雾暗暗思索着 一直处于被动 并不是我的习惯 偶然也要主动发起攻势 你来我往的 这游戏的过程才更加有趣 男孩拥有不老不死的能力 却被囚禁了足足七百年 如今男主白雾将箱子拆开 只为解开最后一个线索 他的目光聚焦在丹德莱尔身上 备注弹出 天赋序列四十二 无尽涅槃 半生之力 三阶九段 七百年来 他在塔内度过无数个年头 不曾见过活人 他见证的丹德莱尔杀死一个又一个人类 似乎在为他讨回公道 但他并不开心 而为了让他开心 丹德莱尔的杀戮从未停止 他们是最亲密又最疏离的伙伴 白雾觉得很有趣 人类版的丹德莱尔温纯善良 他用自己的器官拯救了恶朵版的丹德莱尔 只是在该隐的教导之下 恶朵版的丹德莱尔无恶不作 彻头彻尾的成为了怪物 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后者不断杀害人类 只为了能让前者开心 只可惜这一切却刚好相反 这里面的误会想必和该隐有关 想到这里 他蹲下对着丹德莱尔说道 你以后就叫普罗米修斯吧 你确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 而且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失忆 你盼望着现实会出现一些变化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借助着重启 丹德莱尔当即愣住 眼前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竟然一下子就识破了他的秘密 而且口吻就像是那位老师一样 白雾轻轻抚摸着他 温柔地说道 那些可恶的医生 以为拿掉了你的脑子 就能让你忘掉一切 虽然你也很配合 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而忘记 你总是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在同一个循环里 走出不一样的结局 还有 在你的记忆之中 有着一个经常和你说话的护士 那个护士很善良 与那些医生完全不同 只可惜这个护士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仅仅是你的另一个人格 因为那个护士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要想起来 你要想起来 如果你真的失忆了 那个护士又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真相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失忆过 但就算你仍然清楚地记得所有事情 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怨念 那些真正让你痛苦的 并不是来自器官脱离身体的割裂与缝合 也不是一次次的囚禁与折磨 而是当你在走出医院那一刻起 那些四处逃窜的医生与病人们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看你一眼 我曾见过不少的人格分裂者 但他们全都是分裂出不一样的人格 有善有恶 有卑贱也有骄傲 但从未见像你这般 善良与善良共存一体的 即便身处于黑暗 但内心依然向往着光明 无法代表你去原谅那些人 只是在经历了那样的痛苦之后 你在七百年里也没有恶多化 在你的内心深处 必定渴望着人人都爱你 人人都欢迎你的那一天到来 就算某些人想要将你和丹德拉尔绑定在一起 让你认为他就是你的另一面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都知道 他是恶多 而我们是人类 这是一只喜欢恶趣味的变态恶多 不仅有着灵性骷髅架子的癖好 还能从口中说完一套完整的人话 常年在塔外执行任务的杨振 也不敢继续与他周旋下去 立马转身就朝着队伍所在的方向进行会合 杨振的脸上写满了惊讶 真是见鬼 那只恶多居然能说人话 康斯坦丁呢 他怎么还没出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此时丹德拉尔没有追上去 站在原地自言自语 阶段已经转变完成 现在就等那个人做出选择了 他将身体融入丛林之中 这样他就能轻易地杀死未代里的所有生物 人类的自相残杀最有趣了 真希望那个人能够救下一到两个人 然后看着剩下的人绝望等死 被同伴抛弃和被叛时的怨念 才是所有情绪里最美味的 另一边 在密室的内部 白雾还在说服着普罗米修斯 丹德莱尔杀了很多人 现在外面有三个人即将会死去 当然在将来也还会有更多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如果还有一个人是丹德莱尔在意的话 那个人也必然是你 而不是该隐 这几百年来 你在该隐的安排下 虽然每一天都在高塔里度过 但那里没有其他人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也没有人爱你 该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不仅仅骗了你 也骗了丹德莱尔 那个依靠你的器官活下去的丹德莱尔 原本可以在高塔里享受着你所奢望的一切 可如今却再也无法回到高塔 这是白雾站起身 将手伸了过去 来吧 和我一起阻止丹德莱尔 然后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 普罗米修斯当场愣住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这么清楚我的过去 白雾认真的说道 我叫康斯坦丁 也许往后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我将会是你最可靠 最可信任的人 我承诺会把你带回高塔 往后也不用再被关在那狭小的空间里 你可以行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可以伸手去触摸充满温暖的阳光 虽然你的这几百年来的孤独与黑暗 我无法感同身受 但从今日起 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说完便把普罗米修斯扶了起来 此时普罗米修斯的泪水 再也忍不住滑落 你是 真是存在的吗 会不会 当我走出这所房子 你就会消失 这些年来 我总是能见到过很多温暖的人 但在最后 他们都会离我而去 你也是他们其中之一吧 普雷尔之眼谈出备注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看来七百年来 他幻想过许许多多的人 并不仅仅是一个护士而已 他多希望这些人是真的存在 可七百年来 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 白雾紧紧握住他的手 尝试给他一些真实的感觉 没事的 让丹德莱尔停下 然后我带你回家 男人甘愿变为吃人恶多 猎杀人类足足七百年 只是为了让献给他身体器官的男孩一些快乐 但这并不是他的意思 他曾经哀求过那位老师 希望他不要再让丹德莱尔憎恶人类了 可惜自己无法说服他 而且这只会让丹德莱尔更加疯狂的杀戮 在白雾看来 是这个圣经里的恶人鼻祖欺骗了两个孩子 他不仅没有完整转达普罗米修斯的意愿 甚至还故意煽动丹德莱尔对人类的憎恶 因此在错误的引导下 普罗米修斯放弃了劝说 而这也让丹德莱尔更加坚定要帮他讨回公道 不过该隐在整个计划之中 算漏了我由普雷尔之眼 虽然这双眼睛给出的信息并不完整 但也足够我将整件事推导出来 他拉着普罗米修斯走出密室 走吧 有些话你必须亲口对他说 你口中的那位老师并不诚实 让我们出去见见丹德莱尔吧 多年未见阳光的普罗米修斯下一时用手挡住光线 但又渴望看见那温暖的阳光 他缓缓睁开双眼 很快视野里出现的是一片茂密的丛林 这时杨震大声喊道 康斯坦丁 你终于出来了 有没有获得什么线索 白雾随便瞄了一眼丛林 备注弹出 丹德莱尔 七级即便恶朵 即便词条 念力 岂有即便词条 环境伪装 完美即便词条 绝对再生 巨大化 并变词条 虚弱 虽然他比调皮鬼高一级 但并变限制了他的速度力量 所以他现在只能和调皮鬼打个平手 但是你身边没有小矮子 我给你三个建议 回城 回城 白雾开始分析 这片区域的所见之处 看来都是丹德莱尔的躯体 否则也不可能出现被主 只不过 丹德莱尔到底是和谁战斗过 一阶段形态和二阶段状态 都有着并变词条 虚弱 按理说丹德莱尔的再生能力并不弱 但能够在他身上留下一道永久的伤口 这难道是更为强大的另一个恶朵留下的吗 还有就是这种化身为庞大区域本身 瞬间就能杀死所有猎物的超级恶朵 居然才七级变异 那么九级变异的红鹰 到底会强到哪种程度 一旁的杨阵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扛着的孩子是谁 白雾淡淡说道 现在没时间解释那么多了 说完便从手中发射出一条绳索 然后扛着普罗米修斯顺着绳索跳上了树盖 喂喂喂 都别冷着了 快跟上我 现在地面并不安全 此时梁玉有些错愕 老大 那我们 梁震回过神来 说道 快跟上吧 就这样三人一脸茫然的跟着白雾往西奔行 穿梭在个大巨木之干间 这时白雾突然开口 在西方 有一艘船可以带我们离开 听到这话 众人连忙加快动作 可秦林身上挂着迟缓的阻碍词条 因此他不幸脚下一滑 幸亏一旁的梁玉反应及时 立马伸手将他拉住 也是这一刻他们才注意到 原来静谧的地面 突然如同泉涌一般不断喷涌出无色腐蚀熔液 不过凭借着南文的气味 杨震等人很快就猜到这就是酸语 这时白雾站在巨木上淡淡说道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掉下去 否则瞬间就会变成一副白骨 这是一片即将要被恶度味酸覆盖的丛林 男主白雾带着众人跳上了树干上 表示在西方有一艘能够逃离这里船只 杨震跟在后面暗暗思索着 看来这个家伙肯定在屋内发现了什么秘密 否则又怎么会提前知道幻境的变化 想要活命必须跟上这个人 说不定那个富商委托的宝物线索 也会在那间屋子里 在两天前 那个富商又无法拒绝地超高价码委托 我们帮他带回一件宝物 仅仅只是预付的定金 就能让我这辈子不用再出塔奋斗 只可惜 就在当天晚上 那个富商离奇地暴毙在家中 而任务自然也被终止了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区域编号我已知晓 只要在编号有效期内前往该区域 找到那件宝物 我一样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那位富商的死因更是与我无关 这种案件自然也由镇域军团来查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迫不及待地询问白雾 康斯坦丁 这个区域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酸雨会从地上冒出来 可白雾根本不理他 只是不断向着前方的剧目跳跃 众人顿时愣在原地 空气也在此刻突然变得安静 秦林率先打破尴尬 哈哈哈哈 大佬可能就是这样的 比较高冷 说来大人背的这一大包是什么呀 是什么能救我们的神秘道具吗 可话音刚落 白雾那张鼓鼓的背包突然凭空消失 如同虚影搬顿入了未知空间 三人看见全过程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道是空间系序列 隔空挪物 又或者是念力 看来多半是位六阶的感知者 普雷尔之眼谈出背主 我真是太佩服这三人的脑补能力了 虽然说天赋序列里的确有能够意念挪物的序列 而感知者到了六阶 也的确能够使用特殊的念力攻击 但真实的情况是 你的背包它记灵了 你个出台旅行必备的口袋 装进口袋的物体 只要大小不超过口袋本身 就不会占用任何空间 但会有重量限制 现阶段20 5kg 不过你可别动什么歪心 活物无法存放 寄灵等级 15s 白雾内心仿佛有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上次是相机 这次是背包 我的电饭锅什么时候才能寄灵啊 不过这个背喜轮盘的幸运效果 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只是开口就能达到间接改写现实的状况 如果天赋序列666与777帧的存在组合效果的话 这时杨震打断了他的思绪 那个 大人 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了 我们会不会被淹没 白雾也不隐瞒啊 我们在怪物的胃里 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等会回到高塔了 会有专用的问答场所 你们现在注意别掉下去就好 这一整片丛林就是怪物的胃 而那些酸语就是怪物的胃酸 杨震在得知真相后 脸上写满了惊骇 等等等等 你说这里是怪物的胃吗 一旁的秦林抬头望向天空 如果这片区域真的是怪物的胃 那这只怪物到底有多巨大呀 接下来三人也不再说话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赶路上面 显然是被真相震慑到了 此时白雾的注意力落在普罗米修斯的身上 接下来 就要看他和丹德莱尔之前的羁绊 虽然两者并不是一体双生 但不得不说 代表纯粹邪恶的丹德莱尔内心也有善良 而那唯一的善良就是对普罗米修斯的态度 五人足足跳跃了十分钟 发现地面的积水量越来越高 不时还会建设一些酸语上来 这时带有混乱状态的杨震脚下一滑 要不是及时用武器卡住树干 想必早已化为一副白骨 随后他一个翻身跳回到树干上 然而身上的披风已被酸语腐蚀了一大半 杨震望了一眼脚下的酸语 吐槽了一句 真是见鬼 这积水怎么这么不老实 就在这时 树干上突然落下一滴雨水 细心的白骨立马察觉到了环境变化 显然这已经到了下酸语的时间 于是他立马对着众人大叫 所有人向我会合 秦林 准备撑伞避雨 听到这话 秦林也不敢单位一刻 当即掏出那把在树屋里获得的雨伞 很快 酸语不仅从地面喷涌蔓延 而天空中也下起了瓢泼大雨 此时白骨等人暂时在一棵巨树上避雨 尽管暴雨下的猛烈 但也无法渗透这把能抵挡酸语的伞 白骨说道 这雨是太大了 即便前面的几场雨加起来 也无法与这场雨相比 看来我们只能等这场雨结束了 在此之前哪也去不了 可他内心却十分担忧 积水的速度超乎想象的快 估计不到十分钟 我们一行人就会被这酸语融化了吧 这是一旁的普罗米修斯 在不断地叨念着什么 一副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白骨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不必着急 表达你自己的意愿便好 丹德莱尔是你能够信任的伙伴 你只需要告诉他 你真正的想法就好 然而此时在丹德莱尔的内心深处 他能够清楚地感应到普罗米修斯的情绪 同时也不断回忆着这七百年来 作为老师的该隐跟他说过的话 丹德莱尔 过两天会有一个调查者 跟随着我的幼儿闯入症 并接受我选择题的考验 丹德莱尔问道 老师 那个闯入者选择愿意拯救另外一个我的话 该隐呵呵一笑 只要他们按我既定的路线离开这片区域 那么在不远的将来 你和他都会以恶多的身份重逢的 但如果调查者放弃拯救另外一个你 选择拯救那些丑恶的人类 则代表着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我向你承默 你们两兄弟终究会以恶多的身份 永远地在一起 男人甘愿成为恶多 老师 你骗我 你骗我 他从来不快乐 他从来都不希望我因为他伤害他人 与此同时 秦灵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们好像真的快要死了 地旁的杨振大叫着 快给我轮盘 趁着怪物还没有反应过来 把轮盘给我 我回去带援军来救你们 可白雾却十分冷淡 都安静一点 如此从容不迫的态度 似乎和眼前恶劣的环境格格不入 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的丹德莱尔 内心也有着善良 而这唯一的善良 就属于普罗米修斯 现在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白雾回顾了一下这次短暂的出场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这个区域里除了秦灵和自己 就没有正常人 这个杨振罪恶滔天 害死了两百多名无辜的人 而梁玉则是心怀鬼胎 至于这个秦灵 其实他和普罗米修斯一样 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另一边 在丹德莱尔的内心深处 他一直抱头痛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想要你获得幸福 可是 没人喜欢我们 根本就没有 父母 女友 师长 这些通通都不是真正喜欢我的 这时普罗米修斯出现在他身后 没事的 丹德莱尔 没事的 世界上肯定还有温柔地爱着我们的人 只是你还没有找到而已 这一切在白雾看来 普罗米修斯似乎比丹德莱尔更加扭曲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后 还能保持着善良的天性 也许在脑子被挖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变得残缺了 就像是一个不具备憎恨 只具备善良纯真的孩子 普罗米修斯温柔地说道 你看 现在不就出现了一个爱着我的人吗 丹德莱尔 我想跟他一起走 听到这话 丹德莱尔立马转身将普罗米修斯抱住 不要 我不想你离开 我的身边只有你了 白雾内心暗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该隐为了给丹德莱尔画饼 大代会承诺将普罗米修斯变成恶朵 让他们永远在一起 只不过该隐失败了 尽管普罗米修斯受尽苦难 但在七百年来也不曾怨恨过人类 最后 在两人的内心争斗中 普罗米修斯还是果断地把丹德莱尔推开了 回到现实 那地上的酸鱼已经上升到树干的位置 剑在鞋子上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杨震忍不住咒骂道 康斯坦丁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有什么招你就快 就在这时 普罗米修斯大声喊道 丹德莱尔 求求你了 让我走吧 我不想再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了 我想以人类的身份活着呀 让我走吧 话音落下 丹德莱尔似乎回应了他的心意 一道足以破灭所有黑暗的光 从层层雨云里穿射而出 倾盆大雨也在此刻停了下来 众人纷纷惊讶地望向天空 明明大家有着无数的负面情绪 可大雨却停止了 白雾的嘴角微微上扬 两个扭曲少年的拔河 在这一刻终于奋出胜负了 丹德莱尔的第二形态登场 与整片丛林融为一体化成一张剧脸 就在刚刚 雨过天晴 众人不可置信地望向天空 能够腐蚀一切的酸雨居然停了 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作为感知者的良欲最先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个孩子对着天空喊了一句话 然后危机就过去了 那句话语里包含着渴求与悲壮 他究竟是喊给谁听的 难道是这个区域的主人 那只恶垛吗 这样看来 这片区域并非杨振所说的那么简单 而且这个康斯坦丁仿佛事先看过剧本一般 一股浓浓的幕后黑手机试感 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信息他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就在这时 几颗巨木树干在地面上疯狂生长 然后又迅速聚拢在一切合并成一颗晴天巨木 这一幕让胆小的晴灵瞠目结舌 这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此时在那巨木之上 一张邪恶的脸庞缓缓远映出 整个场景看过去就像是黑暗童话里的人脸树 但不知恐惧为何的白雾依旧平静 他将普罗米修似乎在身后 和丹德莱尔打了声招呼 你好丹德莱尔 看来在放我们离开之前 你还有一些话想要和我说 对吧 随后传来那巨木沙哑的声音 丹德莱尔你可以带走 但是 另外的三人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对此我很不理解 白雾想要纠正一下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不叫 话说到这里又迟疑了下 算了 丹德莱尔无论如何都能活下来 然而剩下的这三个生命 分别代表着恶 伪善 还有无知 你的老师很想看到我在这三人里会怎么选 可是我懒得选 这时普雷尔之眼似乎很不服气 骗子 明明都是我给你提供的超前信息 信息就是一切 你还不感谢我 白雾内心暗暗无语 是是是 感谢你 挂着人脸的巨木继续问道 为什么 难道他们不该死吗 白雾淡淡说道 该不该死 不是你我说了算 巨木有些激动 真相已经给到你了 该隐说的就是对了 白雾也不想纠结这个话题上 好的好的 这就是真相 但就算这是真相 就算我处在一个很黑暗的环境 就算底层每天都有人死去 可我还是不喜欢把事情给复杂化 那张巨脸露出一丝疑惑 心想着 杀人 难道不是最简单的选择吗 白雾当即一语道破 我知道你在想 杀死恶的 留下善的 难道不是最简单的选择吗 一个真正的懒人 就应该选择走司法系统 司法体系已经完善了几千年 我们为何不收起脑子里大胆的想法 选择相信一套完整的刑法呢 这是一颗由七级即变恶朵化成的人脸书 他无法理解 在白雾得知三人的所作所为之后 仍然要执意救下他们 可白雾表示自己信奉司法公正 相信高塔里完善了几千年的一套完整刑法 见丹德莱尔陷入沉默 他又继续攻心 你的好老师已经欺骗了你 你又怎么知道这些人的经历是不是他变的 听到这话 丹德莱尔当即闭上了眼 他不想再为这件事争辩下去 因为该隐的确欺骗了他 沉默了片刻后 丹德莱尔缓缓开口 如果 如果你沉默的事情办不到的话 我一定会吃掉你的 白雾摸了摸普罗米修斯的脑袋 温柔的说 别担心 我会让他快乐的 同时也会让你明白 这个世界并非所有人都是恶人 丹德莱尔重新打量了一下白雾 我们还会再见的 你很特别 比老师想象的还要特别 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这时白雾故意叹了口气 我还以为你会给我一些关于他的情报呢 丹德莱尔又激动了起来 我有什么义务那样做 何况你还抢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白雾当即解释 话可不能这样说 爱人才能叫强 朋友只能叫分享 再说了 你头上只是长着一片树冠 又没长牛角 听到这话 丹德莱尔也很无语 趁我没改注意之前 滚 说完便把之前聚拢起来的树干全部散开 白雾见好就收 行行行 可他内心很惋惜 看来没法从丹德莱尔身上获取该隐的情报 虽然暂时无法瓦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丹德莱尔和该隐之间也会因此而产生一些嫌隙 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看见人脸数消散 秦林才松了口气 问向一旁的杨震 我们活下来了吗 可杨震却愣在原地 结束了吗 这是白雾把之前在树屋里发现的返回轮盘给了普罗米修斯 并且教会了他如何使用 这让一旁的杨震十分不爽 等一下 康斯坦丁返回轮盘给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白雾淡淡说道 放心 我会找人救你们的 现在我和他先回去 你们就站在这里 不要乱走 当然 你们也动不了 话音刚落 一根根巨树藤蔓瞬间将三人牢牢捆住 让其双脚都失去了知觉 白雾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战 别喊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一向都是个遵守承诺的人 听到这话 杨震开始慌了 难道这个戴着面具的家伙早已知晓我们的过去 真是见鬼 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宝藏 一切都是一个局 那个负伤也根本就没有死 这一刻 康斯坦丁的V字笑脸印在他眼里 竟然显得极为邪恶 男孩打开了返回轮盘 一团神奇的力量开始扩散至周身 与此同时 白雾也开启了自己身上的返回轮盘 与普罗米修斯一同返回高塔 备注弹出 当前区域搜索度 74% 恶垛剩下一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已被转移 我的评价 干得漂亮 小坏蛋内心的白月光被你拐走了 你可得好好栽培他 这可是一张SSR 看见备注后 白雾内心暗道 一个永远不会恶垛化 并且具备无限修复能力 看来这孩子只要稍加训练 也绝对会成为一个杀不死的肉盾 的确是张SSR卡 这次出塔的收获还不错 逼张SSR的西游卡 并没能提升好感的戒指 还有一个暂时不能改变住房困难的背包 只可惜我待在塔外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半生之力几乎没有提升 仍然是一阶九段 看来以后要想点办法提升塔外的连续生存时间了 另外普雷尔之言总是提及得末日拼图 肯定是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只是该隐早已把碎片转移到了最难的区域 塔外的世界是随机的 该隐也只是掌握了一部分区域的布局 我不能再使用牵引轮盘了 否则面对的都是他的门徒 嘴顿也并非每一次都能成功 塔外还有无尽广阔的区域可以探索 我又何必与该隐死磕 还有就是 这些区域每一次都是经过该隐的精心布局 不应该按照他的节奏来走 这时普罗米修斯对着整片丛林说道 丹德莱尔我要走了 很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会想你的 此时丹德莱尔的影像出现在丛林上方 他望向普罗米修斯的方向 啜气着 你要照顾好自己 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 你就回来 在这里我会保护你 就算是老师也不能伤你半分 普罗米修斯笑了笑 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没事的 还有 那边三个人你可以不要伤害他们吗 等下面具哥哥会带人来接他们回去高塔 丹德莱尔叹了口气 我原本还打算吃掉他们 看你一脸气鼓鼓的面子上 这次就放过他们吧 普罗米修斯用力的摇晃着手臂 那么我走了 再见 丹德莱尔 普雷尔之眼谈出备主 恭喜 四人全部救出结局达成 对了 忘记问你了 回去之后你准备怎么安排这个小家伙 是让他加入调查军团 还是让他加入你那个只有扎你成一个队友的雇佣兵队伍 虽然从名字上看 小家伙倒是很适合的 白雾的身影逐渐消散 这的确是的问题 不过要加入调查军团的话 那就还得有一个正常画风的名字 这么复杂的事 还是留着回去再慢慢想吧 随后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 留下那三人困在原地 与此同时 在高塔底层简陋港口 那正在直播的画面也到此结束 在叶卫明的企业集理解 和神乎其技的口技下 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不过这倒惹的观众们吵吵嚷嚷 卧槽 这样断章 后续呢 这就没了吗 秀儿漫画 你到底什么时候更新下一集啊 男人带着一个足足活了700年的孩子回到调查军团 可队长无久却吐槽道 这个造型有点丑 不过倒是让人容易记住 所以你是叫披风面具侠吗 普雷尔之眼弹出对主 哈哈哈哈 真没想到矮哥居然有吐槽天赋 你说是吧 披风面具侠 白雾直奔主题 队长 我想让他加入我们调查军团 听到这话 无久突然眼皮低垂 目光更是变得凶狠起来 给我一个理由 这让几百年没见过活人的普罗米修斯更加害怕 他躲在白雾身后瑟瑟发抖 然而白雾始终保持着微笑 温柔地说道 不用害怕 你等我一下 说完便缓缓走向无久的办公桌 同时也用普雷尔之眼 确认房间内有没有监听设备 在确认没有任何监听设备后 他直接拿起无久的钢笔 在纸上把自己这次出塔直播的调查结果写了出来 无久也好奇地瞄了一眼 我在一片丛林里找到了这个孩子 目测推测是一个代号该隐的高塔人 将其安置在塔外的 上面还有关于这个孩子的情报 哪怕肢体脏器乃至头部被摘除 也一样活下来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再生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某种序列能力 如果是 也许整个序列很靠前 出于谨慎我认为可以和队长说一下 稍加训练 他会成为第七队的利器 只见无久迅速将纸张拿起 眉头紧皱大概了三分钟 最后点燃了一根火柴 果断地把白雾留下自己的纸张烧毁 随后又吩咐白雾 这件事你要保密 白雾当即一愣 他的表情很到位 我知道了 普雷尔之眼谈出对主 用书写的方式传达这次的调查结果 既表达了对矮哥的信任 又巧妙地解释了小家伙的能力 最后再用你那行云流水 且毫不浮夸的演技来收吻 高 实在是高啊 不过 你怎么想着把小家伙的能力 真实地告诉矮哥呢 白雾内心暗当 还记得刚刚回到塔内时 你给我有关普罗米修斯的信息吗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两人从塔万回到传送镇 普雷尔之眼就提醒他 普罗米修斯在塔内度过无数个念头 不曾见过活人 但现在他终于在你的帮助下 准备过上了一名普通调查员的日子 虽然丹德莱尔依旧会杀人 不过这与他再也没有关系 对了 这小家伙身上藏着一个高塔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虽然你已经知道了 当时白雾就察觉到了 能够让高塔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而且之前也提到过 最初见到矮哥和影霜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提示 若是他们三人都共有的东西 那必然是 一百以内的天赋序列 并且矮哥的天赋序列 比普罗米修斯的序列42更为靠前 另外影霜的备注是复仇者 由此可以得出推论 高塔第六层的贵族 或许正在寻找一些拥有稀有序列的人 然而至于找这些人之后 是将其处理掉 或者是为以重任 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会更大 所以作为塔外调查军团的王牌 一个未来的副团长 我确信矮哥能够掩盖住他与影霜的秘密 那么肯定也能够掩盖住普罗米修斯的秘密 男人想要打听一下 关于邪教组织头目的消息 可队长五九却连连摇头 我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白武很意外 因为该影最初的目标就是五九 然而普罗米修斯对该影也是一无所知 无论是声音还是相貌 又或者是自己被囚禁的层级也都不得而知 白武细思极恐 所以在700年前的那段历史里 到底还有着多少个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悲剧 而2023年到2027年的这几年间 塔外的世界到底又有多混乱了 高塔内是否还藏着某种至高的邪恶 这时普雷尔之眼谈出被主 那啥 不知道为什么 我莫名想到万磁王 一个变种人领袖 极端的变权主义 出全部讲章法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沦为邪教 看完备注信息 白武也认为该影或许是某种恶惑领袖 惰权主义 因为在各种塔外的档案字里行间 都透露着门徒对该影的崇敬 即便是丹德莱尔也称呼他为主人 哪怕知道了该影的骗局 也依旧会继续服从他的安排 这么说 其他门徒也是如此了吗 白武暗自猜测 因为该影似乎给他们承蒙 会带领他们毁掉某座塔 备注弹出 那那座塔是否就是高塔 白武表示 一切暂且还不能确定 不过我现在必须避开该影 不能再使用牵引轮盘了 在他思索之间 五九已经快步来到普罗米修斯的面前蹲下 你叫什么名字 普罗米修斯当场愣住 然后又紧张地说道 丹德 不对 是普罗米修斯 我现在叫普罗米修斯 五九仍然紧皱眉头 太拗口了 写在调查报告里 有水字数的嫌疑 赶紧换一个 此时普罗米修斯突然有点失望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 大人 五九当即起身 态度很强硬 在你们的变装行动里 你可以继续用这个代号 但在调查军团的任务里 你的名字就叫白小语 普雷尔之眼也忍不住吐槽 哈哈哈哈 矮哥的起名水平太牛了 你叫白武 带回来的人叫白小语 下一个是不是得叫白小峰 此时白武一脸阴沉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无辜冒犯到 不过五九可不管这些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然后揉了揉白小语的脑袋 记住 有任务会通知你的 除了我的通知 所有人给你安排的任务 一律不准接取 明白了吗 然后又嘱咐身后的白武 另外 你的这身面具披风侠的身份 最好不要暴露了 白武点了点头 心想有了便于储存衣物的寄灵行囊 切换身份倒也容易 只是将来人们会知道 康斯坦丁和调查军团是一个阵型的 随后他对着五九说道 那白小语就先由队长安排吧 该隐很有可能知道他的存在 队长可得小心点 这个男人只有1米59的身高 却能给一个700岁的小孩安全感 这个子不高的哥哥很强大 但和该隐大人的那种压迫感不同 有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五九无言以对 缓缓走回到座位上 白武暗暗偷笑 将白小语交给五九也好 这样就算该隐发现也能误导他 让他认为与他门徒交手的人就是矮哥 五九对白武说道 你记住 要发展自己的势力 得确保核心成员可以信任 我这边能够帮你守住一些秘密 但另外一边 你得确信那个女孩子能信得过 白武伸了身懒腰 他发现五九心思还算缜密 不过那流橙子既然说出相机的秘密 也算得上是自己人吧 然后回答道 那队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五九的确还有事 他递过一份档案 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学徒 这人叫叶卫明 你去找你的女人 想解释一下 那个海后并不是他的女人 但还是说起了正事 高层重视 这不是好事情吗 五九却说是好事情 但高塔镇域军的人不怎么高兴 白武有些诧异 调查军团管底层 镇域军管贵族 他们不高兴什么 五九皱了皱眉 第三层出了一个大案子 由于咱们七对办案效率过高 第五层传来了消息 让我只派四个人 协助高塔镇域军调查这件案子 据说高塔镇域军会派出最核心的智囊团 到时候你我加上林无柔和叶卫明协助调查 白武将档案收进了背包里 明白了 我们调查军一直以来被称为下等军 镇域军的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要是这次能在案件上拔的头筹 想必会让他们丢尽颜面 五九继续翻着资料 高塔镇域军虽然内部腐败 但也别小看他们的人才 而且他们掌握的信息远比我们要多 也就是说 这个案子他们已经破了一半 而且也绝不可能将信息透露给我们 随后长叹了口气 所以这件事不是一般的棘手啊 如果办不好 之前一日破百案的功绩 也就等于白费了 白武抓住了重点 所以说 我将会有机会去第三层看看了是吧 五九表示 我给你放的一周假期还剩两天 这两天你仍然可以自由活动 但两天后就要跟随我一同前往第三层 白武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我还来得及出塔浪一次 浪完之后再回来收拾镇域军 随后他打了声招呼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带回去了 小宇 你好好听队长的安排 他会照顾好你的 等我完成任务后再来看 白小宇像个乖巧的小迷弟猛的点头 哥哥 你也要注意安全啊 一切结束后 白武离开了五九的办公室 可才刚关上的门又被猛然推开 白武一脸着急的喊道 不好了 队长 有件事我差点忘记了 麻烦你派一队人去刚刚那个丛林 把剩下的三人就回来吧 五九无语至极 赶紧把区域编号告诉我 这个女人正在卖弄风骚 只为了想要白嫖男人的工钱 可叶未明还是将手伸了过去 姐姐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所以 请把工钱结一下 刘成子假装没听到后半句 甚至用手指挑逗了他一番 那姐姐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可叶未明却是由言不尽 继续伸手索要工钱 好啊 女朋友姐姐 请把男朋友工钱结一下 听到这话 刘成子内心很崩溃 这个小屁还怎么回事 原来打算将他收入鱼塘 方便一纸白嫖 没想到他意外的单纯 一心一指想搞钱 想到这里 刘成子又是发起一波攻势 故意扑向叶未明的怀抱之中 两人顿时躺在地上 刘成子更是摆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 此时刘成子用手指轻轻在他胸膛上画圈 气氛也变得暧昧起来 阿明 我都是你女朋友了 哪有问女朋友要钱的 可叶未明逻辑清晰 丝毫不慌地说道 这样啊 那我们分手了 老大麻烦把工钱结一下 刘成子缓缓起身 对自己作为海后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或许我应该换个方式看看 好阿明 姐姐见到你 就感觉心砰砰跳 你一定是我前世的冤家 以后你要经常来找姐姐玩啊 可叶未明的效益更浓了 好啊 赔完服务我也接的 不过得加钱 话音落下 一句得加钱瞬间破了刘成子的房 这小家伙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财民 最开始慌慌张张找到我 俨然一副身怀绝技 却又急于求口饭吃的样子 可当别人明白了他的不可替代之后 他立马开始要钱 明明最开始只是说事事不要钱 现在张口就要工资 其实这个阿明一点也不单纯 可以说是相当精明的演技派 刘成子彻底无语了 他现在发现 自己居然看走了眼 然后一本正经的作响 好吧 我们都别装了 现在就好好谈谈与你后续 长期合作和工资相关的事情了 另一边 白武才刚回到简陋港口 就听见不少路人称赞杨震等人为大英雄 为了给面具怪人和那个故人之子 争取回塔时间 带着小队的人迎战巨树妖 不过最后也是因为那个面具怪人 最后带着大军回来救援 杨震三人也才因此获救 普雷尔之眼弹出背注 哎呀哎呀 没想到你居然一炮而红 不过故事内容 听着怪怪的 也不知道那海王是找哪个小机灵鬼编排的 白武也打心底佩服刘成子弄的这一出 背注继续弹出 哎呀 你可不能让坏女人骗了呀 话说回来 你让矮哥把杨震三人就回来丢去审讯组后 为什么还特意吩咐要留着秦琳啊 白武内心暗道 虽说审讯证实了该隐所说的那些话 但秦琳作为悲喜轮盘的拥有者 其实心眼并不坏 只是过于白吃了些 杨震所做的事情 他也完全不知情 将来出塔说不定可以带着让他戴罪立功 那时候他的嘴跟开过光一样 没准能让季灵效率大幅度提高 普雷尔之眼吐槽道 感情你是看中了他这一点啊 男人才刚走进城子宝贝铺门口 就看见正在讨价还价的叶卫宁 就这个数了 不能再少了 这是我的底线 刘成子果断拒绝 这个价太高了 你想都别想 可叶卫明却以心情不好 会影响直播效果为由 让刘成子给他加工资 普雷尔之眼谈出备主 小矮子老相好组织的接班人 一个看起来老实 实际上一肚子坏水的小机灵鬼 除了出塔战斗调查 他可以胜任各种工作 你可以好好栽培栽培 在塔内 他比你手里的SF2更好用 白武很意外 一个刘成子 一个叶卫明 小小的底层 竟然能同时培养出 他们二位卧龙凤厨 经过两人的一番争吵 刘成子最后还是服软了 又不过你 就按刚刚说的书来吧 这时白武走了过来 直播收入怎么样了 刘成子更加兴奋了 小哥哥 咱们家有钱了 然而一旁的叶卫明 却表现得像一个小弥币 康斯坦丁大人 我见到了本人 太高兴了 你在塔外的表现 真是太精彩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能见到面具下的真容 面对叶卫明的热情 白武并未露出笑脸 心想着鬼推磨事务所 据说是矮哥加入调查军团 前混过的组织 各种杂活都接 形式风格 气和底层人思维 接地气 姿态低 不过这都是装的 他确实是个演技派 既然这个孩子 是送来让我栽培的 想到这里 白武冷冷开口说道 你高兴得太早了 我叫白武 不叫康斯坦丁 如果下次我再听到 你称呼我为康斯坦丁 我会直接开除你 叶卫明的笑脸瞬间消失 骨子哥不是说 这个新老板儒雅 随和平易近人吗 白武来到刘诚子面前 你辛苦了 刘诚子笑道 不辛苦不辛苦 直播加油啊 白武继续说起正事 返回高塔后的十小时 才能再次前往塔外 现在距离我回来 已经过了三小时 所以接下来的七小时 你们做好下次直播的准备 刘诚子很疑惑 你这是刚回塔又要出去吗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 有人着急出塔了 白武冷冷说道 这次出塔 主要目的不在于探索 而在于生存 如今我们塔外直播收入不赔 难免会被一些有心员盯上 还是尽可能提升一下 自己的半生之力吧 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白武更担心的是 那些子装的人 人之鬼恐怖 鬼之人心毒 塔外的恶惰是鬼 鬼或许很凶残 但高层可能会遭遇 更可怕的人类 随后他扭头询问叶卫明 矮哥应该给你打过招呼了吧 第三层的事情 叶卫明愣了愣 矮哥 你说的是谁 男人只是将上级领导称呼为矮哥 这让一旁的叶卫明 不由呛了一下 心想在直播的时候 还不觉得他有多厉害 不过现在这人给我的感觉很强 当初骨子搁在鬼推磨的时候 就算是老板娘都不敢当面说他 这时刘成子觉得不太对劲 什么第三层的事情 你们是认识的吗 白武回答道 算是吧 以后我回到高塔 他就会跟着我做事 两天后 我会和他一起前往第三层 办一件案子 听到他们要去第三层 刘成子立马惊呼大叫 什么 你们要去第三层吗 太好了 随后拿起桌子上的笔盒纸 先等等啊 我写个清单 你帮我买点东西 白武很奇怪 上三层的东西 你们平日里买不到吗 刘成子边写边回答 当然买不到啊 就算是偶然有机会 被上三层的人召去做工人 但也只是给予部分路线的通行权 各种商店娱乐场所 都是不让进的 白武看了看清单上的物品 备注弹出 哎呀哎呀 这礼物清单写的 看来海后对于堂里的 鱼儿们的喜好弄得很清楚啊 白武此刻终于明白 为何底层如此大的人口基数 却没有任何工厂 因为加工厂都在上三层 他们控制着各种资源 任何足以提高生活质量的物品 都只有在他们用剩下后 才会流向底层 并且被底层人当宝贝一样争抢 就连普雷尔之言 也开始对最早进入高塔的人 感到了厌恶 这到底有多大的贪欲 才会建立起如此一种 堪比努力时代的社会制度 白武甚至猜测 也许第一批进入高塔的人 直接前往了最高层级 掌握了某种足以 让他们统治底下层级的力量 毕竟只有发现自己 拥有了足以独裁的权利后 才会开启如此落后的社会制度 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 刘成子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底层的人去了三层 很多街道不能去 要去相关的地方 就必须有相关地方的通行证 另外还要佩戴上定位设备 大概就是这样了 白武接过纸条 还有吗 刘成子激动了起来 你认真的吗 白武笑了笑 能去高层的机会并不多 我尽可能帮你多带点 刘成子突然想起了鞋带问题 太多东西怕你装不下吧 你方便携带吗 可白武表示 大概重量不超过20千克就行 刘成子说道 那我再给天狗也准备一点礼物吧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凌晨4点 白武换上了康斯坦丁的衣服 后来到了东部广场 眼见四处无人 他来到了蓝色的石碑前进行观察 而普雷尔之言给到的反馈 也一切正常 这次白武前往的区域是蓝色区域 他想要避开该隐一段时间默默升级 与此同时 在简陋港口的这边 列卫明和刘成子也已经开始忙 或者下一场直播的准备 此时在港口中央的巨大电视墙上 出现了续集的字样 第二话 直播等待中 这是一座700年前的动物园废墟 也属于高塔外的蓝色区域 白武随机传送来到了这里 普雷尔之言谈出备主 不是只有高塔 才会有人类被荡成牲畜和动物圈养的现实 塔外一样有这种地方 这里曾是一座动物园 但现在 我们可以称它为 人员 当前区域探索度0% 恶多剩余744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尚未获得 我的评价是 我都提前做结语了 你最好还是赶紧回城 白武心想自己究竟是什么体质 百分百难度加一吗 我之前去的白色区域堪比蓝色区域 如今来到蓝色区域 根据备注信息 估计堪比紫色区域了吧 目前恶多剩余744只 对于我要挂机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最糟糕的副本 不过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既来之 则安之 反正来都来了 我记得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一段话 白武 你听着 我们人类自认为比动物们高贵 所以可以随意吃动物 对于动物而言 我们和神没有差别 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世界 所有的是神者都被关在了笼子里圈养起来 神根据他们的稀有度 给予资源也将不同 但也许有一天 这种圈养会落到我们头上 回忆到此结束 白武当时听不懂这话 但从现在的景象看来 竟然和父亲所说的很贴切 普雷尔之言很疑惑 此话怎讲 白武回答道 听你这么一说 确实是有些像呀 说起来 上次你模仿你父亲亲而易举 让伊利亚自裁 现在又预测到人类可能被圈养的可能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的父亲就是一个变态 从各种意义上 有时候我在想 你父亲有没有可能和该隐认识 或许你曾经所在的世界 就是这个末世的700年前 可白武在与该隐两次交手后 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不是看不起该隐 相反还认为他是个有趣的对手 只是该隐的段位 与我父亲相比起来还是差了一截 另外 我注意到你备注这里为人员 动物园是人类管理动物 所以这里是动物管理人类是吗 而且动物园的员工 根本不可能超过700多人 所以刚才提到的744只恶朵 应该都是动物吧 不过动物也能恶朵化吗 要真是动物的话 那估计嘴盾就彻底失效了 土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咔咔咔 你没有猜错 在这个地方 你的嘴盾完全无效化 白武立马转身避开那只熊猫恶朵 心想这个地方没有经过该隐的布置 应该就不会刻意留下各种线索 所以要找到这片区域的拼图 那就必须进入屋子里搜索笔记 毕竟自己只是来挂机的 不要过于好奇去探索太多区域变好 这是一场塔外的生存直播 可观众们全都不买账 康斯坦丁怎么离开了 快进去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很快切换到下一个画面 人们惊疑的声音再次出现 你们看 有几只恶朵向康斯坦丁的方向走去了 赶紧打起来 此时在塔外 白雾的目光聚焦在恶朵身上 备注弹出 二级即便恶朵 即便词条 同心 他们可以共享视野 虽然以你的实力勉强能自保 但面对三只 你可以提前想想遗书怎么写 如果你没有代笔何止 那我建议你最好退远一点 白雾见状缓缓向后退了几步 虽然没有负面情绪 恶朵便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 但是不排除过于靠近 那些恶朵会用五官感知 因此白雾选择远离了三只鸵鸟 然而这一幕让无数观众不紧 为什么恶朵不攻击他 也有人认为 康斯坦丁神勇无双完全不慌 所以根本没有负面情绪 此时在楼层上 负责投放直播的主办方也很惊讶 我一直以为只有死人 才能见到恶朵的时候丝毫不惊慌 这么淡定的主播不多见了 看来在他身上多投入点 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随后他吩咐跟班 等直播结束后 你帮我约下留城的他们 就说有意长期合作 画面回到塔外 白雾已靠在电瓶车上歇息 他在思索着 接下来该去哪里探索 他从电瓶车上搜出一份 这座动物园的地图 可就在这时 一阵进风呼啸而过 白雾连忙抬头望去 天空中忽然飞过一只突救 感觉就像是看着一架战机飞过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三级鸡变 稀有鸡变词条 机械化 喜欢成群结队游行的游食性动物 治愈腐肉 那是700年前的老鸟们才吃的 作为新时代的新鸟 现在流行吃鸡油 与此同时 就在白雾的视线前方 原本是斑马羚羊的休息区域 竟突然喷出油液 白雾闻到一股浓烈的油味 这种气味绝对是鸡油无疑 一般动物园在炎热的夏日 会在地底喷水来给动物消水 想不到如今却喷出了鸡油 就在这时 地面上突然轰隆作响 前方大片区域更是浓烟四起 有种万马奔腾之势 眼前是一群恶朵化的斑马 备注弹出 它们都是三级畸变的恶朵 稀有畸变磁条 机械化 我想你已经听到了斑马体内发动机的轰鸣 看到了羚羊脚上精细的电路构造 但它们可不是被谁制造出来的机器 是确确实实活着的生物 现在白雾终于了解什么叫做机械化 与人类的恶朵机变不同 这些动物似乎成了半生命半机械体 看起来蓝色区域比白色区域更为扭曲怪异 塔外有某种神秘力量让人类变异 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某种光照导致基因突变 但现在看来还是把塔外世界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普雷尔之眼说的是真的 这也就意味着恶朵化三个字代表的 远比我想象中要复杂 这是第一次见到机械化的恶朵 那么关于机械化的情报 最有可能就在这片区域 我在第九病院发现的一切关于恶朵的研究 就都被彻底颠覆了 那些医生也绝对没想到 原来恶朵化并不仅限于基因层面的突变 欲望似乎有些暗淡不住的样子 情绪直锁灵 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说话就是硬气啊 白雾深呼吸了一下 提醒自己只是来挂机升级的 低药物还是提升半生之力的等级 普雷尔之言表示赞同 只要有安全的藏身点 理论上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 你确实可以做到长线挂机 先天优势 太阴霸了 白雾走了大概20分钟 终于发现了缆车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点 它的目光聚焦在缆车上 备注再次弹出 虽然是700年前的装置 但因为塔万世界的神秘力量 现在也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不过你没办法通过它去往高处 白雾为了压制内心的探索欲望 选择了躲进缆车里 心想这样也挺好 接下来的时间 慢慢挂机就好 至少要刷新一下我的生存记录 突破到二阶 感受依稀王室所说的 升阶石的玄妙感觉 随后白雾将带有摄像功能的手铐取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放进了空间背包里 为了不让这段时间的直播太过无聊 主播我就先下线了 与此同时在简陋港口 看见直播画面终止 观众们纷纷破口大骂 才当看到金属疯恶舵就给我下播 坑爹呢 见此情景 叶卫明也都捏了把汗 即便自己口播的技术再怎么厉害 也都不知如何是好 刘成子咳了两声 说道 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还是先观望一下吧 很快过了三小时 刘成子终于开始慌了 三个小时了呀 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外面的观众都吵翻天了 快给我开播呀 这时叶卫明回头看了一眼屏幕 发现白雾已经上播了 老板老板 你看 他又再次开播了 此时在塔外 白雾望向窗外微微亮起的天空 普雷尔之言忍不住吐槽 哈哈哈哈这运气 我该说你欧气爆表 还是摔神附体呢 居然抽到和你最不搭的负面属性 塔外阻碍词条 战争可望 若处于非战斗状态 每12分钟随机获取一个负面属性 白雾也很难相信 当初矮哥挂着一百多个负面属性 都没有抽到战争可求 怎么到自己这就一发入魂了呢 普雷尔之言继续嘲笑道 哈哈哈哈 该说是神之右手呢 还是说这就是两次欧皇体验后的超级反噬呢 按照战争可求的描述 如果不处于被恶朵追裂 或者正在与恶朵交手的状态 4小时一次的塔外阻碍词条 就会变成12分钟一次 也就意味着每12分钟 我必须得引起一只恶朵的注意 想到这里 白雾紧握拳头 这还真的是地狱开局啊 非战斗状态 便是没有恶朵搜寻不猎我的状态 这不能怪我不稳健了 老天爷逼我探索的 周遭的环境越是困难 白雾也就越发兴奋 他缓缓推开缆车的窗门 这种感觉 简直和第一次被赌装的人送去塔外一样 所见越多 就越发无法压制内心的探索欲望 男人望向远处北方的非洲草原站 普雷尔之眼谈出被主 过安检的时候检测仪一直想 安检的姐姐让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掏出来检查过了 还是一直想 然后她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只百川式动物园的食草兽 她说好家伙 难怪检测出了金属物质 早安 铁废物 这条路过去 你遇到的恶朵不会主动攻击你 他们虽然渴望油烟 但不渴望血液 看完备注信息 白雾陷入了思索 如果往北走 越过铁网便会进入草食动物生存区域 这条路相对安全 我没有恐惧感 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我 只是备注上没有提到 这个区域是否存在有用信息 想到这里 她的目光就转移到了西方 备注信息弹出 沿着这条公路往回走 你会前往动物外围 那是一座公园 分为游乐园和恐怖屋两部分 那里是扭曲程度 比动物园更夸张的区域 比你现在的实力 挑战那里为时尚早 或者你可以试试 说不定你死了 还能再穿越一次 白雾隐约感觉到 这个方向过于危险 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答案 比动物园更扭曲的区域 应该是真正的紫色区域了 她的目光再次聚焦 在东方休息站 备注弹出 南方的铁网出现了窟窿 导致里面的铁憨憨们跑了出来 他们占据了沿路半数的休息据点 假如你身后是铁废物 那么这里边就是铁憨憨 他们虽然憨 却很强大 机械化与机械化不能一概而论 他们的能源反应炉 可以吸收油液 也可以吸收血肉 看完三个方向之后 白雾缓缓站起身子 对于提及到的备注信息也很无语 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来判断 不过包括刚才一路走来的四个方向里面 也总有一些线索是值得探索 现在必须要选择一条效率最高的路线 于是白雾不再犹豫 直接往东方走了过去 备注提到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类休息的距离 所以文字信息应该不会藏在草原 不多时他就已经来到一处观景台 这是一座22米高的观景台 中间有公游客休息的休息室 顶端还有一架望远镜 白雾抬头望去 备注信息弹出 可可可 竟然决定来到东边这个观景大楼 我又又又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告诉你 好消息是 这里边的望远镜是一件仅限于塔外能使用的寄灵物体 坏消息是 你带不走 顺便作为良心天赋 我再附赠一个坏消息 观景台里一个小憨憨正在睡觉 看完备注信息 白雾往玻璃窗靠了过去 既然是正在睡觉 那就算得上市有利局面 不过我现在距离下一个负面属性降临还有七分钟 那家望远镜我至少去看看效果 于是他将大门推开 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心想自己没有负面情绪更加不会被发现 此时映入眼中的恶垛是一头机械化的犀牛 一头尚未成年的犀牛 三级恶垛 鸡变磁条 皮操肉厚 稀有鸡变磁条 机械化 他正做梦 梦中他在大草原上欢快地奔跑着 前面有一只丰满的意大利小奶牛对他暗送秋波 就像人类喜欢兽娘 我们犀牛也会喜欢其他物种大 当然 你做得好啊 一个有涵养的人 是不会打断别人的春梦的 白雾花了两分钟绕开了这只犀牛 正想要往前走的时候 却意外踩到了一张广告传单 白雾眼神一鸣 这是什么 备注弹出 一张下下下 下级预告而已 世界虽然很大 但只要你不断前往塔外 你终究会遇到这个马戏班子 白雾随手拎起这张破旧的传单 看来这个马戏团应该也是属于其他区域 也不知道是多少回之后的下级预告 而且这附近没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 还是上去看看吧 他开始往楼梯上走去 明连墙上的一句话让他很好奇 备注也在此刻弹了出来 提示一下 这句话来自2022年 白雾终于恍然大雾 从2024年开始 应该就是高塔时代到来前 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 不过其实在之前的几年 就已经发生了各种异变 而2022年动物园的动物变得机器化 可以投喂的就不再是食物 而是各种油业 但荒诞的是 按照第九病院的报道来看 城市外围已经开始出现不少恶毒 城市内的人们 竟然还有人有闲情来逛动物园 这里面大灰狼长得像钢铁加鲁鲁 这里面的星星就像猛兽侠里的星星将军 没有哪个男孩子能抵挡这种诱惑 看见备注 白雾也在心底默默认同 确实 很快他来到了楼上 普雷尔只眼提示他 距离下一个负面属性降临 还有四分钟的抓紧时间了 弱点长望静 和我相比 他没有我这么支持渊博 但他比较专一 深情 只会给到你一个提示 对手的弱点 白雾有些诧异 原来如此 普雷尔只眼的内容简单明了 能给到方方面面的信息 不过问题就在于 大多数时候给出的信息都是随机的 而且这架望远镜只会给到一个信息 所见事物的弱点 让我看看能发现什么吧 在望远镜的视角里 白雾发现了下一个据点 1500米外 的确有一间屋子 工人方便的工用卫生间 备注弹出 恶度不需要排泄 这里的厕所也不再是厕所 算是成了另类的加油站 这里边藏着一个用处不大的序列 序列799 波段干扰 你只需要杀死那只恶朵 就有45%的概率获得该天赋 他的弱点是怕火 真是有趣 普雷尔只眼和展望镜的效果 叠加在了一起了 不过 备注提到怕火的石油系生物 并但是这些生物 虽然恶朵化成了机械体 但还保留着动物或者生物的细细 随后白雾用力在望远镜上扭了扭 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将其带走 这么好用的道具也只能使用一次 真是可惜了 普雷尔只眼吐槽道 喂喂喂 你该不会是疫情别恋了吧 你这个复兴汉 白雾暗暗往后退了几步 距离那边大概是1500米 迷我一接九段的半生之力 足以在三分钟内跑到公共厕所 与那只怕火的恶朵进入战斗状态 普雷尔只眼有些害怕 喂 你倒是敷衍地安慰我一下下呀 等等 你刚说跑吗 此时白雾直接一跺脚 跳过观景台的围栏 一跃而下 普雷尔只眼发出疑问 你要干什么 我错了我错了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你快回来 救命啊 我还不想死 这奋力的重踏造成了巨大的声响 即便恶朵的正常无感被削弱了不少 也被惊醒 看见白雾安稳落地 普雷尔只眼吐槽道 虽然说你一接九段的半生之力 跳下来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下次请提前通知我一下 就在这时 一只机械化的犀牛想要冲撞过来 可撞在玻璃门上只是咚咚坐下 哇哇 你刚刚的行为成功惹怒了一只三级便衣恶朵 快跑 可白雾确实很放心 别忘了塔外世界的建筑很难被摧毁 就像之前在第九并动三号楼的时候一样 就算他用脚撅开门锁 我也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不过刚刚的那下 我的非战斗状态也同时解除 12分钟一次的负面属性降临也重新开始计时 现在必须要抓紧时间去下一个场所 很快在三分钟后 白雾来到了刚刚用望远镜看见的厕所 此时他躲在角落 偷偷观察着那只藏在厕所里的恶朵 四级便衣恶朵 鸡变磁条 腐蚀 机械干扰 稀有鸡变磁条 机械化 一条亚马逊森然 但现在他长得跟钢铁海龙兽没有区别 是由 却怕火 白雾内心暗道 原来如此 天赋序列799是波段干扰 对应的鸡变磁条就是机械干扰了 普雷尔之眼还以为他对这个天赋序列感兴趣 可白雾却说 还记得天赋序列周期表里对齐的描述吗 备注弹出 施展序列的瞬间 能对大部分机械设备造成非破坏性干扰 这又怎么了 白雾回答道 简而言之 监视器无法拍到 窃听器无法听到 任何机械物品都有一定概率会无法正常运毒 所以这个能力在塔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但在塔内可以更好地掩饰我康斯坦丁的身份 甚至在我前往第三层的时候 能够让我避开很多监控 不过现在想要拿下它也有点麻烦 虽然知道这只森然怕火 但隐据点里的油液就得接近据点 接近森然 一旦油液被点燃 没有三接速度的我在如此近距离根本跑不掉 要怎么才能点火烧死它 又可以全身而退呢 普雷尔之眼让它动动脑筋 为什么一定要点燃这个呢 这话一下子点醒了白雾 对了 这是一座油库 对方怕火反而限制了我的思路 让我一直想着怎么引燃油库 在事实上 我还有更好的办法才对的 想到这里 白雾转身走向动物餐厅 这是一座700年前的动物园废墟 而且里面的动物全都已经机械化 男主白雾打算在动物餐厅寻找一些线索 此时普雷尔之眼谈出被主 如果我是你 这时候就应该悄无声息地离开 你前方不远处可有一只大猫咪正在做着美梦 原来眼前是一只正在打盹的猫科动物 从它茂密的棕毛上看 这是一只机械雄狮 白雾缓不靠近 被主陆续谈出 一个男人做梦都想有的坐骑 骑着一只机械巨尸在街上 大概只有开高达的人可以和你媲美 五级便易恶朵 稀有机便磁条 机械化 金属刻心 麻痹之吼 这头机械雄是被某种未知的合金包裹起来 但并非绝对的机械覆盖 身上多少有一部分 保留着生物形态 其实白雾在小的时候 就很羡慕太义能坐在机械暴龙兽的肩膀上到处晃荡 于是他下意识地打开了空间背包 与此同时 在塔内的巨大电视墙上 看见这一幕的观众们都惊叹不已 他胆子太大了 和这些生物一样都是铁座的嘛 居然还在一步步地接近那只恶朵 就连负责配音的叶卫鸣也都吓得哆嗦起来 姐姐 老板真是在 一旁的流橙子也不知所措 咬着手指头说道 相信他吧 另一边 白雾已经来到机械雄狮的身边并蹲下 他将手往雄狮的棕毛处伸了过去 普雷尔之眼发出疑问 朋友 你真不怕他下一秒暴起吞了你吗 白雾内心暗道 我之前测试过 发现恶朵的感知有极大的问题 他们是情绪感知的纠集雷达 但正常的无感却退化的不成样子 所以 这个从丹德莱尔纳得来的戒指 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虽然也有很大的风险 不过还是可以值得一试的 此时这只机械雄狮正在做着一场美梦 在七百年前 他还是一只强大的草原霸主 每天都看着族群中的那些美丽的母狮子们 想象着在交配的季节 那些母狮子们都会主动的来到他面前进行挑逗 而自己一天大概要被这些母狮子们压榨个几十次 但如今 那些母狮们已经不在了 他又渴望着以前朴实无华且高速的生活 可下一刻 雄狮突然有些精神错乱 梦境中的母狮子开始变化 突然变成了一个人类 那是一个戴笑脸面具的奇怪家伙 也是此刻 那段七百年的记忆忽然结束 机械雄狮睁开了眼睛 随即就是一阵阵阵而欲聋的时候 白雾只感觉全身忽然动弹不得 整个人被恐怖的音波强制震住 古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对方释放技能麻痹之后 我方全体进入麻痹状态 时间十秒 恭喜 你成功地激怒了一只五级恶朵 摆脱了非战斗状态 此时白雾在雄狮的眼里 就是一只美丽的母狮子 还不断地往他身上乱舔 古雷尔之眼也很服气 好吧 我承认你虽然有赌的成分 但也算是赌对了 现在这只机械雄狮 完全把你当作一位雌性 正在努力表现自己 试图赢得你的 嗯 你懂的 男人只是在机械雄狮的 棕毛上绑上一枚戒指 就立马被机械雄狮扑倒在地上 甚至将它当成雌性的母狮 做出轻易的动作 只见白雾往后挪了几下 命令这头机械雄狮蹲下 而机械雄狮也都乖乖照做了 随后白雾直接骑在了 机械雄狮的背上 然而整个过程 机械雄狮竟然都十分佩合 与此同时 在塔内的巨大电视墙上 正在直播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让无数观众的三观 直接原地裂开 见鬼了 康斯坦丁居然骑着恶垛 在塔外横冲直撞 还是说这是 塔外某个文明留下的机器 就连作为海后的流程子 也在心中暗暗想着 这家伙还真有点帅啊 此时夜未明内心暗道 鬼推没事物所办事第一要指 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 只是现在没法配音了 带货直播就更加不可能实现 看来 需要寻找新的方案 让流量变现了 画面转到白雾的这边 他正骑着机械雄狮 快速奔向那座公厕 而他的速度也快得离谱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我现在只想说前世的兰博金尼 法拉利都弱爆了 有了这只机甲雄狮 我敢说这一路探索过程里 想惹谁就惹谁 白雾心底暗暗赞同 的确 五级变异的恶朵 已经算是蓝色区域的食物链高层 六级变异 那就是以利亚那种级别的变态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现在这家伙亢奋得不行 如果这个时候将戒指摘下来 你说他会不会斗然间翻脸不认人 一口咬碎我 不过现在正处于有利局面的白雾 也没再多想 一只动物园的狮子 就和有经验的女人一样 你拍拍他的背 他就知道抬起屁了 这只狮子也一样 只是指了指方向 就欢快地蹲了过去 普雷尔之眼让他别下操心 现在至少还可以先高兴一下 毕竟天赋序列马上就要来了 下一刻 一只外形如同机械海龙兽的森然 突然张开血盆大口飞扑而来 然而机械熊狮的反应 却是更胜一筹 只是一个跳跃便轻松躲开了蛇口 随后又转身 用锋利的机械巨爪 抓住森然的紧搏暗岛在地 此时机械森然顺势利用 巨大的躯体卷住机甲熊狮 不过狮子驳蛇的战斗 并没有持续多久 只见机械熊狮仰头怒吼 电流更是顺着吼声散发在四周 面对麻痹感十足的电流 机械森然也瞬间松开了机械熊狮 不只是森然 白雾也险些从熊狮背上摔摸 显然这些音波式无差别麻痹 随后这头机械熊狮直接咬碎了机械森然的紧搏 当场从身体里扯出一块散发着紫色光芒的能量体 白雾一眼便认出这是蛇身上的蛇胆 只是连蛇胆都已经机械化 而机械熊狮连想都不想 直接用力尺粉碎了这颗蛇胆并吞入腹中 普雷尔之眼弹出备注 机械生物可以没有那么容易死 除非动力核心被损毁 不过如你所见 嘎崩萃 肌肉胃 好在它虽然死去 却给到了你一个用处不大的序列 波段干扰 这让白雾更加确信 这就像当初杀死以利亚一样 因为以利亚死于自杀 等于死在了恶朵手上 巨蛇死在熊狮手上 也是死于恶朵之手 可在最后 判定都落在我的身上 可见塔外的规则 似乎并不仅仅是鼓励人们 用武力击杀恶朵 借刀杀人 驱虎吞狼 都算是有效击杀 12分钟的倒计时重新开始 白雾走下狮子宽大坚硬的背 决定去这间厕所里看看 这是一间保留了700年前特征的公共厕所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油库 白雾走进厕所探查 里面也没有任何恶宠 整个动物园似乎都经历了一场巨变 除了生物 还有环境 塔外世界的规则转变 也绝对不仅仅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他经过厕所隔板 忽然在门内侧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字样 那只狗 我都说过那只狗有问题 但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们 应该早点处理掉那只狗呢 他回来了 他回来报复我们了 这些没头没尾的巨子 即便白雾推理能力再好 也无法猜出是什么意思 可就在这时 厕所外的机械雄狮发出不安的吼叫 声音里居然带着恐惧 白雾连忙跑出厕所 这一刻 他才发现地面在轻微的晃动 仿佛是某种极为强大的巨型生物 正在缓步靠近这片区域 而在整个动物园内 各种机械化的恶垛都不约而同的向外奔逃 像是在狱警某个极度危险的东西在靠近 很快一只体型堪比军舰的超巨型生物出现在眼前 头颅还保留着一丝血肉 虚体却只剩下骨架 那些骨头上又长着密密麻麻的枪乱 不少来不及逃跑的机械兽被当场炸成粉碎 此时在塔内 正在观看直播的主办方满脸震撼 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而那些在电视墙下的看客们情绪越来越高 更是极大幅度地满足了他们的感官需求 七级变异恶朵 稀有机变磁条 机械化 无限能源 缝合 完美机变磁条 巨大化 超负荷运行 热武装 如你所见 这是一只狗 你甚至可以从它不怎么灵动的眼神里认出这是一只哈士奇 但在这片区域 它是毋庸置疑的霸主 以及末日拼图碎片的携带者 要获取这块碎片 要驱走碎片 你需要获取它的认同 白武认为这只恶朵的实力应该在那两名门徒之上 而在红音之下 普雷尔之眼提醒了一下 之前没有巨大化词条的丹德莱尔也有过类似的二阶段位形态 力量与上一个形态几乎是天壤之地 而完美即便词条的巨大 估计有着更胜丹德莱尔的绝对力量 白武知道对方拥有三个完美词条 并不是自己能应付得了 如此一来 第九病动和诡异丛林中都有着拼图碎片守护者 而第九病动的守护者应该是红音才对 但之前的提示是 拼图碎片已被转移了 诡异丛林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或许和该隐有关 但是想要搜集之前两个副本的末日拼图碎片 就得使用牵引轮盘找到该隐 可是在提升自己的半生之力之前 我并不想再去接触那个家伙 这是一只体型如山月 身上布满枪管的哈士奇 看起来像是在巡视领地 白雾朵在暗处观察 他知道哈士奇可不是流浪犬 这只狗必然是有主人的 而这个主人也一定和动物园息息相关 从墙上的信息可以看到 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曾经想过解决这条狗 而结局是这只狗回来报复 只是为什么 必只狗要回来报复人类呢 看来这间动物园的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 我的直觉告诉我 总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到现在为止 我并未看见过一个人类恶毒 遇到的全是动物恶毒 而该隐之前在牵引轮盘关联的区域 都留下了门徒的故事 也许每个区域本身 末日拼图碎片的守护者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但现在给到的信息 取得末日拼图碎片是让守护者认可我 而不是消灭掉守护者 在那只哈士奇离开了足足七分钟之后 白雾身旁的熊狮再次昂首挺胸站了起来 仿佛刚刚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是其他小猫咪 不过对于这里的动物而言 害怕那只巨大的猎犬也并不丢人 才不足以让它为了自己而犯险 白雾暗暗感叹 真是可惜 本想好好近距离观测那只猎犬的 备注弹出 七百年来小猫咪知道一件事 那只狗绝对不能惹 它是整个动物园区域的主宰 所以你就别伤心了 其实你还有一个近距离观测恶多的机会 在巨犬踏足过的地方 有一地的机械残骸 赶紧过去看看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在七分钟之后 白雾骑着机甲雄狮来到脚印附近 可机甲雄狮的喉咙里 一只发出低沉的吼声 白雾安抚了一下它 冷静一下 躲起来 先不要靠近 看见机甲雄狮的反应 白雾意识到附近 肯定还有活着的恶毒 很快一只全身 被金属外壳包裹起来的猩猩 出现在眼前 它手上似乎还拎着破碎的肢体 然而这只机械猩猩 扮演的似乎是救援者 还在后背伸张出了几根机械饼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白雾感到震撼 那只机械猩猩 居然在修复那些被损坏的恶毒 而那只猩猩用不可思议的速度 将羚羊身躯拼合 仿佛是在电焊间那些躯体残骸 最后才将手上的动力核心塞了回去 白雾这才明白 只要核心还在 这些机械兽哪怕身躯彻底粉碎 只要能够拼接回来 仍然能够使用 但这还没完 这只猩猩扮演的是救援者 但并不是慈善家 它开始用淫乱的眼神望向羚羊 然后从后面开始抚摸羚羊 时不时还发出兴奋的吼叫声 接下来的画面极度辣眼睛 白雾也是很无语 没想到动物在变成恶毒后 还保留着这种习性 而且还是跨物主 再说 有脚的羚羊好像是公的吧 这是普雷尔之眼提醒了一下 据你下次战争渴望的负面效果生效 还有三十能 没办法 白雾只能强行打断它们的施法 它对着身旁的机甲熊狮吩咐道 去吧 很快熊狮猛然间从百米外杀入 一生麻痹狮子吼 顿时让星星和羚羊短路 接下来的熊狮以强决的姿态 迅速将两只恶朵撕成碎片 五级恶朵对三级恶朵根本毫无悬念 不过在这段小插曲过后 白雾却产生了新的疑问 通过这次观察 它能确认机械化的恶朵和基因突变的恶朵 是两种截然不同层面的变异 只不过这样一来 自己就是否能合理怀疑 当年的末日降临 其实是有两股不同的势力呢 这个男人第一次在塔外世界连升两级 五种不同颜色的属性 直顿时出现在眼前 现在你快告诉我 你想要提升的额外属性 两次机会 白雾很诧异 半生之力达到了二阶三段 难道是每个颜色区域的时间系数不一样吗 蓝色区域的四小时 就等于白色区域八个小时吗 之前我在第九病动时 由白色区域转入蓝色区域时 半生之力的成长时间系数并没有变化 所以说 只有通过高塔的入口选择蓝色区域 时间系数才会发生转变 由此可以推断 后面紫色和红色区域的成长系数会更高 不过 目前还是不要过早去触碰那些领域好吗 至于升阶带来的两个技能点 有着普雷尔之眼和我近乎不受恶惰影响的体质 感知不需要怎么提升 而面对强大的对手 生命力上限即便提高也依旧会被秒杀 生命恢复力可以要 让在非致命伤的情况下能够很快重整旗鼓 至于力量 这是必备的 普雷尔之眼感到很意外 你居然选择这两个属性 看来你准备走战坦路线了 忘记还有一个事情告诉你了 随着八小时的塔外时间已到 你的第二个塔外阻碍词条降临了 塔外阻碍词条 变念寄生 能够通过五感感知到某样物品的怨念 哪怕内心清明之人 也会产生大量负面情绪 很快白雾眼中的世界彻底扭曲 眼前的机械熊狮竟然瞬间变成了海骨形态 整座动物园的怨气 就像是忽然间找到了一个足以逃离的缺口 疯狂的想要灌入白雾的脑子里 没想到机械小猫下面竟然是这个样子 看来黑雾便是怨念的具现化了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遭受了这个负面属性的人 大概会被下瘫痪过去 可白雾并没有任何负面情绪 也只是感受到不断有东西钻入脑袋里 原本他还在想 这个区域没有该隐 也就没办法通过文字 进入恶朵的记忆里 但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一般人遇到怨念寄生 最正确的做法是立马启动返回原牌 但白雾不需要 他只觉得这一切别有滋味 人与乐多的悲喜终于相通 他们的吵闹声 只会让白雾了解到这座动物园的真相 两个小时后 白雾从各处的据点中 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文字资料 虽然这些文字断断续续 但他也整理出了一部分 这里面掩埋着一个700年 那只巨犬一直寻找的秘密 而现在的他有了怨念寄生 这个塔外阻碍词条的加持 更能够感受当年写下 这些文字之人的绝望与增悟 然后他吩咐机械雄狮 我要看一下资料 等一下要是有危险 记得马上叫我 男人打开了一本700年前的日记本 里面的怨念 更是直接钻入了他的脑海中 周遭的环境发生变化 画面上忽然出现一个女人 指着前方骂道 这都是几次了 每次约会都要我等你 很快这段影像的主角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他是一名动物园的饲养员兼医 叫娄小平 抱歉了 咸香 沙兰今天检测出怀孕 我得将他的伙食根换成营养餐 还要做下全面检查 这才耽误了时间 咸香当即生起了闷气 好啊娄小平 你居然是为了一只斑马约会迟到 让我等这么久 看我不消死你 还有 你那动物饲养员的工作干脆辞了吧 拿得少不说 还主动兼职兽医的工作 你这是要当慈善家呀 很快转到影像的后半段 这天咸香突然找上门来 那个 娄小平 动物园那边岗位招聘吗 我和我弟弟都找不到工作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娄小平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放心吧 这是由我来解决 虽然漠视未知 但愿意在动物园继续待着的人越来越少 极度缺人的情况下 加上娄小平的担保 这对姐弟住了进来 一个负责文职记录 一个负责看门 而在第一段影像的最后 是娄小平正在帮助一匹斑马接生 他习惯给动物园里的动物起名字 而这只刚出生的小斑马叫霍布 娄小平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母子平安 沙兰 你是最棒的妈妈 很快这一段记录的内容到此结束 随后他又多翻了几页 白武很诧异 怎么结束了 狗呢 既然末日碎片的守护者是一只狗 为何这份档案中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这只狗 目前对动物园的过去 逼就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既然日记没有任何线索 那就再看看第二份资料工作日志吧 白武翻开日志 影像画面出现的是动物园的财务室 娄小平拉扯着咸香的弟弟闯了进来 咸香 你管管你弟弟 你知不知道这家伙 今天准备将动物园里的幼崽倒卖出去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那些幼崽就落入到黑市之中了 可弟弟不仅没有丝毫悔 反而还摆出一副厌恶的眼神 至于吗 不就是卖血 畜生而已 此话一出 娄小平更加愤怒了 你科目说什么 弟弟十分不服 我有说错吗 现在恶垛横行 整个世界都一副末日景象 所有人都在寻找前往那座高塔的方法 谁会在意两个畜生的消失 你知道吗 我联系到了一位塔里的权贵 只要这个数 他就能带一个人进塔 人数不限 而这些动物 鹿绒 犀牛角 土牙 猎豹皮毛 这个地方就是一座金库 只要卖出一个好价钱 我们都能前往塔里 难道你不希望我姐进到塔里过好日子吗 听到这些话 娄小平顿时哑口无言 他松开了他的衣领 我也想让咸香去塔里避难 可 可是 弟弟得意了起来 对了 忘了和你说 我做的这些事情 我姐都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 就连塔里的那位大佬 也是我姐找人联系到 所以啊 你就别指望我姐教训我了 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娄小平 男人好心收留姐弟俩进动物园工作 可他们却整天想着如何将动物卖到黑市 尽管娄小平坚决反对 但几乎整座动物园的人都被姐弟俩给说动 这天咸香的弟弟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闲聊了起来 你们听说了吗 那座塔之前其实还存在过一座塔 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了 其中一人也劣之一二 是的 据说之前那座塔好像和这世界末日有什么关联 我只知道上面的人销毁了前一座塔的相关资料 并将后来的那座塔定性为人类生存的方舟 听到这些 一堂的大叔开始紧张起来 如果是真的 那你们姐弟俩之前对我说的得要认真考虑一下 弟弟表示 上头给的经费越来越少 根本发不起工资 更何况这些动物的日常开销 财务不头都大 倒不如趁着这些动物还算健康 把他们卖给塔里的那些权贵 换取塔里的通行证 只是娄小平那个死脑精卫 这事已经跟咸香他们闹翻了 整日开着个破车在园区里巡逻 一旦让他发现了 就非报警不可 你说这是怎么搞吗 那名年轻的工人却说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娄小平那家伙绑起来算了 省得那家伙一天天的坏我们好事 否则就会被那家伙拉着一起在这末日里陪葬 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呢 然而在娄小平的这边 他依旧满怀热情地向着动物们打招呼 浑然不知在身后 那些曾经受过他的恩惠的人将要痛下毒手 第二本日志的内容到此结束 但白雾在这篇文档里 依旧没有见到狗的身影 在动物园里动物们依旧是动物 但人已经未必是人了 娄小平竭力地保护着这些动物 但和动物园里这些人的欲望比起来 他的抵抗显得可怜又可笑 不过直觉告诉我 这个娄小平便是那只巨大怪犬的主人 可是狗在这里面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白雾继续翻阅下一本日志 可是内容的开场变成了漆黑的房子里 原来娄小平已经和动物一样 被那些人关了起来 虽然每天都会有饭菜送过来 但就像喂狗一样 在门底下的洞口将饭推进去 这间漆黑房子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因为娄小平的排泄无人清理 咸香的弟弟还十分嫌弃 行了姐 快走吧 这里奇臭男人 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比咸香有些不忍 小平啊 最近塔里找我们采购动物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这样下去 不出三个月我们就能买到高塔的通行证 到时候我们就能前往塔里 安安心心地度过下半生了 可娄小平却将饭菜踢飞了出去 愤怒地咆哮着 谁要和你度过下半生了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国家的财产 你们这样倒卖 上面的人不可能放任不管 必定会有人出来阻止你们的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你们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男人好心收留姐弟俩进入动物园工作 可结果却被他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 每天只能与自己的排泄物共处一室 这天在他们送饭的时候 娄小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大骂 你们将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可换来的却是更加粗暴的对待 李如意像发了疯一般踹那扇铁门 我告诉你娄小平 你所谓的那些上面的人都挤着头往塔里跑 现在根本没人鸟我们 看不清世道的人是你啊 此时李贤香制止了他 又轻声对娄小平说道 看来今天你需要好好休息 下次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在那两姐弟离开后 娄小平瘫软在地上 心里很后悔当初收留了他们 这时老刘过来想要说服他 现在外面情况就跟李如意说的一样 城市外围的怪物越来越多 城市内也开始有人罢工 根本没人在意动物园里的事情 这个时候能多争取一份活下去的机会就别错过 就算不为了你自己 也为你家人考虑下吧 毕竟现在除了你 大家都在跟着他们姐弟俩干 娄小平的声音很虚弱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老刘 人要分清那些事情该做 哪些事情不该做呀 我们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啊 老刘有些无奈 你知道吗 上面已经有一周没有把款了 这些动物很快也会面临食物紧缺 他们就快死了 他们反正都会死 死之前能为我们赚来些钱 让我们能够活下去 这有什么不好吗 小平啊 你守着这些畜生 可是这些畜生认你吗 娄小平蜷缩起身子 口中满是哀求 老刘 求求你放我出去好吗 我好想去看看杀兰他们 货卜也还小 我有些放心不下 一起共识多年的老刘低下了头 对不起 我不能放你出去 在白雾看来 娄小平生前遭遇过这样的非人折磨 虽然有些人心中还有些许善良 但终究是抵不过人性的欲望 于是他继续翻阅下一篇日志内容 这已经是娄小平被囚禁两个月后的事件了 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陆续发生了变异 这只熊猫的半个头颅已经机械化 或许是太久没有食物 也太久没有见到那个熟悉的人 他们的内心也开始焦躁不安 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 动物们比人类更先出现了恶多化 看见他们愤怒地拍打着铁网 站在前面的饲养员开始慌了 快跑 这里不能待了 不过李如意还是倒是很镇定 还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瞧把你们吓得都冷静点 你们没发现那些铁网和这些畜生 一样发生了变异了吗 不管他们怎么冲撞怒吼 铁网都纹丝不动 不仅仅是这样 你们想想 如果这些变异的动物能够安全工人欣赏的话 想必会有不少买家愿意购买吧 听到这话 饲养员感觉方法可行 物以稀为贵 想必塔里的那些权贵也有兴趣吧 李如意挥了挥手便离去 所以你们好好跟着我和姐干 我保证你们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到时候高塔通行证都不是问题 对了老刘 那家伙这两个月还闹他吗 老刘一脸惊怡 你说的是哪个家伙 李如意回头瞄了他一眼 还能有谁啊 娄小平啊 娄小平 老刘无奈叹息 那间仓库不通风 你又不让我们进去清理 现在那里就是个细菌培养米 小平在里面已经快不行了 李如意面无表情 行了 没死就行 实在不行 李如意就把抗生素兑点饭里面给他吃 让他加强点免疫力 我姐说了 一定要保证那家伙活着 然而此时的娄小平身体已经腐烂 皮肤里长出了恶心的水痘 苍蝇甚至在手指上汲取着枝叶 现在的他就像是一块 放在潮雨季节一整个星期的奶了 这具身体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知道自己即将要死在这里面 但他还不想那么快死 尽管在死亡的边缘 仍然想去探望一下 他心心念念的动物们 狗言残喘的他开始出现幻觉 他看见自己出现在草原上 那些曾经被他喂养过的 那两头狮子出现在他面前 他还记得那只雄狮叫火焰 那只雌狮叫埃尔沙 这一刻是他这两个多月以来 最幸福的时刻 男人为了吸引游客 竟然把动物园里动物变异的照片 发到网上 可没想到的是 这些照片瞬间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一时间各大地区全都在报告这件事 这天李如意被姐姐叫到办公室 这个照片是你发到网上去的吧 李如意点头承认 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同 另一名保安激动大骂 李如意 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国都知道 我们这个动物发生了变异 都要来参观 今天一早上预约的电话就没停过 李如意回头瞪了他一眼 这不是好事吗 动物园已经许久没人来 现在能有大量游客来的话 那我们不就又有一笔意外之财了吗 可那保安反而越发激动 你还知道动物园许久没来人 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现在动物园至少三分之一的动物 被我们倒卖出去了 到时候人一来 上面不就发现问题了吗 还有 楼小平那也是个天大的麻烦 游客一旦多起来 那里的秘密被人发现都是迟早的事情 李如意突然醒悟 的确啊 他太闹腾了 必须处理掉 楼小平也必须死 随后两人同时望向李咸香 姐 你怎么看 是啊 咸香 你也给个意见吧 毕竟楼小平算是你的男朋友呢 这时一旁的老刘突然发问 喂 为什么不能放了楼小平 此话一出 三人同时回头看了他一眼 老刘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李楼小平的性格 要是把他放了 他肯定会去举报我们的 到时候就倒卖动物和非法 监禁两个罪名 就够我们老底坐穿了 话已至此 李咸香也不再犹豫 冷冷说道 如意啊 那就处理掉吧 在场也只有老刘有些迟疑 李如意更是默默点了一支烟 好嘞 我肯定处理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丝痕迹 画面一转 全身腐烂的楼小平被扔在动物园内 他曾经饲养过的狮子 人正拿着猎枪对着他疯狂射击 李如意的脸色变得惨白 他怎么还活着 明明都被咬得只剩下一个脑袋了 他连忙吩咐身后的几人赶快开枪射杀他 伴随着枪声不断传来 这一段影像也到此结束 白雾终于恍然大悟 看来我之前的结论错了 娄小平根本没有恶多话 而是死在了自己最爱的人手上 所爱之人与同事好友为了利益一起背叛他 将他囚禁了整整两个月 还有那些曾经被他照料过的动物 在最后因为饥饿而吃掉了他 还真是个可怜的人啊 不过我也终于知道那只狗到底在哪里了 这些影像里的确是描述娄小平这个可怜人的 但那只狗确实存在 而这个视角就是来自这只狗的 这只可怜的笨狗 从始至终都跟在他主人的身旁 不离不弃 哪怕也一同被狮子吃掉 难怪影像中李如意曾说过他太闹腾 必须处理掉 这句话里前面说的是狗 后面说的是人 否则娄小平都那么虚弱了 又怎么闹腾呢 虽然影像里没有声音 但也许这只狗一直都在叫喊着 在这只狗最后的视觉里 人类就是长满了枪管的怪物 所以在他的身上也长满了枪管 这么看来一切都理顺了 最后的一段影像 应该是能够让这只狗认可我的线索了 或许我需要找到那几个人的骸骨 于是白雾继续翻阅下一段影像 可这一段的影像内容很简单 娄小平自杀了 就死在那间黑屋里 看见这一幕的白雾彻底愣住了 既然娄小平已经死在了草原上 被自己饲养的狮子们分尸了 那么娄小平又是如何自杀的 时间过去很快 12分钟处于非战斗状态 战争可求效果触发 将赋予你新的塔外阻碍词条 塔外阻碍词条 弱水 在有水的环境当中 你将处于百分百对水的弱化状态 甚至会溺水而亡 不过白雾根本没时间管这个 而是继续陷入了思索 剩下的这些资料大多都是李贤香姐弟 老刘 以及动物园里一些游客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留下的 内容太凌乱了 只有小金这个狗的名字有点用 之前看的前四段影像 基本上讲述了与动物亲近的 娄小平的悲惨经历 娄小平死于猛兽 但第五段影像颠覆前面的一切 想到这里 白雾眉头一皱 不对 确切来说 第五段影像颠覆的 只是第四段的末尾 而关于娄小平的死法 这或许才是破局的关键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狗和人关在一起 我所看到的视角也是狗的视角 这段影像的内容的怨气一样强烈 只是一个具备色彩 另一个不具备色彩 这时白雾突然灵光一现 猛然发现了滑点 是了 第二段影像的内容都是彩色的 而第三四段的内容都是黑白色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某种 象征的情绪的东西 但现在看来错了 这是两个不同事物的怨气 第二段影像是来自娄小平的 而第三四段影像是来自那只狗的 虽然狗是色盲 但第五段影像也是发生在黑暗的屋子 所以很难区别颜色 所以这段影像应该是来自于娄小平 此时白雾终于恍然大悟 关于娄小平和那只狗的悲惨遭遇 他也已经知道了 不多时 散落在地面上的日志 开始释放一缕缕怨念 想要通过白雾的怨气 寄生钻入他的身体 如果是正常人 将会吸收掉这些怨气 然后彻底恶多化 但白雾只是吸引并未吸收 浓厚的怨气聚集在他的眼前 渐渐便有了一个轮廓 远远看去 他就像是当年动物园里的某个人 这是一团聚集了700年的浓厚怨气 化作人形包裹在男主白雾的周身 而在他面前的狮子竟在瑟瑟发抖 戒指的效力明明快要结束 可现在却表现得很害怕 他对着那团怨气说这话 你所怨恨的人都已经死去 这股怨气其实早该消散 或者说 你现在还有一件事想要去做事吗 与此同时在简陋港口 银屏上的浓厚怨气 钻入了康斯坦丁的身体内 屋内的流程子连忙跑出阳台 见鬼了 这下完大了 的想办法阻止他 再这样下去要出事了 可主办方却是连连摇头 小姐 我们只负责直播 别的事情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流程子没有任何办法 转身回到屋内大喊叶卫明 我知道你有路子 赶紧联系他们 让他们想办法把康斯坦丁带回来 叶卫明点头 好的 我知道怎么做 很快电视墙上的画面在一瞬间断掉 而观众们也是一阵扫兴 完蛋了 康斯坦丁被干掉了 而在另一边 此刻白雾关闭了直播 然后将道具收入了空间背包内 因为接下来的内容 实在不太合适直播出去 白雾再次骑上机甲雄狮 走吧 带我去那只狗那里吧 机甲雄狮奔跑在草原上 它那七百年前的记忆逐渐显现 那天晚上 它看到了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三只狮子围在一起 似乎在撕咬着什么 而那只血肉早已被吞噬干净的狗 却站了起来 就只剩下一个脑袋 机甲雄狮认的这只狗 它是待在娄小平身边的那只狗 这狗一定是出问题了 它的主人在哪里 还不快出来阻止它 它跟那人一直形影不离 那个人又去哪里了 这一幕同时也吓到了 李如意那几个家伙 它们不断朝那只狗开枪 可就是怎么也打不死 子弹在它的骨头上留下弹痕 但这样也无法阻拦它离去的身影 那只狗一蹶一拐地离开 没有人知道它要去呢 然而那只狗在走出一段路程后 竟然诡异地回头看了一眼 当时机甲雄狮愣住了 它知道那只狗是在看它 当时它还以为那只狗会彻底消失 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死去 可是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 整个动物园已经无法逃离 所有生物都像是被困在了这片区域里 机甲雄狮曾经的伙伴一个个死去 当年啃食过那只狗的狮子们也已经惨死 而且现在骑在它背上的男人 也不知为何变成了当年那个人的母娘 怨念寄生 无法让白雾恶多化 但白雾知道这些怨气的目的 也知道了这个区域的通关关键 现在也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娄小平带着怨恨死去 可那三段影像里都还有着色彩 那代表娄小平对这个世界还有眷念 但是狗不一样 在主人娄小平死后 狗眼里的世界彻底变成了黑白色 它们狂奔了几小时 也终于来到了那只狗的脚下 再次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枪管 白雾大概能想象到 在这只狗的眼中 当时李如意那火人到底有多么扭曲恐怖 这是白雾像它曾经的主人一样 喊出了那只狗的名字 小金 短短的两个字 顿时让这只巨大的骨犬停下了脚步 这一幕下的机甲雄狮内核险些爆炸 它 它停下了 见鬼 这狗七百年来一直漫无目的地游荡 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怎么现在说停就停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那狗看过来了 我死定了 此刻白雾异常冷静 一步步地靠近那只狗 它的大脑还在本能地分析力比 说服成功和失败后的种种结局路线 很快周围的场景再次变化 草原里的一切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间漆黑而狭窄的屋子里 在影像中 小金舔视着娄小平的手掌 仿佛是在呼唤着他 就像两个月前的每一天里 他都会这样唤醒娄小平 但娄小平没有醒过来 他再也无法醒来 一人一狗被囚禁在暗无天月的仓库里 每天只能和自己的排泄物共处一室 可没多久主人就死于自杀 只剩下小金在一旁舔视着他的脸庞 仿佛想要以此来唤醒他 闭天后 小金开始撞击仓库门口 似乎想要告诉外面的人 已经许久没送来食物了 但这一切显然是徒劳的 自从娄小平自杀之后 这里就不再有人经过 第二天 小金也变得唯靡不振 看起来也更加虚弱 第三天 屋子里充斥着腐肉的气味 原来是娄小平的尸体开始腐烂 即将饿死的小金为了活下去 迫不得已吞食着主人的血肉 这一切就如白雾所料 娄小平死于自杀 但娄小平的尸体是被小金吃掉的 白雾曾经看过一篇报告 里面有提及一个 关于宠物与主人关在同一空间的情况下 在主人死后 宠物是否会吃掉主人的研究试验 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会不会吃 而是在于多久会吃 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 是在于宠物没有别的食物来源 主人先死 而他处于饥饿状态 试验的结果证明很多宠物 并不会犹豫太久 但狗会迟一阵子 可最晚也就两天的时间 这只狗已经饿了很久 这两个月来 他吃的食物都来自娄小平 在娄小平死后的三天 也在没有人去管这只狗 此时的他在饿死的边缘 而他眼前的则是主人的尸体 最后他吃掉了娄小平 并不是这只狗不爱他的主人 如果有危险 我丝毫不怀疑 他会不顾一切地冲在娄小平身前 但在末世来临 人性的贪欲下 娄小平的女友与同事 恰好制造了一个最为绝望的环境 小金 其实在那个时候 在被火焰还有埃尔沙他们撕咬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只是怨恨与愧疚 让你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你吃掉了自己唯一的朋友 你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希望你就躺在他的身边 和他一样 是被那群人那些动物害死的 这些年来 你一定很内疚吧 吃掉了自己的主人 脑海里不断地想着 如果主人不是被自己吃掉就好了 你一定在想着 如果我和你 一起死于那些狮子 该多好啊 在这七百年来 小金的意识一直被困在那间漆黑的仓库之中 他渴望着那个人醒过来 只是在漫长的岁月里 回应他的只有吞食主人的歉疚和孤独 所以 让我带着那个人的愿望 向你前行 不多时 白雾被那股怨气覆盖 变成了七百年前的那个人的模样 而当年的那一个场景再次出现 娄小平小心翼翼地擦掉了小金的眼泪 温柔地说道 我原谅你了 好孩子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 即便已经度过了七百年 我对你的爱并没有因此而变淡 如果我当初没有连累你进来 你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对吧 小金 很快那只大如山月 浑身长满枪口的巨犬在一瞬间变小 身上浓烈的怨念也在此刻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七百年前 某个平静的午后 一人一狗在那末日尚未降临前 他们相拥而泣 脸上满满都是幸福 小金啊 错的不是你 而是那些把你我逼入绝境的人 白雾记的那篇报告发布后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畜生终究是畜生 一点饥饿都无法忍受 这么容易就吃掉了主人 但这些人不会明白 动物对人的感情有多纯粹 如果不是虚弱到极致 狗又怎么会吃掉自己的主人 同样的 在历史上又有多少人 为了活命而吃掉其他人 他们的内心不会有愧疚 至少不会像小金一样 如行是走肉一般游荡了七百年 化作娄小平外表的白雾 打算给小金最后的告别 他抚摸着他的脑袋 小金啊 可以了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谢谢你为我报仇了 这些年来 真的辛苦你了 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最后一人一狗双双化为金色的光影 从白雾的身上一点点消散退去 隐约之间 白雾仿佛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声音 谢谢你 还有那只狗想要表达感谢的叫声 汪汪汪 在娄小平死后 留下了浓烈的怨气 这些怨气来自于老刘李咸香 这些谋害他的人 但当这些人死后 他的怨气不曾消散 而是一直在等待 等待着一个传递者 将他的爱犬从内疚中解脱出来 而这只可怜的狗 在临死前感受到世界的恶意 和对其的怨念 让他激变成了一个超越 该隐门徒的巨大怪物 但这也使得他比娄小平更加凄惨 以恶多的形式活了下来 700年来饱受精神上的折磨 狗与人都不是该饮的手柄 只是来自于700年前 末世降临时的人心嫌乐 想必往后会遇到更多这样的事情吗 小金消散后 在白雾的手上留下一块碎片 从纹路上看就像是人类的眼睛 这时备注弹出 宣布说 恭喜你找到了塔外探索以来 第一块末日拼图碎片 虽然该区域系列 一共有眼儿口鼻四块 及其四块拼图碎片 这四个区域里你将会获得四种增益 负面属性无效化 恶多进化 物理规则正常化 以及聆听恶多之声 白雾当即将碎片握在掌心 心想的这眼儿口鼻 对应的四个区域 从自己目前所得到信息来看 应该分别是动物园 马戏团 废弃游乐场 还有恐怖屋 不过负面属性无效化 恶多进化 物理规则正常化 及其四个 能将四个区域变成可以生存的区域 看来这末日拼图的碎片 还搞了套装效果 嘿嘿 碎片的能力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眼儿口鼻四个碎片是一个整体 而这个整体 又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随着你搜集的碎片增多 你会解锁越来越多的功能 且影响区域越来越大 现在 你只能在这片草原上 使用恶多进化的能力 而作为眼睛碎片持有者 你会得到草原上所有恶多的增进 但是你也无法与它们进入战斗状态 好了 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攻略者 咱们接下来是选择继续攻略其他区域 还是挂机升级呢 白雾回头看了一眼狮子 心想着要不要对它试试这个进化的能力呢 但是狮子对我的态度 已经到了有些恭敬的地步 想到这里 白雾还是将碎片收入囊中 算了吧 如果真的要把它还原成以前的样子 恐怕它在这个地方 一个小时都活不下去 普雷尔之言很好奇 难道你不想带这只小猫咪回塔里吗 白雾表示 还是算了吧 虽然狮子做起很拉风 但太招摇了 对了 你刚刚说单独的碎片 可以在单独区域具备单一功能 但不断搜集拼图碎片 会让它们之间产生连锁 具备更多和范围更广的能力 那这么说的话 是否意味着 如果找齐所有末日拼图碎片 人类就可以回到塔外生存了吗 可普雷尔之言也不得而知 这 这谁知道呢 白雾终于得到了第一块末日拼图碎片 碎片一共有四块 而作为眼镜碎片的持有纸 它不仅能够净化这片草原上的恶毒 还能得到它们的尊敬 白雾二话不说 跳上了机甲雄狮的背上 走吧 带我去热带雨林那边斩去探索一下 可机甲雄狮却蹲在地上久久不敢起身 就像是一只被吓破了胆的小猫咪 这时备注弹出 这只小猫咪现在被你眼睛碎片 持有者的身份彻底震慑住 可是一动都没法动呀 白雾一脸无语 我感染了战争渴求 你却给我来一个无法与该区域恶朵 进入战斗状态 这不是坑人吗 看来我的挂机计划 算是彻底泡汤了 不过 这个区域倒是一个稳定的炼机场所 只要使用牵引轮盘记录下这片区域 我就能随时来这里挂机 虽然还会感染负面属性 但至少该区域的恶毒不会攻击我 可普雷尔之眼却提醒了一下 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 牵引轮盘虽然可以无视普通轮盘的三天规则 回到自己想去的区域 但你按照轮盘记录的区域顺序前进 也就是说 你必须先前往该引安排的那些区域 完成该引的题目 消除区域信息 才能前往到你想要达到的区域 白雾内心暗倒 上次丹德莱尔的未代旅行 我并没有按照该引计划的选择 很难想象 下一个区域该引是否会吩咐门徒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看来我必须更强大一些 再去面对这些门徒 所以现在我还是继续挂机吧 提升自己的半生之力 当时我也听说过 矮哥曾经挂过一百多条负面属性 而以我现在每十二分钟 感染一次负面属性的这个负面效果来说 可以用更短的时间 感受一下队长当初体验过的刺激 同时也测试一下自己的身体极限在哪里 这似乎也不错 普雷尔之言也是一惊 疯子啊 这里有个疯子 谁会一天到晚没事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样子 十分钟后 白雾坐在场椅上等待倒数 新的负面属性也即将降临 他在倒数前三秒打开了返回轮盘 如果自己的意识还能保持清醒 身体还能动弹的话 那白雾将会关闭返回轮盘 继续待在这里挂机 提升半生之力 如果发现身体不能动弹 就任由返回轮盘将我传送回去 很快 突如其来的一阵失重感 让白雾身体一颤 塔外阻碍词条 重力失衡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体将会误以为自己处于失重或者超重状态 当然 只要你建立起新的平衡感的话 这负面属性对你来说也不算 不等普雷尔之言介绍完毕 白雾已经适应了身体的变化 当即站了起来 因为上次混乱负面属性的经验 这次的重力失衡适应起来意外的快 普雷尔之言也很无语 果然 这玩意对你来说就是白给伴 很快又过了12分钟 新的负面状态在此降临 塔外阻碍词条 未光 现在的你就宛如中世纪的吸血鬼 阳光能够直接灼烧你的皮肤 快点找个阴凉的地方躲起来 时间又过了24分钟 塔外阻碍词条 敌我不分 就如字面意思一样 你将无法从感官上区分敌人与队 不过 现在就你一个人 这负面属性对你没什么用 36分钟后 塔外阻碍词条 永远饥饿 这对你也可以说是白给伴 反正过会你也要回去的 48分钟后 塔外阻碍词条 不说话就会死 就如同字面意思 不说话就会不断流失你的生命值 白雾开口说道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我说话就行了吧 普雷尔之言差点想到错 见鬼 这些负面属性对你来说都是白给伴 怎么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啊 白雾说道 别生气了 现在开始你陪我说说话吧 普雷尔之言很无语 谁要跟你说话 每12分钟一个负面属性 时间过去很快 转眼间白雾也已经熬了7个小时 塔外阻碍词条 鲜血渴望 从现在开始 你将处于鲜血渴望状态 在此状态期间 如果每6分钟不造成杀戮 生命值会持续流失 白雾淡淡说道 杀戮 带着这眼睛 我这要去哪杀戮啊 普雷尔之言弹出被主 嘿嘿 这下你终于没辙了吧 不过呀 你也是很不错的了 在每12分钟一个负面属性的情况下 坚持了7个小时 换算成4个小时一个负面属性 你就约等于坚持了5天 而且呀 你的半生之力也提升到了二阶九段 已经很不错了 白雾点了点头 是的 毕竟是第一次 不能按照矮哥的规格要求自己 下次再想办法破他记录好了 随后他熟练的从空间背包中取出返回轮排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当前区域搜索度 45% 乐多剩余702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 严已获得 我的评价 壁外之戏 关联区域的其他守护者 考验的可不仅仅是你的脑力 其他的守护者吗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和他们见一见 他明明是在情场叱咤风云的海后 更是同时脚踏着十几条不同的船 如今上前搭讪却被对方说他是个丑女人 就在刚刚 刘承子带着五九和林无柔几人来到白雾的住 林无柔才刚进屋就四处打量了一反 还算整洁 不过他也才没住多久 倒也正常 一旁的刘承子发现林无柔还挺帅 这种中性风小鲜肉虽然会被很多人酸娘炮什么的 但既然是调查军团的 那就说明很能打 于是他上前搭讪 哎呀 小哥哥你长得真好看 常年出任务还能保养得这么好看 可真是不简单啊 可林无柔却是冷漠回忆 滚 臭女人 此话一出 让常年混迹在情场的海后刘承子瞬间实话 我是 丑女人 很快他内心出现两个声音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继夜未明这个财奴后 又来一个说我丑的男人 他尝试过自我安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很快又出现另一个念头 好个屁啊 自从白无那家伙断掉直播信号后 我就没好过 你知道吗 为了救那家伙 我被那个恶魔在审讯室训问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啊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 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合作伙伴 而且远远还不止这样 眼前这三个人 可以说全是优质的男性 但为什么他们都像是女人的绝缘体一样 为什么好像都对女人不感兴趣 而且那个白无好像也是一样 难道真正当大事业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这时五九突然开口 你考虑的怎么样 流橙子顿了顿 啥 考虑什么来着 五九继续说道 白无看人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但我做事由另一套准备 我不相信陌生人 所以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让陌生人变成自己人 既然你的底细清白 那我现在邀请你加入调查军团七分队后勤组 你可愿意吗 听到这话 流橙子表面淡定 其实内心早就激动不已 这谁能拒绝 调查军团 这可是充满了优质男性 和经常出塔带宝贝的后宫生成库 根本拒绝不了 他立马抓住队长五九的手 点头表示 加入加入 我加入 五九连忙将手缩了回来 从今往后 你和白无的塔外直播直接向我汇报 我要掌握一切信息 避免出现这次的情况 流橙子连忙立了的军资 德令 老板 一切都听从您的吩咐 就在这时 白无刚好回来 他推开门就看见四个人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是要准备打麻将吗 流橙子兴奋地跑了过去 你可算回来了 我告诉你 今天的直播效果 炸裂 机甲与猛兽 骸骨与怪物 可算是满足了观众们对塔外的幻想 这时普雷尔之眼弹出辈主 嘿嘿嘿 看来五九这家伙给流橙子做了些思想工作 有趣的男人 健壮 白无强颜欢笑 勉强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队长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男人才刚推开家门 就看见三男一女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 还误以为他们准备打麻将 这时流橙子迎了上去 不断诉说着他今天的直播效果有多么的炸裂 可是白无没有搭理他 而是妄想队长无解 队长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流橙子有些愤怒 小哥哥 是我跟你先说话的 明明是我先说的 白无点点头 然后继续询问队长 是关于案件的事情吗 五九回答道 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你与小叶子还有无柔的手续办好了 目前开放的权限 是赐贵族权限 看见他们开始讲正事 一旁的流橙子也是十分憋屈 林无柔将文件递了过去 赐贵族权限就是说 你可以享受第三层的所有娱乐社市与场所 享受购物权限与所有公共场所进入权限 但是花费会比贵族高25% 听到这话 刚才还满腔怒火的流橙子立马转怒为惊 25%那么多 他立马凑到白无耳边说道 那个还是不要带东西了 打折能让女人疯狂 所以反向打折 能让女人理智 白无也很诧异 也就是说 留下网上的穷人 穷人去了富人的地方 买东西要花比富人更多的钱吗 五九对此早已麻木 是的 所以穷的会更穷 而富人只会更富 不过我也没有特别要叮嘱 记住别惹事就行 白无也大概了解 赐贵族权限的人 如果与贵族发生冲突需要仲裁的话 就好比古代的一品大员和百姓对峙公堂 任何人做仲裁者 都不敢百分百说 自己不会偏颇 林无柔取笑道 我们是和郑玉军合作 郑玉军虽然总体实力不如我们 但前来交接的人 至少也是二阶水准 三层的那些店铺保安 也都是一阶五段网上 队长 派一个一阶三段 就算想惹事 也没那个能耐 为了防止林无柔继续阴扬自己 白无当即回应 我已经二阶九段了 此话一出 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 片刻之后 林无柔这才缓了过来 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你刚刚说什么 白无的表情很平淡 二阶九段 不对 下次出塔 兴许能到三阶一段 林无柔满脸惊怡 你在开玩笑吗 如果不是因为挂上了战斗渴望和鲜血渴望 我还可以待更久 五九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寸 三阶 放在整个调查军团 也算是及格线了 林无柔自然清楚这个负面效果 战争渴望 这种负面属性吃下来可不简单 感染战争渴望后 你坚持了多久 三十分钟 还是一小时 白无认真的想了想 平静地说道 没多久 也就七个小时吧 林无柔感觉到自己被侮辱了 白无又说起正事 队长 我们还是谈谈案子吧 这次去第三层 到底是一个什么案子 五九有些迟疑 这个案子 比我想象中还要麻烦一点 是一宗绑架案 白无皱了皱眉 绑架吗 看来至少还是个贵族的绑架案吧 五九点头 而且不是一般的贵族 人质来自第四层 管理者层级 但据说其父母来自第五层 白无立马来了兴趣 第五层的子女 住在第四层 然后在第三层失踪 还真是套娃一样的绑架案 五九解释道 我对第五层也不甚了解 但有一点 不少第五层的人 也就是统治者层级 他们的子女会住在第四层 白无立马有猜测 也就是入住第五层 需要一些特殊条件吗 不满足条件的血脉至青 只能让其住在四层 一旁的刘成子忍不住追问 那这位被绑票的在第三层 又是怎么回事 五层的统治者都这么狠的吗 四层都不让家人住哦 五九淡淡说道 目标在第三层 是因为那地方只有第三层女 就是疯人院 我们的目标是五层统治者的女 而且她是一个疯子 就在不久前 这个疯子失踪了 来了来了 白无在塔外待了17个小时 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新的任务 一个五层统治者的女人失踪了 而且还是个疯子 是在第三层的疯人院里失踪的 而疯人院这三个字 让白无本能地想到某个人 太急急了 不过当他知道该隐 有可能在塔里之后 塔内有疯人院这种地方 似乎也不再稀奇 随后他询问五九 关于这个女疯子的情报 可五九却连连摇头 这个就要靠你们去郑玉军那边套话 听到这话 白无大带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 这压根就是没情报 也就是说 表面上我们是去帮助郑玉军破案 但实际上就是和他们进行一场比试 队长五九点头 是的 一旁的林无柔说道 现在你知道这里面谁有多深了吗 白无继续询问案子 那么凭借我们调查军团的实力 目前已知道的案件线索是什么 五九当即竖起两根手指 疯人院的位置 还有目标失踪的时间 在一周前 白无忍不住长叹了口气 就这吗 那疯人院有监控录像吗 五九当即微微摇头 可嘴巴却回答道 有的 白无皱了皱眉 他似乎看懂了五九的意思 看来那些录像被他们处理了 五九点了点头 是的 阵域军手里还留有辈分 不过怕是不肯给我们 白无很无语 就是不想让我们先破案 所以才把所有线索都藏了起来吗 林无柔表示像这样的事情 在过去也发生过不少 而且上头明显 也有一想要打压我们调查军团 现场气氛一度陷入了死寂 陈鹰片刻 白无开口打破沉默 我记得队长说过 他们已经有了部分线索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线索偷回来 五九果断拒绝 不可能 因为情报在第四层 大多时候他们会在第四层办案 而我们根本没资格去第四层 这时普雷尔之眼条坦道 哈哈 从性质上来说 几乎和你在动物园一样 热梦开局 白无也大概弄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案件 毕州后的现场 可以查出的信息有限 而作为知晓部分线索的陈鹰军 不出来捣乱就已经不错了 我们的权限只能卡在第三层 而整个案件的调查范围 确实包括了第四五层 刚才队长说 陈鹰军大多时候会在第四层办案 这么看来 更多的线索应该就在第四层 这个案子根本查不了啊 显然的必败的局 你直接推掉不好吗 可五九却说 不行 无法拒绝 然后深情地说道 而且 我相信你 白无一脸无语 队长 看来你对我有着很大的误解啊 普雷尔只眼盘出 看来矮哥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呀 不过吗 你脸上的表情 已经出卖了你的真实想法 略是局势不利 略能让你亢奋起来 全力以赴吧 少年 这是一个调查 失去少女的案件 白无不仅没有线索 也无法前往高塔第四五层 显然这是一个必败的局 但此刻他的脸上却无比亢奋 他突然指着林无柔说道 队长 我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戴上林无柔 此话一出 林无柔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委屈 白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据我所知 在调查方面 引霜的脑子应该更好使吧 林无柔冷哼了一声 愚蠢无知的新人 和那群人打交道的时候 光靠脑子可行不通的 不等他说完 吴九抢着开口解释 因为无柔骂人厉害得很 而那些郑郁军的人 每一个都欠骂 普雷尔只眼 弹出被主 如此朴实的答案 我着实没想到 福气 白无想起吴九曾说过 林无柔的嘴虽然很不 但对新人已经相当关照 要是面对外人 叔叔估计会翻上十倍 一旁的刘成子 小声在叶卫明耳边嘀咕 对手过于恶心 确实需要一个喷子作为队友 白无点了点头 同意吴九的说法 确实啊 那还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吴九拍了拍手掌 事宜会议到此为止 好了 要传达的事情都已经说完了 叶已深 你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我们在升降梯会合 你别迟到了 在吴九和林无柔走后 白无发现 刘成子和叶卫明没有跟着走 怎么你们还在啊 这时刘成子 从跨包里取出一本笔记 小哥哥 我跟你说 今天的收入可不得了啊 你看看这场直播的数据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啊 第二天 白无准时与众人会合 在第三层的巨大升降梯内 一眼望去总共有十多个人 白无好奇的到处打量 问道 队长 我一直有件事想知道 吴九回答道 直接说 白无说道 调查军团负责出塔丸兵调查 这样也会使得 调查军团的战斗力 普遍比郑域军的高 这样一来 两支军队的战斗 不就失去平衡了吗 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什么危机吗 吴九如实回答 你说的对 郑域军的中层与基层实力 确实远不如我们 只不过 他们整体的实力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差 白无立马一会 意思是说 在顶级的战力之间 我们还不如郑域军吗 吴九继续解释 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 拥有16支小分队 而且每一支队伍的编制 也相差无几 要是对比队员 确实是我们强 但是一旦对比顶尖战力 郑域军一直都压制我们调查军 林无柔回头补了一句 我们双方每年都会举办演武 16支队伍都各自选出 最强的一人 与对方16支队伍里 最强的角色进行决斗 结果也不尽人意 我们调查军团的16支队伍里 有11支队伍落败 因为他们的分队长 都是一些半生之力 达到五阶六阶的强者 而且天赋序列都是100到300之间 很遗憾的是 他们的资料我们一无所知 每一年的阎武都会有不少新人上场 而且每一个都是强到离谱 显然对方的人才补给远远 超过了我们调查军团 不过这两年的阎武 我们都拿到了第一 一切都是因为队长的继任 这是从前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时备注弹出 看了矮哥的强大 是在高手如云的郑域军高层中 也无人能对付的呀 不过 你这是什么表情呢 白雾陷入了思索 并为林无柔说的几处地方都存在可以 但他也绝不可能说假话 据他以上所述 郑域军顶级高手的半生之力 全都是五阶六阶以上的 相比调查军团其实也没差多少 只是这个天赋序列就差得太多了 在基础作战能力相同的情况下 拥有稀有的战斗技能让他们领先了不少 要不是五九这种半生之力达到八阶四段的怪物 恐怕也不能让调查军团 在这两年挽回了一些颜面 不过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他们的人才补给是从哪里来的 为何每一位都拥有这么靠前的稀有序列 他们都是来自高层 难不成在第五层或者第六层 存在着某种颠覆性的东西吗 就在白雾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五九突然开口说到 第三层到了 我们走吧 队长身高一米五九 却被看守大门的光头嘲笑 队员林无柔看不过眼 上前直说光头的痛楚 就在刚刚 四人终于来到了高塔的第三层 仅仅只是入目的第一眼 白雾就能感受到 贵族区域下面两层的巨大差距 这里仿佛与他前世所居住的城市一样 两百里的高楼大厦林立 更能显示出了城市的繁荣与进步 而那些广告牌也是随处可见 这时林无柔突然来了一句 小兔崽子 不过是第三层 可别整得像个乡里娃一样 而五九的这边 他已经招呼来了一辆继承车 回头吩咐众人 上车 我们现在就去疯人院 他们很快来到疯人院门口 而负责办案的两名镇域军的人员 早已恭候多时 五九边走边介绍 这座封人院真正的名字叫做 高塔精神康复中心 白雾目光聚焦在门口 也看到了被主 这是一间放在塔外 能够立马击变的病院 心想或许当年塔外的那座第九病院 也和这里的情况相差无几 只是这里的病人 还没有变成恶多罢了 这时守在门口的两人 突然招呼了一句 这不是赫赫有名的古队吗 几日不见 好像长高了不少 话音刚落 林无柔立马上前调查 哎呦呦 丁队的头发好像茂密了不少 都能看见毛孔里长出小白毛了呢 或许是头发太多导致眼神不好 才又剃光了吧 真是令人羡慕 又可以不用洗头了 瞧这味冲的 白雾当即恍然大雾 难怪队长执意戴上林无柔 可一旁的卷毛就不乐意了 你这个娘们 竟敢当众侮辱我们队长 到底是一群二层的野蛮人 没素质就会人身攻击 这话立马把林无柔给惹笑了 人身攻击 那也得要对人才算了 还有 你这个头发多久没洗了 卷得跟万毛似的 就差反光了 林无柔的这一番毒蛇加上表情 显然已经把霍亭惹恼了 他当即朝林无柔挥出一拳 此时无柔上前一步 接下了对方的拳头 好了 无柔 到此为止吧 我们只是奉命来查案的 权限也有 要是愿意分享情报我们欢迎 但如果只是过来找查的 那可以给我滚啊 霍亭的手被无柔掐得很痛 只好用力挣脱了出来 有权限又怎么样 大家是挺厉害的 但那又能怎么样 想要抢先破案吗 没门 我们会让上面尊贵的大人们知道 调查军团所谓的日破版案 只不过是个谎子 在那种不入流的下两层 虚打成招不就行了 现在还想要来三层 你们就这么稀罕这次的机会吗 我看你们就是想业绩想疯了 这番话在白武看来实在故意嚣张 不过对方可是掌握了大部分线索 并且还销毁了留给调查军团的线索 以至于在这种绝对优势的局势下 换作任何人都会把鼻孔敲到天上去 所以这两人出现在这里是想要诛心啊 或许他们认为我们只有四个人 备注弹出 只有四个人 那是他们不知道有我这个最佳第五人的存在 看我的 我马上掉出他的黑料 给我好好整整他们 男人拥有天赋序列二十四 普雷尔之眼 能在视线聚焦处 看到风格合乎自己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很快在光头身上弹出备注 查到了 他叫丁泰生 是个入坠的废物 全靠家里一辆三百斤的塔克为他铺路 但是他不知满足 一直在外包养小三 白雾盯着他的手看 丁对 这戒指有些年头了吧 那丁泰生下意识将戒指挡住 你谁啊 新来的 关你屁事啊 你想要表达什么 白雾继续盯着他身上的领带说道 哎呀 丁对的领带有些歪 看来丁夫人不擅长帮你整理啊 其实上班不一定要戴戒指 估摸丁对对夫人很尊敬 实在令人羡慕了 不过我很好奇 你身上为何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香水味呢 说起来我也认识一个光头 他喜欢到处沾花惹草 带人家长得像某个明星 至于丁对你嘛 倒是有些寒碜啊 白雾的这番话 听得丁泰生直冒冷汗 而林无柔和叶未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丁泰生当即恼羞成怒 扭头大骂 你小子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白雾直接走到他身旁 发现他脖梗处有一个吻 惊讶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丁对 你可真不小心 这脖子厚0.94厘米的吻痕都没清理干净了 听到这话 丁泰生立马将吻痕按住 白雾继续说道 丁对 看来你日夜操劳都有黑眼圈了 不过既然想要做个时间管理者 下次记得别留下痕迹了 这个嘴硬可真小 丁对还是挺会享受的 不知道尊夫人要是知道 丁对你经常做慈善为小妹妹扶贫 他会怎样夸你呢 丁泰生的语气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明亮 紧张地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白雾笑了笑 说着玩的 丁对这么叫真的吗 虽然我这个人是个大子嘛 什么事情都到处说 很多的秘密才没几天 就让我传遍了整个底层 丁对到时候你可不要怪罪于我 随后白雾将手搭在他肩上 不过嘛 要是丁对在工作上配合我们 我自然也不是那种不识实物的人 毕竟凡事都讲究有个证据 只是这么一搞 也难免尊夫人心中产生一些疑虑 恐怕你往后的日子也没那么舒服了 听到这话 那身材魁梧的丁泰生竟然双腿发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显然家中夫人的实力不容小觑 众人见状直接往疯人院内部走去 林无柔在进去之前 还不忘给两人数个钟指 进入大门后 众人先是经过一道庭院 里面也只坐着几位老人正在乘凉 这时林无柔突然开口 小子 刚刚的表现不错 瞧瞧那光头的模样 都被你吓傻了 估计以后看到你都要绕道走 白雾反反了一句 没想到林妹妹还会表扬人啊 我还以为你就是一张臭嘴 说不出好话吗 林无柔原本还有点气不过 不过一想到刚才她的表现 也就释怀了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然后指着身后的叶未明提醒了 小子 你可别跟这倒霉玩意走太近 要是你学这家伙 我就把你拉进我黑名里 很快一到高墙出现在了白雾一行人前方 这个结构很奇怪 高墙将一片区域围住 白雾举头看着高墙 感觉这间疯人院并不简单 似乎有着某种背景 如果说外围的也算是病人的话 这墙 简直就是监狱 此时五九接过话 这里面囚禁了不少人 假如你身居高位 你的某个政敌 或者某个特殊的弃子都不方便杀 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疯子 关进一个出不来的疯人院 白雾一听 顿时错愕 所以这间医院里 有着不少的大人物是吗 五九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应该说是 曾经的大人物 众所周知 在精神病院里 看见医生不一定是真的医生 也有可能是穿着白大褂的精神病患者 然而队长五九就是这么被愚弄了 就在刚刚 五九在门径上出示了令牌 并成功打开了精神康复中心的大门 众人一脸期待地陆续走了进去 那道高强在白雾眼前显现出备注信息 但也只是描述了高强的厚度 并没有过多给出有用的信息 仿佛有一种在塔外调查的错觉 如此高逼格的防御系统 很难想象那位权贵的女儿是如何被掳走的 要是没有其他的密道 这必然与这道高强息息相关 事情似乎往有趣的方向发展了 只是走神的瞬间 众人已经进入了康复中心 白雾听到五九的呼喊 这才连忙跟上 通过高强之后 五九开始在四周打量 因为从进入大门这一刻起 他们就已经都处于被监视之中 但白雾对此并不在乎 因为他曾在塔外击杀了一只森人 获得了波段干扰的天赋序列 看见白雾那一副无所谓的嘴脸 五九也只是皱了皱眉 也并未说出什么 便直接往康复中心走去 走吧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 抓紧调查吧 来到一个院子 里面果然观着不少精神病患者 有跟毛绒小熊下棋的疯子 也有满地乱爬的动物扮演者 还有把书本反过来拿的老头 看着书本还念念有词 白雾暗暗吐槽 一个医生也没有吗 看来这些人不是装疯 而是真的疯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历生说道 你们是来自哪一栋的 面生得很难 五九还以为终于来了个正常人 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医生你好 可话还没说完 白雾就把手搭了过来 队长 先别急嘛 很快在那名医生的背后 窜出一个人影 声音还略带愤怒 正多喜 说过你多少次了 不准偷主任的衣服 只见那护士边说边 拖着那男人走去 看起来极为粗暴 一旁的林无柔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一名喜欢扮演 医生的精神病患者呀 不多时 那名护士在处理了病人之后 再次来到众人面前 不好意思 医生刚好出去了 这才让他有机可乘 偷了衣服 你们这是 吴久文言立马解释 我们是来自二层的调查军团 得到上面的许可 特意来到三层 负责燕小姐的失踪案件 那护士说道 原来如此 燕小姐失踪前 经常在六楼歇息 在他说话之间 白雾竟望向了护士的敏感部位 看着那即将被撑破的护士服 竟毫不避讳地说道 真大 林无柔和夜未明顿时愣住 女人绝缘体的白雾竟 当众耍起了流氓 盯着护士姐姐的敏感部位调戏道 还摆出一副老色P的嘴脸 毫不避讳地说道 真翘 一旁的林无柔顿时捏了把汗 到了电梯 白雾又大胆地把手搭在护士的肩上 美女 平时没少锻炼吗 护士回答道 没有 平时工作就挺忙的 没什么时间锻炼 听到这话 白雾又突然兴奋起来 骗人吧 我看你身材这么好 前凸后翘的 一看就是个好架子 然而此时 站在最后方的夜未明 似乎看懂了一切 但也并未说出来 白雾继续说道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俩深度交流一下 听到这话 那林无柔更加猛逼了 很快就来到了六楼 那护士脸色如常地说道 我还有其他事情 接下来各位请自便吧 说完这些便再次走进了电梯 还很有礼貌地向众人锯了一躬 在那电梯门关闭的前一刻 白雾还在那里装 可惜了 护士要是白丝就更好了 谁不喜欢穿着白丝的护士呢 地旁的林无柔终于忍无可忍 你特么惊虫上脑了是不 白雾当即摇了摇食指 林妹妹你还是太单纯了 这都不懂啊 五九的脸色依旧 他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林无柔 任务要紧 这是稍后再说吧 此时白雾走在了最前面 向众人招了招手 不过 在去那位大小姐的房间之前 小叶子 来来来 去另外一个房间里 和我测一下隔音效果 听到这个称呼 叶卫鸣有点惊慌失色 似乎白雾入戏太深 还没恢复正常 经过两人的测试 很快白雾得出了结论 这些房间的隔音效果 出乎意料的好 几乎无法听到对面的声音 随后他向五九招手 队长 你这边有什么信息 可以同步一下的吗 五九当即翻开笔记本 被绑架的目标叫燕九 住在618房 值得一提的是 燕九隔壁的617和619都住了人 另外一个则住在604 离这三人比较远 整个第六层 只有这三间房住着病人 林无柔认为有邻居是件好事 虽然郑玉君销毁了录像的辈分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邻居嘴里 问出些什么 叶未明若有所思 总感觉那个护士 应该知道一些事情 只要找到一个 能正常交流的人 想必也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不过林无柔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郑玉君敢放任我们进来 想必早也已经布置好了现场 此时白雾突然开口 现在由我来解释一下 郑玉君的人 为何不在病院里 增设人手对我们多加阻碍 那是因为我们看见的 那名叫郑多喜的医生 一旁的无酒也都无比震惊 林无柔跳过了过程 直接问起了答案 你是怎么知 你确定吗 其实白雾在一楼的时候 眼中就闪过了 普雷尔之眼给出的备注信息 然后对众人解释道 那么厚的高墙 目的就在于 房子里面的人出去 所有医生的工作地点 都在墙外才合理 他们或许可以通过监控 看到墙内的景象 但真出了什么状况 根本敢不及 假如真的有医生照料 这里反而不适合 关押一些曾经的大人物 反之 一个能把假疯子 度系太深 他不至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吧 林无柔冷哼了一声 所以你刚才是故意 假装脾相来试探他的 行啊 真的不像是眼的 白雾淡淡说道 不 我只是本色出眼 我是真的爱大长腿 还有大胸 男人调查案件 却找了个神经病问话 不仅成功得到他的信任 还从他嘴里 问出一些有用的线索 就在刚刚 白雾敲响了 失踪人口的隔壁17号房 你好 请问有人在吗 这是普雷尔之眼提示他 房间住着一个 意想症的病人 而他的第一句话 会让正常人头皮发麻 一旁的林无柔 在吴九尔边小声嗶嗶 队长 那小子眼老色呸 不会是在钓大鱼吧 白雾回头偷偷瞄了一眼 装在天花板上的监控 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打开了房门 轻声问了句 你也来自700年前吗 看见白雾的脸上 没有任何惊讶之色 男人更加笃定 他也是一位穿越者 当即将房门推开 我一穿越 就来到这个疯子的身上 无论说什么都被当成了疯子 你知道我们都是同类 快点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知道回去的方法 从房间里摆放的一本本 关于穿越的书籍 不难看出男人 的确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林无柔无奈摇头 我还以为能问到有用信息 原来只是一个 病入膏肓的意想症病人 走了走了 可话音刚落 他就听见白雾 突然接了疯子一句话 好的 我会带你出去的 不过传送门的线索 你找到了吗 林无柔直接给整猛了 啥玩意儿啊 一旁的五九默不作声 似乎看懂了白雾的意图 这时男人不确定地问道 所以你相信我是穿越的 你真的相信对吗 白雾一秒入戏 对他轻轻叙了一声 千万别声张 不过还好都是自家人 要是被那伙人听见 他们肯定又觉得你发病了 听到这话 男人顿时热泪盈眶 太感动了 我就知道时空协会 一定会派人来接我的 白雾立马顺着他的话问下去 根据我收到的情报 时空之门就在隔壁的房间 而住在那房间的女人 便是协会副会长的女友 现在她的下落不明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找到她 此话一出 那疯子甚至脑补了个名字出来 是玛琳女士吗 她无辜失踪 那我们还怎么回去啊 白雾也耐心配合她演出 我的上帝 那可太糟糕了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随后那个疯子编了一个故事 什么十九世纪穿越到十八世纪 因为输入数值错误而来到现在 林无柔忍不住吐槽 真是奇葩 这小子是如何跟疯子 把话题展开的 一旁的叶卫明确认为 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肯定是这疯子难以交流 郑玉君才放心将他们安置在燕九的隔壁 一般以正常人的思维来说 是会自动过滤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所以不按对方思路来谈话 也就难以交流了 所以白老板所说的什么穿越者协会 时空之门的 纯属就是瞎扯罢了 男人为了调查案件 竟找了个神经病问话 结果还真的让他问出了有用的信息 失踪的燕九虽然话多 但同爱不孝 喜欢画画和写日记 但这些资料全都在高塔第四层 随后白武走向十九号房 心想万一还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可开门之后却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傻子 嘴里不断啊巴啊巴的叫着 显然已经不具备沟通能力 这是普雷尔之眼的提示弹出 原来男人曾是一名完成过多起营救任务的战士 只可惜出身底层 功劳也被郑玉君抢走 因此神志不清 白武知道无法获取有用信息 回头对吴九说道 队长 我们去燕九的房间吧 此时在高塔第三层镇域军分部内 作为第三分队队长的明彻正在看着监控 老丁啊 你认为这个人比吴九更麻烦是吗 丁泰生回答道 是的 吴九又不敢对我们动手 只要案例比他先破 我们就赢了 但问题在于吴九这次带来的新人 应该是个破案高手 明彻淡然一笑 没有证据与线索 再厉害的高手 也只能干望着 而且这个人 应该是刚加入调查军团部局 如果他真的业务能力不错 那不妨对症下药 把他挖到我们郑玉军这边来 听到这话 丁泰生突然眼前一亮 因为他的秘密在白雾面前根本藏不住 如果那家伙能成为自己人 那就不怕他到处乱说什么了 于是丁泰生询问明彻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应该怎么挖 明彻淡淡说道 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 有爱好 只需要投其所好便可 从他们踏入疯人院的这一刻起 一切尽在我们坚实之中 对了老丁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能力让你如此激的 丁泰生说道 这家伙是五九几人中的思维主导者 也就是四人里的智囊 而且这个人还很好色 此时在监控之中 林无柔问道 怎么样啊 白雾回答道 还行 案子难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已经有了眉目了 林无柔当然不信 人家郑玉军都把线索清理干净了 你还能找到新的线索不成 他们的这些对话 都被明彻和丁泰生听得一清二楚 林妹妹说话还是那么强 不过我还真 白雾的话说到一半 却突然传来阵阵的电流声 丁泰生很诧异 真是见鬼 又是电流声 今天的监控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直都有信号干扰 明彻的脸上笑容不在 老丁淡定 刚刚他们说找到新的线索了吗 丁泰生说道 这根本不可能 屋子里明明就一些燕小姐用过的东西 但我们的人也反复确认过了 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明彻淡淡说道 看来 调查军团来了的聪明的家伙呀 对了 第四层那边的进展如何 丁泰生笑道 我们截获了燕小姐的笔记和画稿 并找人进行了分析 从日记里的内容来看 燕小姐似乎和某个人接触过 而这个人应该在疯人院里拥有相当高的权限 明彻陷入了思索 这倒也说得通 但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老丁啊 总之先把这个新人的底细查个清楚 丁泰生挠了挠头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那是自然 我已经第一时间就去查了 明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怎么这次这么积极 其实丁泰生有把柄在白雾手上 也自然害怕他乱说 才去调查一下白雾 男人身高不足一米 长相还离谱的丑 不仅把隔壁房的病友吓破了膽 甚至还惊动了一群假扮医生的精神病人 就在刚刚 白雾等人推开了18号房门 这便是他们调查失踪人口燕酒的房间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毛绒娃娜 失去口袋的多兰梦 还有长了胡子的熊本熊 还有一张没有探索价值的床 上面还摆放着一只燕酒 喜欢夹在双腿之间的抱枕 只见白雾拿起被子嗅了起来 林无柔顿时一脸嫌弃 你怎么还闻起了味儿啊 随后白雾又拿了燕酒 夹在双腿之间的抱枕闻了起来 林无柔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真的在钓鱼 而不是真的变态对吧 白雾这才回答道 是啊 钓鱼只是临时想到的 至于对方会不会上钩还不确定 不过我确实找到了点东西 林无柔很诧异 这儿吗 这儿有个啥线索 能知道个什么鬼东西 就连叶未明也很奇怪 这里确实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但房间里的这些东西 本身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燕酒的一部分特质 白雾缓缓走向书桌 你说的已经很接近了 既然这里有书柜 那么至少他会看点书 你们看这些书名 不是塔外控制情绪的生存技巧 就是一些关于忌灵和恶朵的手册 反正全部都和出塔有关 看起来对方很想出塔 或者说本身就是在为出塔做准备 然而这时 在梳妆台那边的叶未明 突然惊呼大叫 各位 请看这里 众人立马上前查看 发现在镜子的中央 竟有人用口红 画了一条诡异的弧线 白雾立马意会 你坐在梳妆台的椅子上 再看看哪条弧线 你就会明白这是什么了 于是叶未明尝试坐下 却惊讶地发现 那条弧线竟是画出来的微笑 一旁的林无柔顿时毛骨悚然 这么看还挺圣人的 不过你是如何知道的 白雾掏出一本书记说道 很简单 因为在书架上 还有一本格格不入的书 还有 刚刚那名患有异想症的病人 告诉过我 燕九从来都不曾笑过 随后白雾询问吴九 队长 你说一个从来不笑的人 在镜子上 画了一个笑着的嘴角 然后书架里有关于微笑的书籍 不等他说完 吴九已经听懂 你是说这个女孩子 是在练习着如何微笑吗 白雾点头 可隔壁不是还有两个病人 可以练习吗 难道是他性格古怪 在掌握完美笑容之前 无愿让人看见他笑吗 不过顺着这一细节 在推测的话 也不难看出这个女孩 有着喜悦情绪的缺失 叶未明很诧异 这样子出他显然会更危险 不过他又是如何 做到突然消失的呢 白雾也同样好奇 这座精神病院里面 没有一个正常人 无论是什么原因 院方也不可能开门的 想到这里 白雾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于是他直接关闭了 天赋序列波段干扰 与此同时 正在监听他们 一举一动的名册等人 也终于再次听清了 他们的谈话 众人离开燕九的房间 白雾边走边说 这下镇域军团 很有可能会安排人调查我 无久让他放一百个心 我已经让鬼推墨事务所 做好了准备 这时林无柔调坦道 燕九的房间也看完了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呢 白雾说道 接下来嘛 当然是要去那第三个 不正常人的屋里看看 这个人和研究阿巴穿越者 三人隔开 应该有一点特殊之处 就在这时 走廊尽头突然传来惊呼之声 有恶朵 来人了 白雾很诧异 高塔里怎么会有恶朵 这时林无柔解释道 不可能 曾经有人试图将恶朵带回来 但只要进入高塔 不管什么等级的恶朵 都会被某种力量毁灭 此时一个病人瘫软 在地上撕心裂肺的求救者 而无久却已经瞬间 出现在他的眼前 随后林无柔等人 也赶到了现场 队长 等一下 那好像不是恶朵 此时一排排奇怪的 备注出现在白雾的眼前 一个丑得不像是人类的的家伙 的确拥有一张 能把精神病患者 都下清醒的长相 然而此时 几名穿电医生服的病人 赶不过来 报告 发现恶朵 快送到实验室去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那矮子拼命向前奔去 我是疯子 不 我是网红 你们别过来 林无柔无奈叹气 这医生也和先前的一样 是假冒的吧 我算是再次感受到了 这座疯人院的混乱了 白雾见状也不再逗留 转身说道 走吧 这里没事了 我们先回住所 林无柔跟了上去 喂喂 这就回去了 你小子到底查到了什么 白雾摇头 不多 最关键的线索在高墙出入口 但我猜测已经被郑玉军取走了 叶卫明说道 那老板 需要我去问问吗 就算资料被取走 但负责人肯定还记得那些奇怪的人 白雾给出了厌酒的两个可能性 要么还留在高塔的第三层里 要么就已经出塔 如果是后者 队长最好联系一下调查军团的审核人 询问有没有人带着一名身高在1米65左右 体重约50公斤的女人离开过 林无柔很诧异 你是怎么确定目标身高体重的 白雾解释道 很简单 身高体重数据来自镜子上口红的方位 以及床上被夹在大腿上的抱枕大小 听到这话 林无柔当即吐槽 你怕不会真是个变态吧 白雾懒得解释 都是经验之谈 说了你也不懂 五九追问道 那如果是没有出塔呢 白雾点头 我也认为没有出塔 因为出塔就会在各个关口留下痕迹 不过也不排除劫持者身份特殊 而如果没有出塔的话 那线索就确实在高塔镇域军那里 或者这些病人也能提供一些信息 反正我们不着急破案的话 也可以选择再等一本 五九继续问道 等 等什么 白雾说道 在高塔镇域军看来 想必打压队长 打压调查军团的颜面 比案件更为重要 但你说 如果有一个机会 既可以打压队长又能破案 他们会轻易放过吗 很快电梯就到了一楼 白雾表示自己还有一些私事 听说这里的娱乐场所 都是底层里挑的那些最漂亮的女人 我有个朋友想让我帮她看看 林无柔一脸嫌弃的说道 你所说的那个朋友该不会就是你吧 白雾哈哈一笑 看破不说破吗 随后白雾向三人挥手 行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这几天你们三个人最好就待在一起吧 当然了 你们要是闲着的话 最好就直接留在疯人院里面 至少拍出一个人时刻盯着 男人只是解开了封印在精神病房的锁链 就立马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连人带门撞飞了出去 就在刚刚 白雾这个老色批离开了四人小队 表示要去娱乐场所挑一些最漂亮的女人 没办法 无久只好让叶卫明去庭院里 调查一下其他病人的情况 有特别之处再回来进行汇报 然后又吩咐林无柔 让她一起回到刚刚的六楼看看 之前因为突发情况 还有一个病人没有调查到 我们还得回去把那个病人也审一审 说完便直接走在了最前方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间病房的门口竟被几根粗大的锁链封进了起来 林无柔还有些小激动 之前没注意看 这间房还挺生猛的吗 此时房内不断传来求救声 有人在外面吗 开开门 救救我 我不是疯子 林无柔不确定地扫了一眼无酒 队长 咱们要不要 无酒点头 去吧 这些锁链在外面相当好拆除 不一会儿林无柔就已经全部搞定 可正当她得意洋洋 表示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的时候 整面房门突然崩塌被打飞了出去 随后一只粗壮的手臂出现在眼前 林无柔当即连人带门被压在走廊外侧的墙体上 幸亏她自身实力不弱 只是吐了一口老鞋也并无大碍 随后一个两米高的魁梧壮汉走了出来 真的有个小矮子 那个人说得对 我果然能在这里见到你 无酒皱了皱眉 能一击重伤一名武界高手 看来你是冲我来的吧 大块头狂妄大小 当然 有人可是专门花了大价钱让我来杀你 要不要猜猜看 无酒淡淡说道 我猜你不会告诉我答案 老实说 我还挺难杀的 此刻她心中一鸣 难道是高塔镇裕军 还是贵族或者上层的安排 又或者是某个未知势力 大块头说道 那个人对你可是非常了解 也许你曾经横行一时 不过小矮子 我的序列刚好克制你 无酒立马吩咐林无柔 你还能动的话 就去把监控毁掉 然后对大块头做了个勾引的手势 我还敢时间呢 开始你的表演吧 此时他们三人的一举一动 已被郑玉军第三分队全程监控 丁泰生问道 这是我们的人吗 明彻回答道 不是 无酒的身份特殊 我们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对付他 而且能够一拳伤到林无柔的人 也必然是队长级别的人物 我可不认得这么一个家伙 或许是那个组织派来的人 不过这一切显然与我无关了 话音刚落 丁泰生就发现监控失去了画面 明彻对他叙了一声 安静 还有收音呢 胖子开启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 身体立马覆盖了一层钢铁般的装甲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调查军团 最强战士给抹杀 就在几分钟前 林无柔收到无酒的指令 将走廊附近的监视器全都破坏掉 那大块头突然开口 天赋序列256级 没错吧 他让你拥有快到让人反应不及的素 与刘牧并称为调查军团的剑语盾 但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 面对我 你大概连动都无法动吗 无酒大脑快速思考 地面没有看见额外的裂痕 身上的异物也不曾破损 但我却能切实感受到这种超重力的存在 这家伙大概拥有序列406幻影重力 能让重数者感觉身处超重力环境中 还有序列324邪恶凝视 被目光锁定着速度力量的大属性都会大幅度削弱 这两种序列的确很克制我的序列 那么雇佣你的人 到底又是谁呢 胖子不屑于回答 直接开启序列755钢铁武装朝他砸了一拳出去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 可面对双重的减速序列之下 无酒仍然能够轻易的侧身躲开胖子的这必杀一拳 胖子眼中闪过一丝惊怡 居然打空啊 他为什么还能动 这是无酒淡淡说道 你同时拥有三种序列 其中两种还是稀有的 而且你还处在调查军团独有的镇定药剂的反噬期间 这么看来 我大概猜到你隶属于哪个组织了 不过我希望你能有所觉悟 在这里死掉实在太可惜了些 然而那胖子根本不听 继续对无酒疯狂出拳 空气中更是不断传来拳风呼啸之声 此时在镇玉军三队办公室内 丁泰生虽然看不见画面 但也大概能猜出 明队似乎是无酒占了上风 明车脸上毫无波澜 你自信一点 把似乎二字去掉 可丁泰生还是很不理解 在那个拥有双重减速的稀有序列之下 他应该是无法动他的 但结果巨汉连碰也碰不到他 对此明车也无法解释 就算是二哥 也只能用一句深不可测来评价无酒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未曾见过任何一位从第五层下来的年轻强者能超越他 或许他的体内还有另一个序列 不过很可惜 我们也只是推测 而且在多年前 有个前一百序列绝对溶解的人被抓去六层后 从此也再没有下过来了 为此镇域军和调查军团都默认了一个规则 丁泰生顿时一论 什么规则 明车继续说道 无论是我们任何一方 要是有怀疑某个目标体内隐藏着前一百序列 都不得调查和声张 一旦不小心走漏风声 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好舆论 丁泰生默默点头 原来如此 明车还郑重地说道 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真的死去活来 但唯独这个不行 那些拥有序列前一百的人 都是极其珍贵的人才 哪怕在塔外被恶朵杀死 也总比突然人间蒸发的要好啊 听到这里 丁泰生不由的长叹一声 原来是这样啊 看见丁泰生这般严肃 明车又突然笑了起来 哎呀哎呀 不过对于无久 也说不得那么准 或许只是隐藏了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序列吧 谁又知道呢 男人本是高塔最强战士 半生之力更是达到惊人的八阶 如今在他身上隐藏的超级序列 更是成了一个谜 面对一个同时拥有三种序列的巨汉 也是轻而易举 躲开他所有的猛攻 此刻巨汉开始慌了 他知道必须在三分钟之内干掉无久 否则一旦要力失效 序列324邪恶凝视的反噬 将会让我直接昏迷 可无久却奉劝他及时收手 继续开启邪恶凝视 只会对你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前辈 很快巨汉突然半蹲在地上不再行动 口中更是传来大口大口的喘气声 林无柔淡淡一笑 这家伙注射镇定药剂的反噬开始了 巨汉一脸的不可置信 不可能 没有人能够在两种稀有天赋的合机下还能懂 五九神色依旧淡漠 我记得在我担任七队队长的前两年 调查军团与镇域军团最优秀的一部分干部 都集体失了踪 可话音刚落 那巨汉暴怒的情绪被瞬间点燃 他挥拳砸去 臭矮子 闭嘴 然而五九这次不再是微幅度一动 而是直接来到了巨汉的背后 动作幅度略大仿佛瞬间消失一样 他继续说下去 但后来我们得知 你们可能去了第四层一个名为塔神会的组织 是你们会长要杀我吗 可巨汉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继续朝五九挥出重拳 五九见状不再躲闪 直接朝他手腕上踩了一脚 瞬间让巨汉跪倒在地上无法动他 你曾经是调查军团的高手 我会留你活口的 巨汉满脸惊讶之色 你为什么还能动 难道邪恶凝视与幻影重力的效果都消失了吗 五九淡淡说道 前辈 这两种稀有序列确实很克制我 但这并不代表一杯水能浇灭燎原火势 还有你听说过 序列进阶吗 巨汉刚想要追问 就被五九一拳整个打飞 一口老血更是当场喷出 身后的林无柔也始终看不透五九的实力 队长实在太快了 此时五九上前走了两步 从你的实力看来 半生之力应该接近六阶了 是个难得可贵的人才 为塔神会这种神棍组织卖命值得吗 此话一出 处于情绪反噬期间的巨汉更加愤怒 小矮子 你懂什么 会长乃是在世神子 岂是你可以议论的 说着就爆发出全身力量暴走奔去 然而五九只是微微侧身躲闪 并且在巨汉的后背上轻轻敲出一拳 便当场让他昏死了过去 整个过程也不过是眨眼之间 林无柔压根就没看清楚五九的动作 队长 这就搞定了吗 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塔神会 你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五九解释道 在这高塔末世 不仅是底层的平民 就连贵族与管理者也充满着危机感和忧患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有人导过了教会 试图用一种可以安抚忧患的力量 来控制部分上层人士 因此塔神会就这样在第四层诞生了 他们信奉第六层 存在着庇佑人类的神明 并通过会长的种种神迹 让人相信这些浮夸的言论 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号 期间网罗了不少高手 但塔神会到底多少人 财力如何 高手几人 会长是谁 势力又延伸到哪里 这些更深一步的情报 我们都无从得知 男人一身寒沉的来到提供隐藏服务的酒吧 却被狗眼看人低的酒保驱赶 调查兵团的人 这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只见白雾网坝台上扔出两叠钞票 我是来消费的 你有意见吗 那酒保健壮立马换了一张嘴脸 没有没有 是我也捉了 老板里面请 稍后我让小姐姐们来您的包间 半个小时后 白雾在VIP房内左拥右抱 而身边的两位美女 都是来自二层的名园 他们不停给白雾喂酒 还时不时说出一些骚话 白雾的演技也十分逼真 让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好色之徒 很快房门的门把手突然拟动 推门而入的是 郑玉军三分队队长明彻 有着贵公子的美名 是整个郑玉军里最会做生意的人 白雾假装很意外 你们是什么人 实则他心中早有预料 因为郑玉军不希望调查军团顺利破案 最好的办法就是封锁线索 然后收买调查者 只见明彻挥了挥手 示意让那两位美女都退下去 那两位来自底层的名媛 自然也不敢得罪郑玉军 纷纷起身跑离了房间 白雾立马摆出愤怒该有的模样 到手的鸽子飞了 你这个魂球要怎么陪我呀 明彻连忙自我介绍 比人明彻 是郑玉军第三分队队长 白先生 我想与你谈一谈 加入我们郑玉军的这件事 白雾对于他查到自己的身份并不惊讶 冷哼一声 我们各位旗主 没什么好谈的 明彻冷笑道 白兄弟的这话不太对劲 我们都是为了高塔服务 怎么能叫各位旗主呢 看来咱们之间的误会太深了 为了消除误会 我特意为你带来了一些礼物 说完便打了个响指 随后明彻身后的女人将帽子摘掉 露出了那柔顺如丝的美丽秀法 还有那凹凸有致的完美曲线和傲人的丰满 美得让人无法一目 此刻白雾眼睛都看直了 矮哥 对不住了 我也想痛恨郑玉军 但他们给的实在太大了 与此同时那美女身上也恰好蹦掉了一个纽扣 随后美女为白雾倒上了酒 白雾说道 青色的小妹妹好看不好用 还有一些太瘦了 撞起来就像是撞在骨头上 真正舒服的 还是有点肉的人妻 说着白雾就把女人衣服上的扣子全都打开 体质 触感 经验 都是一流 尤其是这种使用他人物品的快感 明彻眼神一鸣 人妻吗 心中更加坚信白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色批 然后对他说道 没想到白兄弟喜欢这类型的 那以后有时间我带你去几个高端场所 那里的人妻帮你买衣 白雾一听 立马举起手中酒杯碰了上去 那我可期待着老明对 明彻笑道 白兄弟真是个爽快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也知道这次案件其实咱们两家也是协助 所以呢 不知你调查下来 发现了什么呢 男人解开他衣服上的纽扣 表示自己喜欢有点肉的人妻 因为无论触感还是经验上都是一流 尤其是那种使用他人物品的快感 明彻见白雾很喜欢自己送出的礼物 便开门见山询问他案件调查到了什么 白雾假装犹豫了片刻 这可是有为保密协议的呀 见状 女人故意用身体往白雾的胳膊压了上去 微柔的往他耳边吹气 白哥 过了今晚 咱们这边也算得上是一家人了吗 白雾立马摆出一副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模样 目标艳久 身高1米65 体重49公斤 喜欢熬夜 性格调皮但不能笑 明彻一听顿时愣住 不能笑 为什么 白雾继续说道 因为我发现他有经常对着镜子练习笑脸 由于不懂得怎么笑 所以学起来面部肌肉就会很僵硬 而且据我猜测 他已经不止一次对疯人院里的某个病人 表达出想要出卡的念头 也曾经试图想要和你们聊一些关于恶毒的事情 其实白雾故意公开一部分的情报 为的就是让对方误以为他掌握了关键线索 看见白雾当众吻了一口女人 明彻咳了两声说道 白兄弟 先说正事先吧 白雾长叹了口气 行吧 看来我不说完 你是不会让我干正事的了 其实他是属于那种不能出塔的人 毕竟连情绪都无法管理好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曾调查过疯人院的出入记录 但最终一无所获 仿佛是人间蒸发一样 明彻认真的点了点头 是的 白雾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你们也无数次翻阅过他的日记 虽然知道他早就有逃离封人院的想法 但仍然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想要破译那些文字中的信息 可最后还是失败了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调查的方向错了 再查下去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而我线索是有了 就是缺了一些佐证 明彻连忙追问 不知白兄弟所说的佐证 具体是什么呢 白雾扑进了女人的怀里 坦言只要明队能够提供厌久的资料 破诈案子根本不是男士 见他如此猴急 明彻嘴角忍不住抽搐 那我提供的这些资料 你会告诉五酒吗 白雾面无表情的说着话 当然不会 我还想着搜集完线索一口气破案的 这不恰好明队带着线索找上门来了吗 有我手头上的线索 只需要让我查阅他留下的资料 破案也不过是一天的事 明彻故作镇定 只要你能帮郑玉军破案 我承诺帮你直接提拔 底层居民的权限等级 此话一出 白雾立马将脸从双风中移开 真的吗 我还想跟着明队多长长见识呢 明彻以为胜券在务 于是举起酒杯 好说好说 不聊工作了 来来来 喝酒 白雾一杯酒水下毒 心想这个明彻不仅会做生意 对下属也毫不吝啬 哪怕这一切都是装的 但起码他也有让人相信的本事 这是一个值得结交甚至讨好的人物 男人递上一张房卡 让他等旁边的小姐姐好好休息 白雾抱着嗨丝长腿抢过房卡 已然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 明彻对女人使了个眼色 好好服侍她 满足她一切的要求 然后又向白雾挥手 我就先走了 房卡背面有我的联系地址 明天记得来找我 那女人凑到白雾耳边 来 可别在这儿睡了 我们去酒店休息吧 可白雾却突然捂住嘴巴 急忙忙地朝着门口奔去 已然一副即将要吐出来的样子 很快他就从酒吧里逃了出来 经过普雷尔之眼的一番确认 明彻派来跟踪他的人已经甩掉 这到手的人妻 销魂的一夜就如此轻易抛弃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白雾眼神坚决 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显然不是明彻手底下的人 普雷尔之眼立马弹出提示 不要盯着他的眼睛 然而一切已经太晚 白雾只感到一阵失重感袭来 然后身体仿佛被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制 没想到以我二阶九段的实力竟然无法动了 就连意识也都开始模糊 他隐约看见了那钢铁的双手 是天赋序列吗 看来这个人至少有两种以上的天赋序列 手上诡异的纹身 难道和该赢有关吗 可是该赢主要的目的在于矮哥 所以他真的要在塔内和矮哥动手 也不至于等到现在 这时那男人拨通了一个号码 夫人 户物找到了 电话的笔端连着某个教会的高层 算是一个和你颇有渊源的组织 你的冒险之旅便是始于这个组织 塔神会 你最好想办法逃掉 但我得提醒你一下 嘴炮对这些教徒没有意义 好好想想 你还有哪些底牌 否则我俩可真的无法人送黑发人吗 看完普雷尔之眼的提示 白雾大概猜到 赌庄也隶属于某个宗教性质的组织 经过短暂性的晕厥 白雾醒来后 就已经身处在一个屠宰场当中 到处都是勾挂猪肉的倒勾 附近还散发出尸体上传来的阵阵恶臭 普雷尔之眼让他仔细再看看 这世界连米饭都没有 人类食物也统一成营养餐了 怎么会有屠宰场 这里的部分尸体是死在塔外 并且没被恶朵吞噬 由教徒们想办法收回来的 他们认为这些尸体是被塔神眷顾的 如果逃不出去 我们的下场也一样会被吊在这间屋子里 慢慢腐烂掉 不过倒是有个好消息 侥幸活下来的货物会被教徒们 视为塔神赐予的礼物 而他们不担心软病毒 白雾若有所思 软病毒 这不就是人类吞噬人类 才有可能感染的病毒吗 所以我会被吃掉吗 当然 作为赌庄运营这么久以来 唯一让赌庄失败的格力 你的表现在他们看来 这就是塔神显灵 赠予他们的最好食材 白雾大脑快速分析 既然目前自己还活着 显然对方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式感的人 这种人身份往往不会低 这是一个利好的局面 当时在进入第三层的时候 我早就有所提防赌庄的人 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的人 竟敢直接在大街上去截掠 而且还拥有如此可怕的序列 在我还处于昏迷时 他们就敢放任我躺在这里 而且经过我的胆知 屋子的附近也没有人 显然一点也不担心我会逃走 如今我的身体仍然处于麻痹之中 大概是被邪恶凝视这种序列给压制了 看来想要以武力的方式逃脱 基本不可能 对方留我性命想必是为了仪式感 但无论处于什么目的 这将会是我逃脱的机会 男人拥有天赋序列76滔铁 可以通过吞噬血肉 来获取他人的能力和生命力 可目前为止 白雾都未曾使用过这个序列 完全处于不可控状态 而且对方的真实实力是未知之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底牌都将毫无意义 就在他思索之时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他抬头一看 发现这人正是劫掠自己的那名怪人 这人身材魁梧 浑身肌肉崩石 手上还拎着一把杀人用的电锯 俨然一副变态杀人狂的模样 白雾发现这个局面几乎是无解了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 尤其在对方之前 在小巷时展现了最少三种天赋序列 攻防一体的钢铁武装 还有强大的控制类序列 邪恶凝视和幻影重力 在这三种的能力加持下 对方只要一个照面就能把自己打倒 何况他手里还有电锯 普雷尔之眼急眼了 不不不 你真做点 交给我 我一定找出他的弱点 他有着一身云石的肌肉 这都是早年间挥舞矿产石炼出来的 但你要关注的重点是 他毫无特点 一个毫无特点的异教徒 真正的实力 和死在下水道的路人甲差不多 就是那个下水道里被你坑死的傻子 白雾眼神一鸣 这不合理 经历过上次在动物园挂机刷等级之后 我的半生之力早就超越了 当时派来暗杀我的那个杀手 但普雷尔之眼不会给我错误的情报 但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 我会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不等白雾思索 男人开启了天赋序列324邪恶凝视 白雾立马感觉到全身不能动弹 就跟之前在小巷里的感觉一样 这时普雷尔之眼又弹出提示 有人喜欢用菜刀做料理 但你面前的教徒很显然喜欢用电锯 你全身上下除了心脏 都会被他锯个稀巴烂 白雾很诧异 心脏 为什么是心脏 难道因为心脏是高级食材 需要先给上面的高层吗 那么剩下的部位 怕是由这个教徒看着办了 看见男人举起电锯 普雷尔之眼着急的提示道 快快说点什么 我还不想死 白雾立马大鹤等等 我觉得你可以用更斯文的方式 毕竟仪式感是很重要的 对吗 碎肉没意思 你应该用更规范的手法解剖我 将各个脏器 骨头全部摆放整齐不是吗 其实我想加入你们的教会 我一直很崇拜会长 让我加入你们吧 吃掉我并没有意义 倒不如让我帮你们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可男人只是咧嘴一笑 似乎对拉人头竟会有指标要求 不管不顾的直接用电锯劈了下去 与此同时 天赋序列324邪恶凝视 被白雾成功挣脱 接下来的这一刻 白雾仿佛进入了超频状态 眼中的一切变得缓慢 生死的瞬间 肾上腺素的分泌 心脏的剧烈跳动 让他在血液喷溅的瞬间 一脚踢开了男人的手臂 然后一个后空翻 直接和男人拉开了一大段的距离 他计算着如果电锯再往下偏离几分 胳膊就要跟身体说白白了 肠胃或许也会锯个稀碎吧 二阶九段的体魄 加上专精生命恢复 这个被电锯锯了一半的肩膀 正在缓慢恢复 男人压在杀手背上 开启了天赋序列76滔铁 疯狂的吞噬着他的血肉直至咬断气管 就在刚刚 白雾强忍着肩膀上传来的巨头 快速地冲进那些被盗吊起来的尸体中 当男人想要使用邪恶凝视的时候 却发现白雾已经失去了踪影 眼前也只剩下不断来回摇摆的尸体 此刻男人更是发起了狂 不停朝那些尸体挥动电锯 完全没注意到白雾已经绕到了身后 只见白雾趁机扑向男人 并且试图使用绞杀将他活活勒死 可男人也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倒在地上来回打滚 想要将其挣脱 他掐住白雾的手 放手 该死的臭小子 白雾却在心中暗息 很好 从痛觉反馈来看 这家伙半生之力不超过三接 想到这里 他张开了嘴巴 发动天赋序列76滔铁 就像是攻击人类的丧尸一般 迅猛地咬在了男人的脖梗上 他想要开启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来对抗 却发现身上的天赋序列在逐渐消退 此刻白雾像是一头猛兽 奋力地撕咬然后再回头一扯 在电光火时间结束了战斗 古雷尔之眼提示道 通过刚才的营养补充 你的伤势略有恢复 你的半生之力距离三接更近一步 而男人最后输在了轻敌上 气管被咬断的他已经彻底死去 古雷尔之眼继续提示 继续吞噬他将毫无价值 如果硬要说有 那大概就是健康加一 饥饿度减一 白雾心想还是算了 我可不想变成丹德莱尔 不过只是吞噬了对方的半生之力 和气血用于恢复吗 刚才电剧男展示出了三个天赋 正常来说 我应该是可以通过饕铁 夺取他的天赋序列 但我只是提升了少许半生之力 加上之前普雷尔之眼 提到这个人没有任何特点 看来他根本没有序列啊 就在这时 藏在男人哭袋里的电话 突然响起 白雾打开一看 上面备注着夫人二字 于是他二话不说 接通了电话 你好啊 夫人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阵沉默 普雷尔之眼提示道 哎呀呀 看来这位夫人 不是很想和你聊天了 可白雾却不以为然 这你就错了 既然没有挂断 那证明还是有戏的 然后坐下打去的说道 夫人 作为你们口中的货物 一个从死亡赌局里 活下来的筹码 我觉得您要是这么吃掉 我很不划算 与其吃掉我的心 倒不如得到我的人 沉默了约莫十来秒 女人这才说道 看来我的人 被你解决了 白雾回答道 是的 你们应该安排更厉害的人 好在我运气不错 又活了下来 不过吗 会长大人的能力 我是大概猜到了 作为一个没有天赋序列的人 我很愿意为会长效劳 听闻此言 女人神色一宁 说说看 你都知道了什么 白雾压低了声音 天赋序列101军团 没想到会长大人这么强大 拥有这个序列 夫人你看 我还是很聪明的 而我并不好吃 既然我是塔神的恩赐 那为何不让我服务于教会呢 男人不仅将杀手反杀 还接通了他上头打来的电话 最后还猜出了 组织头目的天赋序列 原来序列101军团 可以将自身序列扩散给他人 使他人在一定时间内 拥有自己的序列 而那些接受序列扩散的人 在序列消失后 会损失部分半生之力等级 损失的其中一部分 将会转移到军团主人的身上 而且接受军团序列的人 有微弱的几率永久拥有序列 白雾猜测 那个曾在下水到暗杀我的人 就是永久拥有了钢铁武装 而这个塔神会的会长 是一个嘴炮能力不输给我的家伙 我甚至能够脑补出一套这样的说辞 只需要支付一点小小的代价 就能拥有比别人 多好几个序列的强大力量 在别人还在努力提升半生之力 寻求天赋觉醒的时候 你们却已经拥有了好几个序列 甚至还有几率永久获得了 白雾儿无一害不是吗 我把天赋序列租给你们 让你们短时间变得强大 而你们则在还给我序列的时候 顺带偿还一些半生之力作为利息 这时电话那头的女人说道 你刚刚说 想要加入我们塔神会吗 白雾说道 当然 我对塔神会憧憬已久 实际上他连塔神会的名字 都是从普雷尔之眼那里得知的 从名字上 他感觉这教会或许和一些高塔的传说有关 回去必须查阅关于高塔的书籍 兴许能知道六层的线索 哪怕只是人们的虚幻想象 然后继续说道 我的确让赌庄损失了一些钱 但你想想 我也可以为赌庄挣更多的钱 兴想只要加入教会 就能知道教会的所在 可以利用教会为自己做事情 也可以直接安排调查军团将其铲除 电话这头安静许久后 女人终于给出了答复 你能够活下来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但若想服务于塔神 你还得接受试炼 我会安排人联系你 至于是什么试炼 我也不清楚 白雾笑了笑 好的 我很期待试炼的到来 其实他并不在乎什么试炼 至少在目前已经稳住了对方 等破了厌久的案子再来处理塔神会 夫人并没有挂断电话 他还有一些疑惑 你为何知道会长的序列 白雾回答道 这个很简单 你们的人绑走我的时候 使用了极为靠前的序列 但刚才被我反杀的时候 那些序列本就不属于他 看见电话那头沉默 白雾又继续说道 我该离开了 尊敬的夫人 有机会我很想见见你 我打赌您一定很漂亮 顺便再问一句 应该可以直接离开对吧 女人很冷淡 你是可以走了 但你最好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会长要你死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这个手机你可以收着 我会再联络你 挂断通话后 白雾推开了铁门 发现这里并非真正的屠宰场 而是一处工厂 上面的牌子还写着 红远高塔生产基地 白雾直接往外走了出去 而那些工人 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 统统都无视了他 显然这个塔神 会比白雾想象中还要可怕 五九解决了塔神会派来的杀手后 联系了13分队队长刘牧 并把遇袭的事情 经过告诉了他 你的能力比较克制 那名调查军团的前辈 押送他回去的事就辛苦你了 刘牧很爽快 没问题 你都叫我来帮忙了 我能不答应吗 不过 这塔神会为什么对你出手 他们不怕挑起 和调查兵团之间的纷争吗 五九表示 目前无法弄清 他们的真正目的 也不知道和燕九的失踪案 是否有关系 尽是些麻烦的家伙 这些比较好脑子的事情 还是交给白雾处理吧 刘牧当即兴奋起来 还真是 话说回来 我怎么没看到白雾那小子 这个时候 他估计和郑玉军的人 打成一片吧 林无柔不以为然 那可不好说 那家伙或许正沉迷已算 乐不思蜀呢 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传来白雾的声音 林妹妹你这么想我 我可会伤心的 很快白雾身上的血迹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白雾 你怎么浑身是血 怎么会伤成这样 五九急忙走了过来 塔神会吗 白雾说道 这么说队长 你们也遇到他们了 那还真是巧啊 我在大街上 被赌装的人给倒架 差点就在屠宰场里 被人生切了 还好我之前 半生之力提升了 要不然真就舌在那了 五九有些自责 是我失职了 既然我遇到了袭击 我也该想到 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秩序 会对你也进行偷袭 没想到赌装 竟然也是塔神会的事 白雾没有埋怨五九 这不怪你 其实我也同样 诧异塔神会的疯狂 随后他向刘牧打了声招呼 可刘牧一开口就是 白小子跳槽吗 白雾摇头 还是算了吧 不过郑玉军 现在对塔神会是什么态度 刘牧想了想说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塔神会很神秘 高塔郑玉军 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他们的据点在第四层 那是一个郑玉军行动起来 也有颇多顾虑的地方 白雾心中暗道 看来这次遇袭 其实就是一个面试 我能活下来就算是出事通过 而完成了所谓的试炼 便算是复事通过 这是五九说道 其实你若前往底层 反而更安全 底层过于混乱 反倒是塔神会难以渗透的地方 既然你成功躲过了这一劫 那就不提这个 你和郑玉军谈妥了吗 白雾点头 是的 明彻应该是相信我了 刘木顿时一乱 那个明彻吗 五九说道 郑玉军里面 明彻这个人算是灰色地带混的 他做事还算有章法 而且对下属颇为照亮 你跟着能得到不少好处 听到这话 白雾立马表明了忠心 队长 我是七队的人 我是不会跟着明彻的 可五九却说 但你可以与他多来往 这对你以后晋升层级有帮助 我可以默认你两边间谍的关系 白雾诧异的看着五九 一个人贪财好色很正常 这样的人才更有亲和力 如果要改变高塔的秩序 源头不在于底层 去休息吧 今晚你就住我隔壁 还有你得换过一套新的制服 另外 明天你最好直接把锅甩给郑玉军 白雾暗暗吐槽 矮哥这是彻底把我当老色批了呀 不过能说出这番话 算是对自己彻底交情了 郑玉军一离开自己就遇袭 刚好可以借此发挥 指责郑玉军合作无诚意 先君子后小人 为了消除误会 明车说不定会进一步的提供线索 并且暗中派人保护自己 一举两得 看来矮哥还是很聪明的嘛 这是一副失踪者在失踪前精心描绘的油画 用放大镜观察 还能看见里面刻画的每一支恶毒 就在刚刚 白雾遇袭后的第二天 他根据房卡上面的地址来到明车的住宅 明车为他倒上一杯酒 昨晚白兄弟遇袭的事情我听说了 事后也第一时间调查过 证实了和高塔丰人院袭击五九的事同一回 都是来自一个让人头疼的组织 塔神会 不过请白兄弟放心 我保证这件事郑玉军没有参与其中 同时从今日起 我会安排一些郑玉军的高手保护你的安全 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白雾挤出笑脸 既然明队都这么说了 那我之后的小命就拜托你了 看见白雾爽快把酒水干了 明车开口说道 事不宜迟 白兄弟跟我来一趟书房 燕九留下的资料我都让人整理好了 你跟过来看看吧 随后明车带路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 就是这里了 除了燕九的资料 还有各种档案都在这里 你大可随意查阅 虽然有文档啊日记本之类的 不过乍一看他留下的东西里 最匪夷所思的东西 毫无疑问是这幅画 白雾的目光停留在油画上立马出现了提示 很少有人能将自己所想象的东西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张画很值钱 如果小画家死了会更值钱 如果有一天你们前往黑色区域 找到了画中的景象 那它的价值又得再提高一些 他询问明车 画得太细致了 有放大镜吗 明车从怀里翻了一下 有的 然后将放大镜递给了白雾 很快那座塔下面黑压压一片的黑点 在放大后竟然是一只只吃人的恶毒 显然是燕九根据书里面的内容会画出来的 这微雕的画工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白雾心中思索 聚集在人类无数次想要寻找到高塔的真正位置 是否700年来他们已经找到过很多次 只是每次传送到这个区域 都会被怪物们吞噬掉 不过仔细一想 真相的可能性 但这画面说到底只是燕九对塔外的猜想 乃至幻想 想到这里 白雾扭头询问明车 我很好奇 贵族的子女会接受教育吗 明车一论 当然 从第三层开始 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力 你可以保证子女学到一些高塔时代之前的课程 白雾对此更加好奇 明对 这可不是学校能教出来的 这是真正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被关在疯人院里 到底是为什么 明车声音淡漠了三分 白兄弟 有些事情不该问 而且真的很遗憾 这件事我也确实不清楚 白雾见状也不再多问 继续仔细观察油画 我知道了 还是先看看画吧 心想高塔的存在如此笔直 看着像是某种参照物 那间屋子里唯一留有的线索 便是他画在镜子上的弧线 但从他画作上表现的功力来看 那道弧线不至于那么的懂 难道是刻意为之的吗 顺着这一层思路 白雾回忆起镜子里那道弧线的轨迹 便以高塔为参照物 继续往下看去 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按照弧线轨迹 他找到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恶朵 这些恶朵的手里都戴着戒指 但都戴在不同的手指上 男人在失踪者留下的油画上发现了线索 他找到了几个戴着戒指的恶朵 而且都戴在不同的手指上 随后白雾又回头询问明彻 除了这幅画 燕九小姐还留下了哪些资料 明彻带他来到一旁的书桌上 都在这 内容我们都看不出什么线索 有劳白兄弟了 白雾翻阅了几本资料 发现全都是随笔和速写 直到他看见了最后一本 日记里一些关于第四层的事情 已经被选择性删除 留下的几乎都是燕九在疯人院的经历 里头倒是记载了一些 关于和疯人院的不同精神患者们交流的方法 但这方法白无确信 这只是燕九留下的谎子 他发现在很久之前 燕九就和一个奇怪的病人一起聊天 而这个病人就是矮个玉席的那间病房的原主人 日记里写着一段话 恶朵对比人类更加自由 总有一天恶朵会找到进入高塔的方法 摧毁这座塔将人类解救出去 既然恶朵才能在新世界生存 那么变为恶朵不就好了 这番话让白无第一时间想起该隐 如果他潜伏在疯人院里似乎也非常合理 假设是该隐带走了燕九 那么燕九最有可能在的地方就是塔外 而画中戴在手上的戒指 不同手指对应不同的数字 所以那是一个区域编号 那么前往这个编号的区域就能够找到他 可问题在于 这个编号三天就会失效 燕九已经失踪了不止三天 编号也许早已失效 那他留下这个线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使用牵引轮盘 的确可以前往这个区域 只不过轮盘必须按照顺序前往 我只能先把该隐安排的区域都通关 才能前往这个区域 真要这么做的话 等我到那的时候 燕九怕是都变成恶朵了 可是白无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思路是错的 我进入了误区 我感觉到已经走到了真相面前 只要撩开最后一层青纱便解开谜体 我得再回忆回忆细节 首先这个女孩子情绪很可能有问题 属于一旦离开高塔 就很有可能变成恶朵的 而他在某个疯子的蛊惑下 或许很想变成恶朵 但从日志上的话来看 他对这个人抱有怀疑 而且他在镜子上留下那个笑脸符号 是为了让人注意到油画上的这个数字编号 但如果是求救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隐晦呢 贵族贵族 难不成和更上层大人物的丑闻有关吗 又或者燕九身上堂着某个秘密 足以让他永远无法离开疯人院 但求救自然要越直白越好 所以这不是求救 或许是一个委托呢 在案件之中 扣着另一起案件吗 燕九 或许和塔外某个区域有些渊源 但是在不用牵引轮盘的情况下 如何前往一个编号失效的区域呢 如果编号未曾失效 那又意味是什么 这时明车在不知不觉间走了过来 白兄弟 如何 可有什么线索 白雾说道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没有琢磨明白 但我大概知道了燕九小姐的下落 明车顿时喜出望外 太好了 那他去了哪里 白雾如实回答 他在塔外 明车愣住 这岂不是案子没法破 白雾继续说道 不一定 案子能不能破 还要最终确认一下 明车接着问下去 确认什么 怎么确认 白雾指着油画解释 这幅画里藏的塔外区域编号 假如这个区域还能去 那么很大概率 我能找到燕九小姐的线索 但这个区域 很有可能是蓝色区域 甚至更危险的区域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很强的帮手 五九是目前最为合适的 明车身为队长很快反应过来 这幅画已经有一阵子 你是通过这幅画找到了编号 不等他说出口 白雾立刻解释 我知道明对的因果 区域编号或许早已失效 我们根本无法进入 但我不能现在就解答 这个问题 我只能假设这个编号并没有失效 明车跟不上白雾的思维 假设是什么意思 我没怎么听懂 可白雾没有继续解释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要出塔 至少要去试一试 如果这段编号是有效的 那这个案子我一定能破 如果无效 说明我判断错了 明车很诧异 塔外凶险 我们调查军团不做 还会有谁做呢 此话一出 明车对这个好色之徒瞬间改观 原本以为此人 只是和我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以及聪明的头脑 但从现在看来 他还颇有胆色 斟酌了一番后 明车说道 我是一个生意人 不能出塔 我只能祈祷一件事 白兄弟你能活着回来 而且 比调查军团的人先找到线索 我已经是你为自己人了 白雾指了指脑袋 我也想跟着明队做事 带上五九这个蟒夫 只为了多一个保镖 他脑子不好使的 明车脸上洋溢着笑语 白雾的话他并不认同 但他承认五九的确没有白雾聪明 在离开了明车的庄园后 白雾联络五九来到了高塔底层的公面广场 这是刘牧发来的通讯 那编号就算是真的 超过三天肯定失效了呀 五九却说 我相信白雾的判断 林无柔还有夜未明那我已经安排好了 让他们协助你工作 刘牧满脸的不情愿 你真是烂摊子一桩紧接一桩的 五九最后提醒了一举 刘牧小心卡神会 刘牧嫌他啰嗦 行了行了 疯人院这边交给我吧 挂断通话后 白雾问道 队长 如果我们查到了燕九的下落 但是却也因此知道了 第五层某个大人物的丑闻会怎么样 五九神色如常的说道 不会怎么样 第五层又叫统治者层级 你或许会得罪其中一个大人物 但你必然也会得到另一个大人物的青睐 听闻此言 白雾瞬间懂了 原来是制衡之术啊 五九继续说道 我们和郑玉军看似势不两立 但郑玉军的上头和我们调查军团的上头 又都有共同的敌人 这次既然有人让调查这个案子 就说明不管郑玉军还是调查军 都会竭尽所能查到真相 况且真要出什么问题 也轮不到你一个调查员单子 我会顶着 就在二人谈话之间 石碑上开始涌现出白光 显然编号还没有失效 可意外的是 原本白色的石碑 竟被一股紫色的光芒吞没 显然它们输入的编号是属于紫色区域 因此就算在白色石碑上进行传送 也会将它们送到特定区域 短暂眩运过后 当白雾再次睁眼就听到了一段声音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配合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就被整舱的恶舵包围起来 然而这是一架永不坠落的航班 距离飞机爆炸也只剩下三分钟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你正处于三万英尺的高空上 如果你落下去 那么你会从紫色区域落入红色区域 白雾心底吐槽 全员恶舵就算了 三分钟后飞机还要爆炸吗 且不说能不能从飞机上逃离 即便逃离 下面的陆地也是一片红色区域 这还真叫开局乘坐死亡航班 他扫了几眼周围的恶舵 普雷尔之眼弹出对话框 作为一个经济舱的恶舵 他注定不会太有钱 就像他身处紫色区域 却只是一个三级变异的恶舵一样 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汽车杂志 现在他和这些杂志相依为命了700年 期间一共发生了1045种结局 白雾立马注意到关键信息 1045种结局等于什么意思 另外矮哥和燕九呢 他们在另外两个舱吗 还是说在公务舱和头等舱 想到这里他解开了安全带 却不要引起一旁恶舵的注意 虽然白雾没有负面情绪 但他做出了一些违反场景的动作 几乎同时 所有恶舵都扭头望向了白雾 三级变异恶舵和二阶九段的你 目前处于五五开的水平 祝你好运 很快一旁的恶舵发起了袭击 白雾迅速脱离了原先的位置 心想恶舵与恶舵在一起 最大的可能性是互相厮杀 除非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比如共同服务于某个更强的恶舵 如果不会互相厮杀 又无法离开固定区域 难不成他们都有善的在飞机里待了700年吗 不过看起来也的确不像是有部互相厮杀的痕迹 再说我才刚到这里 飞行了700年的飞机就要爆炸吗 三分钟能搜索出什么 显然不对劲 一定还有某个能说得通的重大线索没有找到 三分钟太短 不能在这里耗下去了 随后他取出返回轮盘 正想要启动返回高塔的时候 却看见五九提刀杀了进来 很快几道刀光快速闪过 那些围堵在门口的恶舵们瞬间被切得肢体分离 但奇怪的是 反回轮盘上面的灯光却突然熄灭 普雷尔只眼发出提示 反回轮盘 正常来说你是可以回程的 但谁告诉你 物理规则只限于天气温度这些出击层面 打破窗户跳机 这是逃跑的唯一方法 恶舵们会很羡慕你 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这片区域 当然就算落地了 基于我对红色区域的认知 你们大概也是无法使用反回轮盘的 白雾这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物理规则领区 高度激变的区域甚至会出现时空紊乱 飞机在空中飘荡了700年的诡异情况 是因为空间层面的规则发生了一变 而这些一变 也导致返回轮盘与高塔的空间关联受到了干扰 但是接下来怎么做 一整飞机的恶舵 地点是封闭的高空环境 返回轮盘也无法使用 好像死定了 这是一架开了700年的飞机 而且在三分钟之后就会爆炸 白雾才当传送过来就发现这是一个死局 一整架飞机的恶舵 封闭的高空环境 返回的传送轮盘也无法使用 显然这已经死定 一股前所未有的一样感觉在他的内心涌现 正巧这时一只恶舵突然袭击了过来 白雾迅速起身躲避 还以为是自己产生了负面情绪 我是在害怕死亡吗 可当他看了一眼数值为零的万表时 才知道自己仍然没有产生恐惧 这难道是所谓的挫败感吗 一分钟即将过去 距离爆炸倒计时也不过一百来秒 返回轮盘受到干扰无法返回 除非找到该区域的末日拼图碎片 而且还必须祈祷这碎片能让物理规则正常化 白雾低声叹了口气 甚至放弃了反抗 准备任由恶舵撕咬自己 可就在这时 一道刀光从仓室的另一端如电如光的横扫而来 十来只恶舵在这恐怖的一刀之下瞬间伸手分离 五九缓缓收回长刀 脸色如常地问候白雾 你没大碍吧 此刻距离爆炸还剩30秒 五九说道 启动返回轮盘 那边的舱室里有几个不太好杀的恶毒 白雾表示很遗憾 队长 我们现在深处时空紊乱的区域 返回轮盘失效了 跳机也许会有一线生机 但九成可能性会落到更危险的区域 听闻此言 五九很果决地对一侧机舱展出数十道刀刃 那我们就跳机 然而窗壁与刀刃接触的声音极为鬼畜 似乎被某种规则保护着不受破坏 白雾猛然想起来 糟糕 这是区域 区域场景无法被破坏 此刻距离爆炸还剩二十秒 白雾连忙大喊 去舱门 场景无法被破坏 但本身就可以打开的东西 或许可以逃离 五九没有犹豫 身上更是红光大作 拖动的刀身如同一道赤红色的闪电 一瞬间越过了长长的走廊 白雾只感觉到一阵刚风划过 这就是那些悬而又悬的意义 斩切之意吗 很快五九就来到了舱门前 他发现舱门已经被锁住 必须要通过密码来开锁 眼下是生死一线之间 五九万表的数值也达到了未曾见过的二十九点 白雾看见这个数值 心中十分敬佩 他连忙上前操作 我来试试 在距离爆炸不到五秒的时间里 白雾在密码舰上噼里啪啦的一通快按 在倒计时剩下一秒的时候 他猛然停住 队长 内轴里还有一层锁 只有前往机长驾驶室才能启动 五九嘴角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 舱室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火浪顿时将两人吞噬 能够将所有恶毒与整个场景摧毁的苦不利 瞬间席卷了一切 与此同时 在高塔第三层明车的住所名誉庄内 他一脸惊异的询问丁泰生 那串编号没有失效吗 他们真的去了紫色区域吗 丁泰生也很惊讶 不会错的 我可以跟您保证 我收到消息后 刻意前往东部广场确认了 现在距离他们前往塔外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明车有些动容 二十分钟吗 紫色区域 就算是那个矮子 也不敢保证绝对生存下来了 可为什么燕九画作里会留下一串紫色区域编号呢 这串编号又为什么没有失效呢 燕九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竟然和紫色区域有关 丁泰生上前嘀咕 明对 这或许是好事 如果他死在了外面 咱们郑玉军也算是少了一个劲敌 明车却不以为然 老丁 这话我只能同意一半 吴九很讨厌 数次折了郑玉军的面子 但他并不是郑玉军的心腹大患 他损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强者 另外吴九这个人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死掉 派人时刻盯着 已曾一有消息立刻联系我 丁泰生哈妖点头 我知道了 明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刘牧那群人要是知道吴九死了 肯定会闹出一些乱的 但如果吴九没死 他和白雾真的在紫色区域里找到了燕九 那恐怕燕九身上藏着的秘密 也足以闹出不小的动静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就遇到了爆炸 再生死一刻 即便天生没有共情能力的白雾 也终于出现了波动 检测情绪的腕表上出现数值一 此时普雷尔之眼给出提示 没有幽默感的家伙 你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人生也不是游戏 距离下一次爆炸 还有六分钟 伴随着腕表数值清零 白雾再次清醒睁开了双眼 我还没死 不等他惊讶 普雷尔之眼再次发出提示 你可得快些想办法 找到末日碎片 虽然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慢慢寻找 但你的伙伴未必能撑得住 爆炸不会带走他的生命 但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 结合之前备注的信息 白雾大概懂了 这架飞机注定会爆炸 而且还是一个循环式的场景 幸好自己的记忆没有清空的迹象 但这次位置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头等舱了 或许每次爆炸之后会有不同的开局 正当白雾想要离开座位的时候 一个通体绿色的恶垛挡住了他的去路 并且仰天哀嚎了起来 完美机变词条 恐怖绿光 他的初恋叫白姐 前妻叫王静 就在这架飞机所在的航空公司做工具 他有个兄弟叫喉龙涛 有个远方亲戚叫阿斌 曾经的单位门房大爷兴起 在得知了飞机上藏有炸弹的时候 他终于怨气爆发 直接变成了一只五级恶朵 面对五级机变恶朵 白雾甚至连防御都做不到 就被那重量级的拳头直接打飞 且不说那恐怖绿光到底什么名堂 单凭一拳就让白雾直接吐息 更加悲催的是 打斗声引起了周围恶朵的阻音 就像是闻到血肉丧尸一样 全都包围了上来 白雾也没办法 只能趁着意识还算清醒 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队长救我 这四个字喊出的瞬间 矮哥并没有如天神般从天而降 反倒被那恶朵一爪子割裂了胸膛 白雾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无奈 完蛋了 矮哥再不来 我甚至撑不到飞机爆炸 与此同时 在经济舱的这边 五九也终于苏醒 但那种疼痛的感觉还在 他睁眼的瞬间就看见一只恶朵 在他脸上伸出堪称巴掌大的舌头舔来舔去 五九仍然一脸的淡定 手中长刀快速滑过 那颗恶朵的脑袋就当场飞上了半空 他开始环顾四周 想不明白飞机刚刚已经发生爆炸 而且死亡的过程很真实 但为什么自己再次出现在机舱里 难不成这里是地狱吗 五九不像白雾 虽然胆子很大也足够冷静 但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有的 迟疑了片刻 他才想到了一个解释 难不成刚才的爆炸是某种幻术吗 他一边思索一边凭借肉体记忆 在斩杀四周的低级恶朵 一切动作都成了条件反射 可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白雾的求救声 队长救我 白雾被五级疾变恶朵当场处决 看见这一幕的五九当即发起了狂 检测情绪的腕表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一十五点 就在刚刚 白雾使用序列七十六滔铁 凭借一张嘴咬死了那些低级的恶朵 原本想通过吞噬血肉来蓄秘 可当他想起以利亚的模样 又立马吐掉了出来 看来这个家伙 我还是搞不定啊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默默在心里面打出GG 与此同时 五九回到速度更加迅猛 一路从经济舱杀到了头等舱 途中的恶朵更是被切得七零八落 可当他看见白雾的时候 却本能地愣住了 因为那只高阶恶朵已经挥出力爪 即便开启序列急影也已经赶不及了 白雾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 队长啊 下次别犹豫了 很快那力爪落下 白雾的鲜血顿势四肩 目睹这一切的五九瞬间红了眼 极致的愤怒让他万表直接跳到了115点 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 他经历过在塔外痛失下属的情况 可白雾却不一样 五九是真心将他当成了接班人 随着五九的暴走切入 那些再次围起来的恶朵们 纷纷施展了畸变词条 可五九快得不可思议 在绝对的速度与力量面前 恶朵们甚至摸不到他就已经结束了 然而那只杀了白雾的五级鲜变恶朵 竟然感觉到了久违的恐惧 他立马对五九使用了完美鲜变词条 恐怖绿光 只见五九身上迅速被一层绿光包裹 但是很快五九的身影净跳拖出那团绿光 似乎影响不到五九一心半点 就已经让他突破了上岸 五九的这一刀比之而霸霸 仿佛一道绝对的分割线 将那只五级鲜变恶朵的手臂切断 紧接着又继续拔刀 斩出了无数道刀刃 似乎也仍然不够紧气 不多时那只恶朵 在承受了二十多刀之后 也终于失去了生机 看见这破碎的鸡舱 和挥洒一地的血液 五九缓缓将长刀收回 他脸上的愤怒 似乎也有了一丝恍 但很快现场发生变化 白雾和那些恶朵的尸体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满地的鲜血 他恢复了昔日的冷暖 回头望向刚刚一路 杀过来的舱门 与此同时 飞机爆炸的时间也到 眼见火是席卷来 五九此刻也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的吗 很快整架飞机 再次空中炸毁 火浪瞬间吞噬了一切 男人在一架飞机上 陷入了无限回荡 但这次他被五级 击变恶朵击杀之后 随机重开在了洗手间 幸好恶朵不用饿死 总算不用再经历开局 就要惨死 不过白雾才刚醒来 就感到一阵干傲 上次出于求生 本能对那些恶朵使用滔铁 只是吸收了血肉中的精华回血 并没有吞噬血肉 因此也并未获得天赋序列 可是白雾自从杀了 那个电锯男之后 身体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简而言之 肌肉线条变得更加明显 颜值加一 白雾对着镜子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仍然帅气 要是身上变成了 浩克一样绿油油的 那我宁愿死在这飞机上 他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 心想之前观察浩克的时候 备注提到了是飞机藏有炸弹 成为压垮绿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找到炸弹且将其拆除 是不是就能解开这片区域的谜题 这是普雷尔之言给出提示 无论你想怎么拆弹 炸弹都不在这个厕所里 不过你可以尝试在这里方便一下 体验一把物理意义上的一泻千里 你的时间依然是六分钟 赶紧开始干活吧 看完备注信息 白雾放弃了搜索阵 同时也听见了外面的恶多们 似乎正在跑动 看来矮哥也醒了 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 不局限于爆炸的死亡 只要是死在这个场景里 随着爆炸结束都会再次重启 现在最有可能的是 这些恶多经历了700年的相爱相杀 他们已经同仇敌开了 而作为人类是更美味的食物 所以接下来很多个回合里 他们都会想办法吃掉我和矮哥 如今在这一周末六分钟的时间里 我只打算做一件事 就是联系上矮哥 我猜矮哥或许还不清楚状况 解释清楚这一切只需要一分钟 但现在让恶多们集中 前往矮哥所在的区域 同样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需要两分钟 以我目前的实力 接触紫色区域根本是吃人说梦 但有矮哥在 起码能隔绝恶多 算是暂时削弱了紫色区域的影响 就在这时 白雾又听到了飞机里的播报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配合 白雾推开门就看见遍地的试海 还真是惨烈 也不知道如果是小可怜在这 对付这些恶多又会是怎么一个场景 他顺着左侧方向望去 就看见五九一人正在和浩克周旋 心想即便是矮哥 要对付这些五级恶多也要耗费点工夫 随后他朝五九招手 队长 我在这里 五九立马寻声望去 站住 别动 他的声音飘渺 在狭窄的机舱内随时都可能出现五九的声音 完了完了 五九即便竭力压制内心的情绪 但随着一次次的死亡回答 腕表上的数值也无法降了下来 就在刚刚 白雾重开后找到了五九 看见他正在快速清理飞机上的恶购 只见那五级即便恶多用爪子朝五九风扫下去 而五九则是向后弯下 顺势一脚将那浩克的下腹踢去 然后拔刀迅速越过了他的身体 瞬间将其人手分离 处理完机舱内的恶朵 五九连忙询问白雾是否一切安好 白雾点头 没事 我就长话短说了 队长应该也发现了 这是一片轮回区域 时间从爆炸前六分钟到爆炸进行循环 期间我们如果遭遇死亡 可以因为循环而活过来 五九整理了一下伊林 无意中露出三十五点的腕表数值 所以你即便死了 也不会真的死是吗 白雾看见他的腕表有些惊讶 因为超过七十五点等于用高音阿拉在对恶朵挑衅 而超过一百七十五则随时有可能变成恶朵 随后他回答道 是的 但我们经历的区域 有两种时间规则独立运行 这个区域时空稳万 更准确的来说 是原有的时间里加了一条回物 将主时间比喻为长河 副时间比喻为回行针 我们在回行针里不断返回原点 但在主时间的长河里 我们也同样在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耽误一分钟 在飞机里我们注定会回到这一分钟前 但对于高塔内那些人来说 他们会实实在在的多等一分钟 五九脸上冷淡依旧 那你有没有离开的办法 白雾说道 有 不过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这架飞机里藏着一枚炸弹 找到它 并让其无法引爆 应该就能结束循环 五九边走边说 要多久能够找到 白雾摇头 现在不好说 反正这一局 大概率我们还得死 然而此时在机舱内的恶多们 又再次向他们靠近 白雾叹气 时间太短了 我先去驾驶舱看看 队长先在这里守一下了 下一局队长你一醒来就来掩护我 说完便匆匆离去 五九说道 知道了 不要浪费时间 其实五九有一件事没有告诉白雾 他已经在竭力压制内心的情绪了 但奇怪的是 万表树枝怎么也下不去 明明感觉自己不该这么焦虑 但他就是无法压制这股情绪 好在情绪也算是火力吸引 加油吧白雾 你是我们能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 此刻白雾大概就像透明人一样 可以自由地调查线索 他直接来到了驾驶舱 果然 虽然遭遇气流 但飞机却没有遇到明显颠谱 此时一个长着海星头 和一个长着海绵头的恶名 露出凶狠的神情 正在驾驶着飞机 他们在成为今天这副模样前 曾经去过一片红色区域 那是一片海域 在那个位置潜水的人都变成了恶朵 不过在进入飞机前 他们还是人类的样子 普雷尔之言给出的信息很有限 也许我之前的思路是错的 关键不在于飞机 而在于飞机上的恶朵 乘坐这架飞机的 似乎都有着成为恶朵的可惜 虽然700年来不断死亡 是个人都会变成恶朵 但这里不太一样 从普雷尔之言给到的信息来看 他们并非是熬不住700年才变成了恶朵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就遇上了死亡航班 在经历了几次爆炸的循环过后 他再次苏醒就看见队长五九在附近 显然这次他们随机地点相距不远 白雾看见五九的万表数值变成了45点 说明情绪下线还在叠加 矮哥大概撑不住几次轮回了 如果他的情绪数值超过175点 我不单是少了一个神队友 还多了一个神级敌人 没有了矮哥的帮助 开局一旦位置不利 我可活不过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 每一次死亡必须都得有所收获才行 于是他开口询问 队长 前面几次循环的厮杀里 你有没有注意到某些行为奇怪的恶朵 五九仔细想了想 没有 我击杀了应该有一半的恶朵 有几只比较难杀 还有极少数没有袭击我的 白雾立马追问 对 就是那些没有袭击你的 你记得大概方位吗 五九继续思考 应该是在一号经济舱 白雾说道 那我们得先过去一号舱 说完他回头瞄了一眼那只恶朵 他已经被小矮子切得吸水 见一下个回合再看他一眼 白雾心想 如果将目标从环境改为恶朵 那么哪些恶朵行为最反常 这些恶朵就最有可能藏着某些秘密 想到这里 他让队长尽量不要杀死这些恶朵 五九只感到一阵无语 随后一只瘦骨灵循 人生乌鸦头 背后还长着红色羽翼的恶朵走过来 他中过三次彩票 但一次过期 一次被抢 还有一次弄丢 之后也有过数次彩票中了前六位 却没有中最后一位的情况 他和相恋八年的女友结婚 高兴得满世界嚷嚷 结果生下来的孩子皮肤是黑色的 有三次被雷劈中 却没有直接带走他 有六次引发火灾 却就是没有烧死他 人生的大起大落让他濒临崩溃 三级变异 稀有激变词条 十打九空 让五九不能杀恶朵 还要保护白雾 这无疑是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 于是五九直接把刀斩断了那只恶朵的翅膀 与此同时 一只恶朵从白雾身后偷袭而来 白雾回头扫了一眼 那只恶朵的详细信息弹了出来 一名作家 他写书九年 一共发表了十五本作品 但十四本被人剽窃了创意 而且剽窃者的销量火爆 有趣的是 他自己的书却无人问津 直到有一次他被抄袭他的人 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抄袭 万念俱灰前 他接到了一封度假邀请函 上面写着人生的所有终极烦恼 都将在旅途里被扔掉 三级变银 七变词条 斩铁 恶臭气体 五九及时出现挡在了前方 你继续前进观察 防卫的工作就交给我 很快白雾就跑进了经济二舱 一只满身毒液的恶朵挡住了他的去 人以类聚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 因为人类被感情这种丑陋的东西束缚着 所以这个做经济舱的家伙会认识一个 能够给借出五千万的富二代 末世降临 避难所的机票只有富二代有 他苦苦哀求那个正处在悲痛中的富二代 最后的一句话是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于是乎 他抢走了那张机票 那名富二代坠崖死亡 但命理无时莫强求 得知飞机即将爆炸 他心态崩了 二级变异 机变磁条 腐蚀性血液 男人手上长出了一颗眼珠子 意外变成了半人半恶朵的状态 就在刚刚 白雾来到经济二舱 被一只身上带有腐蚀性血液的恶朵拦住了去 他从对方的信息面板上看出 这架飞机里的乘客都是有问题的 矮隔身上的情绪下陷越来越高 我原以为飞机里的人都是经历了爆炸 慢慢变成恶朵的 但现在看来 死亡后会叠加负面情绪下陷 这个设定其实是针对高塔人的 而他们也并非高塔人 这些恶朵应该都来自700年前 因为高塔里前往紫色区域的人去之可数 这个编号没有失效 也就说明截至三天前 不曾有高塔人踏足过阵 所以这些飞机上的乘客 都是700年前的土著 而以往普雷尔之眼 会先提到恶朵的战斗属性 其次才会介绍其他方面 但这次反过来了 说明侧重点不在于恶朵的战斗属性 而在于他们的经历 这些人都对生活抱有极大的怨念 而且有人在观察着他们 就像是在搜集实验数据 将他们统一存放 至于这趟旅行的终点 不出意外就是高塔 那么这架飞机失事 是在高塔诞生之后 人人都想前往高塔这个避难所 但当时的人口基数 注定能登船的人很少 所以这次航班的主人 刻意给了这些可怜人一个机会吗 如果说高塔外围是黑色区域 那么这架飞机里法是最安全的 但跳机会前往红色区域 如果顺利抵达 则会前往黑色区域 而正常情况是直接爆炸 这是实打实的死亡航班 那么爆炸是航班主人安排的吗 如果航班主人的目的 在于引来一群具备成为恶朵诱因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炸死他们呢 这显然不对劲 我遗漏了一个地方 这些人的确具备成为恶朵的诱因 但天底下比他们惨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更惨的人也没见变成恶朵 而且航班主人也不可能按照凄惨程度排名 找来350个悲惨的乘客 他又不是全知全能 所以这群人只不过是一群比较惨的普通人吧 他们更像是临时用来凑数的 只需要符合一个低门槛的惨就行了 普雷尔之眼提到了一个点 他们都是因为得知飞机要爆炸而最终崩溃 太牵强 作为理由不够充分 就好比那个作家被抄袭折返污蔑抄袭 忽然得知飞机要爆炸 辨识的情绪反而能起到一定缓通作用 所以一定还存在一个能够放大这些人怨念的东西 末日拼图碎片 只要不是该影布置的场景 一般来说都有一个碎片守护者 或许线索在碎片持有者身上 想到这里 白雾大声呐喊 队长不用留手了 他们身上的线索我搜集的差不多了 五九脸上瞬间多了一丝凶狠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鸿芒 很快他的刀是骤然间狂暴汹涌起来 在狭窄的机舱内迅疾如风 眨眼间就将机舱内的恶垛全部切成碎渣 一旦放开手脚杀戮 局势便直接大逆转 这个舱室的恶垛都清理完了 走吧 我们去一号经济舱吧 白雾点头 普雷尔之眼忍不住感慨 矮哥这个大腿真的太粗了 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腕表纪灵了 别人家的腕表数值都是随便过度 谁不想再塔外一脚游门下去 负面情绪直接飙个180了 纪灵等级3S 白雾还没弄清楚这腕表的纪灵属性 内心就忽然有一种要被坑的态度 果不其然 那腕表数值居然疯狂跳动 一会儿就飙到了150多 紧接着白雾的身体也开始一变 手上长出了一只眼睛 五九回头看了一眼白雾 也跟着惊讶起来 你到底怎么一回事 只见白雾手臂上张开一只巨大的眼睛 似乎在警惕着四周的环境 此时白雾的腕表数值已经达到294点 他无奈地笑了笑 我想我可能出了点小问题 男人的手臂上长出一只眼珠子 亦变成为半人半恶朵的状态 可他的理智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还获得了恶朵的稀有积变词条 幻影明示 虽说随着腕表数值的下降 身体的积变也会跟着停止 但腕表时不时暴走一下 让他就像是一只薛定恶的恶朵 多少会有点麻烦 不过让白雾最值得怨念的事情 似乎并不是自己变成恶朵 而是电饭包依旧没有寄灵 此时五九的腕表数值已经达到54 如果不是白雾的反应淡定 他的数值大概会更高一些 白雾尴尬地解释道 我这腕表寄灵了 上面的数字真的是随性乱跳啊 五九深深看了白雾一眼 现在该怎么办 白雾说道 继续探测吧 等时间回溯 可话音刚落 五九的脸上突然流露出惊骇之色 原来白雾的异变还在继续 现在他的整只胳膊都长出了脚 立抹脚 一种能刺穿最坚硬防御的武器 一般只在七级以上的肉搏细恶朵里会见到 白雾认为在不影响理智的情况下也有好处 不仅增强了攻击手段 还享受半生之力的加成 可普雷尔之眼却提醒他 恶朵化的你回到高塔的瞬间 便会灰飞烟灭 白雾不想纠结这个问题 毕竟能不能回高塔都还是未知数 随后他对五九解释 队长 我的理智导师没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得赶紧去一号经济舱 五九也不想浪费时间 抄起长刀就往一号经济舱走去 然而两人抬刚进来就被那些恶朵注意到 即便是隔着一段距离也能嗅到他们的负面情绪 只见五九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声音在空气中飘渺 我来收拾 你负责观察 白雾连忙扫射整个一号经济舱 果然在角落里找到三只站在原地不动的恶朵 而里面有一个明显能看出之前是位女性 350个乘客里 她并不是最惨的 但她的怨念是最重的 在身为人类的时候 她遇到了科研中心的年轻教授 人帅多精气大火好 谁不喜欢呢 于是很容易的 她怀上了教授的孩子 故事当然要有转折了 教授只是想让一个漂亮女人怀孕 然后再让这个女人变成恶朵 来观察恶朵在无法生育的情况下 如果怀孕会发生些什么 看看她的肚子 你应该猜到了她的结局 六级变影 击变词条 精神力乘四 完美击变词条 绝望扩散 此时无久也注意到了 就是那边三只恶朵有些特殊 你小心点 白误回答道 队长放心 我盯着那边 你只管对付其他的杂鱼就好 说完又看向了另外一个恶朵 和其他乘客不同 不是所有人都是惨兮兮的潜在恶朵 也有人很羡慕恶朵 打算主动成为恶朵 得知了这趟航班真实的目的后 她认为这里还需要一个引导者 于是自告奋勇的不做人了 不过成为恶朵的过程 比她想象中痛苦不少 她可是后悔了好几次 六级变影 完美击变词条 绝对在生 白误有些恍然 绝对在生 难怪这么像丹德莱尔 恶朵莫非也分科目吗 这个问题只能以后再验证了 女人怀上教授的孩子 却被对方无情地剖空身体 最后里面也只剩下半颗心脏 而旁边狗头人却是一直深爱着她 哪怕她连肚子都被上一刃剖开 甚至她变成了恶朵 六级变影 完美击变词条 共伤 白误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是舔狗 怪不得安安静静地待在女恶朵的旁边 舔狗恶朵是保护剖妇女 而监察者作为主动想要成为恶朵的 星星或许不一样 那么剖妇女为什么不进攻我们呢 这个剖妇女一定有问题 但我已经来不及做更多的调查了 现在距离爆炸还剩下30秒 白误并没有在这三个人身上 发现关于末日拼图碎片的信息 白误计算着队长就算在墙 也无法在30秒斩杀3-6级变异恶朵 于是连忙大喊 来不及了 队长 我们可能还得再死一轮 五九一边斩杀着恶朵一边着急地询问白误 没有线索吗 白误立马来到五九的身边 有 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 与此同时 头等舱的5级机变恶朵也受到了惊动感的现场 此时距离爆炸已经不足20秒了 白误却忽然开口 队长 假设我们真的无法离开这 那大概率就是作为恶朵存在于这片轮回空间里 说起来 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五九却淡定依旧 不要想太多 更糟糕的局面我也经历过 我们不会困在这里了 说罢便挥动手中长刀赢了上去 其实他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丝遗憾 鬼推墨事务所的那群同袖又可爱的家伙 要是他们发现我永远留在了桃外 大概会很难受吧 尤其是那个女人 再就是吴柔 小尹 尹双和王氏他们 对了 还有调查军团里最好的朋友刘沐 如果我真的死了 他们将来会不会惹出乱的 被阵御军欺负呢 还有就是底层的百姓们 那里的生活太过残酷了 如果可以 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秩序和稳定 可就在爆炸降临前三秒 那只被剖开了肚子的女恶朵 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下次见 新来的 这句话瞬间让白雾看到了希望 一个会说话的恶朵 这意味着对方和丹德莱尔以利亚还有红云一样 是具备理性的恶朵 线索一定就在这个恶朵身上 普雷尔之眼弹出提示 啊哈 一次又一次 倒霉的探索者死在了爆炸中 那么下一次 他会找到碎片的守护者吗 我读五毛 很快白雾又再一次醒来 这一次他感受爆炸的过程可比前两次更痛 不过幸运的是 他这次直接刷在了一号经济舱 就坐在田狗的旁边 这是旁边的剖妇女 向他打了声招 你好 刚才的爆炸舒服吗 可白雾的第一反应 却是深情地抓住他的手 这让剖妇女的微笑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惊讶 白雾直奔主题 我们又见面了 你认不认识艳久啊 女人被教授剖空身体 可她不仅没有死 还成为了释放负面情绪的源头 让整架飞机上的旅客 都成为了吃人恶果 然而白雾对此并不畏惧 甚至还捧住她的手询问 你认不认识艳久 女人却把手收了回去 脸上带着几分痛苦 那是谁 据我所知 乘客里没有这么一个人 白雾注意到她表情上细腻的变化 她并没有说谎 但确实对艳久这个名字有反应 而且极其复杂 深刻 为什么呢 她是个被玩弄的可怜人 能让她如此在意的人 莫非是那个人和艳久有关吗 现在矮哥的腕表 数值下限应该还在变高 我必须在这个回合找到线索 恶舵女不会杀我 对吃掉我不感兴趣 这是个机会 我的腕表依旧是寄灵状态 也就是说物品寄灵 属于主时间线上的规则 不会被飞机里循环时间线索干预 但是手臂复原了 那么我的生命状态 应该也算是恢复到 进入飞机的存档了 脑海里的各种线索拼合 已经让她快要解开谜题 但现在她很想知道 是否有什么别的东西 只有恶舵知道的 这是重要的一步验证 只有成为恶舵才能感同身受 所以她才会一直带着腕表没有摘下来 这时白雾表现得有些落寞 我来自高塔 也就是这架飞机抵达不了的终点 高塔二兹又一次刺激到了女若朵 她那张脸仍然漂亮 只是声音上充满着不甘 白雾心中暗道 看来七百年过去 痛苦与怨恨并未缓解 她对那个人的怨气依旧极大呀 随后她假装激动起来 我有一个朋友失踪了 她叫燕九 在她失踪前 通过一幅画留下了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就是这个区域的编号 为了找到她 我和我的队长才到了这个鬼地方 她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人 如果找不到她 我是不会回去的 虽然白雾早已经猜到燕九不在这个区域 但她还是要把这些话说出来 尤其是看着这个女人有些郑住的样子 白雾也确信她必定是知道一些线索的 我爱她 她和别的人不一样 她有着难以想象的绘画天赋 却不具备正常人感受喜悦的能力 她经常孤独地对着镜子练习笑容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常人 想要更受欢迎一些 她总那么的孤独 甚至能说话的人 都只是一些精神病人 她已经那么可怜了 为什么还要被人拐到这个该死的地方 告诉我她的下落 求求你了 我已经在这里死了一次又一次 那些恶多都想吃我 只有你能够说话 你知道她的下落对不对 这波操作让普雷尔之眼也忍不住赞叹 你还真是个影帝呢 选择对着时机找到对的人 编一个她希望听到的故事 符合三要素 谎言就会成功一半 情绪反馈到位 那么会进一步增加成功率 很简单的道理 绝望扩散 代表这个女人是扩散员 也就是让一飞机的比惨亡们 变成恶多的诱因 她有着人类的样子 只要穿上大衣 就能轻松混入乘客登记 所以她是在进入飞机前 就成为了恶多了 有她在 这些进入飞机的倒霉蛋们 早晚会被负面情绪淹没 但她跟飞机爆炸 以及失控循环有没有关系 还不确定 现在我确定的是艳久知道变好 但她没有来过这里 她能留下那幅话 至少说明和这个女人有关联 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另外一个讯息 为什么会是半颗跳动的心脏 我之前认为她变成了恶多 体内的孩子就应该死去了 但现在看来没有 那孩子当时估计存活着 甚至是以人类的身份活着 然后被那名信念的教授带进了高塔 从某种意义来说 那个恶多母体里活下来的孩子 也是教授的孩子 这一脉很可能在高塔开支散念 而且居住在最尊贵的第五层 这样就说得通了 女恶多对于艳久表现出的情绪来源 很有可能是艳久700年前的老祖宗 艳教授 恶多大多数充满怨念且痛苦 对世界的认知是扭曲的 就好像红音很善良 但这种绝对的善良本身就是一种扭曲 甚至很多恶多的情绪是残缺的 而艳久这一脉 作为恶多的子女 是否也会因此才变得情绪残缺 无法感知喜悦呢 假如女恶多真是艳久族奶奶级别的存在 那么艳久确实有让人前往探索的动机 但这一系列推理 都得建立在艳久如何得知编号的基础之上 或许和那半颗心脏有关 难道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感应吗 这是一颗无论如何都会准时爆炸的楷模炸板 而且炸弹的主人还拥有不死之身 是这片区域的主宰 即便集结整架飞机的恶多也都难以抗衡 就在刚刚 白武在女恶多面前表现出对艳久的疯狂热爱 借此来询问出她的具体位置 可女人表情带有几分不屑 嘲弄地说道 我不认识你所说的艳久 比起想那种事情 你已经回不去高塔了 你为她做的一切 真的值得吗 白武仍然一脸的决然 又显得深情满满 只要能救她 就值得 听到这话 女人的笑容突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却是争鸣又心红的眼神 随后白武被寄灵的万表数值开始暴走 一会儿就跳到了近三百点 很快她的身体也出现了某种积变 手臂上顿时长出一只只心红的眼睛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吧 我知道你对眼睛不感兴趣 那我告诉你一个感兴趣的坏消息 当你的大脑无意识地浮现出某串数字的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彻底与这个区域绑定 无法离开这个区域 离开的办法也不是没有 要么是末日拼图 要么解除恶多形态 看完备注信息 白武当即恍然大悟 原来恶多就是区域的产物 每个恶多都能感知到区域编号 这就能说得通吗 这就能解释为何艳久知道区域编号了 因为女恶多知道 是女恶多告诉她的 于是她在脸上挤出一丝不甘 无论发生什么 我会找到她的 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我一定 一边说着一边表露出痛苦崩溃的表情 还伴随着身体的一阵颤抖 在白武出神入化的演技之下 女人终于说出了一点线索 她的确不在这架飞机上 她还在高塔里 我知道她在哪里 但你已经回不去了 忘了她吧 等待你的 只有一次次的死亡与轮回 这话让白武心中一鸣 果然有戏 然后继续假装关心的询问 她安全吗 她有没有受伤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告诉我 女人摇了摇头 没有受伤 但也并不安全 她现在在一个很危险的人手上 不过这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的话音落下 飞机上开始播毒着那段遭遇气流的播音 那也就意味着 现在距离下一次爆炸还剩下三分钟 白武继续扮演者痴情男子的角色 我想救她 我想要回去 告诉我要怎么做 女人露出圣人的笑容 可以哦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去 但就算知道了方法 你也办不到的 白武激动大喊 那也请告诉我 否则 我将死不瞑目 女人觉得很可笑 死吗 你想得美 在这个地方 死亡可是最大的救赎 我已经在这里被困了700年 你和那个矮子是700年来维尔来到这里的人 而且你前来的理由真是幼稚可笑 接下来还有无尽的岁月等着你 我会看到你渐渐有喜欢 变成不甘 最后变成憎恶 白武没有放弃 抓住她的肩膀说道 即便如此 我也要救她 告诉我回去的方法 女人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见她后悔的表情 便指了指下方 飞机的货舱里藏着炸弹 飞机上所有的恶垛曾经也达成共识过 试图去反抗炸弹的主人 她有着不死之身 是这片区域的主宰 她和我们不一样的 只要有她在 你便不可能离开这里 白武陷入了沉默 心想这大概是碎片守护者了 七级变异的恶垛 矮哥绝对能打赢她 这时女人又突然开口 你带来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类 我700年不曾离开这里 不知道外面的变化 但看来人类也有了应对我们的办法 只是她的力量在强 她也无法打败那个人 而且她和你我不一样 她也变成我们这样的怪物 但她无法驾驭自己的情绪 最后一句白武没怎么听懂 如果矮哥变成恶垛 理性便无法压制恶垛本能吗 难道说具备智慧的恶垛等级不会太低 但并非高等恶垛就一定具备智慧吗 但优先得拆掉炸弹 终止死亡循环 否则矮哥会因为情绪问题 无法发挥全部战斗力 于是他淡定说道 我相信队长 女人孝道 不信邪的话 大可以去货仓试试 这里所有的怪物都反抗过她 我们也引开过她去拆掉引爆装置 但那个装置就算被破坏 但还是会爆炸 矮子在厉害 你们的时间也不够击杀那么强大的存在 白武心底暗骂 炸弹居然寄灵了 这算是一个超级恶号 似乎从自己来到飞机开始 就是各种炸裂的设定 一种不弄死她不舒服的世界背景 随后她失望地问道 为什么你会知道厌久的下落 为什么你能见到她 到底是她什么人 可女人却笑容依旧 淡淡说道 我和她有些渊源 能够偶然感应到她 而她也一样 其实我还能感应到另外一个的 只不过她已经 算了 时间不够了 你想要听故事 还有很多次机会 或许你应该趁着你的伙伴 还算清醒尝试逃离症 虽然答案是注定的 那个小丫头的确很孤独 我并不知道她的世界里 还有你这样一个 愿意为了她以身犯下的人 现在她大概会更孤独了 她的话音刚落 一具血肉横飞的恶垛尸体 突然从白武的面前掠舞 原来是队长五九已经杀了过来 浑身都是恶垛的血液 显然是为了发泄怒火 此时白武注意到 她的万表数值已经提升到了七十 很有可能下个回合就到了灵界值 白武向五九走了过去 我已经知道怎么离开这里了 目标在货舱 不过现在的时间不够了 所以我们还得死一次 还有队长你必须在六分钟内杀死她 爆炸无法解除 但货舱的怪物身上 有着离开这里的办法 五九利索的将刀收回 没问题 此时距离爆炸还剩下两秒 女人挥了挥手 时间到了 那我们下个循环再见 很快飞机再一次发生了爆炸 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抱抱 恭喜你又有了三十条命 尽情享受原地爆炸的快胆吧 或者你要挑战一命单通 这是一只拥有传说即便词条的七级恶朵 即便被五九一刀砍下脑袋 也能在一瞬间将身体恢复如初 就在刚刚 在飞机爆炸过后 白武和五九又再一次在机舱起来 这次白武第一时间爆出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队长 我在三号舱很快挤到刀光闪过 三号舱门在一瞬间被切开 五九走路有些仓促 边走边说道 你多远一些 我现在控制不好力道 此时五九的腕表数值已经达到110点 白武注意到他的双眼已经有血丝浮现 而紧握恶肚必须死的手也轻轻突起 看来队长的极限也快要到了 幸好从对话里能看出 他的理智还占据着上风 随后他们直接来到货舱面前 发现舱门竟然没有上锁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主 在你即将进入boss战之前 善良的眼睛要给到你一个重肯的建议 货舱里有很多奇怪的货物 如果你分心关注他们的话 会得到不少关于这次航班的秘密 但你最好认认真真的盯着碎片持有者 白武知道这是大战到来前的警示 反正他现在对这架飞机经历的真实情况已经不感兴趣 如果没有五九在 他倒是愿意花点时间弄清楚前因后果 待他们推开舱门后 却看见里面是一个空旷的环境 周围货物摆放的很整齐 而区域的守护者就在正中央 那是一只全身都缠满了绷带的恶毒 这造型就像是一具木乃伊 五九已经等不及了 直接把刀就冲了上去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以至于那具木乃伊才刚站起身子 脑袋就已经被五九瞬间切掉 甚至还蹦到了半空中 可战斗自然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只见那具木乃伊双膝跪地 缠绕在他身上的绷带如同花朵一般伸展散开 然后迅速连接那颗飞出去的脑袋 再次缝合到了一起 碎片持有者 七级变影 完美积变词条 恶念寄生 弱点转移 血肉粘合 传说积变词条 轮回 这时普雷尔之眼又弹出了被主 关于木乃伊的故事和这架飞机的故事 那可真是错综离奇 感人肺腑 必拨三折 什么 你不想听故事 那就跳过这一茬 弄死他 白雾第一次看见传说积变词条 如果完美积变词条对应的序列是非常靠前 那传说会不会就是前百 甚至前五十呢 他掉脑袋是粘连身体的能力 只有找到其弱点 也就是死穴 才能阻止他用绷带粘合身体 但偏偏他还有一个弱点转 因此不再极短时间对其全身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只恶舵就等于不死之身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比丹德莱尔的绝对再生更强 男人身体突然发生一变 变成了半人半恶舵的形态 就在刚刚 队长五九切断了碎片守护者的脑袋 但对方却拥有不死之身 很快就将身体缝合 从不同的方向射出 最终形成一张恐怖的网 瞬间就把碎片守护者切成了碎片 就连那些绷带在恐怖的斩切下 断成了无数细小的碎屑 然而下一刻 那些细小的碎屑再次粘合 被斩杀成了无数块的身躯 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指引 又瞬间开始拼凑成身体原本的样子 五九的杀意更猛 无法压制的怒火 更是让他感觉到力量源源不断 又一次以变态的速度 将其整个身躯斩碎 我知道你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 所有的自愈都需要耗费体力 我会一刀一刀 斩到你体力耗尽 动弹不得 然而木乃伊的目光仍旧是那般的亲密 就在这时 五九的身影被彻底定格住 一瞬间那些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 白乌注意到了他的腕表数值 上升到了224 怎么可能 这也太快了吧 难道这就是恶念寄生的能力吗 与此同时 五九也察觉到了木乃伊的能力 立马挡在白乌身前 生怕他受到伤害 白乌不要触碰那只恶朵 他会通过触碰 将自身的怨念转移到对方身上 白乌发现木乃伊的粘合速度 也变慢了很多 矮哥的恐怖斩切确实是有效的 只是恶念寄生限制了他的威力 虽说175点是恶朵化的基准线 但矮哥的心理素质高于常人 不过长期在这个数字下 恐怕也难以保持自身心性 一旦变成恶朵 则万事修影 是再死一次 还是当下想办法破局呢 如果再死一次 矮哥的负面情绪会不会消减呢 此时木乃伊已经完成了愈合 看见五九身影将在原地便发起了主动进攻 五九一边扛着暴现数值的负面情绪 一边抵挡着木乃伊绷带攻击 只可惜失去速度优势的五九 很快就被高达七级积变的木乃伊捆住 然后被他狠狠地甩向了舱底 五九快速调整状态 拔刀割断了那些绷带 白乌 我还能再注意到 找到他的弱点 白乌大脑快速思考 不行 弱点转移让木乃伊身上的致命点处于随时变动的状态 言语根本来不及通知 除非能够有着与木乃伊一致的速度 此时距离爆炸还剩三分钟 而那块擅自加气的腕表又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白乌的眼里忽然有了光 腕表 你是这次的MVP 说吧 白乌的身体各处骤然间疾病 疯狂生长出突兀的灵脚 原本木乃伊准备慢慢折磨五九 却忽然间感受到身后传来一股强大的气息 不是来自于人类 而是一只和自己一样的七级变异体 下一刻 木乃伊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从而整个身体飞了出去 此刻白乌的手臂长满了星红的眼珠子 后背还生长出了一边残破的鼓翼 它几乎一半的身体都长出了立魔角 有一种降临现世的远古亡灵恶魔的记事感 男人的身上长出立魔角 亦变成半人半恶朵的形态 拥有七级变异体的力量 很轻松就把同为七级的碎片守护者击飞 但白乌并未沉浸在力量充盈的感觉中 它计算了这场战斗的各种可能性 现在距离爆炸还剩180秒 而返回轮盘启动则需要一分钟 我必须要在两分钟内杀死它 解除轮回规则 然后把矮哥送回高塔 但我要如何才能回去 木乃伊一旦死去 区域的轮回就结束了 我便无法变回到几分钟前的人类形态 也就无法回到高塔 已经变成恶朵的我便会在瞬间彻底进化 但是不杀死木乃伊 便无法解除轮回规则 队长便无法回到高塔 白乌似乎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不过他迟疑了大概不到两秒 就立马从残破的骨翼中伸展出血淋淋的血肉 其实局面并非无解 只要我能掌握轮回 而掌握轮回的办法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施展蓄裂滔铁 普雷尔之眼提醒他 如此一来 你不怕在矮哥面前暴露 并且还会变成对方的形状了吗 白乌也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的我在矮哥眼里 更像是一只长着翅膀的恶毒 所以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也完全合理吧 想到这里 白乌直接冲了上去 以手肘和膝盖处的立抹脚作为攻击武器 就在他接近的一瞬间 木乃伊身上的绷带突然散开 然后朝着白乌席卷而去 可立抹脚就像是最强大的毛一样 轻而易举地斩断了那一条条如同毒蛇般的绷带 几乎在同时 白乌猛然抬起膝盖 利用上面的立抹脚穿透了木乃伊的脖梗 然后顺势切断了他的头颅 绷带层层散开 还有沙子从脖梗处建设而出 那木乃伊一边缝合着身体 一边惊叹道 有趣 这种战斗方式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人类 你为何能够直接变异为七级恶毒 难道你的精力比我还要惨啊 不等他把话说完 白乌再次用手肘上的立抹脚穿透了木乃伊的胸膛 然后将他的上半身切断 硬生生给撞到了一旁的舱门上 不过断掉的那截身体 很快就化成零散的绷带和一团沙子 核站在地上的那半截身体 再次链接了过去 你的实力很强 不过可惜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杀死我 说吧 他的身体就已经恢复到了原本的状态 而身上的弱点也在此刻 从下半身移动回到了上半身 其实白乌是故意无法感知弱点的 想要通过普雷尔之眼的反馈 来观察对方的弱点转移轨迹倾向 同时也在慢慢地麻痹对方 这是一个拥有不死之身的木乃伊 即便被砍掉脑袋也能迅速恢复无出 而他唯一的弱点就是体内那块会移动的结晶 白乌为了假装自己无法感知弱点 故意让自己的攻势变得凌乱 在接下来的十多秒内 他每一拳都没有给木乃伊造成任何伤害 为的就是让普雷尔之眼去观察弱点的移动动机 那木乃伊还以为白乌已经气急败坏 甚至主动发起了反击 将自己身上的绷带全部散开 宛若一条条毒蛇朝着白乌席卷而去 很快就把他整个身子包裹起来 不过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只是一旁的五九看不下去了 着急的他直接拔刀就迎了上去 切断了木乃伊的绷带并救下白乌 而作为鲸鱼战斗的五九来说 他认为白乌的攻击太灵乱了 而且连命中率都降低了不少 所以对手随时都可以发起反攻 此时白乌正脱开了那些绷带 但仍然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五九见他气喘吁吁的 便说道 你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了 接下来还是有我 可话音未落 白乌就静止走了上去 不 队长 身上长出多余东西的我才是目标 五九一下子没听懂他最后那句话的含义 便陷入了沉默 那木乃伊见他如此狂妄也赢了上去 真是不得了的盲信呢 来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五九陷入了思索 白乌的战斗风格和我完全不同 他是否在等待机会呢 难道从战斗一开始 这小子就已经计算好了该如何应对吗 五九很快反应过来 回忆着白乌所说的那句话 此时白乌小腿再次发力 如同离弦之剑奔向木乃伊 然后击聚了全部力量朝他的弱点处攻击过去 可那木乃伊眼里仍是嘲弄之色 可惜 真是可惜啊 在白乌攻击的瞬间 那弱点早已偏离了少许的位置 随后木乃伊将身上的绷带散开 想要缠绕在白乌的身上将他勒死 可白乌却是淡淡说了一句 我可从来没想过要一个人打赢你 在他说话的同时 那扇血色的翅膀上忽然睁开一只眼睛 下一刻 一柄长刀穿透了翅膀上的眼珠子 并且顺利扎进了木乃伊的弱点 很快一道强决的刀是破开了白乌的翅膀 也破开了木乃伊的胸膛 连那弱点也一同毁掉 其实从战斗开始 白乌早就算计好了一切 他本就没有把握一击摧毁接近 而五九又无法看到弱点所在 于是他就利用恶朵化的身躯 完美地挡住了木乃伊的视线 用眼珠子告诉弱点所在 最后让五九完成堵刀 这是一句掌握了不死之身的木乃伊 弱点转移的能力让他难以被敌人击杀 然而这一次却栽在了白乌和五九的手上 直到核心被摧毁的那一刻 他也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七级恶度会为一个人类做阳光 他又是何时发现我的弱点人 看见绷带下隐藏的核心碎裂后 白乌第一时间施展了序列陶铁 可意外的是 木乃伊的身体如同鸡粉般消散 在他触碰到的瞬间竟然穿透了过去 普雷尔之眼弹出被注 这些绷带可不是他的身体 只是机灵物品罢了 虽然你杀死了区域守护者 但我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轮回不会终止 他还会回来 不过你或许可以使用末日碎片 寻找新的突围方法 看完被注信息 白乌感到很诧异 轮回不会终止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杀死他 在飞机爆炸后 会把他的死亡也重置吗 这岂不是无解了 想到这里 他着急望向了五九 队长 试试轮盘 看看能不能返回高塔了 此时恶念寄生的效果已经消失 五九的状态也舒畅了不少 我要是回去了 你怎么办呢 白乌却说 我自然有办法 你快试试 五九当即启动了返回轮盘 但结果还是无法使用 白乌早有预料 因为时空规则依旧没有改变 所以返回轮盘 仍然无法和高塔建立联系 如果真的要在这么一个六分钟的循环 和一群恶惰永生永世的待在一起 甚至连死亡都做不到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些 这时白乌想起了一件事 万表纪灵 并没有随着轮回而失效 也就是说物体不在轮回的范畴 而是遵循着主时间线的世界规则 白乌伸手在那一片片断裂的绷带碎屑里翻找 最后让他找到了一根手指 备注弹出 这是一根无名指 相邻的五个区域里 还有另外四根手指与手掌 集齐他们 你就能解放这六个区域 当然老规矩 手掌也是另外一个拼图的一部分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无名指拼图对应的能力 是让区域规则无效化 但并不包括恶朵的能力 白乌理解了普雷尔之眼的意思 即便是末日碎片 也无法解开轮回的效果 传说集即便词条还真是音符的存在 但至少通过字面意思 区域规则也包括场景不可破坏这一条规则 这时五九突然开口 你发现了什么吗 白乌如是回答 能够帮我们离开的道具 队长 打穿舱壁试试 我们可以通过跳剂离开 五九有些愕然 这个方法不是已经试过了吗 话音未落 白乌忽然大喝 再试一次 不如其来的声势让五九愣在了原地 顿了大概一秒 五九便往舱壁走去 好吧 你找个地方抓稳 说吧 他再次回答 朝着之前无法留下划痕的舱壁一连 斩出无数刀光 很快飞机上存放货物的舱门被暴力破开 高空中的气流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气压更是让整个货舱变成了风口 里面的所有货物都一渐渐被吸了出去 此时在驾驶舱内 开了700年飞机的海星头 恶舵和海绵头恶舵都露出了茫然的神色 不只是他们俩 所有感受到了巨大颠簸的恶舵们都感到了惊骇 他们第一次经历这种颠簸 男人破开了飞机舱门 准备在万米的高空上跳下去 但高塔外有着场景不可破坏的规则 这让五九感到诧异 机舱能被破坏掉 是不是和你手上的东西有关 白乌不想浪费时间 这个不是重点 眼下时间紧迫 回去之后再给你解释清楚 队长 你先跳机 只要离开飞机的范围 就能启动轮盘回到高塔 可五九担心的却是白乌的安危 那你呢 你怎么办了 白乌脸色依旧 轮回尚未结束 所以我还得再死一次 厌久的下落我还没弄清楚 而且最关键的 说话的同时 他用那只翼变的手掌拍了一下地面 五九瞬间明白 是的 只要再死一次 你才能变成人类顺利回到高塔 可是如果是人类 那你又如何能够破得开舱壁呢 另一边的机舱内 那些恶朵似乎感知到 飞机的规则改变 纷纷捣乱了起来 白乌听见了恶朵们的动静 不能再耽搭了 队长 别扭扭捏捏的 我肯定有办法回去 五九站起身子 知道了 如果你没有回来 我会再凭借编号来救你 说罢他纵身一跃 从万米的高中之上跳了下去 白乌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相信矮哥不是一个 说场面话的人 真是一个可爱的上司呢 他丝毫不会怀疑 如果自己不能尽早回到高塔 矮哥真的会单枪匹马 再次杀入死亡航班 而五九的心中 白乌在生死关头 依旧将任务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心理素质 自己也不得不佩服 很快五九就离开了 飞机所影响到的范围 在坠落的过程中 他不断启动返回轮盘 终于他的身影 被一团金色光芒包裹 在即将穿过红色云层的 瞬间消失在天空之中 在这云海之下 便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红色区域 仿佛藏着某个 超巨大的恐怖怪物 与此同时 距离爆炸还剩60秒 白乌奔向一号经济舱 而一路走来 所有的恶朵都在躁动不安 他们试图破坏着机舱里的一切 活在怨念中700年的这群怪物们 或许在外面冷气流吹进来的时候 会感受到了一丝的温暖吧 不多时白乌就赶回到了一号经济舱 怎么这三个家伙 还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和这700年的时光 这三只就是靠修佛度过的吗 那个女恶朵看见白乌的瞬间 却是一脸标准的震惊无语 是你 白乌没有忘记自己深情款款的人生 我说过 我会找到回去的办法 谁也不能阻止我拯救燕酒 然后用力磨脚为武器 击碎了一旁的窗户玻璃 这个区域已经破开 相信你也看到了 这里不再是坚不可摧 那个让你们束手无策的怪物 我已经解决掉了 我知道我说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爆炸还会继续 轮回并未停止 但我会以人类的身份回去 燕酒和你一定有很深的渊源对不对 请让我去救她 求求你了 告诉我她在哪里 女人很快落下泪水 那个小丫头真的很幸运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愿意为我以身犯险 出入这么一个死亡之地 那该多好 在她感叹的时候 显然忽略了身边的舔狗恶狗 舔狗舔狗 舔了七百年 最后一无所有 距离爆炸还剩下五秒 这一刻无数的恶狗选择跳机 就连驾驶舱的两位机长 都爬出了窗外 面对未知的恐惧 似乎所有恶狗的想法都一样 那便是逃离这用无止境的囚禁 在爆炸降临前 偷腹女恶狗点了点头 我会告诉你她在哪 她的话音落下 飞机再次发生了爆炸 就在火势吸卷而来的时候 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那些逃离了飞机 以为自由降临的恶狗们定格在空中 绝望再次笼罩着他们 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让时光倒脱 让时间再次回到几分钟没爆炸之前 当前区域探索度 百分之二十二 恶狗剩余350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已获得 我的评价 等等 原来你还没有回去啊 浪费我时间 男人在一架飞机上陷入了无限回荡 而这一次是她的第七次重开 在成功送走队长五九之后 百物接下来要争分夺秒 在碎片守护者木乃伊找到她之前 必须去到女恶狗的那边 然后逃离这架飞机 与此同时 内聚在上一局落败的木乃伊 正在折磨着其他恶狗 她对整架飞机上的恶狗放出狠话 这次可别都急着跑啊 警告本次航班的所有杂鱼们 不想每次轮回都被我肢解的话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找到那个人类 另一边 白雾正在火速赶往经济舱 不料被一大群恶狗挡住了去路 这时普雷尔之眼弹出背主 恭喜你 你成功惹怒了boss 现在整架飞机的恶狗将视你为仇敌 其实白雾早有预料 但是这个场面也显然不是自己能够应对的 他果断脱下了那个已被寄灵的腕调 这样他就不会再次一变成为恶狗 白雾的脸上平静依旧 可羽调却是实打实的悲壮绝望 燕九还在等着我 我不能死在这里 在说话的同时 半生之力不足 三阶的他依然冲入了恶狗堆滞中 他心中确信 燕九和剖腹女恶狗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方面是某种心灵感应 另一方面便是血缘 白雾也在 在这七百年来 剖腹女恶狗厌恶恶着那位燕教授 但未必厌恶厌家的子嗣们 因为说到底 那些都是他的血脉 白雾一边思考着 一边艰难地对抗着 与自己实力相差无几的鸡变恶狗 失去了队长五九的保护 现在他甚至认为自己撑不到飞机爆炸 就会被恶狗们撕碎身体 白雾开始不顾形象上的问题 开启了序列滔贴 往恶狗的肉体上咬过去 为的只是要让自己那少的可怜的血条 能够多撑一会儿 可就在这时 那只浑身冒着绿光的五级积变恶狗出现 一击中全往白雾后背打去 瞬间就将他整个身子都打飞了出去 撞碎了机舱内的一排排座椅 光是一个照面 白雾就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这一切仿佛又回到了第二次复活 只要一重开 就会被某个恶狗给弄死 白雾在心中计划着 如果没有矮哥 自己能否通过万表带来的变身破局的时候 那个女恶狗的声音突然出现 就下他吧 听到女神的命令 一旁的舔狗恶狗突然面露凶光 仿佛迎来了此生的高光时刻 他狂暴地冲进了恶狗群 拥有六级积变实力的 他直接张开锯口 不向那个五级恶狗 锋利的尖牙扎入了他的肩膀 鲜红的血浆顿时见射而出 那五级恶狗疯狂用拳头锤打着舔狗的后部 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击退 很快一根绿油油的手臂 贯穿了舔狗恶狗的身体 即便词条 共伤 接下来出现诡异的意义 所有被舔狗视为目标的恶狗们 身上都出现了与他一模一样的伤口 通过观战和字面意思 白雾大概猜到了 恶狗承受的伤势 会被一比一的共享给其他单位 他心中不得不赞叹一句 这真是一条好舔狗 然而帮助白雾的恶狗并不只有舔狗 这时剖腹女恶狗缓缓走了过来 他的双目变得涣散 仿佛进入了某种意识幻境 即便词条 精神力成四 白雾看见几乎所有恶狗都停了下来 宛若时间静止 虽然不是稀有与完美词条 但却有着四倍的属性 可就在这时 一条条绷带如同毒蛇般伸展过来 白雾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那些绷带就已经延伸到了他的背后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同为七级的女恶狗 抱着白雾一同撞破了飞机的舱门 可那木乃伊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迅速释放出身上的所有绷带 疯狂朝着跳机的两人席卷去 这时舔狗恶狗突然扑了过来 用锋利的爪子和尖牙撕裂了木乃伊的绷带 那木乃伊疯狂拍打的舔狗恶狗 就差一点点 你这该死的舔狗 我必定要你尝到无尽的折磨 与此同时 白雾与女恶狗一同坠入了血红色的云层之中 女人把自己的半颗心脏送给白雾 戴上这个 她将会指引你找到厌久的夏末 原来在她变成恶狗的那一刻 体内的所有脏气就已经脱离身体 和她家无关系 所以这颗心只是一个装饰品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装饰品又是如何与塔内的子嗣们建立感应的 白雾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寄灵反应 可是恶狗又怎么可能让物品寄灵呢 物品的寄灵规则是必须贴近人身 恶狗是无法让其产生反应的 所以这颗心脏的寄灵时间 或许是在女恶狗怀育的期间 腹中的婴儿就让其产生了寄灵反应 不过银领找到厌久的下落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女人突然开口 我当年爱错了人 也是因为那个人 我才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她先是让我怀上她的孩子 再是把我变成怪物 为了只是想要测试 我肚子里的两个孩子会变成怪物 还是会死去 或者仍然是某种具备怪物能力的人类 白雾很诧异 因为她从未想过女恶狗竟然会有两个孩子 女人接着说 或许是因为我的缘故 燕家的人与燕家男人结婚的女人 都会生下一男婴 通过这颗心 我能够与他们建立某种感动 白雾顿时恍然大悟 母子连心 继灵的能力便是让恶舵女 能够始终感应到她们 这也就能解释得通 燕九如何得知这片区域 恶舵女又为何知道燕九的下落 这颗心算是恶舵女最大的慰藉 没了这颗心 她将来在飞机里该和其的孤独 但她还是将这颗心给了自己 为什么 就因为自己表现出的对燕九的爱 那这是否意味着 也许七百年来燕家的女儿都是实验品 燕九只是通过装疯卖傻 跑到疯人院里 燕九的女儿从来没有人疼爱 所以她才会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自己 想到这里 白雾好奇问道 我知道了 但为什么只有半颗呢 女人如实回答 因为在几年前 燕家的另一个孩子 切断了与我的联系 白雾快速思考 燕九还有一个哥哥 妹妹作为疯子被关进了疯人院 那么哥哥很可能则是作为第五层的统治者 准备接手上一任燕家家主的权利 七百年来 燕家的男子都不曾切断感应 但如今哥哥忽然切断了与恶舵女的感应 或许是发生了某件连恶舵也不能知晓的秘识 恶舵女很可能知道部分关于这个秘文的线索 一分钟过去很快 女人知道已经没时间了 便淡笑道 燕九 就拜托你了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 白雾的身影便消失在半空之中 同时普雷尔之眼弹出了背语 你对着烂肚子女人说的所有情话 那个神经兮兮兮的小姑娘都听到了 情不惊喜 一不意外 羞不羞耻 白雾猛然反应过来 等等 你的意思是 我对恶舵女所说的 那些表达对燕九爱意的话 都被燕九听见了 白雾将恶舵女的半颗心脏交给吴九 终于得知了失踪者燕九的具体位置 就在刚刚 刘牧等人在紫色石碑下徘徊 心中万分交集 见鬼 怎么还不回来 都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但最担忧的莫过于一个女人 站在叶未明的身后 年龄大约二十六七 比吴九还要大上一二岁 这时林无柔突然开口 刘队 您也谢谢吧 咱们队长什么实力您还不清楚吗 刘牧激动大喊 不是 这回可不一样吧 怎么想都有些 可话音刚落 面前的紫色石碑闪烁起光芒 那女人脸上的焦虑消失殆尽 她回来了 其实她是鬼推墨事务所的老板娘 很快吴九的身影出现在石碑前 虽然出塔才一小时 但看起来似乎比过往要更加疲惫 那刘牧兴奋大喊 特么的 你小子真是闲命长 好在你是回来了 你要是没回来 我肯定得跟特么的郑郁军拼命 刘牧的嗓门很大 但吴九却仿佛没听见一般 不由自主地转过头 望了一眼石碑 刘牧察觉到不对劲 她发现吴九一直盯着石碑 然后口中还悼念着数字 喂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快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不能留下什么案情 这时林无柔注意到了什么 队长你回来了 可是那个愣头亲人呢 影霜是他们几个之中最聪明的 你队长的性格 如果能带着白雾一起回来 必然会带着白雾 如果能够让白雾先回来 队长也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电后 林无柔很诧异 你是说 队长一个人独自先回来 这或许意味着白雾已经凶多吉少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白雾遭遇了不测 紫色的石碑又突然亮起耀眼的光芒 很快白雾出现在众人面前 刚刚还有点回不过神的吴九 竟第一个冲了上去 白雾 白雾满身都是伤口 但痛觉对于他来说就像是踢身洗脑的吧 队长啊 我找到了 目标的线索 说话的同时 他再次支撑不住原地脑下 吴九迅速迈出一大步 及时接住了即将摔倒下地的白雾 一旁的刘木扫了一眼 喂喂喂 这些都是致命伤啊 而且还在不断溃乱出血 得马上救治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快 治疗序列的人 赶紧来几个做紧急治疗 白雾没有顾及伤势 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任务机器 他把女恶多的半颗心脏交给吴九 队长 你拿好这个 他能够带你找到目标 然而吴九接过心脏的那一颗症状 他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许许多多的画面 另一边 躲在某个角落的燕九 也察觉到吴九的存在 他又静幽怒 这家伙 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人 于是他立马主动屏蔽了兰值 不过吴九已经知道了燕九的位置 他让白雾放心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一旁在帮白雾疗伤的饮霜说道 你的骨头都被咬碎了 究竟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恶毒 必须带他去医院 这种伤势光靠序列是治不好的 可白雾还是依然喊住了吴九 等等 队长 调查军团第二强是谁 吴九如实相告 并列的共有三人 而刘牧与我配合则最为默契 白雾不敢肯定那个绑走燕九的人是谁 如果是该隐 队长独自一人或许难以应允 带上刘队 或者多带几个高手 高手越多越好 总而言之 不能让那个家伙跑掉 队长相信白雾的判断 便对刘牧说道 老刘 跟我走一趟吧 刘牧很诧异 你不用陪你心爱的下属去医院吗 还有 别说的我好像是个被抓现行的罪犯一样 吴九没空跟他开玩笑 现在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跟我一起去第三层 男人为了调查案件进入紫色区域 如今连骨头也被恶垛咬碎 被林无柔等人送往医院急救 却在关键时刻 郑玉军丁太生带着一堆下属挡在了面前 各位 请留步吧 不好意思 这个人现在请 归我们郑玉军负责 如果你们不想担得他的伤势 我建议你们把他交给我 人是干不来一件 天堵吃屎倒是一代宗师 王室上前走了一步 松了松指关节 实相的就让开 不然兄弟我可对屋里开路了 丁太生知道吴九不在 便调侃道 你们要和我们动手吗 现在在这里吗 林无柔正准备进入加特林喷子模式 忽然枪管就被引霜堵住了 林无柔 你闭嘴 然后对丁太生冷冷说道 丁太生 为了不耽误伤势 我把白雾交给你 但你记着 这么多人看着呢 如果白雾出了岔子 耽误了案情 上边怪罪下来 你老婆也保不住你 丁太生脸色顿时铁青 兴隐的你什么意思 老子成为郑玉军队长 是靠自己的实力 林无柔突然乐了起来 反向嘲讽道 我现在知道了 原来你老婆是看上了你的幽默 丁太生不想再和喷子讨论这个话题 立马挥手示意下属门将白雾带走 很快郑玉军的人就接走了白雾 在引霜的意思下 调查军团的其他几人也不在阻断 但伤小也还是很疑惑 双姐 为啥要把人交出去 总感觉我们很耸的样子 而且对方摆明是要从白雾口里套取案件下落吧 这时林无柔抢着解释 审讯组都撬不开那小子的字 已认为丁太生这只头发都没有的蠢货能办到吗 再说 那小子伤得那么重 第一时间却是跟队长汇报任务 想必已经把关键信息给了队长 而郑玉军为了尽早挖出信息 肯定会想办法最快制好他 引霜一边听着林无柔的解释 一边心中无语 虽然一口一个那小子 但看起来他颇为认可白雾啊 想当初我们进入先锋组的时候 可是被他嘲弄了好几个月呢 一旁王室满意的点头 白雾真是条汉子 我现在承认他有自得进咱们先锋组了 嘿 骨头都碎成渣了 硬是能一声不吭面不改色 果真有我当年的风范 哈哈 可我很喜欢他 众人听闻都不约而同的翻起了白眼 林无柔突然灵机一动 以那小子超强的观察能力 这次案件多半是破了 人会派人审讯白雾 摘人家的果 郑玉君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些事 地旁的影霜突然插子 怎么感觉你变聪明了 还真是不习惯 明明之前都是我负责动脑子的 林无柔得意了起来 毕竟我可是队长点名 负责此次案件的四个人之一 跟你们这些猪脑袋可不一样 原来带走燕九的那位大人 竟带着和白雾一模一样的面具 而燕九也因为白雾的出现 突然打消了想成为恶朵的想法 就在刚刚 五九和刘牧返回高塔三层 可他们才刚踏出升降梯的出口 就被明彻带对手在了出口处 古队 好久不见 一回来就带上刘队 这是准备要去哪啊 五九看着明彻身后一大群人 霍卫不悦 真是大阵仗啊 但是很不巧 我赶时间 明彻笑道 古队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能从紫色区域回来 这种攻战技比任何攻勋都更让人幸福 但更重要的是 古队已经知道了燕九小姐的下落 我猜的没错吧 五九眼皮微垂 你拦不住我 明彻耸了耸肩 看来白兄弟真的破了案子 我真是羡慕古队 手底下人才挤紧 我的确拦不住古队 尤其刘队也在 就算调来半数的郑玉军高手 也不是你二人的对手 何况这次案件 也是古队前往紫色区域 用命换来的 我作为负责人 输得心服口服 但我有一个请求 既然调查军团的剑与盾都在 那帮走燕九小姐的人 定然是个高手 请带上我这些人吧 这都是我三队的精英战力 至少能够起到一定帮助 刘牧和五九都不傻 明彻这一招是以退为进 就算不能抢走目标 那也可以在报告上加上一句 与调查军共同找到燕九小姐 虽然聪明人都知道郑玉军输了 但起码能保住一些颜面 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 五九也不知如何拒绝 明彻继续说道 他们是我郑玉军的精锐 更有着数名足以匹迪副队长 级别实力的五届高手 劫匪就算在厉害他们也能应付 不会拖累二位的 他又顺便给两人带了顶高帽 况且有调查军团的剑与顿在 还能遇到什么危险呢 另一边在高塔第三层 第六贵族学院旧址的这边 念九在体育馆角落的储物间里坐着话 他对身后的那位大人说道 按照接下来的故事发展 我应该有两个结局 继续跟您在一起 听您讲上层的丑闻 然后再有一天 您带我离开这里 又或者您会死在这里 我又会回到疯人院里 那个白色头发的大人坐在箱子上问了你 那你更喜欢哪一种结局 如果是两个小时前 我会更喜欢你所说的结局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不想离开这里了 那个带着和白武一样面具的人来到燕九的身旁 为什么你想再回到那群疯子中间 我应该跟你说过 那是一间球龙 被关进那里的都是没有人在意的气质 面具难与燕九的关系 与其说是绑匪与人质 倒不如说更像是老师与学生 他为燕九讲了很多成为恶朵的好处 比如绝对的自由 无尽的寿命 而人类这个种族 依旧窝居在这座塔里自欺欺人 慢慢腐烂 直至衰败 燕九当时能察觉到 隔壁房的那个人非常敌视人类 可那个男人却癫狂大笑 为什么不敌视他们呢 人类狂妄自大 从来不吸取历史的教训 不断地重复着种种惨剧的发生 想象你童年的不幸 你觉得作为一个人类会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吗 这么一说 燕九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 心中更是萌生了不想做人类的念头 接下来的那几天 男人一直在给燕九灌输人类的种种丑恶 让他憎恨这个世界 可直到白雾的出现 让这一切都变了 燕九突然有了继续做人类的理由 您走吧 我不想做恶毒了 我要等他来救我 炼具男看了一眼燕九最后做的画 是你画中的人吗 是他要来救你吗 在这最后的一幅画上 蓝色的调查军团作战符 以及画纸上都能感受到的身高差 这是燕九用食指将嘴角轻轻提起 似乎在强行做出笑脸的样子 是的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面具男一脸木然地看着他 心想这小丫头连被人喜欢的喜悦都无法表白 真是一个好苗子 天然就适合做恶毒 只可惜 这次来的是最近才看上的那家伙 他试图再去改变这位小姑娘的想法 不会有人爱你的 你的身份过于特殊 他们救下你 你就必须回到疯人院里再也无法出来 即便是这样 你也执意要回去吗 这是燕九的耳边不断回荡着某人的那句话 我会找到他的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随后他很果断地抬起头 对着面具男说道 我不要当恶毒了 面具男反问了一句 是吗 那如果来的人就不了你怎么办 可燕九却恳求道 我不要当恶毒了 你让我离开吧 时宜了片刻 面具男长叹了口气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只能尊重你的选择 但终有一天你会明白 这座高塔 不值得我们去守护 燕九催促道 应该走了 他们很快就会到达 来的人很厉害 你打不过他的 面具男当然知道那个小矮子有多厉害 但他仍然不为所动 的确啊 这具身体的确打不过他 不过 与他提前交手的机会 浪费了未免有些许可惜呢 他们本是高塔 阵域军三队的精英战领 其中几位更是有着 足以匹迪夫队长级别的五届高手 可如今他们全都陷入了幻局 还从背后掏出小刀 就要刺向刘牧 就在几分钟前 吴九和刘牧等人 进入了第六贵族学院的旧址 可在踏入校门口的那一刻 吴九感觉到了一股不舒服的气息 他立马向刘牧等人说明了情况 这里有一股异常诡异的气息 那是顶级恶朵才配拥有的气息 刘牧觉得很奇怪 不可能啊 这里可是高塔内 恶朵根本不可能进来的 越是协议也就说明越危险 此刻吴九也不得不配付白雾的判断 让他带上刘牧一起来 吴九回头询问郑玉军的人 你们确定要进去吗 劫走燕小姐的人很强 我可能保护不到你们 其中一人却说 古队 明队的吩咐我们不敢不从 带路吧 若真有危险 不用古队保护我们 相反 我们会全力配合古队和刘队 刘牧冷笑道 算了 你跟他们说这些也没用 他们只会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腹 走吧 吴九不再多言 直接踏入了学院 虽然这里面的面积颇为宽广 但是事实上 从踏入这所学院起 就有一股莫名的气息在指引着他 与其说是指引 还不如说是邀请 吴九认为这股气息不是燕小姐发出来的 而更像来自于那个劫匪 他直接走向体育馆 这时身后的刘牧突然发出疑问 对方是塔神会的吗 吴九如实回答 白雾之前猜测过 应该不是塔神会的人 但或许的确有关联 刘牧很诧异 不是塔神会的人 还能有这种高手吗 可吴九却催促道 进去吧 在他们进入体育馆之后 这里明显比外面暗淡了不少 吴九突然发问 你的盾还没修好吗 刘牧回答道 哪有这么快 你当那是破铜烂铁啊 没有盾 老子照样能保护你 走了一会儿 跟在后面的郑玉军 那群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这里怎么这么黑 领头的老兵 看见祖元越走越慢 便大声呵斥道 打起精神 都警惕一点 但就他回头继续行走的时候 一股诡异的风吹在脖子上 同时有声音在他耳边 说着某些根本听不懂的阴结字符 这些阴结的频率很快 连在一起 仿佛一群人在不停地讨论着什么 老兵的脸上浮现出 痛苦挣扎的神色 似乎回忆起了某些悲惨的往事 吴九和刘牧走在队伍最前方 并未察觉到后面郑玉军的异常 他来到储藏室 同时能感觉到劫匪的气息 已经锁定了自己 刘牧问道 是陷阱吗 你有没有把握瞬间击杀对方 吴九点头 可以的 只要能够确定到他的具体位置 说罢他的长刀缓缓出窍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了失去理智的惊呼大叫 一个老兵忽然疯了 我没错 我杀他们又怎么样 他们那样对我 难道我不该杀他们吗 你们都得死 都得死 刘牧皱起眉头 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了 可话音刚落 那失去理智的老兵却指向了刘牧 是你 都是你 刘牧试图将他唤醒 喂喂 你在说什么呢 快清醒一点了 可那老兵仍旧满脸癫狂 直接掏出匕首朝刘牧捅过去 要是没有你的话 下一刻鲜血喷涌而出 四周空间变得暗淡而诡异 男人掏出匕首 在友军的脖子上扎了过去 可刀子在碰到脖子的瞬间 直接卷曲 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 刘牧单手将那名士兵拎了起来 一旁的吴九却低声说道 弄晕他 得到吴九的同意后 刘牧也懒得跟郑玉军这般脱油瓶客气 直接就把那名士兵当作保龄球一样 对准了其他人抛了过去 可这群脱油瓶一个个都仿佛得了癫痫 咬牙切齿 似乎想要杀死刘牧和吴九 吴九眉头一皱 确信了这是劫匪的手段 小心了 这些让空间都变得暗淡的诡异气息 很可能可以影响人的心智 刘牧一脸无语 好像还有几个清醒的 这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出现在众人眼前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我还比较头疼该怎么对付 但你竟然给我带了这么多的帮手 这人与吴九的距离不过几十米 但吴九却没有从他身上感知到任何活人的气息 与此同时 郑玉军的这群人当中又有几个陆续发了口 痛苦地嘶吼着 吴九动作很利索 拔出长刀往前走了几步 刘牧 稳住这些人 我去对付他 原本是两对一的局面 如今刘牧却要分神去应付这十几个脱油品 另一边吴九身上的力量骤然爆发 眨眼间便消失在空旷的体育场内 只留下一阵阵的破空之声 下一刻 那面具人竟单手接下了吴九的一包 也不知道那红色的手套是什么技灵物品 吴九眉头一皱 知道眼前这个敌人并不简单 随即又是连连刮出数十刀 而且角度都极为刁钻 普通人的肉眼根本难以跟上出刀的速度 但那个面具人身影挑一诡异 最后还是轻而易举地躲开了所有刀光 而他手上的红色手套更是屡次挡下好几次刀事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该隐 我们终于见面了 当吴九听见这个名字 第一反应竟是愣住 因为之前白雾回到高塔后曾经提起过这么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的面具和白雾出塔直播时的面具是一样的 不过即便在思索之间 吴九也没有浪费进攻的机会 继续对该隐发起猛烈攻势 但该隐却每次都用手套抵挡了下来 高塔第一人呢 好快好快的刀 但我这个高塔第二 好像能全部挡住了 吴九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他的刀速也越来越快 锋利的刀刃与该隐的红色手套频频接触 但是渐渐的 该隐也有些跟不上吴九的速度 吴九的刀势也越发猛烈 但仍然还没发挥出权力 这一刀更是直接劈中了该隐 该隐和吴九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见面 可是他却误把吴九当成了白雾 就在刚刚 吴九展现出了八阶四段的极致速度 但却还没使用出序列极 就已经击中了该隐的手艺 肩膀乃至面具 但上面也只是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滑航而已 该隐无比的心烦 能拥有这种速度 你的身体强度也绝非一般 这真是一句让人缠闷很的身体 比起我这句 可好了太多太多 不等他感叹多一会儿 吴九的声音已经消失在原地 你的废话真多 很快吴九的声音飘渺在该隐的头顶上方 在声音传来的同时 数十道刀光密密麻麻的从天而降 瞬间就把该隐整个身躯覆盖 随后传来既痛苦又享受的声音 吴九平稳落定 心中升起惊疑 这家伙一身形透全是寄灵物品 防御力高的惊人 很难对其造成致命的伤害 但是 我相信只要斩切次数足够多 不断地进攻某一处 也一定能瓦解他那些所谓的防御 看见吴九攻势越发猛烈 该隐却诡异地笑了起来 真是让人惊叹的体质呢 纵观整个高塔时 也只有三人能有你这般强大 但他们已经在塔外 成为了强大的怪物 而且我听说你曾在塔外遇到不一只恶毒 他异常强大却没有杀死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他曾经和你一样 也是高塔的最强守护者 或许他对你抱有某种期待呢 在他说话的同时 吴九再次挥刀砍向了该隐的脸庞 该隐却带着玩味的语气说道 哎呀哎呀 这面具可是我从一个老对头身上的得到的灵感 不要老打我的脸呀 万一我的弱点在别处呢 说到面具 你是不是觉得这面具很眼熟吗 咱们可是心有灵犀呢 其实这块面具的原主人 曾在七百年前给该隐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后来直到被调查军团的人带回高塔 吴九心中生起一丝疑惑 等等 这个交该隐的家伙 莫非把我认成了白雾吗 所以说这家伙在针对的人 其实是白雾 按理说他只见过戴面具的白雾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吧 为了保护白雾不被针对 吴九很果断地认了下来 想要模仿我的话 至少得有能活命的实力才行 听到这话 该隐更加兴奋了 果然是你 另一边 郑玉军那些所谓的高手们 已经一个接着一个抖下 剩下的两名围在刘牧身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刘队 这些家伙明明疯了 为什么却统一有组织的指队国 刘牧对此也很无语 看来这是某种让人发疯的序列 这些人现在看起来就像中了血一样 一旁的舞阶高手问道 刘队 你听到了有人在说话吗 刘牧摇头 没呢 后面吴九批的框框响 哪有什么说的 可话音刚落 一个诡异的声音从他的耳旁入侵 那两位舞阶高手也都陷入其中 忽然觉得内心很烦躁 忍不住去想一些曾经不愉快的事情 幸好刘牧实力强好 猛然大喝一声 都给我醒过来 那声吼叫如鸡剧许久的雷霆骤然间落下 瞬间驱散了那些黑雾 让那名舞阶的高手猛然间清醒过来 他大口喘着出气 仿佛从噩梦中惊醒 该应看见这一幕也忍不住夸赞 你的队友倒是意外的可靠 看来蛊惑不了他们 不过高塔限制了我的发挥 我们俩最终对决的场地也不在这里 受了重伤的白雾终于苏醒了 但他一睁眼就看见丁泰生在旁边玩手机 他发出微弱的声音 这里是哪 丁泰生有些意外 因为这人伤势很重 却比预想中更早醒来 你醒了 医生已经给你的伤口都处理过了 不过你还得继续静养休息一阵子 你的一切治疗都有我郑玉君来负责 不必担心经济问题 白雾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是郑玉君将我截住了 纯属无用的一步棋嘛 丁泰生还想要问出艳久的下落 却被白雾当场打断 丁队那还是不要费劲了 你截住我的举动其实是浪费时间 不过感谢救治 丁泰生挠了脑脑袋 有些难为情 咱明队不是和你都谈了那么多吗 白雾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我已经把下落全部告诉给队长了 而且明队也一定安排了人跟着过去了 丁泰生忽然有一种被看穿了的感觉 但还是憨笑道 话是这么说了 你那时间不是都伤痕累累了吗 就想着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详细信息了 白雾不想跟他再纠缠下去 好吧 我告诉你 目标就在第三层的第六贵族学院就职 加油加油 赶紧跟明队汇报吧 此话一出 丁泰生立马夺门而出 同时拨通手上的电话通知明队 喂 明队啊 我知道燕九小姐的具体位置 古雷尔之言很疑惑 你就这么简单把燕家丫头的位置告诉郑义军了吗 这可不像平时的你啊 白雾心中暗倒 没什么 只是切实在飞机里见识到矮哥的真实实力后 我相信明车的那些人不可能跟上矮哥的速度 现在这个时间 恐怕矮哥已经找到了燕九 古雷尔之言坦言他可真坏 丁泰生得到的是一个实际无用的信息 现在的你无法动弹 要不我们来复盘复盘这次的冒险吧 白雾想起在这次冒险当中 自己明明身在紫色区域 但半生之力却没有提升 甚至跳机后 算是一般落入了红色区域的情况下 看来轮回对活体的约束是超越了主世界的规则的 也还好没在里面浪费太多时间 在飞机里轮回几次可都是要施打施挨炸的 不过最后那些恶多们也和我们一样跳下飞机 可他们还是被轮回给带了回去 而我和矮哥却没有 是因为高塔吗 看来高塔对恶多的驱散效果是极为绝对的 普雷尔之言忍不住提醒了一下 这次区域搜索度只有22% 也就是说除去拿到任务物品 所有的副本剧情里全跳过 白雾这才尴尬的想起来 的确啊 那架飞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还不得而知 我之前以为剖妇女是感染源 但木乃伊也有着恶念寄生 而货舱里面还有许多集装箱还来不及调查了 注意力全都在木乃伊身上 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探索 也许那里面才有飞机真正的秘密 可能是某个实验 比如飞机上为何会有木乃伊 而木乃伊身上的绷带还是寄灵物品 那么是否意味着 木乃伊在进入飞机前还是一个人类 而且还是一个活人 一个活人为何会被人缠绕成那个样 幕后黑手搜集了三百多个凄惨之人上飞机 真实用意何在 那架飞机为何会开往高塔 只可惜时间有限 跳过了太多的剧情 但这次挑战 也的确说明了一件事 我还不具备面对紫色区域的能力 如果不是矮哥与腕表的纪律 我应该会被永远困在里面 说起万表 如果我在塔内戴上万表 出现恶朵化 会不会直接原地消失呢 盖颖身上的恶朵气息成功 引起了五九的好奇心 他打算使用身上的另一个天赋序列 将他击杀 就在刚刚 在高塔三层 第六贵族学院的旧址内 刘牧正在摩拳擦掌 他一个个的打晕了那些中了鞋的郑玉军 最后就连实力屁美副队长的五届高手 也抵挡不住 也是双眼泛红发的狂一样扑向刘牧 只见刘牧一个帅气转身 直接给那名郑玉军来了一记轴机 瞬间就能让其失去了战斗能力 赤红的鲜血更是从蹊跷中喷出 不多时就瘫软在了地上 刘牧也算是暂时把该隐制造的混乱给终结了 只是五九和该隐的战斗却迟迟结束不了 五九靠着恐怖的速度 甚至开启了序列急影压制着该隐 可该隐却表现出究极强大的手段 仿佛是某种泄力的能力 化解了五九大多数的攻击力道 同时该隐还不忘嘲讽道 无趣无趣 你该不会只有这么点实力吧 这样的话可杀不死我呀 那我就再给你加一点压力吧 说吧 他的身体忽然巨大化 很快整个体育馆就被他暴涨的身躯给撑开 但那些寄灵的道具却没有被撑开 竟然也一同变大 但五九的脸色仍旧那般死寂 他也只是缓缓向后退了几 此时该隐如同一个来到了小人国的巨人 五九和刘牧等人在他眼里 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蝼蚁一般 刘牧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他第一次见到这种能力 这是什么序列 为什么 从来都没有见过 其实如果白雾在这 就能看出该隐至少使用了三种能力 稀有积变词条 怪力 格挡 完美积变词条 超巨大化 这都是只有恶朵才具备的能力 而且都是门徒的能力 五九皱起眉头 看着身躯无比巨大的该隐 他感觉到了力量之间的差距 随后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老刘 我能信任你的吧 刘牧很诧异 废话 咱俩过命的交情 五九也不煽情 好的 目标就在储物间 保护好他 这番话让刘牧有些恶然 就像是交代后世一样 那你呢 五九轻轻将刀收回 我要杀了这个怪物 用我的另一个序列 基于某个不成文的规定 从来没有人去调查过五九的另一个序列 而且也无从调查 如果不是数字很靠前的序列 他肯定也不会一直藏着 另一边 丁泰生风风火火的再次跑进白屋的病房 白屋兄弟 我得赶紧去第三层了 你先 你别把呼吸罩摘了呀 白屋一脸无语 所以第三层究竟发生了什么 丁泰生紧紧拽着拳头 声音却有些颤抖 燕酒小姐找到了 但劫匪跑了 我们郑玉军险些全军覆没 这消息白屋很意外 险些全军覆没 这就代表他们与劫匪的确交手了 他连忙追问 我家队长呢 丁泰生有些懊恼 他当然没事 咱们郑玉军可是出大事了 不跟你多说了 我得赶紧带人过去支援 你可别乱来呀 咱们明队还挺看好你的呗 白屋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 一个能够从矮哥手里跑掉的人吗 那么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该隐了吧 为了斩杀超巨大化后的该隐 五九不惜使出隐藏在体内的序列三十一 极度均衡 暴力的一刀直接将该隐那大若山岳的身体 给斩断碎皮 就在刚刚 五九将燕酒的位置告诉给刘木 并坦言自己要用另一个序列斩杀该隐 刘木的脑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五九 你的另一个序列 是什么序列啊 五九没有直接回应好友的问题 而是冷冷地再重复说了一遍 去救人 如果不是数字很靠前的序列 五九必然不会一直藏着 刘木不再多问 直接就冲进了储物间 此时该隐拖着下巴 打趣地说道 哎呀哎呀 这可真是困扰嘛 还请你帮我参谋参谋 如此渺小脆弱的第三层 我应该先破坏哪里呢 那栋医院吗 还是从那栋真于君的血字楼开始 该死的 我的选择困难证又犯了呀 随后该隐抬起一只巨大的脚 将阻挡在面前的碎石踢飞 奥特曼里的那些怪兽 是不是跟我一样纠结呢 我要是能够变得更大就好了 那我就能一脚 然而该隐的话还没说完 五九骤然间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在该隐一脚踩下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踩龙了 随后一道仿佛扭曲了空间的刀光 从该隐的脚踝处快速上升 以肉眼不可捕抓的速度 急速沿着腿躲而上 该隐露出了嘲弄的神色 可五九的速度 确实快得超乎他想象 他下意识想要去抓住 蝼蚁般的五九 却在一瞬间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在眼前闪过 此时在白女鱼的高空之中 五九背对着该隐 缓缓将长刀收回翘 与此同时 该隐那技灵的面具 也在瞬间崩裂 随即一道鸿芒 当场贯穿了他的喉咙 逐渐崩坏 从刚刚开始 刘牧就一个劲地冲往储物室 只是直到五九 和该隐那边的战斗结束 他也只是在过去的路上 卧槽 什么鬼动静啊 仓库仓库 他迅速打开储物室的门 发现一个年轻的妹子 正坐在画部的中央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刘牧直接抱起燕九 就从储物室的窗户上撞了出去 要是他的速度在慢上一秒钟 这肯定和燕九一同 被活埋在储物室里 刘牧出来的第一件事 这就是破口大骂 卧槽 你想把我埋在里面吗 刚刚问我信不信得过 就是这个意思 下回可得说清楚一点 可五九依旧神情冷漠 跌过来 天赋序列三十一 极度均衡 发动期间 能将其余的几种半生之力 将提升至于最强的那一项数值一样 因此五九在使用 序列挤引的情况下 速度属性会达到峰值 而其余的属性也将一同达到峰值 火力全开的五九 真实的战力会远远超过 现有的八阶四段半生之力 看见五九斩杀了该隐 刘牧将艳久放下 正想要上去唠叨几句 却被五九喊住 别过来 刘牧一脸诧异 话说那个叫该隐的家伙 刚刚不是已经死在他刀下了吗 就在这时 一团黑雾再次汇聚在一起 太棒了太棒了 你真是让我充满了惊喜 我期待你变成恶朵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见识到高塔的黑暗 让你心甘情愿变成恶朵的 你终有一天会看见真相的 小矮子 你一直以来守护的高塔 到头来将会成为你最大的敌人 真是期待那一天到来 真是期待你的这具身体 当然 要是再高一点就更好了 从之前你的选择来看 你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安排 你喜欢打破现成 做自己的决定 在那林间小屋 虽然你没有选择那八种结局 但你我都是同一种人 你的性格里有着和我一样的疯狂 承认吧 你的脑海里是不是经常不由自主地 冒出很多疯狂的想法 也许我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知己啊 哈哈哈哈 五九忽然对这副面具极度厌恶 明明打赢了 却有一种战斗没有结束的烦闷感 他再次出刀斩向该隐的身体 可是每一刀的反馈 都像是斩在了沙子上 该隐的嘲弄之声还在继续 好疼呀 鞭尸可不是什么好行为哦 毕竟我的这具身体已经死在你手上了 临死之前 我不 临投胎之前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打败我的序列 到底是极度均衡 还是破坏神 我真的很好奇 你的力量忽然变得如此强大 看来我得重新评估你了吗 很期待在塔外再次与你相见 你已经具备了所有被第六层注意的条件 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也一定会来找你的 五九倒是没想到 该隐能够瞬间猜出自己的序列 而且听他的意思 序列十九的破坏神 也有着能大幅度提升攻击力的能力 该隐的身体已经消散了一大半 看你一脸困惑我真的开心 要杀死我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这具身体确实死掉了 这么早透支完一具躯体 却连摸都没有摸到 真是不甘心啊 在我的手里 其实白武拿走的牵引轮盘就是挑战书 而该隐从未见过白武本人 所以这才认错了人 在该隐彻底消失后 五九这才将刀收回 该隐吗 看来得找白武问个清楚了 这时刘牧走了过来 都结束了吗 那个叫该隐的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然而不等五九回答 一旁的艳久却突然开口 我男朋友呢 此话一出 刘牧当场就猛圈了 他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五九也很敏锐 立马想起之前在飞机上 白武曾经胡编乱造过一些话 想必已经打动了这个姑娘 他淡淡说道 那不是你男朋友 而且你该回去了 艳久叹气 我又要回到丰人院了吗 为什么来救我的是你 而不是我男朋友了 他揪住五九的衣服 你是他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把海罗给你 海罗是艳久对那半颗心的称呼 五九如实回答 为了救你 他险些死在外面 回塔的时候更是身受重伤 你居然还想他来救你 听到这话 艳久怦然心动 双眼更是睁得大大的 所以他还是喜欢我的 因为受了很重的伤 才委托你来救我们 地旁刘木惊呆了 心想这个女孩的脑回路惊奇 这个对话展开我根本听不懂了 随后他岔开了话题 话说这么大的动静 估计郑玉军的人就要来了 咱们要不直接联系团长吧 五九点头 尽管调查军团的将士们 地位普遍不如郑玉军 但军团长是四层的管理者 也许明彻等人有胆子截呼五九 但绝对没胆子招惹 调查军团的军团长情统 五九使出序列三十一级度均衡 击败了超巨大化的该隐 但这并不能够将其杀死 只不过是击溃了该隐 在塔内的其中一具身体吧 很快阵域军派出大量的队员 将体育馆暂时封锁了起来 三队队长明彻走过来 这次动静实在太大 不少民众都看到了 百米高的面具怪人 再加上第六贵族学院的体育馆攻塔 平息舆论和秩序安保 这一块的攻关有的麻烦了 五九淡淡说道 战斗相关的细节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队员做过笔录了 你自己去看吧 明彻点头 那个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这次的敌人比想象中危险太多 应当有两军共同铲除 另外 我很感谢你跟刘队 要不是你们 这次我们镇域军可就要损失十二名精英了 他的话音刚落 刘牧就风风活活跑了过来 五九 团长让我们把燕小姐直接带去封人院 这次镇域军会重点看护他 这次我们总算赢了一次 听到这最后一句 明彻心底既气氛又尴尬 五九也不废话 直接起身道别 就这样吧 燕小姐就由我们送回去 不打扰吗 随后五九来到大树底下 看着燕九脸上有些木然 便叫了一声 燕小姐 燕九说话很直接 我要是回去了疯人院 你跟他会来看我吗 我想见他 五九说话也不喜欢绕圈子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他不喜欢你 然而燕九却直接过滤了五九说的话 他像是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直接跑向那间 已被巨人该引拆掉的一半储物间 你们等我一下 一个看守现场的郑玉军队员想要制止 燕小姐 请不要进去 这些瓦砾废墟还有塌方斜坡的威胁 还请您离开 五九看出燕九在找东西 便对那名队员吩咐 退下吧 不多时 燕九就抱着两幅画框 从那堆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用两根手指分别将嘴角推了上去 勉强才做出了一个笑脸 然后将两幅画递了过去 谢谢你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五九不解 搞不懂这是哪一出 结果画一看 神色不自觉柔和了一些 这幅画的内容 是他和白雾在一号经济仓入口处 两人被靠背并肩作战的画面 燕九继续说道 下面还有一幅 那是送给他的礼物 五九查看第二幅 那是白雾变成恶朵后 撑开残破古异的画面 可以说非常细节 燕九说道 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这个 我留下那幅画的时候 其实没想过会有人能解开画里的名题 因为无论是父亲也好 是哥哥也好 还有家里的其他人 都不怎么喜欢我 他们不想我和那个女人说话 情绪残缺的怪胎 在那种家庭中被讨厌着长大 即使留下区域编号的线索 都是小心翼翼 如同卑微者一样 即使没人来救他 他也会自己欺骗自己 不是没有人来救我 而是我留的谜题太隐晦了 但他依旧在心中憧憬 就被他人喜爱 而白雾的出现 在他心中就如同盖世英雄一半降临 难怪这个小姑娘会爱上白雾 即便白雾真的变成恶朵 他也不会退让半步吧 女孩从小就是一个 缺乏喜悦情绪的怪胎 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 家族里的其他人也都不喜欢他 极度卑微的他 即便在发出求救信息时 留下的线索也都是小心翼翼 因为就算没有人来救他 他也用留下的谜题太隐晦当作礼物 然而在白雾出现的那一刻 在他心目中如同盖世英雄一般降临 也难怪这个小姑娘会爱上白雾 五九收下燕九的礼物 便伸手说道 走吧 我们去封人院 燕九没有拒绝 而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们还会见面吗 五九直言道 会的 如果再有危险 下次把答案写得直白一眼 燕九这一个不会笑的人 笑起来却有几分诡异 那他伤好了 就让他来看我好吗 与此同时 在高塔底层中心医院 刘成子为病床上的白雾 准备了营养套餐 在众目睽睽之下 体验了一把贤惠女人的感觉 然而他的勺子推到了嘴边 白雾就是死活不肯松嘴 来嘛来嘛 白大少爷 多吃点身体才能好得快 一旁的林无柔突然来了兴致 丑女人就是爱作妖 刘成子顿时勃然大怒 姓林的 你什么意思 林无柔笑道 怎么了 长得丑 还不让人说了 刘成子大骂出口 老娘忍不了了 今天非死了你不可 也正好 白雾本就不想吃营养套餐 让他遗憾的是 艾嫂并没有进来 不过普雷尔之眼 还是弹出了背诸 大多数女人都喜欢 男人比自己高出一大截 但也有少部分的女人 喜欢高出男人一大截 她尤其享受和小矮子 并肩走在简陋港口的日子 这是一个手段很利的女人 我的建议是三个 交好 交好 以及交好 什么 你还想要年龄和三位 你与那名贼合意 这时下属叶未明 端了一杯茶过来 老板娘 你真不进去做作吗 里面的人都算是骨子哥的亲信 老板娘摇头 不了 我在这里等那家伙过来就行了 普雷尔之言也不得不羡慕 这身段这五万 矮哥真是人生赢家 长得不高但占得高 白雾心中暗道 都橙子捆绑了起来 而且捆绑技术堪称一举 她询问白雾 你和队长不到一小时 就瓦解了紫色区域吗 为什么是队长先回来 王氏和商小矮也很好奇 就是就是 给咱们讲讲呗 那可是紫色区域 白雾突然一脸激昂 表情很突兀 当时的场面 你们不知道有多危险 队长万表的数值 已经到了红线 再待下去可就回不来了 而燕小姐的下落 就藏在货舱的匣子里 我必须穿过三百多只 恶朵组成的恶朵墙 才能拿到线索 看到白雾这个隐蔽的演讲 王氏和商小矮立马燃起来了 三百多只恶朵 那看起来得多爽啊 林无柔没有质疑 因为白雾的确进入了紫色区域 而且还上后让队长先行回来 嘴里嘲讽的话 也硬是说不出口 尹霜一眼就看穿了白雾 心想她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 与三百只紫色区域的恶朵战斗 显然其中隐藏了某种 足以让她在那种战斗中 就火速赶到了心爱下属的病房 他一到现场 王氏和商小矮就立马上前询问 关于燕九失踪的案子情况 但五九没有回答 而是让他们都出去 我有些事要单独和白雾谈谈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影霜很失去 立马就走出了病房 那队长你们先聊吧 有事叫我们 五九指着被捆绑起来的流程子 等等啊 我不管你们在玩什么东西 给我抬出去 两人的身高相差16厘米 却被塔里的杀手认错 这一点就算是白雾也不能忍 就在刚刚 五九让所有人队员都离开病房后 便缓步走到了白雾面前 白雾率先开口 之前丁泰声说绑匪跑了 而且郑玉军伤亡踩重 队长的任务完成了吗 五九摇头 没有死亡 但确实都受了伤 被刘木揍的 至于案件已经结束了 郑玉军败了 很快高层之间 就会对破案人员进行褒奖 具体会给到什么还不清楚 而绑匪 看起来像是跑了 像是二字让白雾感到诧异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五九也不都圈子 他相信白雾的为人 你之前提到过一个名字 该隐 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白雾心念一动 果然 能够在剑顿都在的情况下逃走了 那只有该隐了 随即他也认真了起来 这件事解释起来就很长了 五九却说 那就慢慢说 越细致越好 这个人非常危险 而且掌握着一些很有可能 不是天赋序列的诡异能力 我明明是杀了他 但给我的感觉 他好像根本没有死 白雾立马一回 该隐被矮哥击杀 但可能没死 或许该隐掌握着某种假申诉 随后他说起了 第一次跟随队伍出塔 调查的那座第九病院 五九愣住 第一次吗 白雾笑道 队长您还记得 那次回来前找到的牵引轮盘吗 接下来白雾开始详细地 讲述自己所知道的该隐的线索 算是讲了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九成九 其实都是真的 但他隐藏了自己 拥有普雷尔之眼这件事 白雾并非信不过五九 只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秘密 谁又会愿意 光溜溜地站在别人面前 古雷尔之眼 如果只是能够观察物体倒也罢 问题在于他还能分析人 时不时就暴露一下对方小爱好 这样会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的 听完白雾的简述 五九看了他一眼 他把我当成了你 面具披风侠 不得不说很抓眼球 白雾其实早有预料 因为该隐最早的目标是矮哥 牵引轮盘里的一系列区域 也都是为矮哥准备的 在丹德莱尔的扭曲丛林里 我就猜测到该隐可能是在测试矮哥 但该隐对矮哥的实力其实不清楚 他应该是最近才盯上矮哥 矮哥是高塔的高手 可高手二字 按经验来说 其实大多都是一些五阶四段的 六阶都少有 所以这里该隐低估了矮哥的实力 丹德莱尔的二阶段其实很强大 算是能应对这些高手的 因此才会有所谓八个结局的说法 而我当时没有杀死丹德莱尔 在该隐看来也不算奇怪的举动 我找到面具是前往丹德莱尔微步的前一天 而备注给到的线索是该隐在几天前不好的局 所以面具的出现其实对于该隐来说 是一个偶然 这倒是能说得通 作为接受挑战的面具男 该隐自然会将他当成是矮哥的隐藏身份 但有一点不能忍了 我比矮哥高了16厘米 居然能认错吗 然而五九却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眼光 突然看我干嘛 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很失利的事情 该隐是人类还是恶朵依然成了谜题 五九发现他能够使用恶朵的能力 在整场战斗中 体育馆内都被一股诡异的黑雾笼罩着 除去五九和流木外的所有阵域军队员 都先后进入失心风的状态 在有他和该隐对战的时候 明显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斩切像被卸去了不少力道 得花更多时间去切开他的防御 再加上最后变成巨人 一切都太不正常 白雾几乎在瞬间就联想到几个恶朵的即便词条 格挡和超巨大化 这怎么可能 连轮回这种阴谷的能力都被高塔给阻断 为何会有人可以使用恶朵的其他能力 即便词条的能力 也许对应着天赋序列 但这一切并没有实证 至少超巨大化和轮回 白雾没有发现对应的天赋序列 哪怕前面的那些序列没有解释 但名字上也不下 五九说道 也许区别不在于即便词条还是天赋序列 而是在于使用者 高塔阻断的是恶朵 但如果恶朵的能力来自于人类 也许高塔的规则就会默认 现在要弄清楚的是 该隐为何能够使用恶朵的能力 忽然问道 队长 该隐和你战斗的时候都说过什么了 五九回忆起该隐的疯狂 下意识地皱起眉头 他是一个话牢 喋喋不休的 像是一个疯子 白雾觉得不太对劲 不应该啊 从我模仿父亲的口吻能驯服以利亚来看 该隐和父亲差不多 算是一个弱化版的变态 从之前该隐留下的丹德莱尔笔记上看 该隐也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怎么可能会像个疯子一样喋喋不休 太不对劲了 想到这里 白雾突然来了兴趣 队长 你能表演一下该隐说话时的样子吗 就是模仿一下而已 五九本就一个脸贪 难为情地说道 不是啊 我不会啊 白雾继续说道 虽然心算和空间思维能力 让我可以模拟各种场景 但如果能有草稿演算 我还是认为后者提高不少精度 五九怒喝 说人话 白雾咳了两声 简而言之 要策写出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需要队长你模仿他 这很重要 不过要学得像一点 表情自演最好一点也别错过 白雾知道五九为了案子 是不会拒绝的 连忙竖起大拇指 队长 加油 五九的脸色无比苍白 显然这比让他提刀去砍一百个该隐 会更加难受了 随后五九的嘴角微微上摇 逐渐进入了角色 啊哈哈哈哈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真是让我充满了惊喜 我期待你变成恶朵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见识到高塔的黑暗 让你心甘情愿变成恶朵的 如此浮夸的演技 当场就吓得白雾 把刚喝进嘴里的谁给摊了出来 不过白雾很快收敛表情 一脸严肃的看着五九 队长 请继续吧 五九立马严肃瞪了白雾一眼 你在笑什么 白雾怎么可能会笑 队长啊 我受过专业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的 我都绝不会笑 继续吧继续吧 我就快要完成测血了 五九无奈深吸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在病房门外 五九挥下的所有队员 都靠在门板上后厅 怎料门却在这个时候被打开 靠在最前面的林无柔 差点就栽倒了进去 五九没有说话 只是摆出一副恶盈盈的眼神 瞪着众人 他愤怒的将门关上 然后将病房内的窗户关上 又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 表演起了下一段 你性格里有着和我一样的疯狂 哈哈哈哈 原来盖颖的天赋序列 是排在二十三的欺诈者 可以通过欺骗获得力量的能力 而且他很有可能 已经存活了七百多年 就在刚刚 五九按照自己的理解 将盖颖所说过的话 都一一复述了出来 白武还真听出了一些限制 他向五九保证 好了队长 你放心 我嘴巴很赢的 先说结论 盖颖的真实性格 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盯上咱们了 确切来说 他认为他盯上的 是一个有着我的头脑 和队长武力的存在 而要对付我们 他必须要准备足够多的后手 五九恢复了昔日的冷淡 他着急询问 所以呢 他的后手究竟是 白武让他别急 队长 慢慢听我说 之前我遇到的人里 见过有几个人格分裂的 盖颖或许没有这种特征 但他精于表演 某种意义来说 就如同盖颖所说的 他和我很相似 说到这里 白武陷入了思索 刚才在队长表演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一股浓烈的既视感 某种源于骨子里的疯狂 因为那变态父亲的原因 我体内也有一些 能够无视任何规则的疯狂 而正是这股疯狂 父亲让我离开了他 但我绝不会和盖颖是同一种 我有着和正常社会相近的 正义道德观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打败他 思考完毕 他继续对五九解释 这个人善于说谎 但谎言和实话最大的不同 在于谎言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虽然现阶段 我们还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 但这么长时间以来 该隐依旧算是势单力薄 五九若有所思 所以他的目的 至少应该和统治者的权力无关 或者统治者的权力也并不牢固 白武表示赞同 他这种人最在意的 应该是绝对的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减法 该隐通过撒谎就能得到力量 但中间一定具备某种条件 五九很好奇 什么条件 白武顿了顿 接着说到 目前线索有限 最大的突破点 在于该隐给到的一个词 心丹情愿 为何该隐要让队长 心丹情愿的变成恶朵 为何之前那些该隐的门徒 心丹情愿成为恶朵 为何该隐不把燕小姐 强行带去讨外 让其成为恶朵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心丹情愿 是该隐获得恶朵力量的 一个必要条件 五九琢磨了一下 认为白武说到了重点 确实如此 通过欺骗获得力量的能力 天赋序列23 欺诈者 白武点头 看了一眼普雷尔之眼的对主 发现自己和该隐的一切 都极为相似 突然有种宿敌的感觉 他对五九说道 队长 你对于该隐来说 和其他猎物不一样 从该隐的狂喜来看 你有着超乎了他想象的能力 五九猜测 如果该隐真的如你所说 活了七百年 那么他应该比我厉害 白武迟疑两久 他很意外 矮哥居然也有示弱的时候 他的实力应该很强大 但他的野心 也许愉悦到了第六层去 该隐的言语里 表现出了 对第六层极强的反感 他这种人 是不会在意弱者的 让他讨厌的 也许是他奈何不得的 五九立马一毁 你的意思是 第六层有更强大的人 而且还和该隐交过手吗 原来在高塔 六层有着比该隐 更加强大的人 就连极度反感高塔的该隐 对此也无可奈何 白武迹的那个 拥有绝对溶解的家伙 去了第六层之后 就再没有回来 这样的事情 他无法不对气暴 以恶意揣测 觉醒高级序列的下层人 在满怀期待的情况下 去了上层 自此之后便音讯全无 也许第六层 有着某种捕食者 如果真的活了七百年 就算队长添纵奇才 也绝对不是该隐的对手 但这回你却击退了他 该隐很讨厌高塔 源头应该在于第六层 那么若方才的推论为真 该隐是否也被捕食过呢 吴九恍然大悟 所以现在的该隐 其实很虚弱 或者说无法发挥全部的力量 白武点头 是的 所以他才会盯上队长 对他来说 队长是很特殊的 为了骗队长 恐怕该隐布置了很多谜举 至少会一步一步的 颠覆队长对高塔的看法 为了让你心甘情愿 但这个过程里 他不该以如此疯癫的形象 来面对队长 毕竟人一般不会把 颠老的话当真 吴九更加不解了 既然这样 那他到底为何 显得那么疯狂 白武故意脱长的语音 狼人杀了 这种玩法比较常见 一只狼杀死另一只狼 由此来欺骗大家 也就是所谓的自刀狼 盖音以如此疯癫 且脸谱化的形象 出现在队长面前 为了只是让另一只狼杀掉他 这个答案足以让吴九震惊 另一只狼吗 白武说道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 既然你们交手了 他一定会继续缠的队长你 也许很快我们就能看到 一个正义使者杀死了盖音 而这个正义使者 不等白武说完 吴九却开了口 就是盖音假扮的 白武竖起大拇指 队长真聪明 在此之后 盖音十有八九会以另一个身份接近 然后俯视你 吴九陷入了沉思 白武的话听起来很玄乎 但确实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这么一来的话 看见吴九脸色凝重 白武很想拍拍他的肩膀 只可惜距离遥远了一些 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队长不需要太担心 有我在的话 盖音算计不到你呢 不过牵引轮盘里的那些区域 我俩得一起去探索了 其实吴九一点压力也没有 只是白武的这番话 让他有种要被保护的感觉 吴九忍不住笑了 他觉得白武可以改名叫白半仙了 看起来好像比该隐 站在了更高的一方 三天后 白武的伤势尚未全好 但已经离开医院 回到了调查军团吴九的办公室 吴九将勋章推了过去 上层这次特意开了表彰大会 褒奖你们三人 但由于住院就没让你去了 白武仔细看了看 觉得这勋章还挺酷 吴九继续说道 对了 还有这个 这东西没找到合适的容器 不过想来你有寄灵背包 收纳应该不成问题 那个小姑娘很喜欢你 她身上或许还有该隐的情报 白武说道 队长 其实没必要问她 要不咱们用牵引轮盘 直接和该隐过招备 可却得到吴九的回答 你至少去看看她 白武一脸无语 认为友情可以拓宽门路 爱情只会带来麻烦 吴九态度很严肃 念九身上有着一个很大的命 逃避的话 现在你会很轻松 但将来你还是要面对 这种缺爱的人 骨子里其实都有疯狂的基因 与其让她变成该隐的人 倒不如让她变成你的人 至于是什么关系 你自己定夺 见白武没有理会 吴九试着说道 那姑娘很好看 白武立马两眼放光 但又解释了起来 队长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我对女人没有兴趣 别看我和名车一起飘 不对 一起喝过酒 但完全比不上咱俩一起扛过枪的情 吴九顿时无语 废话真多 让你去就去 回来后 写一篇关于该隐的调查报告 如今封人院守卫严密 且正在与调查军团分部建立 直接监控通讯 其安全日后 将全程有调查军团第七队 也就是我们负责 另外提醒你 该隐也许通过补货 让那姑娘心里有了一些扭曲的价值观 再加上以前的经历 现在也只有你才能跟她有效交流了 燕九和白武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见面 这个单纯的小姑娘为了她 竟然没日没夜地画了几百张画稿 就在刚刚 白武再次来到高塔三层的疯人院 没有了郑玉军的阻拦进入很顺利 病院里也一切正常 还是那两个下棋的疯老头 下着围棋却又突然加入了象棋 而那个郑多喜医生 这次没有被封着护士拦着 穿着人字拖走了出来 喂 那个叫白武的 郑玉军那边看望的手续都办好了 明队还特别嘱咐 要我好好招待你 跟我走吧 白武也没想到 明车居然没有为难自己 还真的挺爱惜人才的 好好一个反派这下可成了大冤主 那郑多喜在前面带路 嘴里却骂骂咧咧 上次你们来这可是大闹了一场 这回可别再乱搞了 白武一脸茫然 他上次单独行动 自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当他来到六楼走廊 才看见旁边的房间 墙体破开了一个大洞 白武立马就猜到是塔神会 派人过来刺杀队长的 还真是些无法无天的家伙 很快郑多喜将他送到十八号房 你自己进去吧 我还有些其他事就不奉陪了 当白武推开门的时候 第一幕画面其实是略显惊悚的 因为燕九正在对着镜子学校 而且笑容特别的僵硬 与死亡航班上那个剖妇女友 那么一点相似 不过画风很快突变 当燕九看见是白武后 忽然扑通一声 坐在凳子上的身体 不自觉的向后倾斜 倒在了地上 很快备注出现 作为恶垛肚子里的孩子 他并不像神话故事里的人与神 或者人与魔 或者神与魔的结合体一样 具备多方优点 不过他还是有科取之处的 能够极短时间作画 靠的是让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以及 他的话以后会很值钱 白武心中暗道 的确如队长所言 长得很好看 而且这个女孩至少智商是很高的 随后他礼貌地伸出手 受队长之托 我特意前来询问点事情 燕九点点头 好的 我都画好了 现在我就拿给你吧 白武愣一愣 他原本打算过来问几个 关于该隐的问题 可现在自己什么都没问 他会知道我到底要问些什么了 只见燕九把几百张画稿叠在了一起 递到白武的面前 白武很意外 上面的内容 竟是燕九这些天与该隐相处的经历 其中空白的地方 他还细心地写下了自己和该隐的对话内容 内容非常详细 燕九可以算得上市一台人形照相机了 接下来他只要把这些画稿带回去 对着画稿分析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再询问燕九了 随后白武将几百张画稿收入了寄灵背包 最后转身准备离开 非常感谢燕小姐的配合 那么我就不打扰你了 告辞 这下可把燕九逼急了 等一下呀 你说过你爱我的 这话是真的吧 看着燕九困惑的眼神 白武想起了队长说的话 这下麻烦大了 这的确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等一等 你说过你爱我的 这话是真的吗 面对眼前这个单纯的小姑娘 白武决定很下心来 当然不是真的 那个时候只是情况紧急 为了套出情报才会那么说 如果让燕小姐误会了 那真的很抱歉 就这样吧 我要走了 燕九轻微地抖了抖 思考片刻说道 是因为我给你的礼物 你不喜欢吗 我还有很多坦思的 也可以给你 或者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白武顿了顿 礼物 你是说那些话吗 话得很棒 即便放在七百年前也是佳作 我很喜欢 会收藏着的 燕九听懂了他的意思 不甘地紧握拳头 所以 你喜欢我给你的礼物 但是却不喜欢我是吗 这一刻空气突然安静 两久后白武开口问道 这跟礼物有什么关系呢 燕九的眼神茫然 白武的这句话让他很难受 也让他不禁回想起 小时候那些不愉快的回忆 年幼的他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父亲 我想出去玩 我可以出去吗 可换来的却是父亲无情的拒绝 不行 你就在这里待着 哪都不能去 哥哥也是一样的嘴脸 燕九 哪里都不准去 只有这里是唯一能待的女儿 从小到大 他也一直不明白 为何父亲和哥哥总是拒绝他离开庄园 以至于他开始想要讨好佣人来陪自己玩 经过几天的观察 燕九发现这些佣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喜欢塔丝 于是他偷偷拿来一叠塔丝 这些送给你们 可以陪我玩一会儿吗 那些佣人在看见燕九的第一眼 都是本能的嫌弃 可当看见一叠厚厚的塔丝后 又立马换了一张嘴脸 当然可以 小姐 随后他又会把当天发生的事 说给那半颗心脏听 最近女佣们特别喜欢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都愿意和我一起玩玩 我知道他们喜欢塔丝 于是就将塔丝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 可飞机上的女恶度却告诉他 小燕九 这是错误的 真正的喜欢根本不在乎你有什么 可从小就却爱的燕九根本不懂 真正的喜欢 究竟是什么 后来那些佣人们越发胆大 开始向年幼的燕九索要 小姐 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能再多给我们一些塔丝吗 燕九实在拿不出来 很抱歉 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送给你们了 听到这话 那佣人的脸色骤变 明目张胆地说道 小姐 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来找我吗 这一次燕九很深刻 认为一定要始终有礼物才行 一定要给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自己才能一直被人喜欢 很快得知此事的父亲大发为凭 你简直丢尽了我燕家的脸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面瘫的傻子 送塔丝给女佣 你怎么不把整个燕府都送给他们呢 这时燕九想起了女恶多说的话 他说的都对了 那些女佣一直都在骗我 原来不喜欢你的人 送再多东西给他们 还是会不喜欢你的 这时办完事的哥哥回来回报 父亲 那批女佣都处理掉了 父亲很失望 知道了 你顺便去给他办理三层精神病院的入院手续 我不想再看到他